几人机里咕噜滚下山 春鸭远远朝着 裴婷喊了声再见 关木青拆了可怜的高童 去家里说一声 自己带春鸭逛夜市去了 自己则赶着马车 带春鸭往城中去了 为了方便聊天 春鸭特地坐在了车门口 隔着车帘 他问关木青 你那朵云轩 要不要来扬州开个分号 咱们府别的没有 有钱人倒是挺多 虽然王公贵族不如京城那般 满大街都是 但是好歹读书人也不少 底蕴也在 别看扬州城没京城那般大 但是底蕴还是很丰厚的 气候条件和营商环境都不错 虽然之前遭了几年灾 但是好在没伤到根本 恢复起来是很快的 关木青略回了下头道 开在你们摘星阁 不是说你们那是酒楼吗 狭隘了吧 咱们那是个商业综合体 啥暴力 攒开啥 你就说吧 要不要入住咱们摘星阁 春鸭这会儿就是商场 那楼面经理招商的架势 哈哈商业综合体 这词想的倒是妙 行啊 那等咱们回京了 再跟太子他们好好商量商量这事吧 我是觉得挺不错 你们若有好货色 也可以送来扬州吗 摘星阁第三层 我准备弄一圈隔间 只用竹帘或者沙帘遮挡 靠北边搭了台子 到时候什么有趣 咱们比什么 试词歌赋 投护射箭 每月搞个几次 不比试的时候 就请了个陆说书的 唱曲的 弹琴的来演出 咱就不怕到时候没人气 若有品项好的玉石古董 金银器皿 咱们就请了大拿监定盖章 再给搞些拍卖会啥的 价高者得 则 想想就刺激 似曾就全坐了包间 安静些 客人谈事待客 都可以去四楼的包间 至于五楼 那就不对外开放了 直接带顶级的客人 彰显尊贵身份 关木青缓缓转头 看向后车厢 他精益于春压着脑子 难道是铜钱坐的 怎么赚钱的门道 那是一道又一道 这娃是传说中的宋财童子吧 扬州城的有钱人 可怎么办啊 说得起劲的春压 已经撩起了车脸 探头在外跟关木青说话了 此时见关木青看她 她忙用手推了一把她的脸 赶车看前头啊 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你就光用嘴说就行了 你就说我这主意好不好吧 你这脑瓜子里头 除了赚钱 还有什么 关木青转回头 忍不住问道 也不知道为什么 春压脱口而出 你呀 其实她也不是故意聊汉 可是就是台词 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回答一句你呀 好像就是某种条件反射 千年难得听到春压这钢铁 侄女说撩人的话 关木青险些从马车上栽下去 她吻了吻心神 咽了口口水 然后说 你别在外头说这些 多危险啊 哦 好的 小星星 反正撩了 干脆一撩到底 春压这回是故意的 嗨嗨嗨嗨 可嗨嗨 嗨嗨嗨嗨嗨嗨 关木青显然还没有习惯 春压这种特别破惯破摔的作风 而车厢里的丹燕 死命地拉着自家小姐的腰带 这马车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就不怎么吻了 别一会儿再给小姐颠出去 实际劝她 你可放心吧 谁掉下去 春压小姐也不会掉下去的 外头还有青少爷呢 她一把就能把春压小姐抱住了 丹燕拉得更紧了 马车到的开明桥附近 那里一片就有一条夜市街 隔了两条街 便是烟花巷子 所以那夜市的生意格外的好 有烟花巷的小丫头 去给自家姑娘买点心的 也有带着院里的姑娘出来游玩的 更有出门看姑娘的毛头小子 更有举家散步游玩的普通人家 夜市街也没有什么正经的大店 一条七八百米的小道 一边都是各种小摊 和旁边宅子里头开墙 凿壁开出来的小脚店 另一边便是城内四通八达的河道 河边修了些石板凳 供来往游玩吃喝的路人歇脚 关木青停好马车 带了春压就往那夜市街走去 时经跟在后头 脚步是愈发的重了 春压健壮 便给了她百来文铜钱 让她带着丹燕 想吃什么便买什么 春压现在就想吃碗藕粉园子 这东西还在前头呢 丹燕自然不肯 都跟秋芬姐姐说好了的 小姐去哪儿 她就去哪儿 可时经却牢牢地拉住了丹燕 还朝春压挥手 春压小姐 一会儿在夜市街灯头等我呀 春压回了生好 便带着关木青往前去了 被牢牢牵住的丹燕都快哭了 时经 小姐可不能和你家青少爷单独走呢 为啥不能 我家青少爷又不吃人 再说都赐婚了 咱们还瞎插和啥呀 早晚咱们两家并一家 行了别哭了 走走走 姐姐给你买千层油膏去 我都想了一年了 京城就做不出咱们扬州的味儿 别哭了 我给你买一笼 别人都当时金傻乎乎 可她自己知道 自己懂得可多了 起码比秋芬丹燕懂得多多了 而此时的春压和关木青 终于迎来了难得的独处时光 也不知道是不是受不住春压 简单粗暴的撩拨 关木青反而显得有点手脚僵硬 跟在春压边上走 反倒是有些不自然 春压这坏心颜子 越是看到人家紧张 她越是要得寸进尺 走路的时候 还故意甩手 甩到关木青手背上 关木青终于忍无可忍 拉住了春压的手 你说你是不是故意的 哈哈 错了大哥 我错了 春压这人 就是不怎么会谈恋爱 老是在关键时刻 乱喊大哥兄弟 关木青这才松了手 轻轻敲了春压脑门一下 再乱喊 下次就打中邪 不敢了大兄弟 所以有种人 就是注定母胎单身的 被气笑了的关木青 忍不住揉了一把春压 那满是小碎发的脑袋 惹得春压直喊 哎呀 都说错了 可别揉了 但愿输了小半个时辰呢 嘿呀 你们俩 干嘛呢 大庭广众 拉拉扯扯还摸头 成何体统啊 两人被一阵熟悉的喊声吸引 放眼望去 就见前头的石凳子上 蹲了一只大师傅 春压连忙拉着 关木青的袖子跑了过去 见大师傅正端着盘闸春卷 呱唧呱唧吃得正香呢 见关木青来了 大师傅冷笑一声道 怎么 课业太少 还是怎么说 不到一月就要相试了 还有心思玩呢 大师傅 我今日这还是第一餐 准确地说 第一餐还没吃 关木青说的是真的 那就回家吃去呀 在这调戏我徒弟是几个意思 这春卷还没给钱啊 诺 盘子给你 你去给钱去 大师傅说着话 就把盆子递给了关木青 关木青无奈接过盘子 然后解释道 不是 我没有大师傅 你听我说 我不听你说 我就看你调戏我徒弟了 不是 师傅您听我说 是我先调戏的他 春鸭老是承认 就怕道玄一会儿 在让关木青 干啥莫名其妙的事 这位高僧这思路 也是很抑郁常认的 一听是春鸭先调戏的关木青 道玄释怀了 哦 这样啊 那没事 那什么 我吃春卷吃得干把了 关木青 你再给我去弄碗 吃豆园子过过 春鸭立马举手 藕粉园子 我要藕粉园子 都买 道玄说的 好像他能掏钱似的 无奈的关木青 只能点头去买园子去 道玄此时倒是震惊了起来 问了春鸭几句 那位到底对春鸭他们怎么样 若实在不行 他倒也可以开口 让那位把徐达放回扬州 只是毕竟是他开的口 到时候为了避嫌 他就不准备再待在扬州了 别 师父 你好不容易找到个落脚的地方 在这儿 大伙都那么喜欢你 放屁 我看你们一个个都不怎么待见我 道玄一句放屁喊得太响 引来无数路人侧目 哪里来的野生和尚 怎么这般粗鲁 春鸭苦笑一声道 没有瞎说 您现在年纪也带了 补肾完都吃上了 以后还是在扬州养老吧 这里人多 都能照顾您一二 您可别再乱跑了 想着您到时候再从头开始 我都想哭了 谁补肾了 谁补肾了 那是倒心要吃的 再说 我从头开始 你哭个什么劲 俗事都是累赘 没了便没了 又啥好哭的 道玄边说 边作着牙花 您可别学吕道长啊 等咱们家搬回来了 我还得给您养老的 您可千万别想不开 春鸭突然觉得 道玄有点也想修炼成仙的感觉 道玄切了一声 学他干嘛 他不过就是放不下我直的疯子 也是可怜人一个 要学也是他跟我学 学您喝酒吃肉吗 春鸭忍不住调侃道 嘿呀 死孩子 我倒是想关心关心你爹 你还调笑起我来了 你那碗藕粉原子 是我的了 师徒俩互对一阵 关木青便干脆带着 藕粉原子的摊位来了 没见有赤豆原子的 道玄又是好一阵叫让 关木青没良心 今日两篇策论的指导 都是指导了狗了 不过嚷归嚷 吃还是要吃的 要不是藕粉原子是舔的 道玄不太喜欢 不然三个人能把人一个摊位的原子 都给包圆了 三人吃了一肚子的圆子 道玄又打包了一份 说是道玄前两天 又被他从安远寺给滴流来了 所以这几天 跟他正无声地抗议着 他这才想起来 来夜市是想买点宵夜 给他那苦命的 休闭口禅的失地的 一番说辞 讲的春鸭和关木青 对道玄师父 很是拘了一把同情的泪 送别了道玄 又只剩下了春鸭和关木青 不过这回春鸭正常多了 也不随便乱说话 只拉着关木青这里 看他那里瞧瞧 一路买了不少乱七八糟的小灵嘴 关木青见春鸭喜欢 也不管好吃不好吃 什么都给春鸭买上一份 最后走到街市的钉头 两人手上七七八八 挂了满了油纸包 可这会儿石金却还没到 两人便在街巷口的墙角下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等着石金和丹雁 也不知为何 聊着聊着 关木青就失了神 春鸭在说什么 他慢慢就听不到了 只觉黑夜里 这女孩的眼睛格外地亮 说话爱戴三分笑 眉眼弯弯 眼中流淌着星光 他突然冒出来一句 你才是小星星 嗯 正说着早上野奶 来时候的事的春鸭 突然被关木青的话给说懵了 夜色的眼影 让关木青带了胆子 他又重复了一句 你才是我的小星星 哦春鸭突然觉得有点尴尬 什么哥们兄弟的话 就在嘴边马上要喷出来了 但是他看着眼前略带深情的关木青 好歹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做个人 于是努力地克制住了 想要用那些莫名其妙的称呼 来缓解尴尬的冲动 他难得略带羞涩地说了一句 那你就是我的一山呀 然后把手里的零碎 全拎在另一个手上 用自己的右手 牵了关木青的左手 关木青后背一挺 只觉一股电流从左手袭来 心跳快得 真怕春鸭也能听到 他缓缓转头 问春鸭 以后便一直牵着我的手可好 好呀 春鸭毫不犹豫地回答 然后冲关木青甜甜一笑 关木青脚趾扣的 努力克制着 现在就把这女孩抱进怀里的冲动 哎呀 谁呀 这大晚上的 就别在人家窗前谈情说爱了吗 能不能消停点 家里头大人都不管的吗 再不走我告诉你们家长去呀 窗边的嗷唠一嗓子 让两人落荒而逃 就真的像是约会被家长撞到的 小情侣一般紧张又兴奋 关木青拉着春鸭的手 一路跑到了夜市街中心 两人才停了下来 然后相视一看 忍不住都笑出了声 这笑声 很快就把吃饱了的石巾和丹燕给招来了 丹燕连忙扶起笑的直不起身的春鸭 急问小姐这是怎么了 吃坏什么了吗 这眼看着就要笑撅过去了呀 石巾接过了这两人低流的所有大包小包 也问关木青 青少爷 你们这是遇到什么好笑的事了 夜市逛得略带刺激 回去的路上 马车上四人 各怀心事 关木青只觉那被春鸭牵过的手 震震灼热 想着他夜色里那湿漉漉的眼神 便又觉着灼热沿着手臂 缓慢流淌进了自己心里 再过几日便是中秋 空中一轮明月已是高悬 关木青缓缓地赶着马车 车里坐着他喜欢的姑娘 虽然外头对他有各种误解与谣传 但是他不在乎这些 他只在乎车里的那个 有很多奇怪念头的姑娘 也在乎他 马车慢悠悠地 在青砖铺成的巷笼内行走 发出震震毒毒声 关木青故意把马车赶得很慢 虽然他知道 车厢里还有石巾和丹燕 可那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想留住心中这温暖 而又灼热的感觉 哎呀 青少爷这是怎么了吗 这车赶得还没高桶好 这也太慢了点 我这都快急死了 石巾小声地抱怨着 丹燕朝他做了个晋升的动作 石巾姐姐也是的 都说了 在外头别喝那多桂花酒量糖水嘛 你再忍忍啊 马上就到了 说完 丹燕还看了眼趴在他腿上 已经睡着了的春鸭 还好 小姐没被他们吵醒 石巾扭个不住 可又不好意思喊 少爷停车 我要放水 只能不停地嘀咕 青少爷可真是的 想拿春鸭小姐满城逛他也没意见 这车上现在还有他和丹燕两个大蜡烛呢 干嘛还敢那么慢吗 最终 当关木青停下车的时候 石巾一个箭步 就要冲冲马车 说时迟 那时快 丹燕一把抓住石巾的袖子 差点把自己都带倒了 石巾急问 怎么了 现在还有啥事 比我还急 小姐 把小姐抱下车 丹燕声音虽然很轻 但是非常有力 春鸭睡得熟 丹燕不忍叫醒他 可他绝对绝对不会再让官家少爷有机可乘 这是他作为贴身丫头最后的坚持 你傻呀 这不是正好让清少爷 石巾 你想想 这可是在家门口 要让大少爷看到了 哎呀 来吧 走你 石巾说完 二话不说 就想扛去扛春鸭 他实在没空跟丹燕争论啊 丹燕盲低声说 好好抱 一会儿再把小姐颠吐了 哎呀呀呀呀呀 我越是急 你越是麻烦 来来来 抱抱抱 石巾一边嘀咕 一边抱起了春鸭 就跳下了车 差点跟关木青撞个满怀 还没等关木青问话呢 石巾就像个小炮弹一样 发射进了徐家大院里 怎么了 这是 春鸭怎么了 关木青问 还来不及跟上去的丹燕 回 回关少爷 小姐睡着了 你也一起睡 不是 你也早点睡吧 丹燕员就只是个小丫头 独自面对自家小姐的对象 比自家小姐局促多了 这一紧张 嘴就容易说 突噜 关木青尴尬地清了下喉咙 挥手让丹燕进去了 自己则把马车的缰绳 给了开门的小丝 然后也跟着丹燕进了门 小丝分明看到 关公子用右手揉着左手 然后又把手放在嘴边吹了吹 他心想着 这是啥意思 难道这马匠 还烫手不成 这也 不烫啊 算了算了 城中有钱人 多少都是有些奇怪的 像他们徐家 又出了伯爵 又出了县主 可却没啥大架子 和善的令底下的人 都忍不住怀疑 自家老爷的爵位 自家小姐的县主 到底是不是正宗的 石金匆匆忙忙进了院子 还在课堂间 等着春鸭的石头 看石金抱着人进来了 直接嗷唠一嗓子 春鸭怎么了 其实春鸭已经有点醒了 可他又困得不行 懒得睁开眼睛 石金这大宝贝软乎乎的 别看他肥嘟嘟 但是身上却是凉凉的 被他抱着还挺舒服 春鸭便不愿意吭声 就让石金抱抱呗 也不枉费 他这些年来的头位 他现在这体重 也不影响石金 往家里头冲的速度 可石头这一嗓子 让春鸭不醒也得醒了 他睁开眼睛 打了个哈欠 莫慌莫慌 老那只是睡着了 石金一听这人醒了 赶忙把他往地上一插 急急忙忙说了声 那我先走了 便飞奔去了后院 春鸭也说困得要了命了 让大哥也早点歇着 然后脚下打着飘 就随着石金往后头飘去了 丹燕那更是跟石头 道了声晚安 便跟着春鸭跑了 等了半日的石头 只等来了最后头的关木青 见关木青跟他作医 道了声晚安 也要走 不甘寂寞的石头 拉住关木青问 你们晚上干嘛去了 春鸭干嘛叫自己老那 这又是哪学来的鬼话 一听春鸭这么叫自己 关木青就忍不住嘴角上扬 刚才夜市遇到了大师傅 他就混叫了完的 大哥莫要放在心上 他私心想着 一定是刚才太过亲密 所以春鸭才会想到 用老那来让自己 把心静下来 虽说他此时 用什么词都无法静心 但是他可以用课业 来让自己忙碌起来 于是关木青朝石头 做了一衣 抬脚就往东院去了 他今晚还是要 写两篇策论 春鸭实在不晓得 关木青想了那么多 若他知道 就一定会跟关木青 解释一句 我真的只是单纯嘴见 转眼间 人都跑完了 石头虽然等了个寂寞 但是见妹妹 全须全已地回来了 也算是放了心 回到卧房 他见自家媳妇 还在看账本 便给他倒了一杯水 然后郑重其事地说 媳妇 我想过了 咱们第一个 还是得生个儿子 扑 佛宝又见 自家相公 这般严肃地说这事 忍不住笑喷 怎么了这是 不是说家里几个头 都够闹心的了 只想先要个女儿缓缓吗 怎么这又改主意了 主要我怕咱女儿 向她孤 到时候就不好办了 石头很认真地回答 什么贫僧老纳的 一通胡说 家里头爹娘书婶 也乃哥嫂 连表哥表嫂 都没逃过她的魔掌 若他们老徐家 再来这么一个女魔头 她怕到时候不好处理 听石头这愣子这么说 佛保佑笑得更是止不住 你这大哥也是的 哪有这么说自家妹子的 我看春鸭就很好 开朗大方又聪明 我若生个女儿 就得向她才好 呸呸呸 快呸快呸 媳妇 那我顶不住啊 那什么 向徐敏 不对 她这天天盘蝎子 我也受不住这个 向徐英吧 这个稳重 对 咱们生个女儿也行 不过得让女儿 跟徐英多呆呆 石头下定了决心 还握拳 给自己加油鼓劲了一把 之后两日 春鸭忙得神龙见首不见尾 关木青更是每日不是背书 就是写策论 哪怕出门 要么就是去接春鸭 要么就是去无名寺找大师傅 而春鸭除了要关心 黄桃的采摘速度 和罐头的制作品质 还得跟着石头去拦晕记 因为自家的棉花销路 二维找冯公公 他得把第一批的 黄桃罐头和桃王 给皇上送去啊 三也是想问问 神兵营有没有什么 不掌握关键信息的 退役木匠 棉花收购自然没有问题 关键春鸭还从冯喜那儿 得到个消息 说是神兵营 马上就要搬去京郊大营了 冯喜应了他 到时候有不留用的木匠 再介绍给他 啊 为什么呀 皇上不是说 神兵营放在京城 乱七八糟的声音太多吗 怎么这会儿 就要搬去京郊了 春鸭突然觉得有点心慌 这神兵营搬去京城 难道是为了让他爹 继续做主观 那他们可真的是 回扬州无望了 冯喜翻了下白眼 然后才道 看您平日里挺聪明 这会儿 怎么就想不明白了呢 之前朝廷没钱 皇上扮神兵营 要用的又不是十两二十两 这神兵营建立至今 钟永伯最清楚 皇上往里头 可是几万两几万两个杂的 户部那些抠搜玩意儿 怎么愿意给钱 且神兵营初见之时 皇上手下能用的人 也屈之可数 皇上也是怕到手 因为一个神兵营 在乱了朝纲得不偿失 这才建在扬州的 可如今神兵营的作用 大伙都看到了 板上钉钉的 这就是神兵天将 不然您爹内 钟永伯头衔哪来的 还不是因为 这功劳够大 既然如今 皇上都证明了 神兵营的重要性 朝堂上又换了一大波的人 那皇上还不把 这要紧的衙闷 放到自己眼皮子底下 别的不说 哪怕造了新的枪炮 皇上也能第一时间看到不是 也是 只要不是因为 徐达去了京城才搬的就行 春鸭重重点了下头 冯公公机智过人 不愧是皇上身边第一红人 皇上来咱们家 开府宴的时候 还特地问过 冯公公好不好呢 既然神兵营要回去了 那冯公公也该回京城了吧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冯喜叹气道 哎 奴才就是个劳碌命 哪那么好福气 能回京城啊 神兵营能走 这赚钱的差事 又搬不到京城去 咱们府的兰云记 和京城那边的分场比 赚了能差十来倍呢 神兵营且得砸钱呢 皇上又怎么会放着 这儿那么多的钱不管呢 差这么多呀 春鸭倒也是 长久没了解 这兰云记的近账了 惊讶倒也不是庄的 冯喜一脸不可置信地 问春鸭 县主家的买卖 还是您跟钟永伯 和夫人弄出来的 你们都不知道 赚多少钱的吗 不知道啊 春鸭理所当然地回答 我娘让我大哥做大掌柜 我嫂子做主母 那这些自然也不管了呀 散财三童子啊你们 冯喜忍无可忍 直接破了礼数 皇上光蓝云记 一月能赚十万两呢 你们拿一成 也有万两收入 这是不拿钱当钱是吧 也不知道盛世摘星格 使春鸭膨胀了 他乍听有万两收入 倒也觉得没啥 春鸭摇了摇头 告诫自己 这种想法千万不能有 然后真诚地赞叹道 这也赚了也太多了 冯喜皱眉 他觉得这死丫头在敷衍他 可他没有证据 他也只能略点头道 两怀的不装 基本现在都在咱们这买货 城外神兵营搬走了 另一片也会改成工厂 那些从咱们这买货的 不装里的工人 咱们也基本全盘都接收了 千三年的活气 工人基本也都能接受 县主您也乃他们开的那厂子 开业到现在两三个月 虽然比不上咱们本厂 但是收益也是不错的 他们一月也能分上千八百 那里产的 基本都销往北边汝南之类的地方了 目前生意也不算多 但是随着名气起来 渐渐也能多起来的 听说您在配风收了不少铺子 怎么 自家布料不准备卖吗 卖呀 肯定卖 就是我还没空回去 明日八月十五 我得回乡一趟 回来就去趟配风县 把我的布装给开起来 要不是冯喜提醒 其实春鸭早就把配风的铺子 忘记到九霄云外去了 不过现在装也要装出 充满责任心的样子 既然铺子大表哥都置办好了 回去的确得好好做做买卖 就是不知道大表哥扛不扛得住 康平之 康健之 他就俩表哥吗 回去还是得问问大哥去 自家还有没有更多的表哥 蓝云记给冯大掌柜专门披了个办公房 春鸭在冯喜的办公房里头 一聊就聊了半日 不过收获多少还是有点的 起码家里头的棉花 被他硬生生给弹高了一成的收购价 冯公公都气迷糊了 他很胡疑地问春鸭 县主大人也是有趣急了 您自己也是蓝云记东家 怎的还坑自己啊 那可不一样 咱们老农种点棉花不容易 能多卖点 明年才有动力种嘛 放心冯公公 我回乡就给咱们蓝云记宣扬宣扬 尽量让本地供应更多些 虽然冯喜感觉自己掉坑里了 但是他一时还没转得过来 到底掉的是什么坑 不过能在本地收棉花 哪怕价格给多一成 他们运输费用却能降低七八成 两项一底 蓝云记还是赚了的 所以冯公公也放弃了思考 那就还烦请县主大人 多劝劝你们配封的农户 虽然种棉类一些 但是比种到种卖 还是能多卖上一两成价的 钱虽不多 但是棉花还能抵捐税 能吃得上饭的人家重上一些 还是划算的 这回回去 本县主我一定去劝农桑科 我还有事得先走了 冯公公给皇上的桃 冯喜挥手道 这您就不必担心了 一会儿就让人送出去 三四日内必到京城 只是奴才的 哎 徐达不在扬州了 连要点黄桃罐头都不方便 不会忘了您的 第二批已经做了 一会儿就往您府上送 放心 黄桃罐头在人家那儿看着贵 可这回他和裴婷的投资的桃园 不说大逢收吧 这两批罐头坐下来 姐妹俩估计着 这一整片桃林收下来 怎么着也得有个两三万罐 所以这玩意儿 春鸭是要多少有多少 根本不稀罕 冯喜闻言 笑着谢了春鸭 见春鸭要走 起身把他送到办公房的门口 说道 以后神兵营走了 奴才就常住这蓝云记了 县主有什么事 就尽管来找奴才就是 春鸭好一阵好呀好呀 客气客气 变出了蓝云记 回去的路上 春鸭又顺道去了下人际堂 准备拿她让徐敏 给她倒的美白面膜 这进入恋爱状态的女人嘛 哪怕是钢铁侄女 到底也是有些要好看的 穿来之前 春鸭在研究 拖头少女这个事上 狠下了一番功夫 询问度娘的时候 偶尔也会有链接 转到中药美白上去 可她只记得 那几位药都叫白X 白X 白某某 别的都没记住 所以她就拜托了徐敏 请教请教廖师傅 能不能搞点美白的粉末 给她做个面膜 虽然 她不介意自己健康的肤色 但是 她好歹也要为 关木卿的品位 不被受到质疑 而努力以小夏 到的人际堂 春鸭就熟门熟路地 到了后院 找到了徐敏 后院里 徐敏和吴娇 正围这个钢字桥的高兴 春鸭也没叫人 只好奇地探头去看 然后立刻往后退了几步 只觉自己的发际 都要冲上来了 跟着春鸭的丹宴 也是第一次 见自家小姐有怕的东西 于是 她也上前看了一眼 然后啊了一声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可才坐在地上 丹宴就又急着爬开了 坐得离那大纲太近 她都觉得毛骨悚然 正看得起劲的徐敏和吴娇 这才回过头来 见是春鸭来了 吴娇先是笑着 给春鸭行了一礼 县主大人好 徐敏更是跑到春鸭身边 想去勾春鸭 春鸭忙退开几步 问徐敏 洗手了没 玩蜗工洗手了没 你们到底哪弄得 这么一大纲的蜈蚣啊 哦 你们这长相跟爱好 也太不符了 简直坑爹啊 没错 这两人撅着屁股 扒拉着大水缸 看得就是一大纲的蜈蚣 不是抓的 是廖师傅自己养的 养得可好可好了 这才养了半年 比外头抓来的一年多的 都大上一圈呢 廖师傅简直是天才啊 徐敏忍不住对廖师傅 发出一阵阵的夸赞 才给正在备制的药材 加完碳的廖师傅走出门 呵呵笑道 三小姐过奖了 都 都是些雕虫小技 县主大人 要不要看我养的 不要谢谢不必了 我要走了 我就是来拿面膜粉的你 不要跟我客气 春鸭一口气说完一句话 心情真的很着急 哪怕 他不怎么很害怕蜈蚣 一条两条的 还能上脚踩死 但是满满一大缸子 说他实在是接受不了这刺激 徐敏这才呕了一声 跑去晒药材的架子上 给春鸭取了个罐子递给了他 廖师傅解释道 这里头放了白鸡 白吉梨 白姜蚕 白丁香 白切牛 白纸 白芙 白芙苓 白妇子 另外大掌柜还给了点珍珠粉 也加进去了 县主到时候用的时候 只需用黄瓜汁调了外敷就行 行知道了 徐敏我走了你 你会回家前 千万记得抖抖衣服洗洗手 廖师傅 再见你们 都不用送了 压根就没听清 里头都有啥的春鸭 说完便拎起了泪痕都没干的丹燕 互相搀扶着往外头去了 上了马车 丹燕哭唧唧地向春鸭检讨 小姐 我错了 我以后再不会想您作风好放了 我错了 我再不敢了 我哪好放了 春鸭觉得跟徐敏无交比起来 自己简直就是个淑女 是 没有 都是奴婢想岔了 奴婢再不敢这么想了 丹燕觉得一定是自己心里想了主子的不好 所以才会看到刚才那一幕 她现在闭上眼睛 眼前都是一团团的蜈蚣 这就是她付肥主子的报应 不过见丹燕如此 春鸭也被责怪她 只是叫她 第一别再说刚才的事了 第二 就是让她叫自己两声淑女典范 以示惩戒 丹燕毫不犹豫地大声喊了两声 她这是由衷的 一点都不带富费地喊的 到了8月15那日 天才蒙蒙亮 春鸭他们便要启程回三元村 佛保佑因为产期将至 不便赶路 裴婷便让观音奴来接了她去卢府过节 说这算是回娘家过节 再者 卢府里头老嬷嬷小丫头不少 万一要生了 也应付得过来 一听回娘家 本就怀着孩子的佛保佑 眼泪顺时就下来了 她自小被卖 孤苦无依 没想熬了这十几年 娘家也有了 婆家也有了 两家给她的那些爱和信任 是她觉得自己都快承受不住得多 春鸭元说这回要不别回去了 大伙就留在家里头 陪佛保佑算了 佛保佑却说什么都不肯 只说他们作为老大家 已经照顾爷奶少了 这在府城还不回去 实在说不过去 正准备爬上马车的春鸭 还忍不住调笑一句嫂子 嫂子赶紧别哭了 要是觉得承受不住 就多给我发点零花钱 我不介意拿双粉的 知道了 回来就给你发 佛保佑撑着腰 忍不住拍了下面前的春鸭的屁股 这一幕正好被关木卿看到 她还是在车上继续背书吧 不过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关木卿看到的这一幕 又正好被站在 佛保佑旁边的石头看到了 她嗨嗨了两声 然后走到关木卿身边问 你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姑嫂和睦 大哥看到了什么 关木卿笑问 石头一愣 嘿呀 怎么一下子搞得猥琐的 是她自己了 这读书人 真是肠子里都是弯弯绕 看来 还是不能放松警戒 原本石头看佛保佑快生了 也不太愿意放她一人在府城 但是佛保佑却非让石头带着节礼 去一趟三元村 且说仁济堂大夫都看过了 她一时半会儿还不会生呢 家里头东西都被妥了 产婆大夫也都说好了 佛保佑让石头不必担心 快去快回就死了 于是石头决定 今日回去陪野奶吃顿晚饭 明日一早就自己快马回来 让春鸭多住两天就行了 我大嫂生产 我得陪呀 春鸭生孩子不会 但是家有打气还是会的 坐她边上的石头 瞄了一眼对面的关木卿才道 小姑娘家家的 看啥生娃 在家陪野奶两天 佩峰的事半妥了再回 你大嫂这些天要试生了 我就让人来通知你就行了 可 可啥可 别渴了 听大哥的 你也帮不上啥忙 别添乱就成 石头觉得 自家妹子才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不在家也好 不过生娃这种事 春鸭想着自己医术也几乎没有 统共就上过一阵子理论课 的确也帮不上什么忙 人际堂里头擅长妇科的大夫 石头早就打好了招呼 稳婆也已经请好了 这么细想想 她的确好像也没啥大用处 那行吧 春鸭想通起来也很快 万一我大嫂在我不在的时候什么 大哥记得给我大嫂多股股劲 连我的一份和爹娘的一份也鼓上 石头点头 哎 知道 不过答是这么答了 可石头却越想越觉得有点心慌 要不是没把力宝骑出来 他这会儿都想往回赶了 大哥还记得 娘生我跟铁头时候的事吗 反正车上也是无聊 看石头多少有些紧张 春鸭便随便找个话题聊了起来 石头倒也的确开始搜索起回忆 不过他的童年回忆了可不怎么美好 除了干活 好像也没别的事了 娘生你的时候 我在地里干活 我记得正好是春天插秧的时候 娘生铁头的时候 我也在地里干活 我记得正好是秋天割道的时候 这惨是惨了点 春鸭决定换个话题 对了大哥 咱们配风的桩子 至今为止一共投进去了多少银两 说赚钱吧 还是说赚钱愉快 这个话题 石头也挺愿意聊的 连铺子带人工 再加上买重粮 目前一共花进去六七千两 具体的账本在你康表哥那里 总之就是比预计的要少一些 主要还是 咱们大批采购粗粮比较便宜 工钱节约了不少 另外今年重粮也降价不少 大哥 这庄子的收益 要不也算你跟嫂子一分吧 春鸭这么提议 倒也不是他有多大方 而是他想着自己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从京城真正回来 这庄子留在这里 虽然有大表哥管着 但是真要有什么事 还得石头帮忙看顾的 石头忙摆手 说了什么傻话 这庄子本就是以你的名义办的 放你名下 连睡子都不用搅 咱家如今有这光景 都是你和爹娘的功劳 娘买这家都给我和你嫂子 我已经很不安了 你还这般说 你这是要让我 让我 让我跳车呀 大哥 你冷静点 关木青现在反正也是皮厚了 跟着春鸭大哥大嫂乱叫一通 也不觉得有啥害臊的 他怕石头这憨厚之人 一会儿真因为不好意思而跳马车 所以还是懒了懒 对对对 春鸭使劲点头 不要就不要 跳车啥的可使不得 不过 既然大哥不要这庄子的力 这本钱我改天 要啥本钱 蓝云记一月赚个万八千两的 给你花点 有啥不应该吗 也不知道为啥 石头就觉得有点生气了 他虽不是啥读书人 但是知恩图报四个字 还是会写的 仁济堂虽然赚的不多 京城那里一年不过几百两 府城的多些 另外加上各县的分铺 多了不说 一年赚个两三千两 还是可以的 虽然比起蓝云记 这赚的也不算多 但是架不住仁济堂 现在名声好 尤其是亏本半学之后 在府城更是声明确起 城里都说 他们仁济堂人后 来投靠的大夫 一月总有两三个 经过金大夫 他们删选下来 这大半年 也留下了三个 艺术不错的 亏本的医学课堂 虽说现在已经不招新生了 但是石头准备 等了两三年 看这一批 能培养出来几个 再做打算 若真能培养出好苗子 每三年开一班 倒也不是不行 这仁济堂是医馆 他也不准备 按照蓝云记 或者智卫摘 江大夫推崇的 妇科科伤科消毒抗感染之类理念 给好好发扬出去 不过另外还有一点 还是他们现在不差钱 所以能着眼于赚钱以外的事 蓝云记 赚钱 仁济堂 赚名 徐雷 徐大掌柜 虽然是一介商户 但是走在这府城里 但凡认识的 高低都要跟他打个招呼 叫声徐大掌柜的 哪怕在徐达没封诀之前 也已经是如此了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奸济天下 石头到了这会儿才觉得 自己爹娘看着日子过得糊里糊涂 其实奉行的 一直是这句话 爹叫徐达 也许也是一种命中注定 所以他如今再要贪图妹妹什么 他觉得自己 第一个就得把自己掐死 见大哥如此激动 春鸭道也觉得挺欣慰 他笑道 嗯呀 大哥您小点声 再让人听到了 把咱们结了 不要就不要吧 我也省了这一笔了 不过今年 咱们还是第一次搞农装 经验也不足 这本能不能收回来 还真说不准 我看行 你没看到你表哥人油 都熬出来了吗 这要再不成 那你的农装还是慌着得了 别折腾你表哥了 也怪不容易的 康平之的遭遇 引起了石头的巨大共情 主要他在潜意识里 总觉得 自己跟康平之是一个队伍的 关键他还有钱拿 大表哥就着实惨了点 春鸭背大哥这么一说 也不好意思了 是啊 我不好我不好 不管这回 咱们那装子赚不赚钱 我都得给我大表哥 好好鼓鼓士气 不过话说回来 这装子 咱们也没起个名啥的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咱要不给那装子起个名 关小哥 给出出主意呗 之前听春鸭跟石头 在说家里的产业 关木青也不便多插嘴 所以他就一门心思低头看书 这会儿突然被点名 他略意思索 就道 既然是县主的装子 名字自然要随了县主大人 就叫牧春装如何 春鸭一听就笑了 这人家带私货呀 感觉不怎么好听啊 石头也听出来了 他就觉得 关木青在占春鸭便宜 反正他是个起名废物 既然是牧春 谁占谁便宜 还不一定呢 所以他直接便点了头 可以呀 但是木字可是放牧的木哦 嘿嘿 想不到吧 想占他便宜 没麻 所以有种人 就是基因里带着母胎单身的DNA的 没想关木青忍不住笑道 挺好 这名字合适 牧春二字 在他脑海里呈现的 就是一大片草地里 春鸭撒鸭子狂奔的样子 越想越觉得有趣 干脆合起了书本 认认真真的笑了个够 春鸭忍不住问丹燕 刚才你给关公子吃的糕点 是不是有啥问题 这人好像不怎么正常 丹燕心想 原本挺正常的 遇到您才不怎么正常啊小姐 可是 他这么付费自家小姐 突然又想起了 那一大缸子的蜈蚣 吓得他一个机灵 然后摇头道 没有小姐 都是一个食盒里的 跟你和大少爷吃的 也都是一样的 关小哥 我觉得你现在比以前容易乐了 石头意味深长地 看着用拳头抵着嘴 独自笑个不住的关木青 这人好像有大病 木春庄到底有啥好笑的 不是挺好的吗 几人一路说说闹闹 吃吃聊聊 快到傍晚时分 才赶到了三元村附近 路过安远吉的时候 石头还特地让赶车的高童 没错 又是可怜的高童 走了个小道 在他们去蓝云记分场看了下 这分场要说大 那确实是比不上府城的蓝云记的 但是在这乡下看来 却已经是绝无仅有的存在了 弱大的一个蓝云记厂区 四周都打了围墙 四四方方的围墙里头 是划分清晰的各种工作区域 纺杀间 织布间 食堂 宿舍 连用来运动散步的叫场 都一应俱全 蓝云记出办的时候 府城总场为了招工不那么吓人 是同意有走班的人的 但是随着业务越做越大 不知道蓝云记什么背景的人家 总有眼热的 渐渐冯公公就取消了走班的制度 如今 不管是哪里的蓝云记 除了厂里的各位管事 别的女工男工 基本都是没有特殊情况 只允许家里头来探视 这玩意儿搞得像坐牢一样 虽然不是春鸭他们的初心 但是蓝云记赚来的银子 却实实在在保卫了 大甘朝的每一个人的 这跟春鸭他们的初心 其实也有不谋而合之处 再说 冯公公说的很多话 和对蓝云记的管理 也代表了皇上的态度 他们也实在没必要跟皇上对抗 这个皇帝虽然缠 抠门 疑心病重 但是在对于民生 还是很关切的 人无完人 只要大方向没问题 那别的方面 总有应对的法子的嘛 所以总而言之 春鸭他们对于冯公公的做法 其实也是没有太反感 不过最关键的是 人家工人 也并不觉得 在蓝云记干活痛苦啊 在厂子里 包吃包住就算了 连穿都是包的 每月按照出品量 还有额外的布料奖励 织布无匹 除了工钱之外 还有一尺的布料奖励 别看才一尺 但是他们熟练工 三天就能织两匹 一年下来也能有一匹布的奖励 家里头老得小的 还能换身新衣裳穿 关键是 这是额外送的 不要钱 所以工人们都觉得 签三年太短了 哪怕不能随便外出 这跟去妇人家里头 做下人也没啥区别啊 在厂子里还不用伺候人 安心干活就能拿钱 很多工人都说 早知道当初蓝云记刚开的时候 就去签个五年的气了 真是亏大了 总之 这事就是一个愿打 一个愿矮 两方都觉得挺好 春鸭也觉得不用多管 不管什么事 总有他自己的发展进程 就让这蓝云记自己发展吧 但是想到这个发展的事 春鸭又开始想 三年之后 皇上要把仿杀织布机 往上面上推广 那蓝云记 到时候又靠什么赚钱呢 可这事还没想到的开头 就听前头车上的石金 大声地喊道 春鸭小姐 咱们到了 石金在车上 还在了徐阴徐敏 和三个不愿意 和关木卿同坐一起的头 石金嫌弃车厢里头闷热 便主动要求坐在外面 风虽然吹着 还带着些暑气 可吹着风 吃着春鸭 给他用大棉袄子 包着的冰绿豆糕 那也总比闷在车厢里好 被石金一喊 春鸭便撩起窗帘一看 果然已经到了村中 CBD 村口的大桓树旁 可如今 在他曾经收过鸡蛋的大树下 此时却只灵星 做了几个老人 和才穿着开裆裤的小孩 这是怎么了 天气还没冷 日头且还在 这会儿村里人不都是 应该才从田里回来 女人回去做饭 男人在这儿 瞎扯蛋的时候吗 今日难道是因为8月15 所以大伙提前回去做饭了吗 春鸭放下马车的帘子 这般嘀咕 石头猜测 许是还在地里没收工呢吧 稻子还没到季节 但是听说棉花已经可以采收了 爷爷说 今年跟着咱们种棉花的人家 倒也有些的 话音刚落 就听外头又是嗷唠一嗓子 春 不是 县主 县主回来 拉县主回来啦 县主回来啦 一听这声音 春鸭就知道是三牛 他伸出头 才想喊住三牛 可那娃已经跑得都没影了 他这一嗓子喊完 人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可挨着村中 主路的农户家里 却突然冲出很多人 有捏着把韭菜的 有握着锅铲的 更有甚者 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把菜刀就出来了 几乎每个冲出屋外的人 都停下了手中的活计 认认真真的给春鸭鞠躬问好 春鸭心中很是疑惑 怎么 这是要把他送走吗 看到半个脑袋摊在外头的春鸭 握着菜刀的那位 还跟春鸭挥刀示意 春县主好 我正杀鸡呢 你来我家吃饭吧 吓得春鸭条件反射的 把脖子一缩 躲回了车厢内 然后就听那家的婆娘骂道 要死啊 你个傻货 拿着刀跟县主打招呼 徐家都跟皇上扯上亲戚了 你仔细点皮啊 县主 县主 对不住啊 我家这个就是屁股脑袋掉了个 说话办事都没脑子的 您别放心上啊 对不住啊 春鸭只能往回伸出半个脑门 没事没事 哎呀 婶子 您可别扯书的耳朵了 流血了流血了 她太懂耳朵裂开得痛了 虽然张女士死不承认 但是春鸭早已查明真相 很久之前 张女士的的确确撕裂过她的耳朵 大哥 春鸭脑瓜子重回了车厢里 外头还不停有人在向她问好 她便问石头 这是怎么了 群众现在都这么热情的吗 那可能是爷爷宣扬的好 回去你问问爷爷就知道了 石头百分百肯定 以及确定 这家道欢迎的事 肯定逃不了爷爷徐老汉的手笔 春鸭刚想点头 马车却停了下来 前头的高通说 青少爷 县主大人 还有徐大掌柜 前头堵住了 马车过不去了 实际他们也都下车了 您几位要不也先下车吧 我再慢慢把马车牵过去 这乡下怎么还堵 春鸭撩开马车的帘子 就被吓了一跳 人 怎么那多人 跟在春鸭后头的石头 也大吃一惊 不过这几人马上就明白 为什么堵人了 因为每个人身上都背着背楼 背楼里都是棉花 而人群在此时 也发现春鸭他们回来了 然后又跟前头似的 发出一阵阵激动的问喊声 县主好啊 县主回来了呀 县主吃了吗 县主要不要来点烤番薯 我今天才起的 可好吃了 让一让 哎呀让一让 你个老祖怎么也来了 你都聋了 还来卖啥棉花呀 叫你儿子来呀 徐发徐致 把这老头给我搬走 春鸭 春鸭 我春鸭呢 赶紧过来 春鸭和奶奶菜市 隔着门口的台阶 遥遥相望 没办法 人太多了 关键一个个都背了背楼 这东西虽然背着轻便 但是都是竹条做的 被撞一下也挺疼的 一旁的石巾 见人群里头 有不少岁数大的老人家 倒也不敢发工 就怕自己到时候一推 直接把人谈到 不知道哪儿去了 万一要是残了废了 还得让春鸭小姐赔钱 那她就罪过大了 张家旺这回没来 趁着8月15 家里头得好好做一波生意 她得去帮忙 盖头今日虽然在家 可明天她就得去县城 后日得得考同声势了 这会儿还在康姑分那儿念书呢 反正林镇再怎么样 拿袖死了的枪 也得磨一磨嘛 所以 没了平日导弹同伙的铁头 就拉了响回许家报信 可惜还没冲进重围的三牛 两人一起喊了声 冲啊 就往人群里头钻 这两人 长得像两个鱼雷似的 又壮实 脑袋又尖 他们俩往人群里头一钻 人群立刻就被他们钻出了个道 铁头转身想喊春鸭 春鸭却已经不见了人影 春鸭还能怎么样啊 它只能翻墙啊 和关木青一起翻进院子的春鸭 只见课堂间里 已经堆了半屋子的棉花 他忍不住感叹 这是 棉花收购战啊 双手插腰的蔡氏 听到身后春鸭的声音 便转过身来 顺便闪了门口 桌子边的徐发徐志 一人一记 想龙事巴掌 我就进厨房说事的功夫 外头就能乱成这样 我以后死了 你们别给我烧香 我怕死了 都被你们反火了 不是娘 他们这几个 说着我们有别的事 咱们才让他们先上前说话的 徐志委屈地解释道 傻子啊 他就是不想排队 才随便扯了事儿出来的 除了这卖棉花的事儿 别的事儿 今天都不用说 赶紧地让他们排好队 蔡氏说完 还转身冲外头喊 再不排队 咱们不收了呀 你们自己 去府城卖去吧 然后不听任何人的喊声 扭头就走了 他走到春鸭跟前 拉起春鸭的手说 我这一天 得被你俩叔气死八回 走 你爷在课堂间里撑棉花 我带你瞧瞧去 春鸭嗷嗷地 挽着蔡氏往前走 关木青赶忙跟上去 喊了声 奶 谁是你 这啥呀 蔡氏话说到一半 就见关木青掏出个荷包 从里头拿出了一个 刻了万字符的大金镯子 关木青笑道 不知道奶奶喜欢什么 我就俗气一回 买个金镯子孝敬您 万万奶奶别嫌我俗气 臭小子 还挺会来事儿 蔡氏想 他自认为忍住了笑 跟关木青刻讨道 这是干嘛 不就是回来吃个饭吗 饭得着送这么重的礼吗 奶 春鸭看着蔡氏那 无法掩饰的上扬的嘴角说 小关的心意 您就收了吧 蔡氏不用第二次劝 他倒也不是喜欢 这金灿灿的东西 主要是怕自己不收 孩子们不高兴 于是春鸭劝了一句 他就接过了关木青 手中的大金镯子 行了 那我就收下了 下次千万不能送 这么贵重的礼了 是 奶 我记下了 关木青点头微笑 跟着春鸭和蔡氏 往课堂间去了 春鸭还偷偷回头看他一眼 朝他灿然一笑 偷偷指了指菜式 用口型说了句 喜欢着呢 关木青朝春鸭眨了下眼 也用口型说了声 知道 两人互动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天注定 要让石头目的妹妹谈恋爱吧 又被才从人群里挤进来的石头 全看在了眼里 他刚想走上去 就被徐志拉住了 石头来得正好 来来来 帮忙帮忙 这一框框都得验了成色 检查有没有脱干镜子才能收进去 赶紧帮叔一起验 一会儿吃完饭前 还没解决完这些 你乃又得骂人 徐发也站起身喊 咱们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门口排队的这些 收完后头的就不收了 后头来的别排了呀 明天再来吧 说完 便拿了个长凳 挤出去拦了下 而石头大掌柜 值得放弃监东妹妹的事 跟俩叔叔一起收起了棉花来 三人正往屋子里头去 后头寻徐敏几个也跟了上来 徐敏还抱怨呢 春鸭姐 你也不带带我 你身上有没有带奇奇怪怪的东西 春鸭现在看到徐敏有点头皮发麻 什么蛇虫鼠蚁 她倒也不怎么怕 她就怕这人身上冷不丁藏点什么宝贝 徐敏可跟她说过 这人时不时就爱带点什么 回家盘着玩 对于春鸭的防备 徐敏却翻了下白眼 春鸭姐 廖师父的宝贝 可不是随便愿意给人家带出城的 你看那些子蜈蜢觉得可怕 可在廖师父眼里 那些都是小可爱 我倒是想带来乡下玩呢 可师父也得愿意给呀 说完 自己便往前头跑了 边跑边喊 娘 我弟弟呢 可徐敏的一番话 却让关木卿停下了脚步 看着拉着徐英 追着徐敏往前快走的春鸭 关木卿就觉得自己 跟那位廖师父 可能有同样的嗜好 青少爷 最后才进来的石金喊了一声 咱要看 还得去前头看 您在后头看多久 春鸭小姐都不知道您在看她 说完 石金便从关木卿身边掠过了 男人 奇奇怪怪 处对象 奇奇怪怪 还是他好 简单 纯粹 做一辈子的将军府丫头 被春鸭小姐和夫人投喂 简直完美 关木卿哭笑不得的 跟在了石金后头 进了课堂间 而此时课堂间里也挺热闹 徐老汉边给人称棉花 边跟春鸭解释 昨日兰云记大管事派人来说 咱们这儿收棉花 可以比城里多给一城 让咱们自己收了 送去兰云记 到分账的时候 直接跟咱们结算 我也是想着 下月就要开连收到了 咱们就先把棉花收起来呗 我好歹也是个组长 大伙都是相礼相亲的 就都帮忙收了算了 没想他们一个个的都那么急 徐老汉说到这里 拎着个钱串 便跑到门口喊 活像咱们家要跑了似的 都说明日还能收的嘛 我这组长说话 是不是不好使 旁边正在帮忙收棉花的 徐大山忙安慰他 好使好使 可好使了 就是大伙这都穷怕嘛 不管几个钱 总想着先落袋为安 别气别气 说你去跟县主说话呗 这棉花我来收就行 那怎么行 你可不是傻老实人 蔡氏心想 你说人老经验多 收了这棉花 咱们可是派大用场的 可不能出岔子 老头子 你先看着吧 我带孩子们去后头看菜头去 说完 蔡氏便拉着春鸭往后头去了 春鸭爱爱的 想留在前头帮忙 可奶奶一说 你三婶生的那娃长得可俊俏了 她便直接抛下了爷爷 跟着蔡氏跑了 不过关木卿却没有跟上去 他站在徐老汉旁边 喊了声爷爷 徐老汉白他一眼 谁是你爷爷 这又是啥 关木卿行了一礼财道 是把简单的玉骨折扇 关木卿从长长的扇带里 倒出扇子 递到徐老汉面前的财道 不过这扇面是太子写的 徐老汉倒吸一口凉气 太子这字写得好啊 一旁看热闹的徐大山心想 你老这扇子还没甩开 就知道好了呀 不过屋子里正在倒腾棉花的人 一听是天子写的字 都好奇地凑了过来 徐老汉都不带推辞的 直接从关木卿手里 接过了那扇子 是逮住蛤蟆 啥意思 为啥要逮蛤蟆 太子素来爱写古传 徐老汉虽是读过书的 但是没接受过书法艺术的过多熏陶 读书的时候 写字都是以上考场用的楷书为标准的 所以小传 徐老汉偶也能认识一些 可认识的却也是很有限的 一听太子写的是逮住蛤蟆 徐大山忍不住瞪大眼看了下关木卿 这人是筐组长的吧 太子怎么会写这么荒唐的扇面 凑在一旁的人 几乎都没读过书 一听太子写了逮住蛤蟆 便都凑在一起小声付费 这扇子说明是假的 哪有正经人写着乱七八糟的 关木卿哭笑不得 爷爷是虔诚似锦 那什么 我就说嘛 看着就像虔诚似锦 好好好 不过这个是太子给你的 你再给我 太子能不能不高兴 不是抓蛤蟆就行 到底还是虔诚似锦能拿得出手啊 不过徐老汉再是个组长 也是个乡下泥腿的组长 面对黄泉 还是很有敬畏之心的 不会 关木卿微笑摇头 太子人后致笑 知道我是把扇子 转赠给了自家爷爷 并不会责怪的 爷爷要不要我帮忙 收棉花算账 咱们赶紧把外头的事办完 一会儿还得吃团圆饭 虽然 徐老汉觉得自己 是被关木卿占便宜了 但是这后生的表现 实在是令他无法拒绝 于是徐老汉摇了两下折扇道 你要帮忙便帮忙吧 大山 给你木卿侄子找个算盘 春鸭自然不知道 关木卿这个心机难 留在前头是为了攻略爷爷 不过他也不关心这些 他现在只关心一点 那就是 三婶 你真没记错时间吧 这娃这会儿我看着 都能去学骑马了 现在就给他报名读书 估计还能跟五头分一个班 说的什么鬼话 蔡是忍不住 拍了下春鸭衣服上的灰 就是这娃待在你三婶肚子里 时间长了些 养出来就能有酒精 和丹燕一起站在门外 等着的十斤 巧声跟丹燕说 我生出来十斤 丹燕无嘴笑说 而屋子里头的三婶周氏 说起了自己的生产历程 这臭小子 真是差点要了我半条命 远想着生过许敏和五头了 那好歹这个会容易点 可没想到这个生出来 得比前头两个大足足两圈 生的却比前头两个还要艰苦 是哦 我娘也说 怀孕的时候不能大补 就怕孩子大了 生产困难 奶 你是不是给我三婶补过头了 这是吃了多少老母鸡 才能生下那么大的娃呀 也不知道 为什么春鸭一个 才跟人家小哥哥 进行到牵手的姑娘 说起生孩子来 也是挺头头是道的 蔡氏番瞪了春鸭一眼 你个姑娘家家的 说啥生孩子 周氏你也是 要闲聊你 跟你二嫂聊吗 跟几个姑娘家说这些干嘛 娘 我抱不住了 我弟如今 能有十七八斤了吧 一旁的徐敏 冲进来就要抱弟弟 可抱了一会儿就觉得沉了 徐英接过手 颠了下娃 可能得有二十斤 扑 你当撑药呢 春鸭又从徐英手里 接过了这娃 只觉手上一沉 细看这孩子 真看不出长得像谁 实在是这娃太肥嘟嘟了 手上腿上全是一节节的偶结 小腿蹬得可有劲了 为啥这个叫菜头啊 我觉得应该叫偶 这腿 这胳膊都成偶结了 春鸭忍不住吐槽 这娃的小名 菜头有啥不好 起得贱名好养活 你看咱们这十里八村的 哪家像咱们家似的 养娃养一个活一个 孩子就得起贱名 小时候就得胖 好在你三审奶水也算足 不然还得去找了 正好下宰的羊 给娃把营养根上 你当你们一个个的 养到三岁往上 那么容易啊 菜市这嘴根 为了毒药似的 一口唾沫 就恨不得能把人毒死 但是在村里头 也很少有人 会跟他计较太多 吵不过他是其一 另外 村中妇人大多 也佩服他养孩子的本事 所以菜市就因为 养孙辈养得好 吵架平白 都能多上几分底气 金菜市这么一说 春鸭道也觉得这些话 也算有些朴素的道理 别说古代 哪怕是他们穿越来 在之前的现代 孩子生病 都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 古代更是什么抗生素 退烧药 因全无的 农村更是连找个郎中 都得走几里地 所以乡下要养活个孩子 基本就是一靠运气 二靠孩子自身的抵抗力 相对来说 壮士点的孩子 总归比瘦弱的抵抗力要强些 来 你说的对 菜头好 胖点也好 不过要觉得 菜头这名字不抗燥 也可以叫锤头 狼头 锄头 春鸭一本正经的说 狼头留给你大哥家的吧 菜奶奶也一本正经的回应 惹得屋子里的女眷都笑个不住 只说苏先生知道 县主给起的这些破名字 非得气得不认他这个曾经的学生 几人说笑一阵 菜室就起身说要去厨房看看 今日两桌人的饭菜 菜室就都交给了家里的老妈妈和燕子 招递他们来筹办 春鸭一听 便把抱着的孩子交给了一旁的徐英 说也去厨房看看去 她都很久没见到表姐了 不过走之前 春鸭喊门外的丹燕 把带着的小包裹给了她 然后从里头取出个小木头盒子 打开里头是个金像圈 周氏见春鸭要给菜头 往看不见的脖子上套项圈 忙去抢了说 可使不得 金像圈多粗的脖子 才够带这么贵重的东西 春鸭看了一眼菜头的脖子 摸着下巴说道 三婶 你家腰这脖子够格了 说完便直接拉着菜室跑了 周氏要追出去还金像圈 就听春鸭边跑边说 别还给我呀 还给我 我可扔了 一会儿就没影了 徐敏上前扶了一把她娘 娘 你不是还没出月子吗 别乱跑啊 哎呀 敏啊 你救救娘吧 我这月子都坐了两个多月 你奶奶非让我坐三个月 我都快坐疯了 你跟你奶说说吧 娘真的坐不下去了 每天除了睡觉奶娃 就是吃啊喝呀 饭不用做衣服不用洗 她嫌没劲想坐点衣服鞋子吧 婆婆又受伤眼睛 不让多干 她现在每天的乐趣 就是盼着燕子娘她们 来跟她说话聊天 连她二嫂每天来她这里 控诉盖头这货 她都觉得控诉得非常好听 有理有据 条理清晰 她能听上三天三夜 以前生徐敏和五头的时候 她是盼着能多休息几天 可这会真休息了两个多月 她就觉得还是干活开心 坐月子简直要了命了 歇得她浑身骨头都痒了 徐敏耸肩道 您看我是能管我奶的人吗 让我去说 不如让我春鸭姐去说呢 不过娘 奶也是好心 三个月嘛 还差十来天就到了 您且忍忍吧 我看您现在皮光 肉滑养得挺好的 以前辛苦了 现在多谢谢也好吗 是啊婶 徐敏说这话 把已经睡着了的菜头 往摇篮里轻轻放了下去 您多谢谢吧 咱们去学堂看看 我娘后大哥 菜头睡了 你也歇会儿吧 没办法 周氏至今也不怎么敢 违抗婆婆 更何况她心里也知道 婆婆是心疼她之前 两次坐月子 都因为要下地干活 所以坐的日子短 多少也落下了点 腰酸腿疼的月子病 所以非要这次 让她把月子坐透 最好把月子病都带走 虽然三个月的月子 坐的她都要崩溃了 但是 家人的关心 她还是能明白的 另一边 春鸭和蔡氏 刚走到厨房门口 就听里头燕子娘在说 你这妮子 心得大些 这才成婚没两年 没孩子就没孩子 有什么要紧 人机堂的要你慢慢吃 慢慢调理 会好的 别心思那么重 蔡氏扯了把春鸭 两人往后退了几步 蔡氏才说 你表姐暂时怀不上孩子 急了 表姐小时候只干活不吃饭 身体肯定有亏空 得慢慢养着才是 春鸭觉得这锅 应该是张家旺的 是说啊 可看着人家一个个孩子都有了 她还没有 总归会多想的 人之常情 行了 他们正在说这事 咱们先别进去了 走 奶带你去看看 咱们家的棉花和粮食去 吃饭前走一圈 一会儿你可得多吃点 这小脸看着都瘦了 说完话 蔡氏也不等春鸭回答 把春鸭的手往腋下一夹 前面还堵着那几个 不争气的儿子呢 他可不想费那劲 解释那么多 祖孙两人出了后门 走了没多久 便到了村属 正好今日康姑父 因为受邀去徐家吃饭 所以对盖头的单独辅导 提前结束了 春鸭就见远远就看到 浩浩荡荡的一群人往这边来 当然 里头最显眼的 就是扛着扁担的李氏 见春鸭来了 李氏忙上前招呼 春鸭回来了呀 你娘还好吗 要不是盖头可不争气的 连读书都得盯着 二婶早就去扬州看你去了 你别见怪啊 李氏的造型很是彪悍 春鸭忙道 不见怪不见怪 读书要紧 读书要紧 盖头哥这回 肯定能顺利通过的 通不过就打断他的狗腿 李氏朝跟在后头的盖头 瞪了一眼 一脸生无可恋 外带一副黑眼圈的盖头 摆出一张苦瓜脸 朝春鸭哭诉 妹子 亲妹子 你可等等我 后日考完了 你便带我走吧 他可不想待在乡下呀 万一这回又考不中 他娘说不定真能打死他 还是离自家 这封娘远点好 万一考不中 他就跟着春鸭 去京城投靠大伯大伯母去 你想得美 李氏抖了下扁担 考完就给我回村待着 放榜之前哪都别想去 嘿嘿 行了 徐森 你后日考试 千万记得自己的名字 万万不要写盖头 知道吧 康姑父见没人搭理他这个先生 便自己发声了 春鸭都快原地笑出声了 他们家这小名叫惯了 突然用大名真是不习惯 不过他也说 是 这是最基本的 千万不能搞错 不然一个小失误 白挨一百次揍 不划算 姑父姑母 你们先带着我表妹表弟 是表妹吧 去家吧 我跟奶奶去去就来 穷知是表姐 乔知是表弟没错 徐芳解释道 姐妹几个 这才互相略见了李 菜是挥手 让他们先家去吧 自己则带着春鸭 继续往前走 走到丽山附近 春鸭便被一大片一大片的棉花田和稻田 给震慑住了 原本这地空着 春鸭倒只觉得大 而此时 看着一大片破了壳的雪白的棉花 和被压弯了的稻穗 哪怕不是自己种的 春鸭也能感受到这丰收的喜悦 奶 咱们家今年可是大丰收 春鸭问道 菜是种了一辈子的田 看到这么种满了庄稼的田地 也很高兴 看着收成应该不会差 春鸭 奶今天带你来这儿 就是想给你看看 你们若是在京城做官做得不高兴了 或者城里待得不开心了 就回乡下来嘛 咱们家那么大片的好地 奶养得起你 不知道为什么 菜是就是觉得 孩子们不在他身边 多少得挨点欺负 他也护不了那么远的地方 可是若孩子们不高兴了 起码三元村永远是他们的退路 虽然徐达的伯爵 根本不是他想不做就能不做的 不过春鸭还是鼻头一酸 只觉奶奶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奶奶 盟女扑怀 差点把精瘦的菜是给扑屁股蹲 气得菜是忍不住揍他两下 刚想骂春鸭两句 远远就看到不远处铺来两条狗 后头跟了两小人 在后头是两个大人 狗不用说了 从扬州一路颠到三元村 马车一停 大金就带着他便宜儿子 跑离山翻滚去了 后头一串人 便是铁头三牛 还有大牛王老三了 见到春鸭和菜市 王老三和大牛忙上去问好 菜市见这么多人啊 狗啊的 也没心思再跟春鸭说那些 他平日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话了 喊了声 行了 别瞎客气了 走了 吃饭去 便带头往前头走了 春鸭故意走在最后 跟大牛走在一起 然后悄悄问大牛 大牛哥 你跟我表姐 还挺好 好啊 朝地好得很 你看我这衣裳 都是朝地做的 大牛说完 还腼腆地挠了脑袋 可是生孩子的事 春鸭却不太好直接问大牛 他倒是无所谓这种话题 主要他怕大牛承受不住 于是只能先从三婶家的菜头说起 一路绕啊绕啊绕 绕到了表姐 好像挺喜欢小孩的话题上去了 他倒也不是催生 就是想知道大牛是啥态度 大牛听春鸭这么说 也点头道 朝地是喜欢小孩 也急着想要呢 可他自己身子弱 我让他多养两年再说嘛 他却老爱钻牛脚尖 你这回来 可得开导开导他呀 听大牛这么说 随时准备为表姐战斗的春鸭 倒也放心了 笑说表姐夫还是好 对表姐没话说了 大牛听完 也只是挠头憨笑 说两句没啥没啥 都是应该的 既然回到家中 棉花收购站 已经完成了今日的收购任务 李氏已经带着燕子娘 他们把饭菜 不在了二金院的乡房里 反正家里地方大 他们乡下也没啥大规矩 哪能扑得开 就哪吃呗 做的饭菜 那也是他们徐家老宅 粗广的特色菜 鸡鸭鱼肉 那都是用大盆装的 里头反正加了 萝卜白菜香菇笋干的一阵顿 另外就是鸡蛋遭殃 除了炒鸡蛋卤鸡蛋 更有张兰那时候的拿手菜 蛋饺 可这乡下的蛋饺 也不似张兰般 做的小小巧巧 徐家老宅的蛋饺 一个恨不能有半个脸大 随便加了蛋饺吃的春鸭 不免感叹 我乃如今是才大气粗了 这一个蛋饺 可能要废上一窝鸡蛋 废话不要多 赶紧吃 来 尝尝这个 你倒是叫的文雅 什么洗澡的绣球 还是啥来着 咱们现在就叫肉园子 特地给你做的 吃一个 菜市说完 就劈手抢过春鸭的筷子 给他插个肉园子吃 来来来 你们看看 春鸭举起的肉园子 这玩意儿 是不是比我脑袋小不了多少 来 你这不惊喜不要紧 可这玩意儿也太大了 石巾也被春鸭拉上了桌 他嘀咕道 不大呀 我瞧着正好 今日被特批可以出房门吃饭的周氏 不错过任何聊天的机会 不是肉园大 是春鸭你脸小了 你多吃点 菜市满意的 朝周氏硬笑了一下 点头对春鸭说 没错 你三婶说的对 难得的肯定 让三婶忍不住一哆嗦 之后 春鸭就眼见着自己的碗里的东西 像叠俄罗斯方块一样 越叠越高 直到隔壁桌的徐老汉起身的时候看到 喊了一声 好家伙 造塔楼啊 这是 大伙才发现 春鸭这碗里的吃食 叠了能有菜头高 来 春鸭吃不了这么些 一会儿该吃坏了 关木青忍不住为春鸭发声 春鸭疯狂点头 我这会儿就已经不行了 来来来 关小哥分担点 还有十斤 来 帮姐吃点 不然 一会儿我连月饼都吃不下了 众人围着春鸭好一阵家菜 这才把春鸭面前小山市的菜给解决了 惹得菜是忍不住吐槽春鸭 这胃口到了京城 也矫情不少 以前可能吃了 来 您这鸡 恨不得一个鸡 斩四份就拉到了 一个肉圆能有一斤 以前的菜量跟现在的菜量 也实在不能比啊 春鸭觉得 肯定不是自己战斗力的问题 而是敌军实在是太强大了 不过 这敌军虽然强大 但是乡下吃饭 不讲大道理 大规矩 除了康姑父老发出些怪声之外 连康家俩表姐妹都已经不带为貌了 吃得也挺高兴了 以前 一直觉得想回扬州 是一种执念 可现在春鸭却觉得 他们川来的三个人 一定是因为更喜欢这种放松的生活状态 所以潜意识里 一直有个声音 喊他们回家乡 团圆饭过后的第二日 石头就要赶回家 春鸭让关木青一起回去 下月就要相识 再怎么样 读书还是不能耽搁的 关木青不愿意 也得愿意 因为春鸭说了 考不上功名 那是肯定取不上县主大人的 不过还有一点 春鸭是怕嫂子突然生产 他大哥在乱了阵脚 有关木青在 有什么事 还能看着点石头 既然任务还挺重 关木青便也点头答应 跟石头还有铁头一起回去了 春鸭带着石巾呢 到时候再让二叔送一下 路上安全是没什么问题的 关木青也不担心 这路上的行路安全了 而黑眼圈掉到嘴边的盖头 也被李氏和康秀才 带去了配风县赶考 留下来的春鸭 自然也没闲着 老宅种的棉花水稻什么的 都没他啥事了 可今日二叔走之前 让问他能不能给月圆安 想想销路 这可不得想啊 不过这销路 其实说起来也简单 既然扬州的人际堂 售卖月圆 那京城的人际堂 肯定也可以售卖啊 到时候去配风看看 有没有专去京城拉货的车队 或者货船 把这月圆安往船上一送 再通知京城收获就行了 另外还有黄桃罐头 今年老宅也还不错 做了2500来罐 卖多少钱 怎么分 也得算一算 另外 虽然棉花水稻 麦子番薯这些 都是老宅请人种的 但是这地 徐老汉和蔡氏 说是三个儿子都有份的 结果又变成这些账 也得分 所以春鸭索性 挖了石头的墙角 让徐英给他做账房 允他一月三两子月前 春鸭姐 我做你大夫呗 不用多 一个月二两银子就够了 徐敏一听 还有月前拿 立刻表态 春鸭毫不犹豫地就拒绝了 不用啊 谢谢 还想多活两年 不过 你每天攒出啥麻药啊 之类的失传了的方子 我可以高价收购 这还不简单 给我五年 必定给你把麻费伞攒出来 徐敏拍胸脯保证 好 只要你做出来 你的嫁妆 我来出 春鸭也拍胸脯 菜市都嫌弃死这俩女娃了 是女的吗 是女的吗 你们瞧瞧徐英 几人转头看向 正把蒜盘打得琵琶响响的徐英 菜市问他 你个姑娘家 随身怎么不带扇子啊 帕子啊 带个蒜盘干什么 方便啊 想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用 春鸭我跟你说 今年这罐头若是按照二十两蒜价格 那你拿到的就是 唉 都是吃了什么了 一个个的 不是女土匪 就是女独王 还有一个 居然是个蒜盘精脱生 菜市重重叹了口气 想着以后一定得对 关木卿的人态度好点 一个好歹算是推销出去了 可不能退货了 另两个可咋办啊 关木卿他们走后 徐老汉先是带春鸭去寄了回祖 家里头祖宗保佑啊 又出县主又出伯爵的 这人回来了 管他几月初几 反正祖宗总得先谢醒 春鸭这都大半年没回来了 而徐英徐敏在府城学习 也难得回来 虽然清明的时候回家寄祖 已经发现 爷爷这修祖坟的热情好像有点过了 但是那时 好歹还算跟别的大户人家差不了太多 可这回一看爷爷咋还修了亭子呢 春鸭面对前头像个公园式的墓园 很是震惊 这规模是不是也太过了 哎 瞎说什么呢 可不敢修亭子 徐老汉倒也知道他们老徐家 并不配 徐敏揉了几下眼睛 没看错呀 这怎么不是亭子呢 哎呀 这不是咱们家的 这梁棚是种树的徐大山他们修的 给他们些脚用的 我们家就出了点瓦片啥的 乡里乡亲的 他们给咱们种树不也不容易吗 徐老汉说的 很像那么回事 看着眼前的旅游景点式的祖坟 春鸭还是忍不住叮嘱徐老汉几个 爷爷 咱们家虽然好起来了 可这个为之的事可不能办哈 你爷爷就是嘚瑟 村里头那几个又爱起哄台轿子 不过你放心 乃在呢 我让他们老王家 老赵家那几个把祖坟都牵这来了 这地儿弄的这花呀 草啊 树啊 棚啊的 都不算咱家一家的了 你看 他们那些祖坟都在那下头呢 菜市说完 徐老汉憨笑一声 都说咱家这风水好 你奶爷说让他们牵过来 不出一个月都牵来了 和尚倒是都来了好几波 都说咱们家运气好 主要还是祖坟搞得好 所以这回他们搬祖坟 也都好好安置了 你看下头 那不管有钱没钱的 都弄得可板正了 春鸭顺着徐达的指引 往山坡下头看 就见果然下头新修了 大概有六七祖坟墓 哭笑不得的春鸭 转头跟众人道 怎么修祖坟还有祖团的 啥是祖团 徐志挠头 徐发胸有成竹的答 祖团就是祖宗成团嘛 说完 迎来徐老汉一记痛击 啥祖宗成团 可不敢瞎说 行了行了 赶紧上香 不是说一会儿还得去地理吗 于是菜市赶紧放好铺团 让徐老汉点香 自己给目前摆放好的 一六小酒杯里倒上糖水 小的们依次排队叩手 恭敬不已 瞧瞧瞧 这不年不节的徐家又祭祖了 他们家那些老祖可够忙的 正在种树的村民这般说道 另一个说 你管人家干嘛 你家真能混得跟徐家似的 我怕你就在你家祖坟边上搭床了 唉 你别说 这徐家老大 也是咱们村里你腿子出身 说不定哪天我走了孕 也能混去京城 做个啥伯伯 还是叔叔来着 傻子吧你 伯爵都不知道 还混京城呢 哈哈哈哈 赶紧地种树吧 好歹种活一棵 还有三文钱呢 今天你种多少了 二十棵有没有了 哪来二十棵 才十五棵 累个半死 还没之前上山摘桃的娘呢 赚得多 闲累你别干 一天五六十文钱 你不干 有的是有人干 最好你别干 我家那小子也十四了 你不干了 我就找王老三说去 让他来 你这人 咋能抢人家饭碗呢 谁说我不干了 他们老徐家树种多久 我就干多久 我不干了 我就传给我儿子 还想传儿子 人徐家答应吗 行了 可别闲说了 有这点功夫 一棵树又种的了 老徐家并不知道 种树的村里人 准备给他们种两辈子的树 不过这会儿后山种的树 得等上两年才能用 所以现在造纸方用的构树 大部分都是去各个村里收的 这种树 本身人家也是要砍了当柴火烧的 一厅居然还有人来收 人家自然乐意卖 邻村人只可惜 收柴的人一般 每个村子都只留两日 也不说下回去哪儿 只说再收还得等明年 村里人也就不多砍了 只留着树 等明年再说 不管啥时候卖 卖多少钱 好歹都是个镜像了 当然 这收束的方式 也是张岚那个时候 告诉李氏周氏的 在他的观念里 也别管什么时候吧 对自然的索取 多少也得有个度 春鸭这回回来 倒也做不出什么新花样了 丽山上原本有的鱼糖虾糖 因为人手有限 收益也有限 徐老汉也没再搞 现在他们最主要的精力 还是放在了种田和蓝云记上 说到种田的事 徐老汉几个突然想起来 今天还得继续收棉花 地里头请的人 也得把他们家的棉花 弄家里去 于是让春鸭自己 在丽山玩会 徐老汉则带着俩儿子要走 蔡氏立刻把徐英 推到了徐老汉面前 把徐英也带上 让他给你算账 这孩子 算盘比你们打得好 虽然 徐发有点不服气 女儿居然比自己聪明 可徐英掏出算盘 就是盘的本事 她可是见过的 这玩意儿 不服气也不行了 徐敏不知道 路上抓了个啥虫子 也急着回去找罐子 便也跟着徐老汉他们回去了 主要吧 徐敏觉得 山上不管啥虫 早被他们家的散养鸡 给吃完了 他去了也没劲 不如回去盘弟弟 于是 最后只留春鸭和丹燕石金 还有俩狗子 跟着菜市上了立山 山上的鸡鸭 倒是养了不少 不过猪就养了五六头 用菜市的话说 这些也差不多 够我咽咸肉腊肉的了 养多了又费劲 又怕猪崽子死了 有这些经历 还不如多养些鸡鸭 每天光捡鸡蛋鸭蛋 就能捡老些 这鸡放在这山头上养 渴了喝泉水 饿了腌子娘满山 放了几个大木盆 里头放了用剁碎的菜叶 和腐皮拌的鸡食 别的都不用多管 反正想吃了 让你表姐夫抓就是了 鸭倒好抓些 就在咱们以前 养鱼养虾的池塘里 给他们蓄上水 他们就待那儿 也不怎么乱跑 正好路过 准备去摘棉花的大牛表示 您老吃一只鸡 我得追半个山头 前头三婶坐月子 他就活活跑瘦了七八斤 不过小腿倒也结实不少 他只求菜奶奶 以后多吃鸡蛋 少吃鸡 你个大小伙怕什么跑啊 再说了 咱家熬鸡汤 哪次漏了 给你加一碗 你就当给你媳妇抓的鸡不好吗 菜市当然不觉得自己 让大牛抓鸡 有任何不妥 大小伙子 不就得多锻炼锻炼吗 大牛立刻服气 是是是 谢谢奶 咱家都亏了您家后代 可不 菜市觉得这就是句废话 拍了拍身上的灰 说跟燕子娘一起煮鸡食去 让孩子们自己玩去 一会儿记得回家 吃晚饭就行了 可春鸭是一个 可以忍住不作妖的人吗 显然不是 表姐夫 春鸭突然客气了一下 也没人应她 她又喊了一句 表 姐 福 还是没人应她 妹子叫你呢 还是背着花袋 准备跟大牛一起去摘棉花的招地 推了她一把 大牛才反应过来 春鸭叫的是她 她忙答 哎 春鸭妹子 啥事你说 表姐夫现在还抓鱼抓虾不 此话一出 但凡有老徐家的任何一个人在 都会把春鸭的嘴给直接堵上 然后给她拖走 可在此处的 除了石金 就没人见识过 春鸭到底是怎么挖坑的 于是大牛比较天真的回答 抓 前头天热的时候 抓了鱼虾 就养在你之前 弄的那养虾缸里头 那养虾的缸真的可好了 鱼虾养进去几天都不会死 石金看看天 看看地 为这位大哥 心中点上三根香 大表姐也热情地说 你表姐夫别的也不会傻 就是抓鱼摸虾 养鱼养虾 还能会点 春鸭 你若有什么差事 就尽管跟你表姐夫说 她指定能给你办好 石金 好的 六根 对于这样的回答 春鸭非常满意 她又问大牛 那表姐夫 若让你离开三元村 去配风县干活 你可愿意 那不行 大牛说完 瞄了朝地一眼 我 我 我还有大事没办呢 大事 春鸭一想 哦 懂了 生孩子的事 立刻安排 这个表姐夫不用急 去配风的话 一定是让你们夫妻一起去的 住的话 就住我们在配风的宅子里 现在那儿就住了 我大表哥一家 宽敞得很 再者 我大表姐虽然不要是喝上了 可每次也得一两个月 才去看一次诊 如果去了县城 七天就能去看一次诊 调整下方子 到时候说不定身体好起来更快呢 大牛 很心动 朝地 更心动 劳动力的终结者 春鸭加马了 若表姐表姐夫去配风的话 就跟着我康大表哥干就是了 康大表哥为人怎么样 你们都见过 人品没话说的 表姐夫 我暂时就开你二两银子一月的月钱 表姐暂时还没什么差事 等有了差事 我再给你开月钱 可好 表姐在咱们人际堂抓药 也就只要个成本价 哪怕七天换一次方子 一月也不过四五百文的开销 剩下的钱 存着给你们将来的娃娃念书也不错呀 行 大牛瞬间答应 去 我去配风 虽然他不知道自己去配风能干嘛 但是 去肯定是要去的 他人不聪明 一月拿二两银子 那简直比他爹还多 再说 春鸭说得对呀 去了县城 朝地看病多方便啊 这都不去 他肯定会被他爹王老三打断腿的 朝地眼眶微红 握住春鸭的手 表姐没用 让你操心了 表姐 你可别这么说 你们不知道 你们自己面对的是什么 春鸭也很心虚 不过他顶住了表姐可怜巴拉的表情 主要 主要还是靠我表姐夫 春鸭的意思吧 就是得靠大牛扛噪 可这话在要生孩子的朝地耳朵里听来 却又是另一种意思了 他也不像春鸭似的 皮厚的能跟城墙比 被春鸭这么一说 便不好意思的说 把这事先去跟爹娘说说 拉着啥意思都没听出来的大牛就跑了 这人一走 石巾就小声嘀咕上了 春鸭小姐 你咋专坑自家人呢 此言诧异 春鸭诡辩 我这个是先富的 带动后富的 想赚钱 可不得靠劳动吗 你也没劳动啊 劳动的都是别人 石巾心想 嘿呀 我们家大坊还学会观察人间了 我虽然没有体力劳动 可我动了脑子 脑力劳动也老辛苦了 回过头还跟丹燕说 好丹燕 一会儿给小姐我做点琥珀淘人呗 给你家小姐补补 好 小姐还吃啥 丹燕准备一会儿跟石巾去安远机买东西去 前头路过的时候 看到那还挺热闹 这里走过去也不远 春鸭还没想好 石巾也顾不得春鸭到底辛苦不辛苦了 只说想吃羊肉 行呀 去买半扇羊肉 咱们烤了吃 说完 春鸭突然脑袋里的灯泡又亮了 羊肉多好吃啊 咋大表哥没养羊呢 大表哥 我看你是要我的命 羊毛能搓了毛线脉 京城蓝云记正收这个呢 到时候他们装费也产的话 可以跟月月安一起发去京城 羊皮柔制了 就做各种小皮靴 小皮具 多好呀 然后羊肉肯定得开个羊肉馆子啊 之前大表哥忙不过来 这会儿他给大表哥又骗 不是又找了个帮手 羊几头羊 应该还是可以的 不过这养羊的事儿 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发展起来的 没关系没关系 反正他们这一辈都还年轻 一切从零开始摸索也不要紧 而此时的大牛 正一无所知的 跟他爹会抱着 被春牙看中 要去配封庄子上的事儿 王老三 倒是有点知道这位县主的喜性 不过在他看来 孩子就得多多锤炼 苦点累点 不是很正常吗 以前他们也俩种吉姆地 也没个牲口 每天日戳做日落而息 不仅又苦又累 还时不时的闹了这个灾那个灾 能吃上口饱饭 还得看老天爷眼色 他这会儿回想起来 他们家从卖给春牙几代子粮开始 就开始走运了 钱也有了 大儿子也娶媳妇了 小儿子也进了村属了 现在唯一就是盼上有个孙辈 乡下人 心心念念都得有个孙子有个后 可自从他在徐家干活开始 他就觉得 孙子有肯定得有 但是 孙女也必须有 徐家那孙女 行走的摇钱树啊 走到哪 钱就跟到哪 他王老三也盼着 自家能出个这样的孙女 爹 大牛喊回了王老三的 飘到天边去的神 那我带着朝地一起去 家里头怎么办 嘿呀 这有啥好担心的呀 你弟妹平日里都得上学 都在村属校吃饭 我跟你娘 就更不用你操心了 既然县主那庄子要你 你就去嘛 人家肯定也是 看在朝地的面子上 才要的你 带着朝地去 也是应该的 去吧去吧 家里头不用你操心 村子里来帮忙的人多的是 说完 他还不耐烦地 给自己的傻大个儿子 挥了挥手 让他赶紧打包行李去 于是 对未来一无所知的大牛 欢快地 招呼了自家媳妇 跑去整理行李去了 而春鸭趁着没事 还去视察了下 玉岳安的工坊 别说 李氏和周氏两人 赚钱的态度 那是真的非常认真的 外头纸置车间里 纸张都得高温烘烤 棉花也得蒸汁曝晒 杀菌消毒 自从有了什么卫生 细菌之类的概念 李氏周氏便要求 进里头拼接车间的 女工进出 都得换衣服 戴手套 每日进车间 卫生衣 手套 那是必须在换衣间换的 头上也得包上蓝头巾 嘴上戴上口罩 每日走的时候 除了口罩 别的全部拖在工坊 统一煮晒 李氏就怕女工 偷懒不洗晒 所以宁愿工坊麻烦些 也不让女工 把衣服自己带回去洗 虽说大夏天 裹得严严实实 车间又密不透风 着实是热的 但是好在 徐发徐志制冰 那是闭着眼睛 随便搞搞 就能搞上几大盆的 所以虽说有了冰盆 热多少还是有点热的 不过一个夏天下来 中暑的人倒是也没有 而制作好的玉岳庵 则是石片一包 用油纸包两层 再放到干净的白棉布袋子里 整个环节 虽说因为条件有限 做不到完全无尘无菌 但是在两位婶子的能力范围内 还是尽量做到了干净卫生 反正总比用稻草茶 会干净上不少 看了这个 春鸭就觉得挺高兴 即便她和张女士徐老爹不在 老宅勤劳聪明又勇敢的 爷奶奶叔叔婶婶 也能把他们留下的东西好好做下去 并且比他们在的时候做得更好 才13岁的人 却很有一种老怀甚畏之感 每个人都在努力生活 每个人都没有辜负自己 县主大人很是欣慰 另外 黄桃罐头车间 是徐家老宅 仅次于祖坟的第二重要的地方 虽然今年的制作已经完成了 可那车间的干净程度 春鸭反正只敢站在门口看 那青砖据说是 李氏蹲在地上一块块擦的 压根就不是石材的青砖 活活被李氏擦出了光泽感 那桌椅板凳就更不用说了 连争执用的炉子 都是一点灰尘都不带有的 我二婶这人 别看她平日多少有点势力 不过赚钱还真是够认真的 比我娘都认真 春鸭不由跟石金感叹 可石金这会儿 哪有心思参观卫生呀 她忍不住提醒春鸭 春鸭小姐 咱们再不去安远急 羊肉肯定没有了 哦 对 春鸭这个记性 也是狗记性 走走走 下山下山 买肉去了咯 吃好吃的咯 熬唠一嗓子 别人没喊来 喊回来了两条狗 到了晚间吃饭的时候 众人不由感叹 春鸭肯定上辈子 是被羊顶着了 不然这辈子 不可能这么跟羊过不去的 吃完这顿饭 春鸭便决定 明日就得去配风 一来盖头明日考试 她想敢去嘲笑 呃 是询问 询问她考得怎么样 二来她在那牧春庄 从买下来之后 就没去过 哪怕是一个 管挖不管埋的座人 她也还是得去看看 赤巨子搞的庄子 到底怎么样了 众人知道 春鸭要办的事多 便也不多挽留春鸭 只是徐老汉和蔡氏 再三关照这个狗记性 离开扬州前 可得告诉他们 到时候送不上行 他们两个可跟她没完 可春鸭保证多次 他们依旧觉得不怎么放心 直到时经保证 说一定会提醒春鸭小姐的 众人才算完 他们压根信不过春鸭的记性 看来看去 还是时经最可靠些 次日一早 春鸭在老宅 与大伙好一通告别之后 打开门 她几乎确定 全村人都来送她了 当然 她也收到了 非常非常多的村民头位 可是 烤番薯 番薯干 番薯粉 番薯饼 居然还有番薯年糕 这是番薯的复仇吗 菜市显然也不准备拦着村民 徐老汉还帮村民们解释 这些都是你弄来的 番薯央重的 你都收着吧 也是大伙对你的一番心意 徐氏呢颤颤巍巍的 主着拐棍的老祖 站在门边颤声说 县主大人 那我代表村里人 给你磕个头啊 谢谢你和钟永伯 钟永伯夫人 还有你们徐家人 救了咱们全村人 让我们熬过了那两年啊 说完 那老祖拐棍一甩 就要下跪 菜市一个剑步冲了上去 跪什么跪 想折我春鸭兽 还是想倒地不起鹅咱们家 你个老汉 我说了几次了 有事叫你儿子来 你都这么老了 别出来乱跑吓人了 啊 三元村最毒的嘴 真是不同凡响 可那老祖却不生气 还笑呵呵地说 顶成媳妇啊 你这人就是嘴坏心眼好 来来来 这个给你 老祖从怀里掏出包番薯条 要塞给菜市 菜市嫌弃不已地收下 又让家里的妈妈 给凉了一袋子面粉 给那老祖还礼 村民看到 纷纷也要给菜市番薯制品 菜市怒斥 你们是我老徐的老祖吗 还想占我便宜 不要回礼 都是咱们的心意 村民们解释 但是菜市不管 反正一个都不要 这又引出好一番推嗓 被晾在一边的春鸭 带着大牛和招地 狗子和姐妹和丫头 尴尬地挠头上马车 那马 真的觉得自己要崩溃了 直到这几天 因为先生不在 自己给自己放假的三牛 大喊了一声 春鸭姐再见 英姐明姐再见啊 大哥 我明天和我姐来找你啊 众人才发现 春鸭的马车跑远了 菜市气得插腰 在门口骂了好一阵 把人全给骂跑了 才催了一口 那笑呵呵的老祖 进了院子 结果才进院子 没一会儿 又甩出了块 昨日虎口夺食下来的羊肉 给了那才卖了两部的老祖 从三元村到沛丰 马车很快便到了 春鸭因为知道 大表哥这会儿肯定在庄子里 便直接让大牛 把马车赶到了庄子里 果然 敬业的康表哥 这会儿的确正在监工工人采摘棉花 当他得知表妹这回弄来个表姐夫 给他做帮手的时候 他激动的几乎要哭出来 表妹啊 我知道你还是心疼表哥的 康平之如此说 春鸭这就尴尬了 也不是完全来帮忙的 没事没事 能帮多少是多少 康平之此时还不知道 春鸭这人的做 是不会随着时间地点改变而改变的 还是大牛打破了康平之的幻想 表哥 我趁着春鸭也叫你康表哥吧 春鸭说了 得让我来帮你看鱼塘虾塘 我别的不会 搞这些倒也还可以 另外春鸭说顺便还得养养养啥的 康表哥 我这养也没养过 你到时候教我呀 康平之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 看向大牛 咱们这儿没有鱼塘虾塘啊 养 养我也没养过呀 大牛神情更是惶恐 他终于知道 得知他要跟着春鸭来县城之后 徐发徐智脸上的诡异的笑容 是怎么回事了 都有第一次嘛 走走走 表哥 先不要想这么多 先给我介绍介绍咱们这庄子 哦 现在叫牧春庄了 这个 整体规划是啥样的 说完 春鸭拉着徐英徐敏他们 就往前头去了 徐英忍不住拍了春鸭一下胳膊 要死了你 搞那么多事 把大表哥吓着了 我看大牛哥也挺不平静的 徐敏补充 后头跟上来的朝地 喊住了春鸭 春鸭 你表姐夫 不行的吧 别怕别怕 羊可以三四只羊起吗 虾糖鱼糖 可以从小鱼糖搞起吗 咱们从无到有 从一到难 从小到大 慢慢扮 三四样里 总能扮成一两样的吧 年轻嘛 失败了也可以再爬起来 不要慌 我相信你们 这个牧春庄 春鸭是打算花个十来年 慢慢发展 以后老了养老用的 反正农场该有的 它这庄子里都得有 至于什么时候有 慢慢来也没关系 春鸭这么一说 朝地心想着 三四只羊和小鱼糖 好像的确也不是很难 于是便放了心 说让他们男人商量去吧 自己则跟着这姐妹几个 逛庄子去了 这一千五百亩的庄子 要说全逛下来 那没点腿力 肯定是不行的 好在春鸭这人高反战的 远处住气 早早就让俩可怜的表哥买了马 康剑之剑春鸭来了 便牵了马出来 让春鸭骑了马慢慢逛 那春鸭肯定不会客气 跨马上 带上了自家姐妹 和俩欢腾到狂吠的大狗子 让实情丹燕也别跟着了 找农夫带了吃茶摘果子去 自己则有两位 黑絮絮的表哥牵着马 往各处查看去了 此时才过八月半 正是秋高气爽之时 稻子虽还未到收割的时候 但是也都挂上了金黄的稻碎 风一吹过 翻起震道浪 夹杂着狗叫人声 带着新鲜泥土的芬芳 实情体验的油画场景 向人扑面而来 虽说众人都知道 这一片的大庄子 都是春鸭这个县主的 可面对这么多的庄稼 几人似乎都无法相信 这些都是属于春鸭本鸭的 大牛以前虽然也去地主家干过农活 可乡下的地主 有个八百十亩地 那也是了不起了 这么大的庄子 他也是生平第一次见 农人出身的孩子 对庄稼地 有着与生俱来的亲切感 康平之一边给春鸭介绍 大牛在一边笑得灿烂如画 种庄稼好啊 种庄稼多踏实啊 种庄稼还能有钱哪 那就更踏实了 那发自内心的笑容 惹得一旁的康剑枝 不得不为这个处事 卫生的远房哥们擦把汗 兄弟啊 你这还是没吃过苦头啊 年轻人 想得还是太简单 康家两兄弟 每日在这庄子里 摸得摸到崩溃 已然对这庄子的景色 都麻木了 他们现在看到那大片大片 还未收割的庄稼 就觉得头晕 春鸭呀 咱们摘完棉花 就得排着人手收稻子了 另外 番薯也该收了 地里的瓜果菜书都能收了 虽然咱们县城开了小馆子 这菜书还可以直接拿去馆子 或者富户家里卖 但是这也卖不了那么多 这销路 庄子地方大 地又是深耕之后 撒了薛青山排肥料 好好养过的 时不时的徐发徐志 还会给他们送山泉水来 那水浇灌粮食是够呛 可用来浇菜地倒很是不错 所以他们这庄子里头 虽然粮食跟人家长得差不多 可那菜书的长势 实在太过喜人 喜人到康平之时常发愁 这配风线到底还是太小了 最好这县城能跟府城那般 有那么多的富户餐馆就好了 养羊嘛 春鸭朝康平之和大牛啸的灿烂 养羊 养鸡 养鸭 养兔兔嘛 那菜叶不得分好几层吗 外头的两层给牲口吃 里头药们卖了 卖不完就做了腌酸菜泡菜 晒菜干 对了 刚才看到那一片草头菠菜 到了春天还有马兰头 都可以晒了菜干 哎呀 老家再搬点竹子出来栽上 过个几年还有笋吃 吃不完的也都晒成笋干了 一想到泡菜 春鸭的口水不知道为啥 就止不住的想往外头流 咱们辣椒是不是也能收了 到时候晒干了墨成粉 一会儿回去 我给你们写个方子 到时候用蜂蜜辣椒粉 芝麻香油小虾米 腌了存放在地窖里发酵 到了时候开坛 你们可得尝尝 那味道火天 想到口水就往外冒 咱们曹老爷们 哪会这个康健之一听这些 只觉得自己头更晕了 春鸭转头 对抱着他腰的昭蒂说 腌菜 大表姐会吧 会是会 就是没用过你说的这种腌法 我怕腌不好 再说这酸菜腌菜 咱们乡下 家家户户几乎每年都腌 咱们腌了能卖得掉吗 咸菜呀 昭蒂那是吃的 都不想再吃了 他就觉得一定是疯了 才会花钱买咸菜吃 倒也不是为了赚钱 春鸭笑着解释道 我也就是为了做给自己吃 一货送朋友送亲戚 不过耗费些蜂蜜芝麻什么的 咱们倒也还能承受的 这东西 咱们能卖则卖 卖不掉也没事 我主要还是觉得 中了那么多菜书 浪费了可惜 所以想着能做菜干的做菜干 能做泡菜的做泡菜 也不枉费大家春日里的一番辛劳 旁边马上的徐英忍不住笑道 我的好县主 这一片菜地 你哪怕全卖了 也不知能不能卖个四五十两 这做泡菜 又要招人 又要买蜂蜜虾米的 你这四五十两打不打得住啊 哈哈 我春鸭姐官会做倒贴的生意呢 当初为了俩白菜 还能倒贴进去几斤猪肉呢 这会儿为了腌泡菜 倒贴点蜂蜜虾米的 也算正常操作了 徐敏说完 大伙都忍不住乐了 这位可真是 乡下长起来的姑娘 那派头 可比城里的小姐还要大呢 指头缝大的缝都缝不上 这有啥 人家还有为了吃盆茄子 杀俩老母鸡的呢 我这根本不算啥 春鸭是穿也不讲究 用也不讲究 比起人家贵女成千上万的 往行头上砸钱 她这砸上几十两银子 做点泡菜辣白菜 在她自己看来 可以说是极其朴素了 况且辣白菜和泡菜 真能腌得好 到时候不说卖给外头 他们自己饭店里用也可以啊 还是独一味 别处都没有的 多好啊 关键大表姐还是出来乍到 要真让她一人待在家里 啥事都不干 也怕她憋出病来 来这儿帮忙盘菜园子里的事 一会儿再让康表哥 给开个管事的工钱 既能赚钱 又能跟人聊天干活 就不用一个人 闷在家里头了吗 这钱花的 值 大伙只当春鸭是坐着玩 大牛便跟着地说 那既然表妹说腌 那咱们每日就一起来上工嘛 你腌泡菜 我就跟着大表哥干活就成 咱们要搞就搞正规点 就单独再找俩婶子 跟着表姐一起干 这样吧 菜书咱们也不用到处卖了 大表哥之前 找的几家大货和饭店 能要的咱们就继续卖 卖不了的 反正就老叶之类的卫生口 留下菜心嫩叶子 做了泡菜菜干就是了 大表姐不用考虑销路 只考虑怎么做的好吃就行 这话说完 赵地倒是紧张了起来 他这辈子也没带过人干活 只有被人带着干活的命 他就怕自己干不好 春鸭却是这般安慰他 干不好也没事 左右就是些酸菜 要真做的不怎么好吃 到时候就大家分了吃光拉倒 不过表姐家就多分点 赵地姐姐 别听春鸭瞎说 徐英剑赵地脸色紧张 也安慰他 他怪会拿人玩笑 你句句当真 那真是活不了了 既然他都不怕赔钱 你也莫怕 白瞎他挤两银子 也是他自己要求的 众人又是好一阵笑 这让原本担心 自己办不好事的赵地 安心不少 看春鸭家的这两个堂妹 开朗又大方 能摸算盘能盘蝎子 自己爹娘家旺 两个妹子 还有外婆 都在春鸭他们的帮助下 过得越来越好 若说不羡慕 那都是假的 他也希望有一天 自己能有点什么 安身立命的本事 既然春鸭这回 派了事给自己 那招地觉得 也别管这酸菜咸菜 能不能卖得掉 反正自己都好好办了 这事 明天 他就回老家 去弄一坛老鲁来 别管腌什么味道的咸菜 一定得有老鲁那才好吃 逛完了菜地 春鸭反正对 啥时候收麦子割稻子 也不是很熟悉 便也不敢瞎指挥 说一切还是听表哥的 但是对于如何 在空地上挖坑 他还是很擅长的 虽说大牛才来 这事不能给的太多 事一多 再把人吓跑了怎么办 不过该规划的 还是得先提前规划起来 今年咱们鱼先不养 但是得把鱼塘先挖起来 等明年开春了 再琢磨养鱼的事 也不迟 另外 羊的确得养 若觉得顾不过来 猪咱们可以先不养 我想过了 办事还得有个主次 咱们大的牲口 就主要养羊和耕地的牛就行了 表哥们怎么看 这话从春鸭口中说出 听得徐敏知道 今天这日头恐怕不对劲 春鸭姐姐也懂事了 康剑之盲点头 好啊好啊 养羊可以 这玩意儿好 比猪好伺候 生病也少 这儿还有那么多点没中 到时候放羊 直接往草堆里一赶 多省事儿啊 鱼塘饮水 可以从咱们挖的饮水渠里头饮 这个倒是简单 康平之现在 面对这位 已经可以说是波澜不惊了 就是养鱼 我会 大牛立刻举手 再不举手 他都怕对不起春鸭 给的每月二两银子 这个我在乡下的时候就办过 我爹说 徐二叔徐三叔也开过鱼塘 我得空回去 再请教请教他们也行的 春鸭对于今日这和谐的气氛 万分的满意 虽然计划还有很多 但是为了避免工作人员 集体炸毛 他决定还是慢慢来 眼前的事儿 先办妥了再说吧 于是小手一挥 喊了声 收队 回家 原本康平之还想让春鸭 他们先走 这会儿收棉花 收得正是要紧的时候 他怕自己跑不脱 春鸭跳下马 把正在地里收棉花的众人 都喊了过来 百多亩地 今天来收棉花的 能有四五十人 大表哥 你选选 里头你觉得 干得最好的是哪个 春鸭背着个手 看着前头的工人 活像个教导主任 康平之左右看了下 然后点了个矮个子的男人 他把 汝南来的移民 沈四福 话不多 但是人他是肯干 行 沈四福 今日这摘棉花的拆事 就由你管了 扑通 沈四福的花袋 直接掉在了地上 如此随意地指派拆事 也让康平之 险些站不稳 春鸭呀 大表哥 你是管事 咱们这一千五百亩的地 你肯定得分区管理呀 势必公亲是没错 但是你得考虑下 公亲的是什么方面吧 连收棉花都亲自上 那人油 真的得熬出来呀 你去广州的时候 难不成停结姐家的 那个妆头 连罐头都是自己做的吗 不可能吧 春鸭说完 康平之反倒一愣 然后才回答道 你这么说 也没错 主要是前头中了这个 又是痒那个 实在忙得理不出头绪来 我的错 我的错 两位表哥都辛苦了 我给你个小建议呀 每个品种的庄稼 咱们都找个分管事 这个就得表哥 平日里多观察观察 有好的人选咱就用 有提拔干的不好的 就直接急了 哪个品种的庄稼 今年收成好 就给点小奖励 做小管事的人呢 就跟他们牵肠器 不拿日节的工钱 就每月发放五百八百的固定工钱 再给点米呀米呀的 有好的农夫 咱们也得留住嘛 再加上二表哥和我表姐夫 给你做副手 这样你也轻松些 咱们庄子有了好把势 产量也能高一些嘛 春鸭说完 康平之还没说啥呢 康建之已经疯狂点头了 好好好 这个好 我就说嘛 这才种了一半的地 咱们就累得半死不活了 这要全种上了 那咱们还活不活了 春鸭这法子好 大哥管小管事 小管事管下头的工人 我跟春鸭表姐夫 反正各方面协助 咱们反正每日来寻几圈 保管不出岔子就是了 话是这么说 可那些小管事 能不能好好干啊 康平之主要是 对着庄子爱的深沉 便不放心放手 这可是从无到有 他一手打造起来的呀 感情自然是不一样的 春鸭笑道 有啥不放心的 不放心 表哥每日骑了马多 转有几圈不就行了 这时候 就得看表哥挑人的水平了 你倒是放心 康平之反问春鸭 放心啊 春鸭点头 我信表哥的眼光 这马屁一拍 康平之立刻通体舒畅 喝笑上一回 直接就把收棉花的事 交代给了 还在镇惊中的沈四福 自己则跟着春鸭往家去了 到的家中 院子里没人 春鸭才想起问康平之 带头哥今日烤现是吧 我一会儿跟石金 去买些菜去 犒劳犒劳大家 大家这些日子过的 也挺不容易的 那我劝你 还是动静小点 我看二舅母这些日子 那脸色就没好过 不过你要出门 我就顺便带你瞧瞧 咱们新买的铺面去 一会儿你再给出出主意 咱们干点什么买卖好 康平之见 昨日见二舅母的架势 的确也很替盖头捏把汗 一说要开买卖 许英最是高兴 忙说要跟着一起去 许敏现在 对买卖兴趣不大 不过听说一会儿 招的要去烫人际堂 许敏便也说要一起去 他得去瞧瞧 配丰县的人际堂里头 有没有他们府城 没有的好东西 康健之则说 带了大牛安置好了 再在城里头随便转转 熟悉熟悉 一行人便分了几拨 出街去了 商务考察团一行 由康平之带队 直接就到县城里头 现在最热的县衙四条街附近 所谓县衙四条街 就是由两横两宗四条街 围起来的一块区域 都离县衙很近 办事采买都方便 康平之购入的四间店面 全在这个区域 查看了下四间铺面的位置之后 春鸭便定下来 靠近府衙的一间铺面 他们就开个布店 到时候 不匹直接向南云记买就是了 另一间在如今的 小吃一条街上的 就开羊肉馆 虽然现在 他们没有自己的羊肉 但是馆子可以先开起来 他们配风人 向来有早上喝羊肉烧酒的习惯 切上三两肉 要上一壶酒 再来碗羊杂面 便是美好一天的开始 这羊肉馆子 自从战乱之后 就鲜少有了 不过春鸭觉得 呈现在他眼前的 不管是这大街上来往的人群 还是已经几乎全部 开门营业的铺子 都在跟他喊着 来吧 是时候开羊肉馆了 还有两间 暂且先租出去 虽说再多的主意他都有 可到底还是得适可而止些才好 康表哥虽然觉得 这俩铺子的定位都挺合适 但是问题是 谁来管啊 我见这表哥 有没有老婆的 春鸭好像印象里都没这人 不吃 徐英在一旁忍不住乐了 你吃团圆饭的时候 见只表哥的孩子没看到啊 没有老婆 那孩子哪来的 嗯 哦 那孩子原来是咱们外甥啊 春鸭这才恍然大悟 席间的陌生孩子是哪来的 不然你以为是谁 徐英都无语了 你这么一说 我就明白了 我原就疑惑 一直以为那孩子是平之表哥家的 可算算他家这孩子 好像怎么算岁数都不对 哦 原来如此 春鸭的回答 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无语了 这位可真是记性无敌了 不过 既然我还有个表嫂 那就太好了 哈哈 我请他当部装掌柜呀 不知道二表嫂愿不愿意 春鸭问康平之 康平之苦笑道 她跟你大表嫂一起在快餐店里呢 你自己问去呗 不过我觉得应该是愿意的 建制家就是建制懒散些 她媳妇能干些 能干好啊 哈哈 有位伟人说的好 妇女能顶半边天 能干好 走 咱们瞧瞧能干得表嫂去 说完 春鸭就带着大伙 要往快餐店去 你那羊肉馆子 又要祸害哪个 徐英跟在春鸭屁股后头问 春鸭一副 你居然这都不知道的表情 看向徐英 你大哥呀 他不是要做厨子吗 他想做厨子 你就直接给他个羊肉馆子 徐英都服气 这位的随意了 不用谢 本县主就是这么的好气 春鸭说完 勾着徐英就往前走 可徐英还没劳到完呢 我哥都没管过饭馆 不行 你可不能这么随意 再怎么有钱也不能乱来 没有乱来 春鸭朝循摇了摇手指 我盖头哥读书确实不行 但是做吃食还是可以的 再说他也喜欢 羊肉馆子 吃食单一 就是羊肉羊杂 最多煮碗面 到时候叫平直表哥 给他找两个帮手就是了 一般咱们配风的羊肉馆子 都是做早事的 早上是要辛苦些 但是营业到中午 东西卖完了 就结束了 后头都是自己的时间 虽说盖头哥没开过饭馆 但是谁又是娘胎里就会的呢 不都有第一次吗 咱们找个简单的先练练 以后盖头哥 真能把这羊肉馆开好了 再自己开个饭馆酒楼的 不就有经验了 别说 春鸭这人 看似节奏混乱 处处挖坑 可他挖坑 都有自己的系统逻辑的 什么人 适合什么事 都给你安排的妥妥的 总之就是 坑 都是量身定制的 你不想跳 那都很难啊 所以 听春鸭这么一解释 徐莺居然觉得 春鸭 我觉得咱们一家 你好像都安排明白了 是仨 那肯定的 这是哪 这是配风啊 我的地盘 可不得给你们都安排明白了 我都想过了 等我去了京城 康表哥就做木春装的装头 剩下的铺子 你就给我做大掌柜 就看你愿意不愿意了 不过 你千万不要因为不好意思 拒绝勉强硬下来 你不愿意也没关系 我只是觉得你挺合适 就第一个问你了 不管愿不愿意 你永远是我的小鹰 此言一出 走在前头默默听着俩女孩 说话的康表哥 也不由得停住了脚步 我这不是不愿意放手啊 春鸭 就是徐英一个女孩 行不行啊 徐英咬着唇没说话 怎么不行 表哥愿不愿意 跟我们家鹰比比打算盘 我们鹰可不一定会输给你哦 春鸭不无骄傲地说道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怕徐英姑娘家 面子薄 遇到事儿抹不开颜面 康平之解释道 春鸭一笑 这不还有表哥吗 对了 还有咱讲线令呢 再说 我 县主 配封县县主 哪个脑壳坏了 跟我过去啊 我再在他们家门口 开个终极必杀小吃屎铺子 扑 正严肃思考着问题的徐英 瞬间笑了出来 县主大人 你可别贫嘴了 然后他又转过头 跟康平之说 大表哥 我觉得我可以的 要不你让我试试吧 康平之忍不住瞪大眼 心想着 外公家这些女娃娃 一个赛一个都不得了啊 行 他点头道 那一会儿我再把开着的 几家铺子的账交给你 哎 这铺子的事 再加上庄子的事 我也是搞得一脑门的官司 能交出去 我也真是阿弥陀佛了 表哥是咱们春鸭集团的 先进劳动者 到了年底 我给你发个黄金的奖牌 春鸭这嘴 拍起马屁 一般没人能顶得住 主要他比画起来又大又圆 康平之憨笑两声 便开始给徐英 交代他们 现在开的几间铺子的营业状况 好不容易见凤插住 几上前的石巾 在春鸭的耳朵边问 春鸭小姐 你们配风的羊肉 真那么好吃 值得开个馆子吗 羊肉倒还是胡羊好吃些 不过咱们本地羊也不错 一扇羊买回来 先浸泡上两个时辰 再煮上一个时辰 闷上半个时辰 抽了骨头 改了刀 沾上酱油 吃个本味 那细腻的润滑的口感和香味 跟猪肉牛肉扎实的口感 完全不一样 说完 春鸭觉得自己口水都快出来了 而石巾急着问他 春鸭小姐 盖头少爷是不是从来没煮过 咱们要不今天买扇羊肉回去 让他试试 你教他吗 钱我有 我出 你看夫人给我带的二十两银子 一分没花你 哎呀 我这口才真是绝了 活活把自己说馋了 我出我出 晚上咱们就吃热气羊肉和羊杂面 石巾欢呼一声好呀 春鸭小姐是全天下最大的大好人 说完 她见跟在后头的丹燕 没什么愉悦之情 便问丹燕 丹燕妹子 你听春鸭小姐这么讲 都不觉得想吃吗 姐姐 我不吃羊肉的呀 丹燕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什么 这天底下 怎么还会有不吃羊肉的人 石巾很是诧异 春鸭却说 这有啥奇怪 所谓众口难调嘛 咱们家张大夫 一不吃黄鳝 二不吃甲鱼 哦 蛇也不吃 什么 张大夫原来如此奇怪 石巾脱口而出 惹得春鸭咯咯笑个不停 只说石巾说的对 张大夫就是奇奇怪怪 商务考察小组 说笑着 就到了大表嫂负责的快餐店 春鸭也总算见到了传说中的二表嫂 果然长得瘦瘦高高 看着还挺麻利的 虽然这是春鸭印象中第一次见到二表嫂 不过她这人要是愿意 就挺能自来熟的 三句两句一聊 便直奔主题 问二表嫂要不要做不店掌柜 二表嫂 当然没经历过那么刺激的人生 甩手直说自己不行的 春鸭却说 大表嫂也没开过快餐店 可现在做的不也很好 我是想着 去不装扯步的 多数还是小姐婶子 找个女掌柜 大家不局促 到时候再让大表哥 给你找个打下手的婶子 生意好的话 再找个斑斑抬抬的小丝 便也够了 你也别怕有人来找麻烦 光这两条街 咱们就有五间铺子 你只要喊一嗓子 立刻就有人来帮你了 不过这事二表嫂若觉得不合适 也没关系 咱们也不勉强 到时候再找个合适的人也可以 你千万不要有心理负担 那 那行 我回去跟你二表哥商量商量 二表嫂到底也是第一次面对自己 居然要做掌柜的事 再怎么麻利的一个人 心里也是没什么底气的 大表嫂其实很想说 这么好的事 弟妹赶紧答应啊 可这事 说到底还得老两家自己商量 她也不便多茶话 只是一再说自己原先也怕得很 现在上手了 觉得也没啥 几人说了一会儿话 春鸭便说 要去献学看她盖头烤好了没 让急得抓着挠腮的时间 带着丹燕先去买羊肉 自己则和徐莹一起康平之一起 往献学走去 春鸭 路上徐莹实在忍不住好奇问春鸭 我不是很明白 你在扬州城 成千上万的生意都做的 为何还要做这 配封十几二十两的生意 刚才康平之交代给 徐莹一些大致的营收情况之后 这些问题就从徐莹脑子里冒了出来 康平之也问 咱们那庄子看着大 可起码两三年内 赚不到什么大钱的 表妹这又是为了什么 倒也不是说庄子不好 就是你那么大的投入 比庄子收益高的买卖多的是啊 春鸭也不好意思 把自己说得太高尚 她只朝四周指了指 你们看 今日这街上人也挺多 铺子开着的也不少吧 可我刚开始被封为配封县主的时候 这儿 那儿 整个配封都萧条得很 这会儿 是不是比大半年前热闹得多了 钱 咱们是赚到了一些 可我也不爱买华服首饰 我的满足感 不来源于那些东西 以前咱们配封县 虽然地方不大 但是热闹非凡 我也不敢说是重建吧 只是想在重振配封这事上 起个带头作用 商业这种东西 都是有互相吸引力的 一个地方 有了人气 才会吸引更多人的人来 吸引了更多的人来 才会有生意做有钱赚 哪怕乡下农人 平日农闲来城里找个零食工 是不是也更容易找到些 我想的其实不复杂 我就是开点铺子 做点买卖 多弄些人来 让咱们这儿也能慢慢热闹起来而已 简单来说 我就是做个热闹 咱们这儿 是个好地方 其实我就是不想这么个好地方 就此沉寂下去 这可是咱们洒过汗洒过 泪洒过鲜血的地方 我就想让它好起来而已 说完 春鸭转头一看 就见徐英红着眼睛 就要落下泪来 康平之也表情严肃 不敢看她 可春鸭却不喜欢 这种略带悲情的时刻 她就非要破坏气氛 不过主要还是 这地儿发展不起来 我没睡子收 惹得徐英也忍不住拍她一下 你这人真是 老来这一出 哈哈哈哈 还是咱们春鸭好 什么都看得通透 心地又良善 大就大就母娇的好 康平之在一旁打趣道 哪里 我是自学成才 春鸭那肯定是不服气的 三人说笑到半路 迎面就见前头 来了个烟头大脑的盖头 后头跟了面无表情的 康姑父和怒气冲冲的李氏 怎么了 没考好 春鸭开口 那都是必杀技 盖头抬头道 没有 我只是两晚没睡好 实在太累人了 看你这样子 就知道这回肯定没戏 你还当我是你爹 说骗就能骗到 李氏因为盯盖头 这些日子都盯暴躁了 爹 表弟这水平应该能过吧 毕竟花了那么多钱和心血了呀 康平之心想 看运气吧 倒的确不是读书的料 康姑父也是难得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事儿吧 谁都怪不了 他也教了 一个也学了 可就是脑子记不住这些 有什么办法 还是烧烧香吧 兴许能过呢 康姑父说完 无奈地叹着气走了 盖头 大概头 直接将一个喜欢把子不语 怪力乱神的读书人 给逼成了这样 烧香这种事儿 我也不用你姑父提醒 早烧过了 盖头 娘也想明白了 这回你不过 打肯定是不会打死你的 但是你得把学费还给我 不但还给我 还得还给你大伯大伯母 反正这学也是白上的 钱你记得还一下 李氏主要还是觉得 盯着傻儿子读书 浪费了太多他赚钱的时间 他决定 不再把时间浪费在这人身上了 不过 钱 一定得让儿子还 不然他咽不下这个口气 被憋们死 盖头虽然觉得自己能过 但是还是事先跟春鸭打听了下 我这学费大伯母付出去了多少啊 春鸭一脸笑意地看着盖头 盖头心里一慌 可看徐英 好像表情也挺开心 便心意横 说道 春鸭妹妹你说 我呢 准备开个羊肉馆 请了你当主厨 工钱吗 英 你说咋得 春鸭转头问徐英 徐英笑道 自然是赚得多拿得多 赚得少拿得少咯 就按纯利的两成算 盖头哥 怎么样 春鸭问盖头 盖头毫不犹豫地点头 好啊 咋不好 我一定好好干 就说刚才喜鹊 怎么在他们考试门口溜达呢 原来是来找他的呀 果然考了现世 就是春暖花开 梦 成不弃他也 说要好好干的盖头 当天晚上就给大伙 露了一手煮羊肉的本事 别看只是煮个清水的羊肉 可讲究也是颇多的 这肉是不是煮得软而不烂 香而不腻 全看厨子火候掌握得好不好 大料下的是不是恰当 虽说盖头还是第一次煮 但是旁边既有指点的军师 连带烧火的丫头 提醒时间的馋鬼 那可都不少 所以这羊肉煮得真正是恰到好处 盖头拿来了托盘稍稍放凉 然后托骨 略略改刀 便可以装盆了上桌了 吃的时候 加上一筷子羊肉 沾了春鸭 加了几种酱油调配的蘸料 一口入嘴 绵软滑嫩 鲜香无比 再来上一口才去买来的绍兴酒 实际眼泪都要下来了 春鸭小姐 回京城也开一个羊肉馆吧 石金和丹燕都不愿意上大桌 春鸭便给他们在大桌旁边摆了两个长条凳 切了两盆羊肉 让他俩慢慢吃 这个好吃 怎么我以前都不知道 白水煮的羊肉居然还可以这么好吃 李氏继续自问自答 哦 对 以前咱家也不吃肉 徐敏来不及说话 他很忙啊 自己家了 还得给徐云春鸭家 不然赵康姑父那吃肉的速度 自家姐妹都吃不上了 他冷眼瞧着那个康姑父 说起来是个斯文的读书人 吃起肉来 倒也一点不客气的 前头还说不跟妇孺一桌吃饭呢 带头哥一把羊肉端上来 他做位子 做得比谁都快 春鸭夹起一块羊肉 刚想吃 突然又想起个事 狗呢 从庄子里回来 就没见到大金 这肉香都飘了半日了 怎么两条狗还没回来 大伙这才张罗着要去找狗 春鸭让他们慢慢吃 自己外面瞧瞧去 康平之虽然屁股还黏在凳子上 可嘴里却也喊 我去我去 我上庄子里看看去 原也打算 一会儿要去一趟的 倒是去呀 大表嫂看着这个恶狼般的相拱 这说话怎么也不太屁股啊 没事没事 我去春鸭一句话没说完 就见门外探进来个头 然后大门被顶开 冲进来两条狗 康 康管事家是这里吧 探头进来 那人还背着个花袋 很局促地站在门口问话 因为春鸭他们家这院子太过辽阔 盖头煮羊肉又花了太多时间 所以此时夕阳就要西下 大伙也看大不轻站得那么远的人 只康健之站起身疑惑地问 是沈四福吗 哎哎 小康管事 我见你家两条狗在庄子里也不回家 所以给带回来了 主要 主要我看他们东西多 带不下 所以帮他们把东西扛回来了 沈四福答完话 就把自己背着的花袋 往徐家门口一放 自己却不敢进门 两条狗这会儿 已经被春鸭手里的羊拐 给深深吸引了 自己的东西已经全然不顾了 倒是在场的人类都很好奇 狗到底还能有啥行李 可以往回家带的 春鸭和众人忙 放下筷子往门口走去 就见沈四福已经打开了花袋 里头居然装了好几只兔子 我金鸭还会打猎了 春鸭忍不住问沈四福 沈四福很猛啊 他小声回答 不 不是啥大哥打的 是狗抓的 众人忍不住笑了 沈四福为了证明 真的是狗抓的兔子 盲林奇一直说 是真的 那这大白狗可厉害 三下两下就能扑倒野兔子 还抓了好几只大田鼠 那大田鼠我想着 可能会下着线 线主就没给带来 这兔子还挺好 肥得很 说完还指着兔子的伤口说 看 看这是狗咬的 那黄狗聪明 就光找 找了就喊大白狗来嘛 大白狗就一咬一个准 可厉害 比上次来的猎户还厉害呢 哟 这可真是狗咬的 春鸭 你那来客 是来客吧 倒是挺厉害呀 康平之接过兔子 手上一颠 果然 最近粮食要丰收 这些兔子都吃胖了不少 也没人给沈四福解释 金鸭到底是谁 这解释起来 可得费半天的劲 不过春鸭倒也很客气 从花袋里拎了只兔子 给沈四福 说让他带了回家吃 沈四福再三推拒不得 只能收下兔子 背着花袋走了 可才走出没几步 又返回来说 差点忘了 康管事 今日棉花收的 跟昨日的也差不多 我已经让他们 把棉花都放库房里摊找了 明日喊了几个婆娘 来扯棉去怎 康平之原本要去庄子里 就是为了这事 没想沈四福 倒是都安排好了 他倒也挺高兴 夸了沈四福两句 又找了张大和叶 给他包了块羊肉 让他回家给孩子吃去 逃难来的沈四福 已经两三年没吃过肉了 没想今日 却又是兔肉 又是羊肉 可把他激动坏了 说话就要下跪磕头 春鸭被吓得不轻 忙让表哥掺他一把 喂了两口大老板的鸡汤给他 说是好好干 以后且有吃肉的时候呢 沈四福也不善言辞 只AAA的硬打着 抹了把泪 堆着花袋走了 几人回到餐桌前 盖头正把一碗碗的 羊杂面端上桌 面汤上还撒了把青绿的蒜叶 那味道 简直勾人魂魄 不过可怜的盖头 看到表哥他们拎着的兔子 这兔子 死透了就不好吃了 他只能接过兔子 继续奋斗去 春鸭还塞了一把院子里 晒着的辣椒给盖头 盖头哥哥 兔子肉多了小块 大油给炸透 再放花椒 辣椒 蒜一起炒 起锅前沿着锅边淋上酱油 你试试 辣椒自然不敢给太多 这会儿也没有吃辣厉害的人 不过这口味 可以慢慢培养嘛 还是徐英腾自家大哥 哥 不然你吃点再弄这兔子嘛 没事 哥不饿 你们吃 盖头咧嘴一笑 拎着兔子就走了 快乐呀 做饭可比读书快乐一百倍呀 春鸭在徐英耳边小声道 你看你哥那嘴巴上的油花子 牙上带着蒜叶 你猜他能不能饿着自己 好吧 徐英心想 是我高估了我哥的奉献精神 几人一边吃面 春鸭时不时的还调了羊肝羊肚给狗子 几人便讨论 这来客到底是个什么狗 大金就够大的了 他怎么还比大金大呢 可能是什么串儿吧 咱们这儿林间还有土狼 说不定跟土狼串的呢 康剑之喝面汤喝得直躺汗 擦汗的间隙才有空聊两句 大牛点头道 是有 咱们三元村里头没有 但是我外家那里的山比咱们后山大多了 他们那儿偶尔就会有土狼啥的出来偷鸡 土狼也不大呀 春鸭皱眉道 关键你们见过这狗的娘吗 就这么小一只 这土狼也不挑哈 要死啊 你个姑娘家 李氏差点一口面喷出来 行了行了 别说这个了 这狗要不就放你们庄子里头养呗 前些日子 你二叔不是说你们闹兔灾吗 这狗就放庄子上抓兔子 抓了兔子 这大伙儿剁把剁把煮了当家餐 多好啊 对哦 还能放羊 春鸭觉得这狗这体型 当牧羊犬也可以 还没上岗 就要面临下岗的大牛危机感一下子来了 放羊放牛 我都可以 招地忍不住掐一把自家男人 也没说不让你干 大伙儿被这对小夫妻逗得笑个不住 春鸭也笑着解释 狗也不是天生会放羊的吗 也得训练 表姐夫愿意的话 可以带着来客去放放羊 时间长了 也许他就学会了 到时候人力就能省下不少 这个跟你负责牛羊鱼糖什么的 不冲突的 不要急哈 没急没急 呵呵呵呵 大牛说是这么说 心里却还是常常舒了口气 差点被狗抢了饭碗 这可怎么说的 不过春鸭觉得 这事儿还得问问世主 莱克 你愿意待在牧春庄抓兔子 抓田鼠 放羊杆鸡吗 汪汪 莱克对着春鸭叫了两声 春鸭回过头对众人说 他说同意 一院子人又是哄堂大笑 许敏恨自己 春鸭姐姐聊天的时候 他怎么还只顾着吃呢 害得他面条子都从鼻子里冲了出来 又是引来大伙儿的一阵大笑 春鸭 这莱克是想问你讨肉吃啊 你怎么就把它给卖了呢 康剑之忍不住调笑 春鸭很一本正经地回答 咱家可不养咸狗 要吃可不得自己正铜板 来来来 金哥来 你假儿子留在配风正肉前 你同同意 汪汪汪 大金也冲春鸭叫了三声 春鸭一本正经地 跟院子里头的人解释 金哥说 我同意 又是一场哄堂大笑 李氏直搂着春鸭喊他 别跟狗说话了 你妹子都笑到地上了 小祖宗可闭嘴吧 春鸭这才黑黑黑地闭了嘴 又去找了俩羊拐扔给狗子吃 一顿饭吃得众人都喊累得慌 才收拾好兔肉 让春鸭赶紧来指导指导的盖头 无辜地说道 我才是真的累啊 你累 那你也是自找的 读书不累 你看你姑父 吃了就躺着成凉 谁让你不爱读书 李氏看到这沐鱼脑袋 就想撬开来看看 里头甚是实心的 盖头赶忙拉着春鸭逃了 他这俩月 日日听他娘叨叨 简直要了命了 可惜 春鸭到底还是没有吃上盖头 做的麻辣兔肉 因为这兔肉才炒到一半 就有从府城来的小厮快马来报 说是大少奶奶要生了 关家少爷让小姐尽快回去 春鸭听完 一边张罗着要回去 一边问小厮 我大哥怎么样 大 大少爷 还挺着急 小厮尽量说的不那么夸张一点 实际上 石头不是着急 而是疯了 早上佛宝佑睡着睡着 突然就说肚子有点痛 然后就有点见红了 石头见佛宝佑出血了 当时就慌了身 好在佛宝佑自己镇定 喊了已经住在家里的产婆来 又找了方婶 喊两个家里的老妈妈 四五个人把她慢慢搀扶去了 早就准备好的产房里 石头急得抓耳挠腮 只说这都流血了 怎么还能走啊 一会儿孩子掉出来了 非要自己去报 结果还是佛宝佑咬牙喊她滚边去 她才幸幸然退下 产婆为了让这个过躁的男人不要 再在边上瞎指挥 便让她去人际堂找了大夫来 这是佛宝佑第一胎 感觉肚子又比较大 说是还是先被这个大夫比较好 可没想到这位大爷 平日里做事也没见他着急过 这请大夫去快得很 都不削一刻的时间 就把连衣上领子 都还没扣好的金大夫给拉来了 这还不算完 石头进了自己住的那院子 就听到佛宝佑嘀嘀的声音声 可也没见丫头妈妈 进进处处忙碌 于是便要进产房瞧瞧 自家娘子到底如何了 这可把产婆吓坏了 忙跟她解释 大爷 这可不行啊 里头误会 男人可不能进 凿会了 咱们家不讲究这个 比婆子 你让一让 我这会儿急得很 你别拦我 石头说完 就要去扒拉产婆 让她让开 好在已经吩咐完小丝 往各处报信去的关木青 知道石头这人 最是紧张自家人 于是也冒着处犯礼数 进了内院 进院就见众人拉得拉 拦得拦 石头则像个疯牛一样 非得进去 大哥 关木青喊了一声 石头压根没听到 他现在只能听得到 里头佛宝佑嘀嘀的声音声 关木青三步上前 喊了一声得罪了 直接打到了 石头身上的几个穴位 石头只觉身上一酸 瞬间就卸了力气 被拦她的几个妈妈 给按住了 干什么 关木青 你干嘛 石头气得眼眶都红了 关木青搬来个椅子 把石头扶到椅子上坐好 才说道 大哥 我知道你急 但是你看 原本应该在里头 帮忙的产婆妈妈 都在这儿按着你 你这不是耽误事吗 哪怕现在让你进去 你除了能给嫂子添乱 还能干嘛呢 那 那我也不能这么干等着呀 石头眼寒热泪地说道 我听不得她这般痛苦 才想要进产房的产婆 回过头说 大爷 首先 我夫家姓罗 其次 女子生投胎 根本没那么快的 多的是几个 甚至十几个时辰 才生下来的 我才给大奶奶检查过 她这才刚开始 所以您别急 实在觉得等得心慌的话 就去张罗点吃食 趁着现在还没到 要紧的时候 先给大奶奶喂下呗 石头一听十几个时辰 只觉自己要晕厥了 而关木卿却拉起石头 去让厨房准备些吃食 还有几个小的 也都在外头等着 你订定神 跟他们交代两句去 别慌 外婆一会儿就来了 魂已经不知道 飞哪儿去的石头 这才嗷了一声 跟着关木卿往外头去了 所以 等闻外婆到的时候 几个好奇不已 心骄不已 恨不得替嫂子生孩子的头 已经被心烦意乱的石头 给赶学校去了 虽然几个头说 这会儿学堂还没开门啊 石头也只当没听到 闻外婆先是让石头好好坐着 别原地打转了 这一天下来 这地都能给她踩个坑出来 然后才进了产房 见佛宝佑 虽然已经痛得满头大汗 可居然没躺在床上 而是有两个妈妈扶着 在屋子里溜达 这 你这 不是该躺床上吗 闻外婆很是正经 佛宝佑说 我娘说 羊水没破 阵痛来的不是很频繁的话 可以吓得走走 有助加快生产 闻外婆转头问产婆 还有这说道 我不知道啊 不过张大夫不是挺擅长 这方面的吗 应该没错吧 产婆虽然经验丰富 但是一般接生的人家 也没有肚子痛了 还溜达的 她就不是很确定 没说两句 佛宝佑又是一阵阵痛袭来 她赶忙往床上半躺下来 开始用自己练习了 很久的呼吸方式呼吸 这是怎么了 喘不上气吗 闻世又问 佛宝佑也没回答 只是不停地呼吸 等待着阵痛过去才说 娘走前教我的呼吸法 说是可以缓解阵痛 有用吗 罗产婆也很好奇 不知道啊 我也是第一胎啊 没有对比 佛宝佑真的不太能判断 说完 又掺着妈妈的手 开始在房间里慢慢地踱步 闻外婆忍不住夸她两句 小佑啊 不是外婆拍你马屁 你是真的很镇定 比你男人强多了 当家的怎么了 佛宝佑趁着不痛的间隙 还得关心石头 不怎么样 感觉这人没啥用 闻外婆忍不住吐槽 哈哈 佛宝佑笑了一声 就绝下头一湿 羊水破了 闻外婆又说 看来还是有点用 给你破水了 这羊水一破 佛宝佑记着张岚的话 便不能随便走动了 她赶忙躺到床上 忍受着一次次阵痛的侵袭 虽然 真的很痛 但是她就是咬紧牙关 没有大声喊叫 连接生的罗婆子都说 投胎生产能这么忍得住不叫嚷 她也是第一次见到 娘说 呼 叫了就没力气 呼 生了 呼 佛宝佑疼归疼 神智和体能还是保持得很不错的 闻外婆点头 跨她两句 抬头听外头 有吵嚷声 就想着出去瞧瞧 顺便再给佛宝佑煎一碗参汤来 可一抬头 就见窗边探进来个石头的脑袋 她还喊呢 娘子 别怕 有我在 气得闻外婆拿起窗边放着的鸡毛胆子 就往外头去了 去到外面 就见关木青不在 所以这人就得了空爬了窗 这会儿半辣身子还挂在窗框上的 闻外婆啪啪两下 就把这挂在窗框上的人给打了下来 石头见识外婆 也不敢再造次 只能含泪解释 外婆 我就是担心她 我看她比你强多了 你娘教她的都记住了 罗婆子直说 没有更省心的投胎产妇了 你可不能给你媳妇拖后腿 被闻外婆这么一说 石头一点不羞愧 她只是跟心疼自家媳妇 外婆 你说我媳妇怎么那么懂事 生孩子多疼啊 她都不喊一下 她这么懂事 我倒是跟觉得心酸 叫了就没力气生了 你个老爷们懂个啥啊 知道心疼她 还不赶紧地去煎了糖水来 闻外婆实在不知道 这个动不动就哭唧唧的玩意儿 到底是怎么做的大掌柜 而走开了的关木青 只是帮石头去接了下刚到的陪厅 石头现在的精神状态 关木青怕把她放出去 再吓着人就不好了 几人正往内院来 就在连廊上遇到了 匆匆去煎糖水的石头 然后煎糖水这事 就到了关木青手里 而石头又带着裴婷 回到了内院 闻外婆才把石头支开 转头还没进产房呢 见这人又回来了 头就又觉得有点胀 可疑问原是关木青去煎糖水了 又有裴婷在 她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能关照了两具石头不要乱来 便带着裴婷往进了产房 而此时的佛保佑 已经疼得无所谓谁来看她了 只听裴婷在她耳边说 再忍忍 产婆说用力你再用力 不然到时候没力气 憋坏了孩子不值当 这还是她生产的时候 张兰告诉她的 用力的时候乱用力气 到了真要用力的时候 再用出力来 孩子就危险了 佛保佑努力点了点头 躺在床上直哼哼 众人随意在旁边给她鼓劲 说点孩子的去事 引开她的注意力 也不知道这么说了多久 佛保佑突然艰难地说 我想拉屎 好好好 赶快赶快 产婆再查查 裴婷记得自己生孩子的时候 就有这种感觉 裸产婆进手再查 很是惊奇 开得很快呀 可以准备了 糖水呢 我去拿 虽然家里有妈妈丫头 但是文外婆还是很积极地 想为家里头干点啥 不过 主要还是想看看石头这人 怎么样了 产房进进出出 换水的妈妈丫头多了起来 石头更是紧张地 扭着冠木卿的手臂不放 没有跟进产房的冠衣奴 看得直替冠木卿 觉得手疼 石头见外婆出来了 忙冲上前问 怎么样了 要糖水 快了 你再忍忍 文外婆看石头这情形 感觉比佛宝佑还要差些 脸色惨白 额头上都是汗 一说要糖水 关木卿便让丫头把煎好的糖水给文外婆 还有些烫 吃的时候小心血 文外婆点了点头 才想走 便想起佛宝佑先前说的呼吸法 于是对石头说 你瞧好啊 你媳妇说这是你娘教的呼吸法 说是这么呼吸 能让人镇静 看好我给你演示一下 于是文外婆开始演示起生娃呼吸法 石头也很认真地学习了下 关木卿不知道为啥 也跟着学了学了两遍 行了 你就这么着呼吸 不要紧张 罗婆子说你媳妇状态挺好 孩子位置也是好的 你自己管好自己 别添乱 说完 便端着生汤走了 石头站在窗边 听着自家媳妇 越来越紧张高亢的叫喊声 他就默念着深吸一口气 接着哈气可以前吐四次 接着一次吐出所有的气 不知道反复了多少次 就听一声尖叫 他脑子一片空白 大腿控制着整个人 直接冲进了产房 什么呼吸 什么误会 去他娘的 他只想知道 自己媳妇到底怎么了 关木卿 看着他这般 这回是故意没去拦他 当石头踏进产房的那一刻 就听到一声响亮的 啼哭声响起 接着是产婆抱平安的声音 然后是嘈杂的人声 和闻外婆的骂声 再然后石头只觉 心中的一口气终于放下了 人一软 就倒在了地上 人是不知 见石头就这么倒在了产房门口 才生产完的佛宝佑 想要只起身来看 陪婷把它按在床上 你别管这些 你只管好你自己 然后让人 把那间的帘子赶紧落下来 闻外婆这才走了出去 路过石头的时候 还叹了口气 他喊来了 在外头没法进来的关木卿 你石头割晕了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能不能把它弄出去 金大夫还在前头吧 让金大夫给你石头割 看看吧 关木卿说不介意 进门前还是冲里头喊了声 得罪了 然后进屋扛起了石头 往前头找金大夫去了 陪婷见人都走了 才好笑道 自家闺女还没看上一眼 就晕了 你家这个相公 也是绝了 哈哈 她就是担心我 佛保佑倒也不怪 自家那个只会添乱 闻外婆见佛保佑生产顺利 也挺为她高兴 你这胎生的也算顺利 这孩子我看了 眉眼倒是跟春鸭挺像 啊 佛保佑一惊 那当家的可能还得晕上一回啊 怎么说 裴婷多嘴一问 怕孩子像姑姑 坑挖太多 咱们来不及田 孩子抱来我再瞧瞧 佛保佑轻声说道 罗产婆把孩子擦洗了下 这才抱给佛保佑瞧 佛保佑越瞧越觉得 这眉眼的确有点像春鸭 忍不住又笑 当家的怎么办哟 行了 别管你家那当家的了 让产婆给你换了褥子 你好好休息休息 赶紧闭眼 裴婷的话 佛保佑向来肯听 自己也是累得厉害了 便闭上了眼 歪头睡了 也不知道做了什么梦 嘴角都挂着满满的笑意 佛保佑睡了 闻外婆听官木青说 三元村的信已经去报了 但是今晚可能赶不过来 家里头因为有方婶子 几个妈妈都经验丰富 佛保佑又想自己亲为孩子 所以也没请如母 闻外婆便主动留下 说等蔡奶奶来了她再走 把人交给老徐家的正经人 她才放心 这般安排 官木青自然同意 好在还有外婆在府城 不然她都不知道 自己到底该怎么插手 这未来大嫂生孩子的事 说到石头 闻外婆就想起金大夫来了 金大夫还在吧 我去谢谢人家 石头给她添麻烦了 外孙媳妇生孩子 晕的是外孙 这事还得让金大夫给隐瞒隐瞒 不然到时候 这掌柜可得被人笑死 大哥已经醒了 金大夫正说要走 外婆您慢来 我去门口拦上一拦 说完 官木青便大步往前头跑去 闻外婆应了声围 跟在后头 也往前头去了 赶到前院 正好金大夫才跨出大门 恰巧被官木青拦了下来 闻外婆上前 就笑呵呵地 让金大夫进门说话 金大夫一进门 闻外婆便道 谢谢金大夫今日给我大外孙诊治 您这医术 我可听我闺女夸不知道几次 果然高超 金大夫也很客气 作一道 谢谢老太太夸奖 不过要说起来 我还得谢谢您呢 我从张大夫那儿也学到不少 这都是您教得好啊 嗯 闻外婆有点听不懂 女儿的医术与她合肝 不过她转念一想 这话好像也对 春鸭不是老跟她说 子不教父之过吗 兰儿她爹全府城都知道 就那样了 所以金大夫觉得兰儿能这么勤学好问 都是她督促的 倒也说得过去 不过 这个事儿吧 主要还是兰儿自己开窍了 于是闻外婆笑道 我能教的 也不过只是些皮毛 主要还是金大夫带徒弟带的好 我今天留意留您呢 主要是想说 我这女儿家的事儿 哦 我懂我懂 您家的事儿绝对不会说 您一家我知道 都低调的很 这些我都懂 您放心 您家的事儿 我一个字都不会往外说的 要说起来 一直以来 其实金大夫并不是很相信 张兰说自己的本事 是从他娘那儿学来的 要这闻外婆真有这本事 张家为啥还过成那样 可今天见闻外婆来了之后 佛保佑生孩子 那叫一个干脆利索呀 就不由得他不信 这闻外婆 一定是个不出事的妇科圣手 人家不愿意出名 那肯定有人家的道理 一般来说 越是高手 越是奇奇怪怪的规矩多 他也不想知道太多 所谓知道越多 死得越快 做大夫医术怎么样先不论 首先得学会闭嘴 再说 他这不还拿着 人际堂的月缝呢吗 可不得帮人家 把秘密给保守住 下定决心 不会多说一个字的金大夫 就这么抿嘴匆匆跑了 闻外婆很郁闷地 看向一旁 更是一脸茫然的关木青 金大夫 是不是对咱们有啥误会呀 我这都还没说啥事呢 可能关木青只能靠猜测 金大夫遇到的事比较多吧 是吗 闻外婆看着金大夫的背影 总觉得好像有点啥误会 是吧 关木青觉得 哪怕有误会 也就让这事就这么过去吧 不过两人看着看着 远处就来了辆马车 是几个头回家了 这还没到家门口呢 铁头就已经伸出了半把身子喊 外婆 我大嫂生了个啥 生个娃 生了个啥 关小哥 你先让这几个皮猴子唤喜下 他们一会儿定要看嘛 一天下来 脏的都没人样了 我先去进去内院了 关木青也不用成亲 就成了这家的议员了 这让她倒是觉得还挺高兴 带着春鸭赶回府城 已是凌晨时分 原是可以早些到的 可春鸭想着 这回离开佩峰 也得好几天才得空回去 所以春鸭索性把这些日子要干的事 都交代了清楚 顺便把自己记得住的那些烟泡菜 辣白菜的方子 都写给了招弟 招弟拿着方子简直要哭 他不识字啊 不过不识字不怕 康家表哥和大牛都是识字的 虽然大牛识字量有限 但是也不妨碍她交老婆啊 春鸭建议他们 各交个婆 免得到时候赚个大钱 银票都认不清 上头写的多少钱 这柄一话 三位大哥都表示 一天都不带耽搁的 今晚就开始教自家媳妇识字 不用从三百千开始学 直接从一二三开始学 李氏原本明天是要回三原村去的 但是既然佛宝又生娃了 他便直接跟了春鸭往府城赶了 临走还不忘叮嘱盖头 五日后放榜 就能知道你是无债一身轻 还是身背百余两句债了 你自求多福吧 康平之给春鸭他们 点了两盏气死风灯 担心的话再目睹了时间 因为着急调转马车 而把车厢给整个抬起来之后 就再也说不出什么来了 就这么低 春鸭紧赶慢赶 终于在天边露出一丝微光之际 赶到了家里 听闻春鸭回家 关木青第一个迎了出来 赶了一夜路 没有 飞来的 春鸭说完 把自己的小包袱扔给了关木青 然后急匆匆地往内院跑去 别急 关木青拉住了春鸭 才停了哭闹 等会儿再去吧 你不是睡在冬院吗 我家大宝贝 声音这么嘹亮的吗 春鸭停下脚步问道 关木青朝课堂间抬了抬下巴 知道你肯定一刻 等不得要回来的 我边问课边等你呢 哎呀 老人家受不了了 你们慢慢聊 我去后头先把行李放了 放心 我动静会很轻的 小年轻都有圣上赐婚了 家里头人自然不会反对 老婶子还是靠边站吧 李氏说完 便拉了徐英 徐明跑了 说是这两人还没定亲 可不能跟春鸭学坏了 不过 作为一个拥有现代灵魂的人 春鸭是感觉不到 两个人说两句话 有啥能学坏的 婶子的吐槽 她便全然不放在心上 现在她只想知道 她大嫂生了的男娃还是女娃 女娃 我还没看到 不过石头大哥 据说看了一眼就晕了 关木青笑答 春鸭举手就给她来了个爱的暴击 瞎说啥呢 我小只女儿 怎么可能那么难看 可说是这么说 她心里也直打鼓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长得像打打吧 别说 春鸭这爱的暴击 跟别的女子小泉泉 垂你是不一样的 她是真垂 主要是恋爱才发展到 牵了回小手 这打来打去的戏码还没有过 力度把握的不怎么准确 也算情有可原 不过关木青这人别的没什么 就是抗揍 应接了春鸭一记拳头 还笑眯眯地问春鸭饿不饿 要不要叫厨娘煮碗汤面来 你现在用我家的下人 倒是用得很熟练啊 春鸭觉得自己 好像有点看错人了 这人的皮可比自己想象中要厚多了 哈哈 多谢县主夸奖 关木青就是有本事 把春鸭的调侃 全部吃进肚子里当不要 跟在后头的石金叹了口气 丹燕也叹了口气 石金维他们明明说到汤面了 怎么又扯什么皮后皮薄去了 这要紧吗 青少爷都这样了 还要啥皮呀 丹燕叹气 是因为小姐现在跟关公子这般熟人亲密 回去被秋芬姐姐知道了 不知道会不会怪她没看好小姐呀 她也不是故意的 可每每要上前当大蜡烛 总会被石金钳制住 她这个小戏胳膊小戏腿 根本不是石金的对手 她这么放任小姐 也实属客观条件太过恶劣 不过既然已经知道佛保佑安全生产 春鸭这悬了半夜的心也算是放下了 便跟关木青说让她也去补个觉 自己也去休息下 她还特地吩咐下了人 一会儿小宝宝醒了便来喊她 不过显然 这个小宝宝并不需要下人去提醒任何人 她已经醒了 春鸭才迷迷糊糊躺在床上没多久 就听一声声高亢的婴儿啼哭声响起 她原本还不想爬起来 可心下又想 哎 就是为了看嫂子和大纸鸟来的 这会儿孩子醒了 不爬起来去看看 这赶了半夜的路 是为了啥呀 没办法 为了不枉费自己赶的路 春鸭只能重新爬起来 顶着一张隔夜脸 到了佛保佑和石头房间的门口 她敲了敲门 问道 嫂子 我听宝醒了 我想来看看 方便不 门一下子被拉开了 把春鸭给吓一跳 可她抬眼一看 是自家大哥却忍不住调侃她 醒了 不是说晕 没有 我只是太激动了 石头说着话 就把春鸭给拉了进来 然后继续解释 我就是紧张 紧张的都不行了 就怕他们娘俩出什么事 可一得知娘俩没事 就觉得心里的一根弦 就一下子送了 就摔了一跤 春鸭朝石头笑了笑 大哥说啥就是啥 我大只女儿怎么哭得这么厉害 我能进去瞧瞧不 春鸭快来 别听你大哥胡说了 她就是吓晕了 佛宝佑在里间喊她 进的里间 就见方婶子也在呢 她在佛宝佑床边搭着床铺 专门帮忙哄孩子 这会儿正是方婶子抱着孩子在哄的 而石头则睡在了外间的罗汉榻上 反正帮不帮的上忙两说 手是必须守着这娘俩的 春鸭凑近方婶子 就见那才出生的小宝宝 哭得脸色通红 心下一松 还好还好 不像打打 她转头问方婶 娃是怎么不满意了 方婶子说 要吃奶了才生出来 一个多时辰就得喂一次呢 方婶把孩子给我吧 佛宝佑一晚上喂了四次奶 其实现在都已经有些筋疲力尽了 这会儿她已经调整好了姿势 准备喂奶了 方婶把娃放到了佛宝佑边上 忍不住说 大奶奶 咱们要不就请个如母吧 这样您都没法休息 喂奶这种事春鸭也不方便看 便默默退出了那间 然后站在外头问 大嫂 方婶子说的没错呀 这一晚上得起来四五次 白天晚上的喂 哪里吃得笑 以前家里没钱便也罢了 既然能请得起 你也不用这么辛苦啊 我原想着自己的孩子自己喂 以后母女能亲热些 可这才一晚上 我就体会到了当娘的不义 主要佛宝佑 现在虽然做了主母 可有时候也会觉得 自己福气实在太好了些 便不敢太过招摇 生儿育女在她看来 本就是寻常女子该做的 所以她才想着要亲喂孩子 没想到亲喂的确没那么容易 对于一个刚生产完的女子来说 一晚上几四五次 的确很是磨人 石头也说 是啊 就请一个吧 我主要怕你熬不住 行 当家的做主吧 佛宝佑轻微一夜 就放弃了抵抗 这事儿 现在是家里的头等大事儿 石头便说 一会儿牙行开门了 就找了相熟的牙人 马上问问去 里头佛宝佑正在喂奶 兄弟两人便在外间 讨论起孩子的名字来 石头昨夜也是一夜没睡 这名字倒是想好了 叫徐宝珠 怎么跟个棒棒堂似的 春鸭皱眉道 再生一个叫宝玉 石头不明所以地问道 棒棒堂是啥 不过这会儿说 后头一个还早呢 再等个七八年 等她在预事不慌一点的时候 再说吧 大嫂觉得这名字怎么样 春鸭直接掠过 棒棒堂的问题 冲理兼问 佛宝佑 宝也是个实在人 总比佛宝佑好 这倒是惹得春鸭 忍不住笑了出来 既然大嫂不喜欢佛宝佑 改回本名也没关系啊 是喜欢才会自己 调侃自己的吗 佛宝佑做了半日的娘 说话反倒带了几分娇憨 那既然这两口子 都对名字没什么意义 春鸭自然不好多说什么 她自己都叫春鸭了 还有啥资格说宝珠不好听 不过这名字到底能不能用 还得等爷奶来了再说 毕竟爹娘不在 爷奶最大 赵春鸭的想法 就她爷奶那盖头石头 铁头一路头的水平 可能会嫌弃宝珠太好听 带着孩子吃完奶 方神子就抱着孩子 到外间拍阁 好让佛保佑好好休息 春鸭这才有机会 仔细看看这孩子的长相 其实新生儿 除非长得非常特别的 在春鸭看来 基本都差不多 方神小生说 都说您侄女儿像您呢 像吗 蒙女挠头 这孩子怎么没头发呢 我这两年 这头发多得犹如野草 那是一查一查又一查 这孩子怎么会像我呢 她实在难以判断 这孩子五官到底像谁 石头也慌忙道 不像 哪像 宝珠像 像她娘 这话怎么听上去奇奇怪怪的 春鸭皱眉 大哥 你说话注意下停顿位置 可现在心思 全在女儿身上的石头 根本无暇理睬 春鸭说了啥 方神拍完阁 石头立马说道 方神 我能不能报报她 可以呀 大爷小心些就行 说完 方神就把小孩 安放在了石头的壁弯里 因为现在天气还不冷 所以强保方神 只包了一层薄的 石头因为之前晕了一次 为了防止她在晕 所以之前都没让她抱孩子 这回报 还是父女俩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石头抱着孩子 一动都不敢动 看着僵硬的石头 方神提醒她 大爷可以来回走走 孩子入睡快些 哦哦 石头僵直着上枝 走了两步 又停了下来 会不会颠着她 石头问方神 春鸭实在看不下去了 大哥 我小时候 铁头小时候 你都没报吗 这会儿抱自家女儿 就不会抱了 那你们不一样 石头摇头 宝珠多小啊 我生出来 也不像现在这样啊 春鸭还试图为自己争辩一句 两人说了也没几句 方神便把孩子要了回来 把这两人给轰了出去 说孩子这会儿 看着都有些困了 可不能被他们搅和了 小姐大爷 还是忙更重要的事去吧 带孩子照顾孕妇 有她就行了 徐家的早晨 因为一个小婴儿的加入 比往常又热闹上了几分 几个头因为昨日文外婆 怕他们唧里哗啦的 吵到熟睡的孩子 便只让他们瞧上一眼 就让这几个明日 等娃醒了再来 今日 趁着文外婆在厨房忙活 几个头便捏手捏脚 到了大哥房门前 喊了两声大哥 在不在 咱们进来看宝珠了 没想 大哥从隔壁探出了头 跟他们说道 一起进去 大哥都半个时辰 没看到宝珠了 一会儿看完了 我得出去给你们大只女儿 找荣母去 这爹很卑微呀 关键时刻表现不怎么好 便遭了嫌弃 所以他也想尽快弥补一二 结果门开了 没想里头已经有了个李氏 你们侄女儿睡着了 你们下课再来吧 哇哇哇哇哇 婴儿啼哭声 事实想起 搞得敲门的 开门的多少都有点尴尬 铁头批评李氏 二婶 怎么能骗小孩 曾子余 婴儿非语戏也 婴儿非有之也 待父母而学者也 听父母之教 金子妻之 是教子妻也 母妻子 子儿不信其母 非所以成教也 娘 您不可如此 四头背手 看着自己的老母亲 很是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李氏一头问号冒号 一巴掌拍在小儿子头上 你跟你哥两个 简直要了命了 一个是一点不要读书 一个是掉书袋里头出不来了 能不能好好说话 哎呀 我四头兄弟的意思 就是让您别瞎说 教坏小孩子 二婶儿 就让咱们看看小侄女呗 张家旺昨天 因为在铺子里帮忙 回来没赶上套看孩子 今天无论如何 得瞧瞧心外生女儿 长啥样 铁头说长得像小菊 四头说铁头胡说 明明智嫩可爱 五头说 长得像个面团子 张家旺就很想知道 这娃到底长得像啥 气节的李氏 美好气的赶张家旺 有你啥事啊 你姓徐妈就指女儿了 照理张家旺都十四五了 现在教室在念书 说是先生三年之后 让他下场应试 所以还没打算说亲 要放他们乡下 十五岁孩子都该生了 盖头要不是因为扫忙 一直没扫完 娶了媳妇怕耽误扫忙 这会儿李氏 觉得自己说不定 也能抱上孙子了呢 这么大的人了 有病吧 还跟铁头他们瞎起哄 往后院来干嘛 可张家旺不觉得呀 他早觉得自己 有两套爹娘了 一套是亲爹娘 一套是姑爹姑娘 那石头不就是他亲大哥 反正这人脑子里也是 除了功课 别的都是一碗驼了的汤面 怎么理都理不清的 于是他大言不惭道 石头大哥是我亲表哥 我想看看宝珠也不为过吧 二婶你推胸 武童虽然表达还不怎么利索 说话一急就说不清楚 可他人小啊 挨下身子就要往里头钻 石头也说 二婶 让他们去看看呗 反正孩子都哭了 这样他才能一起混进去嘛 门口机歪个不停 里头孩子哭闹不止 李氏突然知道自己 生了三个为啥就不想生了 原来的确是太吵了 他年纪大了 承受不住这些 直到里头佛宝又喊了一声 行了都进来吧 外头几个头 才捏手捏脚的进去了 好在张家旺还有点人样 只等在门口 说让二婶抱门口看看 自己就不进去了 李氏这会儿倒是多看了张家旺两眼 这玩意儿你别看他屁股大 但是人长得高壮 虽然时不时地冒傻气 但是比他那对爹娘 却要好上不少 进去看宝珠的石头 见女儿哭个不停 便问方神 宝珠会不会是哪儿不舒服啊 怎么老哭 大爷才生出来的孩子 有的是这样的 他就觉得外头跟娘胎里不一样 就容易精整 所以也是不准你们看 主要是得让孩子慢慢适应呢 这孩子才出来 不太能适应新环境这种话 还是在里头休息的佛宝佑 跟方神说的 方神这会儿现学现卖倒是正好 几个头 很有一副原来如此的样子 倒也实相地看了两眼宝珠 便冲李坚喊了声 大嫂 咱们上学去了 便要走 你们吃完早饭再走啊 别带着路上吃 一会儿又给五头吃吐了 佛宝佑坐着月子 还担心着几个头呢 几个头哎的答了 石头也跟佛宝佑说 现在就去找如母 一会儿变回来 张家旺也终于在门口看到了宝珠 她的评价是这样的 倒是有点像春鸭 以后会不会凶得很 才觉得张家旺还算有点人样的理事 忙抱着孩子走了 说了什么魂话 春鸭哪里凶了 宝珠乖啊 以后像你姑就好了 宋财童子 行走的摇钱树 多好啊 别听他们姓张的魂说 哦 乖哦 张家旺 这还不够凶 石头 二神你放过我 此时被张家旺嫌弃太凶的孩子她姑 却正在做着贤妻良母的活 闻外婆给佛宝佑煮了下奶的猪脚黄豆汤 张大夫临行前 特地给了春鸭个食谱 说是等大嫂生了娃 千万记得就照她给的食谱吃 不能大补特补 不然可能非但下不了奶 说明乳腺还会堵住 到时候得乳腺盐 可麻烦了 可外婆也是一片好心 用猪脚汤下奶 也是这儿的习俗 春鸭也不想跟外婆争论 所以外婆准备外婆的的猪脚汤 春鸭准备春鸭的营养餐 以消化 清淡营养为主 闻外婆还问她 咱们准备这么多 你大嫂能弄吃的了呀 能吧 春鸭微笑道 生孩子用了大力气吗 也是 闻外婆点头道 结果两人准备了月子餐 一顿就可以摆了满满一桌 不过满满一桌也不用担心 只要春鸭把外婆支开 理事方婶帮着吃 倒也能吃得完 不过待到下午 徐老汉他们到了 那一桌的月子餐 又得往上叠一层 毕竟 每个妇女同志 都有自己的下奶秘方 原本蔡奶奶还想撤销春鸭 这个啥事不懂 啥事都要掺一脚的 女娃的备餐资格 但是春鸭 把张大夫这大旗给扛了出来 蔡氏只能说 叠一层便叠一层了 可是这两层的月子餐 任凭佛保佑 找来了理事方婶帮忙一起吃 那也是吃不了这么多的 好在石头第二日 就把如母给请来了 这双层月子餐 几个女的 再加上石头 那倒也能解决了 石头请了如母 为保安全 她还亲自跑去如母家接人 顺带看了看 人家家里头是不是干净 生养的孩子是不是健壮 结果看事去看了 满意也挺满意 可一看到人家 这胎生的也是个女娃 才满三个月 因为要去做如母 便断了孩子的奶 改为米糊了 她便索性送了人家 一只才产了子的母羊 说是给那孩子喝养奶 石头本就是穷苦出身 知道能家谋生不易 且她生的也是女儿 所以代入感就特别的强 这如母人家都叫她陶婶 她也不是第一次做如母了 可做如母 东家送羊的 她也是第一次听说 她还小心翼翼地问呢 东家 这羊是抵工钱的吗 不不不 给你家孩子吃奶的 工钱另算 石头慌忙挥手 陶婶这才兴高采烈地 跟着石头去了许家 当春鸭这贫嘴 听说大哥请如母 还给如母家送了一头羊之后 忍不住乐了 女儿吃了人家的奶 大哥就赔给人家养奶 这还得包了吃住发工钱 外加贴上一只羊 也能卖个四五两 大哥 我就问问你 你这人际堂 是怎么没干垮的 再说 你想啊 你把人家小羊糕的娘给买了 那人家小羊糕喝啥呀 你有没有考虑 给人小羊糕再买个 才生了宅的狗娘亲猪娘亲 本来大伙都坐在课堂间 商量明日办洗衫的事 听春鸭这么一说 课堂间里的人哄堂大笑 石头原本觉得自己没什么问题 逻辑很正确呀 可被他们一笑 自己也怀疑起 自己是不是有点傻了 这场大笑的始作俑者还安慰他 大哥 没事 你这套来套去多套几次 你就能明白了 俄罗斯套乳母 棒棒 所以说 石头给人家买了羊 的确人好 心肠好 可这世界上的事 大多也不是用好心肠来解决的 做人做生意 还是得一码归一码的好 若觉得人家小孩可怜 每个月多给上一两百文铜钱 自让他们买羊奶也好 牛奶也好就行了 可石头直接送了人家一只羊 那也是过头了 不过说起来已经做爹了 可实际上 石头按照春鸭穿来的时代算 也不过是个读大学的年纪 年轻嘛 小错没关系 经验多了 慢慢就会好的 每个人都得慢慢成长 能让人一夜长大的事 都不是什么好事 春鸭希望家里的每个孩子 都不必经历这种事 按照地方的习俗 孩子生了第三日 便得办洗衫 徐家老宅因为事多 外家周事也得在家照顾菜头 所以就有野奶和理事代表了 另外三元村来去不方便 配风那里也忙 康大表哥和大表嫂 便代表了徐芳他们 参加了洗三 不过几个头 还有徐芸徐敏都在 裴婷和张家一会儿也会来 外家还请了 收声姥姥罗产婆 主持洗三礼 还置办了热热闹闹 一屋子的东西 春鸭觉得哪怕人没到齐 但是这洗三宴 肯定也会热闹非凡的 见昨日石头去背下的 一桌子的挑起簪子 围盆布 钢炉 小米 金银刻子 花 朵 生儿 豆 锁头 秤砣 小镜子 小米造团 新毛巾 铜茶盘 大葱 姜片 艾叶球 轰龙耳 香竹 前两指码 摊了整整一大桌 菜市择舌不已 回头问春鸭 这洗三 跟咱们乡下不一样哈 我没参加过呀 春鸭耸肩 哦 对也是 菜头办洗三的时候 春鸭还没回呢 菜市才要说 乡下怎么办洗三呢 外头就有小司喊 司徒知府家 送来贺礼 石头连忙去接礼丹 跟来送东西的 司徒家的管家 清说呢 司徒大人也真客气 话还没说完 又听小司喊 卢夫人道 春鸭赶忙迎了出去 就见裴婷带了 整整一袋的礼来 反正大道金像圈金锁片 小道老虎头的小鞋子 小肚东 装了满满一大箱 还说自己没带多少 就都是些小玩意儿 带着裴婷往里走的时候 春鸭就听身后小司喊声 越来越密集 董家送来贺礼 于家送来贺礼 蓝云记送来贺礼 这些都是听过的 更有春鸭没听过的 前家无家万鼎声 送贺礼的人家越来越多 石头手上的礼丹 也越来越厚 前头的客堂间 渐渐堆起了小山 蔡奶奶和徐老汉 站在客堂间的狼言下 看着进进出出的小司 徐老汉说 石头这小子 自小有点胆小多司 原觉得他这辈子 定是要在乡下 种一辈子的了 没想 这会儿倒真成了大掌柜了 只能说是被他爹娘 赶鸭子上架了 不过石头这孩子 不给他来这一招 他就容易畏缩 不过也怪不得他 以前他爹那鬼样子 每天对他们娘 几个不是打就是骂 除了铁头小些还不大懂 其他三个哪个不畏缩 不过你说奇不奇怪 你大儿子居然能做伯爵 家里居然 还能有着门庭若氏的一天 蔡氏越想越觉得 这世上可能真的 有什么神仙鬼怪 老大家可能真的 遇到什么馅了 徐老汉也附和 谁说不是呢 而此时京城里 徐达他们也终于收到了 将军府的消息 说是佛保佑生了的女娃娃 母女平安 顺便一提 三婶生了的男娃 叫菜头 张兰和徐达 本就没有啥重男轻女的想法 只听到母女平安 便觉得高兴不已 可仔细一想 张兰突然想到 咱们这就做了爷爷奶奶了 爷爷奶奶 徐达也这才反应过来 对哦 我居然做爷爷了 我才三十多我就做爷爷了 四舍五入 四十了 张兰不得不提醒徐达 那也才四十啊 徐达好像不太能接受自己 已经成为爷爷这个事情 张兰揉了揉酸胀的眼睛 接着说 接受现实吧 你的确是爷爷了 哎呀 这么说我也是奶奶了 我得给我小孙女 勾两件好看的披风 前头中妈妈才让兰云记 给我们那些毛线 是染了个粉色 好看得很 明天我就去拿了 给我孙女穿的小披肩 穿的肯定好看 前些天 让你给我弄的勾针 找人弄了吗 哎呦 别忘了 对不住对不住 明天就去订 徐达说着话就打起了哈欠 哎 孩子们都不在家 咱们俩就成空巢老人了 这会儿做空巢老人 比以前还惨 以前还有手机微信呢 这会儿飞个鸽子 就得两三天 哎 想想就不太想拼事业了 赚那么多钱 孩子也不在 没啥意思 张兰一边打着毛衣 一边吃笑道 明天又约了 勇一后上哪儿玩去吧 这是为明天 不想去工地兼工作铺垫呢吧 呵呵呵 没有 什么话 那楼皇上都问了好几回了 到底啥时候盖完 工作是去工作 其实不是永义后约徐达 而是吴尚书约了徐达 说是京城哪里 又开了个好酒楼 要跟徐达一起去探探店 吴尚书不算是好吃之人 可是 他不好吃没用 皇上好吃啊 当然 皇上好吃也仅限于几人之道 之前皇帝收到了 春鸭让冯公公八百里 加急送来的黄桃 还特地留徐达下来 明里暗里就是意思 让春鸭下次送黄桃的时候 别就送那么几罐 可以多来点 因为知道皇帝好吃 所以吴尚书听说 有什么新馆子开张 总要去试试 也许会碰到一样 两样敬畏天人的 直接问人家要了食谱 献给皇帝 倒也能落几句好 要问人家 万一不给呢 没这个故事啊 首府只是在皇帝面前耸 哪怕在王孙贵族面前 那说话腰杆虽然不能太直 但也不会太弯的 所以要个菜谱 也是小菜一碟 徐达跟着去 倒也不至于去偷看人家菜谱 因为实在 他们家做菜的路数 跟人家不太一样 看了他们酒楼 也不一定会去做 不过 场上人家做的怎么样 好的 就吸取吸取经验 坏的就自己以后尽量避免 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嘛 主要还有人买单 车接车送 多好 其实张岚也看出来了 家里那位搞事的不在 徐达多少有点提不起精神来 既然有老伙伴约了徐达出门 张岚也不会拦着他交际 他自己天天忙得脚不沾地 也没法多陪徐达 自从皇后被传怀了龙胎之后 他们那扩充了后院的人纪堂 又不够用了 每天排队排的 把隔壁铺子的门面都堵上了 张岚没办法 只能跟隔壁商量了下 出钱给买了下来 所以这人纪堂 就又扩充了一倍 八王爷家 最近还老让张岚去给王妃看诊 起先张岚找了各种借口 婉拒了几次 他就趴去了刺八王爷家 要是王妃就真的在这段时间怀上了 那不是他的事 也肯定算他的了 那这人纪堂是得承包整条街了吗 可婉拒了两三次 八王爷干脆亲自上门了 还特别正式地带了遗仗 把整条街都搞得水泄不通 八王爷一走 好家伙 这都不用看诊 人纪堂再一次被人潮给淹没了 为了防止八王爷再带了遗仗登门 张岚没办法 只能上门给王妃看病 他本来只是想一丝一丝看他算了 并且表示皇后怀孕 真的跟他没有关系 那只是皇上皇后身体好而已 可看着眼前仇子心切的王妃 苍白瘦弱 又觉得不忍心随便敷衍这么个仇子心切的女性 把脉问诊 又问询了王妃的日常 张岚这才觉得 这位贵女的确心思比较重 好生安慰了王妃几句 又嘱咐她 平日少思虑 多吃多冻 慢慢调理 生孩子是早晚的事 又把自己当初遇到裴婷的时候的事 换了人名地名 只说是她娘家那里的一个官太太 给王妃说了 王妃一听那官太太治疗之后 得了龙凤胎 便很是激动 虽然皇后怀孕 徐夫人说是皇后身体好 但是王妃更坚信 一定是徐夫人医术好 再加上王将军的传言 王妃突然就对怀孕生子 充满了信心 所以张大夫现在除了要去人际堂 还得三天两头去王府 除此之外 蓝云记几天一次的真知课 那也必须得去 每天回家 基本都要天黑 洗漱完之后 恨不能爬到床上去 徐达说什么空潮老人 张大夫一点没感觉 他恨只恨自己 为什么明明知道春鸭的提议 总是一坑接一坑 可自己却总是忍不住会同意 唉 恨自己 当然 坑王除了坑别人 坑自己起来 那也是不遗余力的 自从石头的孩子办完了洗衫 春鸭这新任的姑姑 便也没太多的空逗弄孩子了 主要关小哥再过半月就要相试 之后他们就要回京了 可春鸭要填的坑 却还不少 采摘制作完的罐头 得分批发往京城 当然扬州也得留用一部分 既然有了摘星格 智卫摘的买卖 裴婷便打算关了 毕竟那里本来也只是个过渡的地方 于是智卫摘的很多东西 给先搬进摘星格 至于原来智卫摘 春鸭跟裴婷打个招呼 且先留着 这地方 说不定以后他有用 配风献的事 春鸭虽然托付给了康平之 可他趁着人还在扬州 还是得多关心关心 好消息是 盖头这回总算过了县市 扫盲成功 巨额欠债便也不必背负了 趁着好消息 盖头便率先开张了他的羊肉馆 然后二表嫂的布庄 也顺利开张了 春鸭对配风献的进展 除了这配风道府城 实在是路途遥远 太不方便之外 别的道都还挺满意 关于路途遥远这个问题 他还是得请教关木青 阿关 你说咱们大甘朝 有没有财主自己造过关道 关木青被春鸭这个清新脱俗的问题 问得一愣 造关道人家屠傻 当然 一锦还乡造桥修路的人 的确也是有的 可一般就是修个石桥 修条街弄 修关道我倒是没听说过 说完 关木青递给春鸭才包好的橘子 春鸭很顺手地接过来 又掰了一半 给关木青采到 也是 那阿清 你说修一里地的三合土的路 得多少银两 三合土造城墙用的那种 关木青又掰了一囊橘子给春鸭 石金在一旁已经吃了三个了 这两人一个都还在 你给我掰一点 我给你掰一点 看得石金直来气 于是又吃下去一个萧萧火 这不是豆橘子玩吗 一旁的丹燕 小声劝石金 姐姐吃多了上火 石金这才放下第五个橘子 而春鸭此时才刚咽下关木青 给掰的一囊橘子 这两人也不是为了吃橘子 这掰来掰去 只是无意识的互动而已 对 三合土 有时候用在城墙上 用在路基上 也是越用越牢固的 春鸭倒是没想到 这会儿已经有三合土了 关木青点头道 我知道 只用三合土的话 肯定比造城墙便宜 城墙一里九千两 三合土造路 我随便估算下 不一定准啊 差不多三四千两应该够了 府城道配风 二百里 春鸭又问 关道可能不止 所以你这是想重修关道 关木青狐疑地看着春鸭 春鸭摇头 没这个能力 而且交通工具不变 路线不变 也没有意义 关木青心里长虚一口气 知道就好 不然多少跌多少书 都不够给你用的 哈哈 你给我用就行了 说完 又去摸了把关木青的头 春鸭俏皮一摸 关木青又写了一页策论 别的不说 关木青觉得来这一趟 对于读书来说 那的确是挺值得的 策论写得多 师父讲的也多 这写策论的水平 他自己都觉得 提高了不是一心半点 关木青来的时候 根本就想不到 自己会在学家这般勤肯学习 来之前 关静还再三叮嘱他 媳妇得追 但是应试之事 也万万不可怠慢 毕竟春鸭都已经超过他们 老关家好几步了 彼时的他 无论怎么想 也想不到 自己到了扬州 会比在京城 更刻苦上几倍 春鸭因为白天 要忙活各种各样的事 所以关木青一般 要么就是在家中温客 要么就去无名寺找到悬 每日吃过碗时 在外头扑腾了一天的春鸭 便会顶着他那张图的 像鬼一样的脸 来找关木青聊天 说是让关木青 提前几年先适应起来 因为以后 他大概率会隔三差五 就是这鬼样子的 春鸭图的这玩意儿 就是之前让廖师傅 给配的美白面膜 不过因为药味太过复杂 搞得春鸭脸上过敏了 之后也是调整了两次 最终删减到了三味中药 加了珍珠粉才能用 每隔两三日 春鸭便用着美白粉 糊了黄瓜水往脸上刷 他觉得 效果多少还是有点的 这两人日常聊的 也不过就是春鸭 和家里头那些 哥呀嫂啊爷呀奶呀 的田坑速度 大半月下来 家里头该卖的粮食也卖了 棉花收购也告一段落了 累死累活大半年 棉花和粮食 老宅一共赚了三百两 好在蓝云记那里生意不错 外加黄桃罐头 也有两三千两的收益 徐老汉倒也没气哭 菜市倒是直嘀咕 原来地主家的日子 也的确不是怎么特别好过 虽说种粮食 又费力 又不赚钱 但是粮食是根本 尽管赚得少 可菜市和徐老汉都说了 明年还得种 这就不是个钱的事 不但明年要种粮食 还得把今年没雇得上的 芝麻 大豆 高粱 熟米 都给种上 村里人都说 老徐家多少有点脑子不好使 儿子在京城 做了大官也不去 大孙子在府城 做大掌柜也不去 却偏要窝在 他们这村子里种地 要是换了他们家 有这等好事 早跟着儿子享清福去了 种了一辈子的地 还没种够吗 菜市听闻人家背后这般议论 冲出去就是一顿好骂 老娘就爱待在乡下种地 要你们多事 一个个的 要个饭都能饿死 还来指点老娘该干嘛 你们有那本事吗 我叫做为人低调不爱显白 可我大儿子 可是比首府还厉害的人 我大儿上朝的时候 可是站在皇上跟前头一排的人 跟皇上亲着呢 再在咱们家背后议论是非 直接给你们报到皇上跟前去 虽然大伙都说 菜市瞎说 皇上怎么还管人家说闲话 不过碍于康秀才说 他那曾经不争气 现在太争气的大七弟 按官职大小 的确是站在皇上跟前第一排的 大伙便也不怎么敢 再在徐家背后乱脚舍根 燕子娘和胖婶 还安慰李氏周氏他们 说村里人没啥见识 平日里没事做 就爱东家长西家短 大伙不是不计他们的好 就是那嘴 不怎么管得住 要说如今李氏这格局也大了 他笑看三元村风云 嗨 有啥 乡下不就那点东家长西家短的乐子 不过就是我娘脾气不怎么好 你们让村里人别招惹她就是了 万一要真气出好歹了 我那京城大哥大嫂 可都是孝顺人呢 这话自然由燕子娘和胖婶出去 转达了一番 双管齐下 村里头人再怎么眼红 那也不能跟自己身家性命过不去不是 要说村里人吧 心里不得劲的 的确有那么几个 这徐家本是跟他们一样的泥腿子出身 可这四年多的光景一混 徐家居然跟村里人天差地别起来了 若是这家人家搬去京城或者府城了 便也罢了 可这马车日日 进进出出的都在眼前晃悠 说不掩热 那都是假的 可要说有啥坏心思 那村里人倒也不至于 好歹老徐家还救过他们的命 他们记还是记得的 就是人心复杂 想法自然也不可能那么的一面倒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老徐家在三元村过得风生水起 蔡氏也因此常常耳提面命儿子媳妇 可别把时常围在他们旁边的人想得过于好 该拒绝的时候就得断然拒绝 绝对不能烂好心 徐老汉只觉得 自家老七这话在内涵自己 于是便给自己弄了个老丝 就是王老三 这人从他们老徐家穷苦的时候就跟他们要好 这会儿两家还成了远亲 自然信得过 所以每当徐老汉被村里人吃馋的时候 他就让王老三给挡一挡 自己便可以直接溜至大吉了 另外 佩峰献春鸭泪溜自己玩的庄子 因为万人义预定了一批辣椒酱 倒是赚了一千两 但是粮是什么的 收上来卖的两三百两银子 工钱一付 表哥表嫂表姐夫们的奖金一发 直接就付了 因为秋收特地回了趟佩峰的春鸭 对这事倒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触 他早就知道 种粮不赚钱 想要种粮赚大钱 那得像人家董家陪家 几万亩几万亩的种才行 不过人家董家陪家 也不是光靠种粮食起家的 主要还是得瞅准时机 找对路子做了买卖 才能稳住财富 可大表哥二表哥不这么觉得呀 他们就恨不能心痛地抱住自己 忙忙叨叨种了大半年的粮食 要是因为还有辣椒 差点就倒贴了 大表哥觉得很受伤啊 不过春鸭也安慰他 主要咱们这农产品 没有身家工 想要东西卖钱多 还是得靠身家工 啥意思 身家工啥意思 大表哥觉得自己有点危险 可是还是忍不住要问 就是番薯变粉条子 原本一百文买一蛋 但是变成粉条子了 十文钱买一把 盛世就赚得多了 更别提咱们自己 臭豆腐铺子里头 还卖十文钱一碗呢 一把能煮三四碗 那盛世赚得更多了 还有像我表姐 他们做的泡菜 原本白菜两文钱一斤 加工好了 二十文一颗 盛世也能卖贵了 你看昨天我表姐 拿去大表嫂的十四里卖 盛世卖得还挺好 半天就卖了二十颗 另外那辣椒 虽然外头没卖的 但是制作好了再往外卖 哪怕是批发给万人意的 也能卖上不错的价钱 所以表哥干农业 得转变下思路嘛 想赚钱得卖产品才行 春鸭说完 康平之才觉得 钱头有个自己挖的深坑 他现在不跳 恐怕也不行了 不过表妹说的对呀 种出来的东西 就得加工了卖 可是那些牲畜呢 问完 康平之就觉得 盈盈有些不妥 春鸭的回答立马来了 还不简单 我以前卖过炸鸡的方子 那时候我跟我娘 才养了半年的鸡仔 就能杀了卖呢 喂一只鸡 咱们现在那么多糠啊 菜啊的 几乎都不用成本 咱们那时候在市集上 就卖五十文一只呢 现在也按五十文卖 除去人工啊 折损啊 油盐调料啊 你只赚四十文 是不是没问题 到时候再养了羊 就算每天杀一只 半只给盖头卖热气羊肉 半只就卖烤羊肉串 热气羊肉上午卖 羊肉串下午晚上卖 无缝衔接 炸鸡的方子 烤肉串的调料 到时候我再给表哥写一个 你跟你的助手能合计合计 找个信得过的人负责就行了 但是所有的方子 表哥可得放好了 这是咱们铺子开下去的关键 到时候炸鸡和烤羊肉串 就开在那个还空着的店铺里 鸡杀下来的下水 也能做了烤串 烤鸡干 烤鸡心 烤鸡针 你试试 撒上我蜜汁烧烤料 保证好吃到 想骂人 原本还站在旁边 听着话的康剑芝 此时已经默默退下了 他知道 他的大哥又上当了 深加工不深加工 他不怎么很懂 但是他知道 这一定又是深坑 这庄子不应该叫木春庄啊 这庄子应该叫深坑之家 不过任命的康平芝 此时已经知道 春鸭不卖番薯的用意了 虽然知道后头的事 可能比种田还不简单 可谁让他拿了表妹 一百两的银票呢 以前听说人家庄头 一年能拿三四十两的年缝 他就觉得挺多的了 没想自己现在 除了每年一百多两的年缝 每年还能拿上一百两的分包 一般地主家也没他拿得多呢 关键是 这表妹也不怕他们亏钱 只鼓励他们大胆干 他们只要敢想 表妹就敢掏钱 让他们干 人家种地就是为了赚钱 他家表妹不是 表妹搞个庄子 就是为了热闹 所以即便觉得 自己再一次踩了坑 康平芝还是点头说 一定好好筹备 那听上去就挺香的铺子 安排完自家庄子里的事之后 春鸭又去找了蒋县令 怂恿她以配风县的名义 再搞两个官船 专门往返于京城和配风之间 想要富 先修路 修高速太贵 暂时谁都没这个实力 那就先把水路干起来吧 虽然水路航行 速度还比不得路路快 但是胜在船只的载货能力 比马车可要多多了 蒋县令都猛圈了 县主啊 不是我不想买船啊 实在是 咱们配风从来就没有过官船啊 咱们也没那么多货要往京城发呀 咱们一个小小的二等线 人家曹运司也不会核准啊 主要是 他们往来京城 运啥呀 人家大宗的货物 都是从扬州走的 他们这小县城 难道还上京城卖菜去不成 可春鸭不这么想 曹运司的事 蒋县令不必担心 我自然会去问明白的 咱们配风没有东西往京城发 是因为咱们以前也没固定的搬船 往来京城啊 但是你想啊 如果咱们把搬船开出来了 临近几线 是不是就不用往扬州送货出去 而是可以从咱们配风直接走了 我呢 已经问过董夫人了 他们本地员也有点运来送去的生意 我在庄子里头 也有些可以往京城发的货 大眼庄那里 也时不时的有东西 要送往京城 咱们三家 基本就能占了一条 中型货船一半的舱位 其实我提这个建议 也不是为了方便自己 主要还是为了配风的将来着想 蒋县令你想想 若咱们配风马头 真好好发展起来了 您这每年的考计 还用筹吗 你也知道 累计三年考核为三优 可是不用再熬年线 直接去府城的 蒋县令说 自己倒也不是为了考计 主要还是为了百姓日子能好过些 那货船部分改成客舱 倒也可以方便人们出行往来 再怎么样 父母官还是得把百姓放第一位 所以虽然县里很穷 但是蒋县令还是咬牙答应 可以拿出两千辆 去订一艘中型船 春鸭大手一挥 说自己和大眼庄 也捐赠一艘中型船给配风线 不过就是以后船资就不给了 直到船资到了他们捐赠的两千两银子之后 再付钱 蒋县令恨只恨自己嘴太快 多喝一口茶 这县主可能两艘船都捐了 可话都说出口了 反悔也不太好 只能点头硬了 说回去如高问问这事 不过这船没个半年 肯定造不好 他让春鸭可不能天天催 县主大人 自然大人大量 万分理解蒋县令这工作的难度 所以当官木卿得知 春鸭已经去府衙 找了曹韵思匹了配风 办官船之事之后 还是忍不住感叹春鸭的财商 县主大人这生意做得好 自己七百户的税子是一分没吃到 铁进配风线的钱 倒是没有一万也有八千了吧 哈哈 不要这么说嘛官官 我这个是放长线 钓大鱼 知道吧 只要配风成为大干百强线 我这税子 是不是就能收多了 春鸭是很有一番雄心壮志的 不是 官木卿无情地提醒他 作为一个合格的好县主 你定不会胡乱加税的 所以不管配风线发展的怎么样 你的税该是七百两还是七百两 不会多的 啊 那我要做一个黑心县主 给他们科捐杂税全加上 春鸭嚷嚷 官木卿笑着 轻弹了下春鸭的脑门 倒谁是个傻的 若你真是这样的人 此时还忙前忙后个什么劲 你呀 就是嘴巴坏 心地却最是良善 说说都是为了收税 其实就像让配风线繁荣起来 皇上还真是英明 让你做了这配风线的县主 也是老百姓有福了 听官木卿这么夸自己 春鸭捧着个才做完了面膜 一脸黄瓜味的脸怪叫道 哦哦 你别说了 听你这么夸我 我都不好意思了 这又有什么不好意思 我说的都是实话 官木卿说完 还给春鸭递了碗包好了的石榴 春鸭很自然地接过来 也不好意思再听官木卿这么夸自己 主要钢铁侄女吵架可以 但是被夸 却总归觉得有些尴尬 于是他一边一颗颗地捏着石榴吃 一边问官木卿 再有两日便要相试 你准备好了不 需要我帮你做啥吗 我明日不出门了 就在家给你做干粮 你爱吃啥 我给你做 我不挑食 官木卿继续给春鸭包石榴 不过尽量不要味道太大的东西 春鸭忍不住笑出声 我又不是傻子 不会给你带臭豆腐的 一会儿因为带的东西太臭 在害你被主烤官给轰出来 我娘肯定得打死我 就不知道为什么 跟春鸭在一起 官木卿就特别容易觉得愉快 他原本也只是随口说了句 一般参加相试都得注意的事项 没想春鸭却直接想到了臭豆腐 可以想到臭豆腐 官木卿便忍不住想到 春鸭在配风干过的好事 和城里孟大人受过的委屈 于是便跟着春鸭笑了起来 旁边小桌上拿勺子 一大勺一大勺 吃着自己刚包好的石榴的石巾 就觉得少爷现在的笑点 实在让人无法拿捏 他问丹燕 你家小姐 我家青少爷都在笑啥呀 丹燕耸奸 不知道啊 我不懂这些的 他反正只管两位 不要有太过亲密的举动 万一太过亲密 他就会立马飞奔上去扑灭掉 其实这两人 也不是为了某件事而感到高兴 而是现在的两个人 虽然各自奋斗 却又能互相欣赏 互相鼓励 真的再没有比这 更让人为之愉悦的时光的了 带到乡市第一日 几个头都请了半日假 家里能出动的人 都来为官木卿送行 连神龙手不见尾的道玄师傅 都千年难得的 没到饭点就出现了 官木卿背着烤箱 朝来送他的诸人说了声 让他们回家等自己的好消息 便在众人目光的注视下 排队验身进了贡院 虽然送考的时候 官木卿和春鸭都没怎么说上话 主要是几个头的话 实在是多到 连春鸭这碎嘴子都插不进去话 不过 官木卿这回带的干粮 却都是春鸭做的 贡院考棚里头的号房 虽然很是简陋 不过好在官木卿抽的号房 还算不错 所谓的不错 不是那一小间 连腿都伸不直的窝棚有多好 而是那号房离毛侧比较远 有倒霉的抽的号棚 就在毛侧边上 臭不臭的两说 坐在那边上 跟着厕所收费员似的 迎来送往一个考棚的人 真的是很令人分身 待所有人都入了考棚 考官唱名 发卷 每人拿到考卷之后 需得妥善安放 若卷面有所无损 那就直接回家再等三年了 考卷发完之后 每隔几个号房 便有监考人员轮流指手 确保这些号房里的考生 不会交头继二 不过此时考生也不会急着答卷 一般都是 把自己的东西先准备好 因为要考三日 什么被子铺盖 都得带上一些 虽然考场里头是提供 里地方可以生活造饭的 但是因为一来耽误时间 二来很多考生 其实也是做不来饭的 所以很多人都是 带了干粮来的 关木青 自然也是干粮派的 其中之一 昨天一天 春鸭给他烤了点馕 弄了点肉干 煮了点白煮蛋 再做了点葡萄干 黄油曲奇 外加补充能量 与脑力专用的切膏 大肉包子什么的 因为有馅儿 春鸭怕容易坏 到时候吃坏了 肚子可不好了 九月天气虽然已经微凉 但是还是不能冒这个险 什么酸辣粉之类的 吃了刺激肠胃 也都免了 春鸭做的烤囊 虽然没有馅儿 但是顶饿 也没有什么油 哪怕不小心掉在了试卷上 也不太会立刻脏污试卷 这回带的吃食 大多是以不会变质 不会弄脏试卷 为核心准则的 因为春鸭自己是个 吃饭容易掉渣的 漏下巴星人 所以这方面 他还是喜欢有几级人 不过除了吃食 另外的笔墨纸验 考试套餐 春鸭也给关木青备了三套 还有什么毛巾擦汗巾 薄棉被 鞋子袜子 那都是带了的 看着这看似没心没肺 实则心细如发的县主大人 给自己备的东西 关木青自然心中 只觉温暖无比 既然春鸭已经为他准备了那么多 那他自然不能辜负于他 关木青收拾好东西 整理好心情 坐到了案板前 深吸一口气 拿起试卷 慢慢看了起来 要说关木青此人 不在春鸭面前的时候 其实是个挺沉稳冷静的人 考试只要不分神 便能把他人之举 都屏蔽在自己的无感之外 当他看完试卷 开始答题之时 旁边到底在发生些什么 对他来说 都已经听不到了 所以 当他最终放下笔的时候 抬头却见监考人员 已经给他把蜡烛都点上了 此时 关木青才觉得渡饿难忍 找了块春鸭给他做的囊饼 就着自己带来的水 略吃了几口 他便吹灯休息了 他是整个烤棚 第一个睡觉的人 赵关木青的想法 考试就得掌握好节奏 今夜熬得太晚 反倒影响明天的发挥 既然今天自己定下的目标 已经完成 那不管人家甚至还在答题 都不会影响他立刻休息的 经历过春鸭的摧残 他现在已经学会了 如何排空大脑里的一切 然后闭眼入睡了 其实相识三场 最重要的还是第一场金翼 本场以论语 中庸或大学 孟子各一文 各作五言八韵诗一首 令金翼再写四首 三到四书题 每道都要写两百字字以上 四到金翼题 则需要写三百字以上 所谓八股便是如此 这科举考到如今 初题出到此时 已是出无可出 故而经常会有 刁钻的金翼题 出现在卷子上 很多时候 金翼题目会只截取 一小段书中文字为题 没有任何上下文 便让考生作答 往年的卷宗 关木青早早就拿到了 哪怕太子不用科举 但是该学的还是要学的 春鸭也看过 关木青拿到的历届的卷宗 她觉得 这题吧 要让她爹写的话 她爹可能开卷 都不一定找得到 这题目的出处 早起就开始准备整理 腾超昨日写好的 五颜八运式的关木青 想到春鸭这么吐槽 自己的爹 就觉得有趣 脸上不免带出几分笑 对面好房的人 只当这人答题答得都乐了 可自己为啥 还有两道经一题 死活想不出 到底是在哪出现的 完了完了 今年若再考不取个举人 再等三年 可就要四十了 半只脚都要踩进棺材里了 那人稳住神志 劝自己 不要管人家答乐了 还是答哭了 自己管好自己笔下的 答题纸就行了 万不可被毛头小子 弄乱的情绪 因为时间到了第二日 绝大部分的考生 都在埋头苦写 这会儿不写到了 明天状态差了 那就更写不出什么了 当然 考场里也不是完全的安静 也有写不出题的考生 会哀声叹气 更有紧张的一个时辰 跑七八字毛房的 毛房隔壁的侧管号房 被烦的直接举报说 带上了七八字毛测的人 多少有点问题 请监考官员检查下 这事儿还引来了 主考的巡抚大人 他带人彻查了一遍毛测 闹哄哄核查了一场 结果什么都没查到 还闻了一鼻子的味儿 惹得巡抚大人 当场怒斥了举报的 和被举报的 说实在有这种事儿发生 直接交卷走人 不用考了 虽然考棚里头 是不能看热闹的 但是这事儿 多少对各位考生 都有些影响 唯独官木卿 对面号房里的那考生 就觉得 哪怕今天考棚起火了 也不会影响 对面那二傻子 时不时地笑一笑的 他现在基本确定了 一定不是因为考题太简单 那人才笑的 而是因为那人有大病 才会时不时地笑咪咪 看的卷子 能笑 吃个饼子 能笑 换个墨条能笑 连喝口水都能笑 这不是有病还能是啥 当然 当事人官木卿本人 除了觉得自己这嘴略酸了一点之外 对自己长在脸上的微笑 那是无知无觉的 这是春鸭第一次 为他准备好了一切 他只觉吃上春鸭做的饼子 开心 用上春鸭买来的笔 开心 喝上春鸭给装的白开水 也开心 更别提晚上睡的盖毯 还是春鸭给缝的 甚至还在上面给缝了一个衫子 对于这场考试 这个大大咧咧的县主大人 还是挺上心的 其实盖毯上的绣花 春鸭本来想绣上一座山峰的 关木卿字一删吧 可惜 绣了两针就觉得眼睛值打架 干脆嗖嗖嗖绣了一个衫子 这玩意儿也算是独家定制就行了嘛 这日答题 关木卿只觉得自己心情舒畅 下笔如有神 巡抚来查茅厕之类的事 他都可以自动屏蔽 这种打扰 跟心魔的打扰比 真的根本不算什么 三日的考试 其实第二日关木卿 就已经基本答题完毕 再加上 也不用跟人家挤着 一起用造煮饭 时间上面很是充裕 于是他也没有急着 把所有写了草稿的题 都腾露到卷子上 而是又斟酌着修改了几稿 力求在规定的格式内 写出些不一样的东西 八股虽是死的 但是行文风格 却可以是自己的 当天夜间 又是关木卿第一个吹灯睡觉 对面号房的人就知道 这人肯定就是来凑数的 不然哪有像他这么不勤奋的考生 到的第三日上 一大早 关木卿便已经把考题全部打完 到了可以允许提前交卷的时候 他便第一个交卷出了贡院 后头别的号间的考生 到底用什么目光看他 是看傻子一般 还是看天才一般 都与他无关了 不过关木卿出来的实在太早 找到公园外头来接他的人 甚至都还没有到 谁能知道这位大哥 交卷能提前半天交呢 不过关木卿倒也不矫情 背着自己的烤箱 还顺道去张家馄饨铺 给春鸭买了馄饨 张家娘就还问呢 关公子这是去考试啊 这回因为张家旺没有下场 老张家又忙于做生意 本身又是乡下来的 大字虽然勉强认识几个 但是考场到底啥规矩 他们其实是不清楚的 哦 有听张家旺说起 相识考三场 他们就当是三天 一天一场 正好三场了 所以张家娘就问着话 心里也在想 这人还真不愧是他们家 那个要老命的 外甥女的未来夫婿 这要去考场了 还不忘来吃馄饨 一要还要了一刹锅 没想关木卿却回答 没有 才考好 买点馄饨 回去给春鸭当早饭 那我先走了 您忙 说完 便只给了铜板 接端着个小砂锅走了 留下张家舅舅 在铺子里迷茫地 问张家舅母 烤好了 这才吃早饭的时候 这就烤好了 这香市到底是啥时候烤的 难道是昨日半夜里烤的 张家舅母屁股一别 边收拾碗碟 边回道 你管人家烤没烤好 早就让你打听打听清楚 这烤秀才烤举人 到底咋回事 你也不去问 现在反倒来问我 你看 我像知道的人吗 虽然张家舅母说的很有道理 但是张家舅舅为了晚尊 还是凶了张家舅母两句 当然 张家舅母也不甘示弱地 扔了块抹布在张家舅舅脸上 夫妻俩一大早 就因为关木青提前胶卷 大吵了一架 也不知道是为了个甚 不过始作俑者肯定不知道 张家还能因为自己吵架 他此时一门心思 就是赶紧回去 把馄饨给春鸭吃 不然一会儿驮了就不好吃了 急着回去献馄饨的关木青 和带了两个跟班 喊了高桶赶车 正准备出门 去接关木青的春鸭 在徐家门口会合了 虽然春鸭连穿越都穿过了 说起来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但是端着魂吞回家的考生 他倒也是第一次见 所以看到关木青的第一句话 他不免要问 大哥你这是破罐破摔了 还是天赋一禀 文曲新现世啊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高桶心惊不已 只当是关木青为了美色 想错 重来 嗯 为了特别的县主 连科举都顾不上了 他心中很想喊醒关少爷 可 他只是将军府守卫 也没资格对将军夫人 唯一的弟弟提出什么质疑 只能猛难叹气 关木青却也不答 只反问 你说呢 说完便跨过了门槛 转头又喊春鸭 快别愣着了 给你买了馄饨 赶紧来吃 可我吃过早点了呀 春鸭边说 边跟着关木青进了门 石金拉了一把春鸭的袖子 小声说 春鸭小姐吃两个 好歹也是青少爷的一番心意 你吃不完的 我帮你吃 石金想吃 赶紧去拿碗 一刹锅呢 关木青走到了饭厅 把砂锅往桌子上一放 哎 石金回大声嘹亮 拉着丹燕就往厨房去了 高童一叠声说 马车还没停 马还没有喂 鸽子龙里头 也不知道有没有京城来的信 然后便匆匆忙忙地逃了 虽然丹燕不想去 可他哪里经得起石金的拉 石金轻轻一拉 丹燕便跌跌撞撞地 不得不跟着石金走了 此时老徐家该上工的上工 该上学的上学去了 坐月子的佛保佑 那也是只能待在内院 不能出了房门的 所以此刻的前院 除了正在院子里打扫 两个小丫头 就只剩下了春鸭和关木青两人 春鸭问关木青 卷子很简单吗 你这么早就回来了 不难 关木青摇头 春老母亲又问 那你检查了吗 那京义我看以前的卷子 陷阱可不少 你不检查一会儿再掉坑里 看着春鸭这般 关木青的嘴角又开始发酸 他忍不住动手 轻拍了下春鸭那圆滚滚的脑袋 没掉坑里 春夫子 没掉坑里就行 不过说话归说话 别碰我脑袋呀 这头发可为难死丹艳了 人给我输了小半个时辰 才把我的头发驯服的 你说我这头发可真是 原先头发少 我就怕再给我整秃喽 现在这头发却愈发地向我跌了 我就怕那扎头发的绳子 受不了压力崩了 你可千万别再动我的头发了 春鸭说完 还小心翼翼地捋了一下发际线 就怕旁边的小头发再散下来 对于这家伙 关木青也是无可奈何 前头还在问考试的是 后头就说自己的头发了 可见春鸭这般 他又忍不住要逗他 头发不能碰 关木青鬼使神拆般地 伸手刮了下春鸭的鼻子 知道了 小祖宗 此时捧着碗的丹艳和石金 正走到门口 丹艳经的下巴都要掉下来 还是石金镇定地 帮他把下巴缓缓合上 然后小声安慰道 行了 咱们只管吃咱们的馄饨 别的就当啥都看不到 别为难自己 哦 春鸭小姐跟青少爷 都被皇上赐婚了 丹艳到底有啥好想不通的 石金真是不明白 一个是将军府的少爷 一个是自家的小姐 丹艳也实在没勇气 批评这两位 只能眼不见为敬 硬着头皮给春鸭和关木青 各成了碗馄饨 然后跟石金一起 捧着砂锅往厨房去了 反正见到了也阻止不了 秋芬姐姐 是我负了你 可我也没办法 丹艳内心的哀嚎 并无人知晓 两位主角更是不知道 丹艳的纠结 春鸭还问了关木青 考场里头的趣事 毕竟他高考的时候 曾经目睹过 有同学因为太过紧张 而疯狂出汗 吓得老师拿着扇子 专门就坐在他旁边 给他扇扇子的真实事件 所以他就特别好奇 古代的考场里头 会不会也有这种人 考场能有什么趣事 关木青搜长瓜度 好不容易想起 巡抚大人来查测的事 虽然他觉得这也没什么 但是也不妨碍 他添油加醋地说上一回 倒也博得春鸭笑了一场 不过相视第一场考完了 紧接着第二日 又得进宫院考第二场 关木青也不敢太多耽搁 带着去考场外头 等了半天没等出来人 而骂骂咧咧的大师傅 去了自己房间 在论论下一场 要考的内容 虽然第二场考的是五金一道 并照 判 屌 告一道 相对简单 但是关木青也不想太过松懈 虽然他不必明镇抱佛脚 但是保持一种紧张的状态 也是有必要的 对于虔诚之事 春鸭倒也不会瞎胡搞 只让关木青安心去温宫课 自己则给关木青 准备起后三日要用的干粮 补充下学习用品什么的 几个头下课 虽然很好奇 关木青前几日考的是什么 但是却也知道 此时不便打扰他 很自觉地 连功课都是跑去张家做的 就怕他们做功课的时候 再起了争论 再影响关木青 这个家里头 唯有宝珠 想哭就哭 想闹便闹 丝毫不会给任何人面子 没办法 谁让他是家里唯一的真宝宝呢 且因为那如母桃婶的奶水充足 所以宝珠吃的多长的壮 哭声也是日益嘹亮 要说陶婶那奶 连门外婆都得赞叹一句 可是真厉害 打个喷嚏 衣服关键部位会湿 笑得厉害了 会湿 甚至有时候连抬个手 衣服也会湿 这还是陶婶 在垫了几层金帕的情况下 用春鸭这不正经的人的话说就是 陶婶这产量 也许比奶牛产量还多些 所以任凭宝珠再怎么胃口好 那也是喝不了这么多奶的 为了不浪费 许家还特地让陶婶 把多余的奶装到罐子里 让小厮给送去城外 把奶给了陶婶的小女儿吃 然后陶婶家男人 又把那产奶的羊 又还给了许家 倒也不是陶家男人多高风亮节 而是陶婶有日回家取衣服 跟自家男人说了 以后可得跟许家客气些 他做了三次的奶娘 就没见过这样的人家 那下奶的汤是一碗 一碗又一碗 陶婶这辈子没吃的下奶汤 都在这家补足了 这家家里头 爹爹是京城的大官 比首府还大的那种 女儿还是县主 配封县的县令也得听他的 可怪就怪在 徐家人都好相处 从来不对下人以止气势 都是有事说事 赏罚分明 讲道理得很 哪怕是罚你 也会明明白白告诉你 今日做错了什么事 才受得罚 不会像有的大户人家 底下的人 打了便打了 压根不会跟你解释 是为了什么而挨打 陶婶就想争取 以后不不辱了 也能留在徐家带宝珠小姐 虽然自家小女儿 自己带不成了 好在大的也到了 能看娃的年纪 也放两天假 她也能时常回家看看 主要是徐家月钱 给的比平常人家 还多上两成 且一起照顾宝珠的妈妈都说 月钱都是月月发放 从不拖欠的 所以光靠陶婶的月钱 家里头的吃喝开销便有了 男人做工换的工钱 便可以存下来 给孩子读个书认个字 陶家男人也觉得 自家婆娘说得很对 于是就有了还羊的事 就这么着 那只俄罗斯套羊 便回到了徐家手上 这羊也不知道 是不是跟陶家沾边的关系 那产奶也是厉害了 一只羊的羊奶 几个头吃 足够有余 所以几个头 因为宝珠要请了个乳母 便跟着喝上奶 这其中的奥妙 真是一言难尽 不过这会儿 羊奶不是重点 重点是 春鸭得给关木青 继续准备干粮 原本吧 作为一个穿越人 弄点泡面啥的 好像是穿越的必备技能 可是当春鸭把面 蒸熟炸透之后 就发现 这玩意儿为啥还要泡啊 炸面饼 撒了春鸭排自制辣椒面 干吃明明比泡了的好吃啊 这就相当于 是小熊猫干脆面啊 产业化产业化 必须产业化 这个坑 适合有食品加工经验的人来填 那就选裴婷吧 炸面饼 可干吃 可煮 可泡 其实还挺适合远行的人的 裴家因为现在资产雄厚 商好几乎遍布南北 这东西在他们那儿白 倒是还挺合适的 春鸭决定 明天就去找了裴婷说这事 她这个干姐姐 对搞钱之事 那可是很有兴趣的 虽说春鸭这个钱 可以单单自己一个人赚 但是她太了解自己了 自己就是个东一腔 吸一炮的人 让她开拓市场 绝对没问题 但是助理 财务 可得给她配足了 不然她自己 都能被自己盘死 所以她管创造行业 陪停管实行 这样的搭配 春鸭觉得最适合自己 除了炸面饼 春鸭因为又得了点黄油 便给关木青 做了点黄油小餐包 里头也不能放肉馅 因为怕变质 不过想着素馅不太会变质 春鸭便给小餐包里 还放了红豆馅 吃着甜甜蜜蜜的 甜的咸的都有了 水果另外 还给准备了黄桃罐头 高热量零食 便换成了虎珀桃仁 可这么一来 春鸭又觉得甜食多了 便又烤了点梅干菜小饼 一口一个 好吃又扛饿 其实家里头红薯多得吓死人 做点红薯点心也好 可春鸭又怕在发生 他爹跟他俩叔叔 烤童生的时候 发生的惨事 便也作罢了 这些点心 春鸭准备了整整大半天 当乐了一天 学问的关木青和道玄 走出房门 到了前头的大厨房 看春鸭捣过了啥的时候 也是被满满两大桌的 干粮给震惊了 你这是喂牛啊 牛也吃不下这么多呀 哎 这个是啥 香甜香甜的 好吃 这个又是啥 哎 炸面 不错不错 这梅干菜小饼 也不错呀 多给为师包上点 那香甜香甜的烤馒头 多给点 一会儿给我那哑巴师弟 也来点 道玄这人 做起学问来 正经严格的很 但是一放下纸笔 便又会恢复到 一副棋子的模样 哎呀 吃便吃了 怎的还拿呢 那黄油小面包里头 用了牛乳 道心师父吃不得 春鸭说着话 已经在赶开他师父的手了 您今日急啥呀 这些都是一山的干粮 您可别拿了 明日我再给您做不就是了 道玄一听 小面包里有黄油 立马乐了 有牛乳我师弟吃不得 那就更得给我多拿几个了 他吃不了 我吃给他看也是一样的吗 哈哈哈哈 哎呀 你个丫头 没良心 我吃你点吃食怎么了 你刚是不是叫 关木青一山了 我天 我受不了了 我要走了 那炸面饼也好吃 也给我装上点 怎么都是素的呀 馅饼没有麻馅饼 吵吵闹闹的大师父 最后拐了半篮子的吃食 说是晚饭便不吃了 他急着回去 把黄油小面包 吃给他师弟看看 饭后 春鸭还帮忙 关木青收拾烤箱 好家伙 那吃食多的 差点塞不下 惹得关木青和石头 直说春鸭 这是当关木青 时去浇油去 第二日 还是高桶赶车 春鸭送烤 关木青是第一个进的烤场 主要别人都要等啊 同个书院互保的 都得等人齐了 才能进烤场 可关木青拿的东西 跟人家不同 人家是秀才秉升五人做饱 关木青是太子手玉 太子太父手术做饱 吴首府手术做饱 他便可以独个来 独个去 只要守了考场规矩便行了 照理说 科举讲究个公平公正 规矩上说几人做饱 便必须几人做饱 问题是 大干还有条条例 就是特殊人才 经内阁或圣上核准 也可以入考场考试 当然 前提是 考生本身得符合报考条件 吴首府 代表内阁 太子 代表皇上 太子太父 代表太学 这玩意儿铁得 简直可以直接进汉林院了 这还要查啥 所以跟第一次一样 关木青那考箱 就是例行公事的打开了一下 因为差点合不上 门口检查的人员 差点下跪了 还是关木青这人 脾气好 安慰人家没关系 直接把春鸭准备的干粮 给滴溜在了手上 跟着考官进了考场 然后依旧跟第一次一样 抽了个签 考官问关木青 上次考试那号件觉得如何 关木青点头说还不错 于是他 还是抽到了之前的那件号件 虽说作弊肯定不行 但不让人家做毛测收费员 倒也不算啥问题 外头 等着验身的学子 当然也不是吃素的 见关木青居然可以一个人进去 便有人嘲嚷起来 说那人为智了 门口负责守卫的便说 你有太子手谕 这会儿也能进去了 来吧 这位学子 边上有知道真相的群众 便拉了嘲嚷的几个说 前头一场也有人责问过 可人家那手谕啥的 巡抚大人都说都是真的 怎么你们还不知道 可他是个傻子啊 上一场坐在关木青对面的那个人 今日认得真真的 这傻子 何德何能 能得到太子的手谕 你才是傻子吧 知道真相群众说 人家是超一品 辅国将军王将军的七弟 太子士读 哪怕不考学 就已经是七品精官了 他就是咱们扬州出去的呀 这你都不知道 其实知道真相的群众 也是上一场 等在考场外才知道的 那心理活动很多的老考生 心理防线崩塌了 为啥呢 因为他以为对面的是个傻子 没想到 傻子原来真的是自己 老考生的心理 本就脆弱 虽然他拼命安慰自己 没事没事 就是看错人而已 但是依旧还是会觉得 玩犊子了 人看错了 说不定题也看错了 这么想来 果然感觉第一场写得很势不顺 果然玩犊子了 而此时已经吃上小面包的 关木青 自己都不知道 他还莫名其妙 让人崩溃了一把 第二场考试 相较于第一场要简单不少 关木青答得甚是轻松 又应待的吃食实在不少 所以吃的任务也挺重的 每每写上一阵 他便要收了卷子 妥善放好之后 就开始认认真真的吃起东西来 那炸面饼 他也不去煮泡 因为春鸭说 干嚼巴着吃最香 他便觉得 的确干嚼巴着好吃 虽然这是第二回 吃上用上春鸭 给准备的东西了 关木青好歹比前头一次 笑得收敛了些 可是每每开始吃干粮 便又会想起 这些都是春鸭头天 专门给自己做的 愉悦之情 抑郁言表 如此这般 这人便开启了 写一个时辰 吃小半个时辰的 吃货直播之旅 他是吃完面包吃罐头 吃完罐头吃炸面饼 吃完炸面饼 还得弄两个梅干菜烤饼吃 最后再嚼巴上 几颗琥珀陶人 喝口金鸭花茶 算是结束一轮战斗 照理说 这烤厂里吃东西的人很多呀 可不知道为何 大家都被关木青 这该死的吃播 给深深地吸引了 就 不知道为什么 这人吃东西 也不狼吞虎咽 也不巴鸡嘴 吃得也是不紧不慢 可看着就是觉得很像 烤得金黄松软的馒头 外头卖二十两一罐的黄桃 没见过的炸面 看着就酥松香脆的梅干菜小饼 还有裹了层糖衣 撒了芝麻的核桃 每一样看着就觉得 应该很好吃 对面能看得到 关木青位置的烤生 那是遗留的全部新人一马 好几个还不打算吃饭的 都不得不收了卷子 掏出干面饼子和窝头 就着关木青的 吃播吃上几口 愈发觉得那干面饼子 咽不下去了 连带在关木青他们 这一排煎烤的烤官 都忍不住在关木青号间前头 多住足一会儿 见得烤官看着自己吃东西 也不走 关木青还跟人客气呢 烤官是否要来提个小饼 问完 便扣扣巴巴的 拿出一个梅干菜小饼 放在手心上 跟捧着个牛眼珠子似的 烤官倒也不好 煎烤的时候讨吃食 况且上头都说过了 这号煎里的这位来头可不小 只要不违反烤场大规则 原则上就不要去打扰他 自己这会儿盯着人家吃东西 多少有点过了 便清了清喉咙白手道 你吃你吃 说完便背着手要走 可才走一步 又转头回来问 我就是想问问 您这些吃食 都是哪儿买来的 哦 不是买的 是学生的未婚妻亲手做的 关木青说完 把手掌心里的小饼 吞进了嘴里 还不忘 朝那烤官弯嘴笑了笑 很气呀 干粮没吃到 吃了一嘴狗粮 那烤官只能呵呵笑了两声 然后转头 跟对面那些脚巴饼子窝头 各种看着就不怎么好吃的 干粮的烤生说道 行了 人家吃点东西 有啥好看的 赶紧吃 吃完了赶紧写 别一会儿再写不完 又哭爹喊娘 说完这些 他觉得自己也算是晚尊了 条件反射地舔了下嘴唇 甩了袖子 继续巡查去了 好在关木青脑子还是清楚的 有记得自己是来考试 而不是来浇油的 吃过干粮 便收拾好了东西 净手擦嘴 磨磨提笔 拿出卷子就是血 对面脚巴干粮的几个 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的行动像是被控制了一般 看到关木青又开始答卷 便也赶紧吃完手里干粮的粮食 跟着一起写了起来 又写一个时辰 关木青再次掏出自己的干粮本 吃拨继续 如此往复直至天黑 然后关木青一就是第一个吹灯睡觉的 烤棚里虽然人多 但是人再多 也影响不了他睡觉 反倒是烤棚里头 这些拉拉杂杂的臭男人 让关木青清心寡欲 睡眠异常的好 可关木青睡了 对面号间里的几位 却在暗暗骂娘 为何都是读书人 人家可以吃吃喝喝 写写睡睡这般轻松 而他们跟着那人的节奏 却还要熬着大夜 实际他们根本不知道 在此之前 关木青为了清心寡欲 每日只睡两个时辰 在如今这些不能乱想的日子里 他能干的 也唯有和刻业死磕了 所谓所有的毫不费力 都是因为背后的拼尽全力 虽然关小哥的拼尽全力 只拼了一个来月 但是因为他本来基础就踏实 再加上有大师傅的加持 功课的确也精进不少 所以到了第三日 关木青依旧是第一个出考场的人 春鸭他们这次学乖了 知道这人可能会提前挺多交卷 便等在了外头 关木青见春鸭来接 自是高兴 春鸭却站在车前端向他半日 然后狐疑地说 你这脸怎么看得有点肿 是没睡好吗 一见春鸭就想笑的关木青 忍住了捏一下春鸭那小圆脸的冲动 笑答 若你下次再给我带这么多吃食 我这脸可能还会更肿一些 春鸭小姐带的也不多呀 时经小声嘀咕 春鸭趁机反驳 听到没听到没 时经都说不多 那时经还能吃下小半头羊呢 你怎么不说 关木青说着话 便把烤箱递给了高童 自己则带着春鸭 准备一路散步回去 这脸总不能一直这么肿着 到时候消退不下去 县主大人该嫌弃他了 时经为自己正言 不过高声是不敢高声的 踢着路边的小石子 小声的唧唧咕咕 哪里小半头 就两三盆而已 抬头 却见俩主子都走远了 单燕一面要跟着主子 一面又要等十斤 可给他着急的够呛 俩走远的人 略说了下这场的考试 春鸭其实也不想问的 他觉得这位都是太子试读了 考个举人应该没问题 官官若像盖头似的 读书没人盯 就专看话本子 那太子也会让他趁早滚蛋的吧 所以一路两人说的 反倒是春鸭的事比较多些 春鸭这几日也没闲着 他是准备在桃园边上 干脆造个食品加工厂的 这会食品加工厂 也没啥管道啊 电线啊要铺牌 只要干净卫生 另外再添置点制作 用锅去成器就行了 不过这回春鸭 为了防止自己 再有乱七八糟的念头出来 所以准备多造几个车间 他就准备干脆 把辣椒酱什么的 都放在桃园那里生产的了 牌子还用智慧斋 皇上的匾额 就放在他们食品厂 办公房里头就行了 这玩意儿值不值钱另说 镇宅还是能镇宅的 不过建设厂房 也是需要时间的 桃林里头空出来的七八亩地 全圈起来 准备盖了智慧斋的厂房 石干派裴婷 昨日已经请了匠人来评估过了 因为对地面墙面 所用石料是有要求的 所以造这厂子的物料 也得准备些时日 从现在起算 半年内厂子差不多能造起来 因为用了食材 所用造价也不低 需得两三千两左右才够 不过对于现在的春鸭和裴婷来说 两三千两小意思 两人已经跟才改造完 摘星格的工匠团队说过了 材料被齐了 想到自己才一天没见春鸭 这孩子便又去另开了门生意 这一言不合就要创业的尽头 并关木卿很是汗言 不过他也说 咱们这回回来 你看你干的事业也不少了 你要不要考虑下 在家多休息些日子 毕竟等这边放了榜 咱们就要回京城了 说到这个春鸭一拍脑门 对了 昨日冯公公来说 让咱们跟着神兵营的官船一起回去 不然到时候等放榜了 往京城赶的学子太多 怕咱们跟人家一起一起 没想冯公公倒是挺念旧情 关木卿想着 许是达叔对神兵营的贡献颇大 所以冯公公到底还是会照顾照顾春鸭的 没想春鸭却吃笑道 啥呀 条件是 得给皇上带上五十罐的罐头 这船做的 我可是赤巨资了 到时候我可得多带些行李 不然总觉得亏得慌 不过你说的也是 等你考好了 我大哥说给宝珠办的满月宴 咱们就让人去接了我也奶来 我再多陪陪他们 关木卿点头说 咱们县主到底也是长大了 还知道陪陪老人家了 两人便这么一路走一路说 路过张家馄饨铺的时候 张家舅母见春鸭也在 便招呼两人来吃馄饨 关木卿一路白手 拉着差点喊出 要出臭豆腐的春鸭跑了 这几天只吃不运动 她是真的有点消化不了了 张家舅舅见外甥女被牵着跑了 还不免啰嗦两句 男女瘦瘦不亲 像啥样子 多好啊 张家舅母又不服气了 这个年纪 不就是该定亲说亲的年纪吗 家旺哪儿都好 就是这都半大的小子了 还是孩子新兴 啥时候能说上媳妇 咋说不上 家旺以后 说了给还能找个 秀才家的小娘子 你干嘛 张家舅舅又收到妈不愉快 张家舅母插腰骂道 好啊 说什么家旺要找 秀才家的小娘子 我看你跟后奸的日日 来买馄饨的小寡妇 没来眼去的挺好啊 她买十个馄饨 你给她十二个 你当我不知道 她家死了的那男人 就是个秀才吧 好啊 姓张的 我这就跟娘说去 你就等着一顿揍吧 张家舅舅嘴上 喊着你个婆娘 我怕你不成 实际是牢牢地 拉着舅母的衣袖 死活不让她走 她娘 可是真揍啊 她如今也不中队 也不打卖 日日馄饨面条 臭豆腐的 吃出来的一身的镖 那也经不起她娘的殴打呀 也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气场不合 反正关木卿 每次路过张家舅舅的铺面 她啥都不用干 张家舅舅舅母 就得干上一架 当然 这事儿除了张家舅舅 心里直骂爹 主要骂娘她也不敢 徐家的人是不知道的 两人回到徐家 就见大师傅 已经等在徐家课堂间里了 大师傅见关木卿回来了 只恰着丫头端上来的茶问 怎么样 没给我丢人吧 关木卿行一大理财道 不敢给大师傅丢人 行了 随我来吧 后头策论五题 我都想过了 你来与我变上一遍 道玄说着 就往东元关木卿的房间去了 而关木卿却说 大师傅稍等 咱们先去教场练练腿脚 这几日下来 只觉着关节都快生锈了 原本关木卿也不是像别的秀才般 一门心思只读书的 他是武将家的秀才 每日除了课业 打拳练棍也都是他的功课 他从未曾放下过 这每日都动的人 连着几日不动 自己觉得快要生锈 道玄听关木卿说 要练腿脚 那可真是好家伙 正合他意呀 自从北京回来 他就无聊出个屁 有时实在手痒 可王勋这人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 时不时的就玩消失 他听彪彪说 可能王勋要被皇帝派出去搅倭寇 所以也许 可能大概是在哪个积脚嘎拉 练着体能吧 这事儿吧 王勋倒是在秘密锻炼 就是对手是自家媳妇的那种 没办法呀 这要是跑去搅倭寇 运气好点 搅过三四个月就回来了 运气差点 搅过三四年的 倒也说不定能回 可问题是 这东南沿海的倭寇匪患存在的时间 恨不能比大甘朝存在的时间都长 这会儿他媳妇还没怀上呢 他能怎么办 他只能尽快拨洒下爱的种子 娶小妾啥的 那倒是万万不敢的 别看他老丈人自己小妾 倒也有两三个 可当初迎娶他媳妇的时候 老丈人就明说了 自己女儿不是善妒之人 但是你王勋也别乱来 他女儿可比不得做妾的有心计 要是他敢奈妾 那就休怪我司徒放出我的老妻 来给你死磕 王勋也是再三保证 小妾之类的 要不是老丈人说起 他都没听说过 虽然很虚伪 但是司徒大人听了也挺无心 王勋现在就觉得武将骑马 多少有点伤根基 所以来去军营 都是穿大街 走小弄 一旦从军营里出来 就的的确确没人能找到他了 倒玄也不好找到王勋家去 因为他这人有个坏习惯 就是不怎么爱敲门 老爱翻墙 总之阿弥陀佛 他就再不上王勋家的门了 所以此时正好有人送上来 给大师傅玩 大师傅哪儿还有不答应的 不过一听要去练功 春鸭赶忙敲咪咪的要溜 没想到玄却喊住了他 怎么 咱们练功 你不练 瞧瞧你俩胳膊 跟俩木棍似的 也没点力气 走 站梅花庄去 师傅 站梅花庄 那也不用手啊 春鸭还想挣扎 倒玄大喝一声 那你就给我倒力 站 站 我站 春鸭在绝对的武力之面前 那认怂是很快的 关木青虽然有点舍不得春鸭吃苦 但是他深知自家这县主向来爱惹事 多少学点腿脚功夫 有人揍他的时候 能挡上一两个回合也是好的 挡住了一两回 他便能逃了 打架不行 逃 春鸭是没问题的 于是 关木青也承邀春鸭 一起去动动胳膊动动腿 没办法 春鸭只能烟头搭脑地 跟着两人到了教场 所谓站桩 也分进宫动宫 这些春鸭之前也学过 所以到了教场上 道玄喊了春鸭自己练 自己则跟关木青选了 趁手的棍棒打上了 主要他们老徐家除了棍棒 也的确没别的武器 道玄明显是要比 关木青武力值高上不少的 一边对打 一边还能时不时地踹春鸭一脚 说他站到现在还能站错 关木青见春鸭都被人踹屁股了 自然要上前替春鸭解围 于是打着打着 就成了春鸭和关木青 两人一起围攻道玄一人 可惜 如果道玄的武力值是时 那青春组合的武力值 可能就是6.1 春鸭同学 就是那个点1 三人好一阵乱斗 终于两人被道玄 踢翻在地围结束 虽然失败是注定的 但是春鸭依旧很气 发誓回了京城 就去找个武师好好练练 反正这种事 发过800次了 道玄呵呵两声 根本不想搭理春鸭 拉了关木青回房店里去了 而滚了一身灰的春鸭 也不急着去准备干粮 为了食品卫生安全 他还是得去先洗个澡 结果洗澡出来 文氏就来找了春鸭 说佛宝又让他去订了 满月酒的洗面菜单 等关木青烤完试 满月酒就得办了 实际保住满月 已经过了几日了 不过石头夫妇觉得 还是得等关木青 烤完了再办 这才拖到现在 春鸭一听 要订洗面菜色 那他就最擅长了 便点头跟着文氏 去找了佛保佑 进屋春鸭 就见小侄女儿 已经穿上了张大夫 给制的毛衣 这毛衣 是张岚和徐达 让给冯公公送信的人 捎来的 昨日冯公公来说事的时候 给他们带来了 一大包的东西 里头反正 拉拉杂杂啥都有 不过其中 最令大伙新奇的 就是这小宝宝的羊毛衫 嫂子 怎么样 这羊毛衫不错吧 春鸭看着雪白粉嫩的 小宝珠 穿着粉粉的薄毛衣 很适合身 佛保佑笑答 还是娘聪明 怎么会想到这种法子 你说羊毛线 怎么织出来的衣服 还能拉大变小呢 这世上 怎么还会有这种料子 是啊 关键这羊毛衫贴身 怎么能是这样的呢 闻外婆做了一辈子的衣服 就从来没有见过 哪家衣服 还能拉大缩小的 简直打开了 新世界的大门 你女儿聪明吧 春鸭笑道 这羊毛线 还是咱们在北京的时候 发现的 我娘用两根竹棒子 就能织一件衣服呢 妹子会不会 娘还在这包袱里头 多包了点羊毛线 你教我吧 我学会了 再给保住织一件 佛保佑高兴地说 嗯 会是会 但是我只会之为 今为春鸭挠头不已 觉得今天的自己 就是个废物 好吧 佛保又失望一瞬 又突然高兴了起来 那也行啊 反正我闲得发慌 妹子教我织围巾 我给当家的织一条 这会儿的围巾 都是皮毛的 可他们这不南不北的地方 皮毛的石头 嫌热不太愿意用 但是不带的话 来来往往 起码什么的又冷得很 用这羊毛线 织出这可以拉来拉去的围巾 倒也挺好 那行吧 不过我得先试试 春鸭说着话 就喊丫头拿来了 羊毛线和毛衣针 找了下手感 发现倒是还能记得住 最简单的高地针的织法 这一炫激 可把屋子里的 如母外婆和嫂子 都震惊坏了 只问春鸭 是不是毛衣也是这么织的 春鸭点头答是 闻外婆不有感叹 要说春鸭聪明呢 原来全像蓝二 两根针就能织出件衣服 来来来 春鸭来 赶紧再教教外婆 改天外婆学会了 先给你织两件 我只会织围巾 春鸭再次强调 没事没事 你挑你会的芝麻 咱们总能给攒起来的 佛保佑女工 深受裴婷的影响 很是不错 对这种新奇的 做衣服的法子 更是颇为感兴趣 既然群众热情如此高涨 春鸭便开始教起了 他们高低针打围巾的法子 自己顺便给小官爷打一条 一举两得 何乐不为 于是屋子里的妇女 跟着春鸭这个小姑娘 打起了围巾 不过春鸭也很好奇 为啥明明她娘知道 家里头没人会织毛衣 却还寄了那么多毛线 外加一大把的毛衣真来呢 其实她不知道 张大夫找这些羊毛线 找了整整一个月 问了徐达八百遍 徐达打死不承认 打包的时候随手乱塞 把东西都给不小心寄回了配风 一屋子的妇女 对编织突然充满了兴趣 几人一边编织 一边讨论媳面 春鸭这三脚猫的老师 上课直上到了下人们 来喊开饭了 才发现时间已经晚了 她总觉得 自己好像有件什么事要做 可拍拍脑袋瓜子 又想不起来到底是啥事 直到晚饭的时候 见到了关木青 这才尖叫道 天爷 忘了准备阿珊的干粮 阿珊又是谁 石头皱眉问 是我 关木青虽然也是第一次 听到这小明 但是他觉得应该叫的就是他 春鸭这会儿 却着急忙慌上了 怎么办怎么办 我师父怎么今天没嚷嚷 他人呢 今天是卢通判 给大师父送衣服的日子 关木青回答 卢通判自从道玄回来之后 便又开始了 每月雷打不动的送衣行动 一般跟衣服一起送去的 还会有一桌席面 虽然 卢通判这人 也只是演一个疯子 实际上也算是个正常人 所以送去寺里的席面 都是素席 但是这素做的好 那也是别具一格 味道很不错的 一月吃一次素 道玄倒是还能接受的 所以他今天在晚饭前 就回了无名寺去了 春鸭原来如此一番 稍微扒拉了两口饭 便匆匆要去准备干粮 可关木青却叫住了他 春鸭 蒸点馒头就行 下一场考测论五篇 比较耗时间 你做多了 我可能也没太多时间吃的 第二场最轻松 吃吃血血倒是不要紧 但是第三场的时间最紧 可不能再那么放松了 好的 我明白了 大事情上 春鸭到底也不敢 太过自作主张 第二日 关木青衣就是第一批进场 但是检查的人发现 这位可能上一场烤得不好 这场就带了十多个馒头 十来个煮鸡蛋 还有一些腌菜 这待遇 跟上一场 可是天差地别呀 这位拿了三张 重量级推荐信的富家公子 不会连个举人都考不上吧 不过关木青向来 不会理睬别人的眼光 他只管好他自己就行了 检查的监考人员怎么想 他无所谓 他只知道 这些馒头 都是春鸭做的就行了 三日考试 五篇策论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都是非常大的挑战 但是关木青 曾经一页就能写三篇 所以他求的不是打碗 而是求稳中有突破 此时的策论 不仅仅得结合经学理论 对时事政务发表议论或者见解 而且这发表的见解 最好还是得符合月卷考官的习惯 和平日处理政务的偏好 昨日道玄来找关木青 跟他讨论的 也就是此次来扬州主持考试的 各位考官的各种习惯偏好 这也是为什么 此时寒门难出贵子 阶级难以跨越的原因之一 高阶级的家庭 不用作弊 也能知道金字出卷的是谁 偏好是什么 月卷的是谁 偏好又是什么 知道这些信息 并不算考试作弊 但是这些信息 对于普通阶层的人来说 那是绝对不可能知道的 但是有钱的 可以用钱买信息 有钱的 可以通过历年的各种底报判断 出卷月卷者的偏好 是金字 总不会被埋没 可惜 是银子 总会被养化 没有可以擦亮虔诚的抹布 也算是贵金属的银子 却也只能被扔在角落 被当成一块交叹 好在 官木卿有抹布 而徐家曾经没有 现在却也有了 五题十误册 官木卿答得 依旧得心应手 考试到最后一轮 考生们情绪崩溃的 不止一个两个 而官木卿却依旧淡定的 每日按照自己的节奏 做题休息吃东西 这回坐在官木卿对面的人 倒是运气不错 不用再经历他奇奇怪怪的笑 吃播之类毁人心智的事情 到的第三日 官木卿这次倒没有提前太早交卷 不过哪怕不是提早太多 他也是第一个交卷的 春鸭他们依旧在考场外头等他 这九日考试下来 官木卿别的不说 反正黑眼圈啥的是一点没有 除了贡院依旧精神饱满 见到春鸭还三步两步 跑到他跟前 与他打招呼 旁边接送考生的人 也是不太明白 自家少爷老爷 考了这老些年了 他们等在贡院外头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这么像个正常人 一般出考场的人 倒也是千年难得见一回 当然 官木卿首先就应该感谢 脸并没有雪白粉嫩的县主大人 于是官木卿提议 先去吃一顿 喂牢喂牢春鸭 可春鸭却说不必了 直接拉了这桩牢利 跑去采买过两日 要办满月宴的东西去了 要说采买 春鸭其实只要采买些满月里便行了 别的宴席要用的东西 你不用它采买 贵重些的食材 都是石头列了清单 直接让裴心开在扬州的 培计商号送来的 新鲜的鸡鸭 提前两天 让人去牧春庄拿就是了 不过另外的鱼虾肉 还是得让商户送上门来的 春鸭不免对官木卿感慨 还是这路不好啊 要不是来回太折腾 以后家里头想吃啥都不用买 往佩峰的庄子里拿就是了 瀑桥造路都是大事 耗石耗神跟耗银子 再怎么样 也不能你自己想法子出钱 官木卿就怕春鸭这人 胆大心更粗 到时候为了铺路 再把自己套进去可不行 我虽然常常装傻充愣 但是大哥 我不是真傻 这本就是朝廷的事 放心放心 我就是这么一说 我可能存钱了 行了 跟我走吧 为了庆祝你考完这乡试 本县主今日请你饭粥保障壶 船昨日就订好了 还订了个可好看的歌女唱曲 走吧走吧 这事儿吧 春鸭早响了很久了 无奈人家带歌迹的船访 看是这么小的姑娘来 是万万不愿意接待的 可小些的山板 她又不想坐 觉得没那个味儿 不过春鸭再疯 也知道不能顶着县主的头衔 说我要个漂亮姐姐 给我唱曲听 虽然因为穿越的时候 带了爹娘 让她时不时的 会忘了自己这会儿身处古代 但是她一个人出门的时候 多多少少 还是会记得一点 虽然这个一点 也只是一点 她倒是也试过男扮女装 可扮的公子看着不过十一二 人家老保也不敢接客呀 用老保的话说 一会儿再把公子的嫩家玩坏了 任中母再把他们 传访一把火烧了 倒是她这妈妈得不偿失了 所以去传访听曲喝花酒 是春鸭一直想尝试 去屡次失败的心愿 对于春鸭这种 把自己当幌子的行为 关木青也算是见怪不怪 可是 你个小姑娘家家 怎么对喝花酒这么感兴趣 关木青抱怨归抱怨啊 去还是得跟着春鸭去的 有她跟着去 总比这丫头一会儿不甘心 自己再想了法子 却来得好 有可能我上辈子是个男人吧 春鸭坏笑道 咱们这会儿结拜也还来得及 诱魂说 关木青杨怒道 再说这魂话可得罚你了 臭流氓春鸭还没坏笑 啊 怎么罚 要踹我屁股吗 一或是捏个小脸 春鸭笑嘻嘻地 看着关木青要怎么回答她 这人的心性就是 或十三四 或三四十 很飘忽 嗨嗨可嗨嗨 春鸭这嬉皮笑脸的样子 反倒搞得关木青 被自己的口水呛得不轻 她拉着春鸭上了马车 行了 走吧 一会儿不是还要买满月里去呢吗 见关木青咳嗽咳的耳朵 都红了 春鸭便也不再调笑她 好歹人家才考完出来 也不能搞得她心情太过激动不适 就这么低 一个没谱的 带着一个扔了谱的 在考完乡试的第一时间 跑去保障壶吃花酒去了 这所谓保障壶 其实就是后世说的寿西壶 这会儿 这名还没改呢 春鸭当初刚来扬州的时候 找着寿西壶都找了好一阵 一时没找着 还以为被他们一家三口这么一穿越 把人扬州的寿西壶都给穿没了 那可真是罪过大了 不过好在后来 指手画脚一番问询之后 才终于得知 原来那壶现在就叫保障壶 通着大运河 岸边的亭台楼阁比不上后世那般多 但是自然风光 却更甚后世 高童赶着马车 左边坐了个石巾 右边坐了个丹燕 他被夹在了中间 不怎么敢动 却又不得不硬着头皮赶车 他真的很不懂 为什么呀 考完了乡试 不得回家好好休息吗 怎么还有考完试就跑去听曲儿的呢 多伤身 不对 县主怎么还一起去了呢 想不通 想不通 实在想不通 坐在高童左边的丹燕 却也没觉得 自家小姐要听曲儿有啥奇怪的 毕竟是他们家小姐嘛 做啥都能理解 他只是觉得自己很苦啊 他很想进车厢 就坐在小姐和关少爷中间 这样才不算辜负秋风姐姐的信任 可他又很怕石巾再给她衣服扯坏 便只能苦着一张脸 坐在高童旁边抿嘴听着 小姐在车厢里头到底在干嘛 他们俩到底在笑啥 前头三人 只石巾是高兴的 此时虽然秋风已起 但是却还没到冷的时候 坐在马车前头吹着风 想着春鸭小姐说 一会儿去玩的船上 还订了席面 还有漂亮姑娘会唱曲儿给他们听 石巾就觉得高兴的不行了 催着高童赶紧赶车 这车路过张家点心电的时候 张家舅舅不知道为什么 远远看到马车前头坐着的 高童石巾和丹燕 就赶忙蹲了下了身 躲在了名档灶台的后头 正背对着门口包馄饨的张家舅母 问她坐肾 张家舅舅便打 怕挨揍 张家舅母要转身 张家舅舅扔了竹肉勺 一把把她按住 别看 她刚才分明看到那姓关的小子 撩了下车窗的帘子 不能看不能看 这人会下鼓 不然怎么会被她看上两眼 她就能被自家婆娘挠一次 万万不能多看她 这人有毒 被墙按在椅子上的张家舅母 肩膀被按得生疼 只觉一股气血翻涌 顶着张家舅舅的手印站了起来 她倒要看看 到底是不是那寡妇又来了 张维这货那日是没被她挠够吧 是不是那寡妇来了 张家舅母转过身 却发现路上没有什么特别的人 她能想到自家男人行动 如此反常的原因 也只有那小寡妇了 张家舅舅赶忙白手解释 没有 不是 是刚刚春鸭车子路过 放屁吧你 哪来春鸭的车子 车呢 再说 真是春鸭路过了 你躲啥 张家舅母越想越觉得 这人有问题 不是 是真的春鸭 春鸭接了那关木青 往南边去了 你相信我 为了个小寡妇 连外甥女都不放过 不 是 人 张家舅母越想越气 她决定一会儿就告诉婆母去 不是 你听我说 我虽然的确多给过那寡妇几个馄饨 但是我真的对她 没有任何非分之想 刚才真的是春鸭 你难道还不信我吗 张家舅舅话音刚落 门口就响起一个软糯中 带着苏北独有的爽脆的声音 张家大哥 昨天真是谢谢你了 这一条街 还是你家馄饨最好吃 还麻烦你亲自给我送了一趟 张家婶子也在呀 这砂锅给你们放这儿了呀 这张家舅舅 就是命力缺脑 就是那么的不凑巧 小寡妇这会儿送还砂锅来了 张家舅母也不管是不是在外头 也等不及回报给婆母听了 嗷唠一嗓子 就罩着张家舅舅的面门抓了上去 而春鸭他们 在张家铺子里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却已经登上了游船 听着小曲 吃着小菜 吹着微风 赏那湖光山色去了 听完曲儿 春鸭还拉着关木青 去了趟不远处的大明寺 虽然 无名禅寺 是他送给自家师傅的 但是 就因为这无名寺 是自家师傅做了主持 他就总觉得 那寺不太正宗 死中奥妙 懂得自然懂 所以既然已经到了寿西湖 自然还是得去 人家正经的寺院里烧个香 关木青虽说 重个举人问题不大 但该有的 祈愿一事还是得有啊 没穿来前 春鸭也来过这大明寺 寺中有107塔 供奉着佛家设立 不过那古塔早在唐朝之时 就已经毁坏 他后世看到的 只是当代建筑而已 所以 此时的大明寺 并没有灵旗塔 春鸭望着寺院后头的 一片杂草地 静默不语 他只觉时光在此交错 前程往事 突然历历在目 关木青见春鸭 站立着出神 便问他 怎么了 想什么想得如此出神 一山 若我说 我见过那灵旗塔 你可信 春鸭突然眉头眉脑地 问了一句 虽然关木青稍愣了一下 但也立刻点头道 信的 你是带着千年前的记忆 来找我的吗 所以 千年前的我 也是这般的吗 傻孩子 我是带着几百年后的记忆 来找你的 几百年后 世界并没有你 一想到这个 春鸭不知为何 突然情绪有些低落 没有关木青的自己 多少是有些孤单的 他想 关木青见春鸭 突然眼眶寒泪 便有些手足无措 忙掏出春鸭 送给他的花色不明的帕子 给他擦了擦江落 却被落下来的泪 温生说道 千年前的我是欺负你了吗 好不要脸 春鸭抢下关木青手上的帕子 谁说非要试试与你一起 我之前就是个女强人 只赚钱 不恋爱 那就对了 关木青也有歪理 我记得我千年前是串铜钱 你看 果然试试在一起了 这人难得说些俏皮话 倒是搞笑效果挺好 惹得春鸭一下子 绷不住笑了出来 心中莫名的低落感 一扫而空 拉着关木青说 赶紧得回城去了 不然一会儿 连宝珠的满月礼 都买不到了 连宝珠都要掉出来 天爷呀 青少爷变了呀 变得他都不认识了呀 原本第一次买他的时候 时间都以为青少爷买他是要宰了他吃呢 可如今 前世是个串铜钱这种话都能脱口而出 青少爷到底经历了什么 虽然感觉很懂人情世故 实际上却一点实操经验都没有的时间 是一脑袋的惊叹号 简直了 吓死他了 所以 下次他就得学高通 就等在外头 说是开马车 反正他亦不是青少爷的小丝 二不是春鸭小姐的丫头 该逃还是得逃 直到日落时分 两个游玩和买买买了一天的人 才带着心灵很疲惫的三位下人 回了许家 回到家 几个头压抑了小半个月的热情 顺时爆发了出来 一个个都问关木青这是哪儿去了 怎么才回来 乡市到底烤了些啥呀 在许家等了大半天的道玄 更是气得跳脚 骂关木青这是知道自己不行 不打算去京城参加会试了是吧 直到关木青祭出了一大盒 还带着温度的双麻酥饼 道玄的气才消了那么一丢丢 而始作俑者春鸭 则把大伙的怒气留给了关木青 自己则捧着才买来的满月礼 跑去了佛保佑那里 文外婆因为怕徐家家里没长辈 佛保佑做月子做不好 所以这些日子都是常住徐家的 每日只晚上回去 可刚才有他们铺子里的小帮工来说 说是老板和老板娘两个人 挠得都不行了 让文外婆赶紧回去看看去 所以春鸭跑进门的时候 文外婆正在说着张家舅舅的破事 我那儿子也是个傻的 明知道那小寡妇名声不好 还送什么馄饨 引得家望他娘这般 倒是被人看了笑话 文外婆这是跟佛保佑 小声抱怨着家里两个不省心的 我就怎么了 小寡妇咋回事 春鸭进门就听了一个八卦 便很失来劲 文外婆见识外孙女来了 觉得未婚的女孩还是少听些微妙 可转头又想 知道一点这样事 倒也不是啥坏事 于是她便道 就是咱们铺子不远的后巷里头 有家寡妇 名声本就不怎么好 老爱往人家男掌柜的铺子里凑 这里那里的开点油 内见她来 不就得闭着点吗 你舅舅偏跟个二傻子似的 跟人分外的客气 你舅母就不干了 两人为这事打第二架了 春鸭呀 外婆跟你讲 咱们女子虽然弱 但是为着自己 围着儿女 可不能随便让步啊 外婆我让步让了几十年 硬气一回才知道 世人都是欺软怕硬的 你弱她强 你强她弱 哪怕夫妻之间 也不外乎如此 佛保佑不可置信地 与春鸭对视一眼 她有点迷惑了 这怎么听着 闻外婆倒像是自己的亲外婆 而不是石头的亲外婆 不过春鸭却打着哈哈说 外婆 结亲又不是结仇 夫妻之间嘛 总是你让让我 我让让你 哪有非搞的你死我活的 非得你死我活 那就别成亲 或者成亲了的合理不就行了 宁可别从一个极端 到了另一个极端 您要是跟我外公过不下去 合理可以 可不耐把我外公打死 我替我娘做主了 合理了我娘跟你 我就跟我外公就行了 闻外婆先是呆滞一瞬 然后忍不住打春鸭一下 你个死孩子 怎么还有劝掌辈合理的 听得佛保佑趴在被子上 笑得直喊娘 才把孩子哄睡得逃婶 吓得抱着宝珠跑去了外间 三人笑闹一回 佛保佑和闻外婆 又问了问关木卿 今日考得如何 春鸭只说没问题 举人姥爷做定了 没错 就是这么自信 反正海口夸下去 没考中丢脸的也不是他呀 佛保佑又问 那你们一下午又去哪了 怎么才回来 前头厨娘找了你几回没找着人 哦 对 给宝珠买满月里去了 说完 春鸭便打开了自己带来的小包袱 里头是两个小匣子 跑去喝花酒啥的是打死都不会说的 主仆五人都说好了 谁漏了口风 谁受惩罚 惩罚就是抓起来挠脚地板半个时辰 这是什么 佛保佑问着话 打开了匣子 然后不由地吸了口气 这也太贵重了吧 宝珠配宝珠呀 好看吧 春鸭给宝珠买的是一整套的珍珠首饰 成套的珍珠首饰虽然不算稀奇 但是这一套是粉色的 这在市面上真的非常难得 是他和关木青几乎跑遍了城内大大小小的银楼才找到的 另外小的一盒是一壶男珠 虽然颗粒不算大 但是因为粒粒饱满匀称 所以也非常难得 以后用来镶嵌珠宝首饰 或者单单就这么放着把玩收藏也可以 闻外婆的脑瓜子 在不停地提醒他 这都是心意 钱不钱的不用多问 可他的嘴却想知道 这得花多少钱啊 也不贵 主要爹娘这回没回来 没法照顾大嫂 便只能多给宝珠买好看好玩的 大嫂你别介意呀 爹娘其实很想回来 可是上头 总之他们也有他们的无奈 还望大嫂原谅一二 说是说不贵 但也花了他两千两 不过 自从他们三人去了北京 家里头都是佛保佑 又做嫂子又做娘 的确劳苦功高 春鸭想着无论如何 他也得替爹娘好好谢谢大嫂 一听小姑子这般说 佛保佑连忙摆手 说了什么话 娘把这个家交给我 我好好替他守着家里 是我分内的事 爹娘的不义 咱们都知道 怎么会不谅解 倒是咱们在这享福 爹娘却还在京城吃苦 有时候你大哥跟我说起这事 咱们就觉得实在是不安 闻外婆见佛保佑说着话 就红了眼眶 便打了叉 行了 你才出了月子 可不能哭 既然你爹娘记挂着你们 你们也记挂着爹娘 那就行了 春鸭不是说了吗 总能想到办法 回来一家团聚的 到时候你们再抱头哭一场也行 这会儿可不能哭哦 春鸭忙疯狂点头 他别的不怕 就怕人家哭 还好外婆出手及时 不然他都想出去喊他大哥来了 不过他大哥 估计会加入到自家娘子 哭哭啼啼的队伍中的吧 课堂间里的关木卿 却被几个头缠着 恨不能把这三日的考题 让他再写一遍 也好明天带了去学堂里宣扬宣扬 这得到的第一手资料 这就跟高考似的 本管这题你能不能答 考试结束后拿到第一手的考题 那也是可以聚集不少人气的 少年星星不就是图个 哇哦你好厉害 这都能搞来吗 不过道玄对关木卿 实物册的几题作答倒是挺满意 说是新来的巡抚是个守旧之人 实物册就不能答得太过激进 关木卿写的还算保守 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说到新来的巡抚 关木卿也不由感慨一句 司徒大人之前抗灾救难知识干得不错 力不给的考核也都是上等 前几年评判的事情 扬州府也得了皇上赞赏的 没想倒是在这知府的位置上不动了 皇帝缺钱 蓝云记赚钱 光靠个太监守着可不行 他呀 且有的等呢 等到下一个垫背的出现之前 这司徒老头的四品知府 有的做呢 道玄说完 便转身嚷着 怎么还不开饭 饿死和尚遭雷批呀 你们这家没了佛保佑真真是不行 一塌糊涂啊 一塌糊涂 这么一嚷 方婶便出来到了生欠 说是饭菜早就被妥了 就是看几个少爷都在做学问 不敢打扰 这就传了饭来 关木青难得对吃食提出了一点点小小的要求 方婶 今日若没炖汤 还麻烦给我做碗汤吧 这人吃干粮 吃出了心理障碍 也是可以理解 白日里吃的花酒 人家传访上也没什么汤菜 关木青此时就想喝碗随便什么汤 润润肠子 方婶笑答 春夏小姐早备好了 特地让采买的婆子去找了只六年的母鸡 说是今天给你好好炖了汤补一补 什么母鸡能活六年 道玄也是很好奇了 母鸡能活几年 不在于它 而在于我想什么时候吃它 春夏说着话 就笑一笑地走到了门口 说是这母鸡越老 炖汤越补 清歌不是还得考回事吗 用伤了的脑袋瓜子 总该给它补齐了才能再上考场呀 说完 他还冲关木青乐了一下 这怎么又叫清歌了 慎人得很 一天一个名的你俩也真是够了 行了 老母鸡汤好不好 且得端上来我尝尝 赶紧的 别老瞎白话 一会儿鸡汤凉了 就不好喝了 既然大师傅喊了 方婶自然赶忙安排 可春夏还在找自家小姐妹 问了石头才知道 今日料师傅交流神曲 说是天在冷些 就做不得了 徐敏这几天都得晚些回家 徐英本就说下午要去摘星阁对账 可能账目比较繁杂 所以晚些才能回来 反正都有马车接送 徐英因为要随身带着 文房四宝和账目算盘 所以春夏还很贴心地 给她配了个小丫头 故人也不用担心太多 主要是自从徐达封了绝 他们徐家便有了自己的徽标 这伯爵家的车马出行 也没人赶上前存心找死不是 他们家现在人虽然不算多 可每个人身上的事可不少 且还时不时地 要来回三元村和配风县 所以家里头马车和马匹 还真是不少 春夏都说得搞个马车队队长来了 交通运输队的元老级动物 力宝 现在是石头骑着 这马吧 先天就不怎么好 所以跑不快 很适合石头 而大兔子早就已经开始养老了 春夏说改天得空 把大兔子送去牧春庄 让他好好享受 享受退休生活 虽然小姐妹还没回家 不过开饭还是得开 不然道玄可能得炸毛 虽然多少六位地皇玩下去 那毛都不怎么长 但是那也不妨碍 大师傅无形地怒发冲关 让方婶给徐许敏留了饭 月子餐也安排进了后院 对 没错 他们老徐家 现在就做撒月月子 前头饭厅里头就开了饭 要说这饭菜 那肯定得准备得妥贴呀 毕竟人关木青 可能半月的干粮了 这会儿再怎么样 都得好好给他来一顿 鱼来了整整六种 炒炸炖煮一样不少 春鸭说了 鲤鱼跳龙门 也得来个六六大顺的好彩头 鱼有了 虾肯定也得安排呀 采买的婆子 一早买了新鲜的虾子 从背上剖开 去壳腌制一克 然后放在大油里 炸成了好看的虾球备用 调味用的芥末蛋黄酱 是用鸡蛋加了盐糖 疯狂搅打 慢慢注入芝麻油 打至微微发白 再加上一点醋 再继续搅打融合 最后撒上一点点 芥末子末的粉 最后往炸好的 虾球上那么一裹 也不说好吃到哭吧 但是就是味道新奇 虾球弹嫩 很受小的闷欢喜 这玩意儿 好吃是好吃 就是有点废猪娘 不过大伙最期待的 还是那六年沉的老母鸡汤 毕竟那么老的老母鸡 一般也的确不怎么看得到 炖鸡汤的时候 春鸭还让厨娘 往里头还放了石壶来炖 一大砂锅端上来 上头满满一层机油 看着就补得不行了 道玄自然不跟他们客气 自己先舀上一碗鸡汤 一口下去 烫得直扔勺子 叽叽歪歪说 让春鸭得赔他个嘴 原是那机油封住了汤的热度 哪怕是端上来好一会儿了 这鸡汤还是滚烫的 大师傅这么急性子的人吧 就不适合喝这凉得慢的东西 几个小的看大师傅 都烫得说胡话了 那也是一丝一丝喝了两口 剩下的都留给了 关木青这个 急需汤汤水水之人 于是关木青 关公子 在吃了半月干粮 又喝了一锅六年沉的 老油鸡汤之后 妥妥地半夜拉了肚子 可怜 是有点可怜的 不过好在只是滑肠 所以清空了库存 基本就没事了 到了第二日 大伙吃早食的时候发现 又休息了一晚上之后 反而状态比昨日更差了 只说关木青是天生为考学而生 前阵子没考学 也是熬的眼眶都快抠下去了 进考场小半个月 脸颊都风润了些 可昨日一回家 眼瞅着才风润起来的脸颊 怎么又凹下去了呢 高童倒是想说 青少爷昨晚一晚起夜了七八次 可关木青却不准他说这些 春鸭也是好意 说了反倒让他不安 见关木青如此 小提心春鸭同学又张罗着 要去找只八年的老母鸡来 关木青到底还是抖着腿拦了拦 说是过几日 就要办宝珠的满月宴了 这回不似洗三班只来近亲 所以洗开了二十桌 让春鸭还是得先准备准备这事 春鸭这才放过了老母鸡 也放过了关木青 忙忙叨叨 开始准备起满月宴的事来 五日之后 宝珠满月宴 因为徐达和张罗不在 佛宝佑又被延长治了三个月 虽然他说自己已经能走能跳 一点没妨碍了 但是菜式还是让他尽量休息 外头的事自有他们老爷们儿管着 招待扬州城里的政客豪商 迎来送往的事 都是由石头关木青卢通判几个负责 三元村配风县那头老家来的人 由徐老汉带着两个儿子负责 女客那里 那院招待看来小孩的 由菜奶奶文外婆带着周氏理事负责 而给各位女客安排座位和交际之类的事 就由于夫人和裴婷负责 县主大人则负责厨房的事 毕竟有二十桌宾客 还是挺忙的 得有人主持厨房大局 因徐达自从做了钟永博 徐家就没怎么办过大宴 今日趁着徐达的大孙女满月 但凡七里八拐弯 能跟徐家攀扯上点关系的 便都来了 石头和关木青站在门口迎客 越迎越觉得不对 这宾客怎么来得这般多 关木青深知徐家发出去的请帖 应该是二十桌的人 可算着人头 听着畅理的 这会儿恐怕三十桌都打不住了 关木青皱眉问石头 大哥 你那请帖发出去到底多少数 请帖数肯定是对的 石头已经知道 这事哪出了岔子 可你瞧 李家的带来王家的 陈家的带来钱家的 富家的带来林家的 带来的这些 虽然与我交情都不深 但是进进出出都打过招呼 虽然被带着进来的这些人家 都没派帖子 但是基本都是城里 有点声望的人家 人家带着贺里来 我也不好赶人家出去 这可怎么办 一会儿桌子收定都不够了 你赶紧帮我去问问春鸭 菜有没多准备的 石头说的这事 其实另还有讲究 大伙都知道 徐大掌柜是钟永博长子 但是却做了商户 不能承袭爵位的 若石头真是钟永博柿子 他们这些商户人家 或者品级不怎么高的地方官员 是万万不敢这么随意攀扯的 但是这件事 妙就妙在 徐家地位虽高 但是徐大掌柜个人却身份一般 他就属于人家 结交伯爵府的一个桥梁 所以 今日才会有那么多平日 跟石头有点认识的人 会去央了有帖子的人家 带他们来这宴席 那些人不为别的 就位在徐大掌柜跟前混个眼熟 说是有多大好处 现在看着也不尽然 但是对于商户来说 跟如今府城里头身份 最贵重的人家见面 有点交情 总是好的嘛 送出去给一些铜面首饰 绫罗绸缎 那都不算啥 于是 这源源不断的人 便从府城 或者各个消息灵通的县城里 涌向了徐家 石头甚至还在自家家门口 接待了万人意 关键万人意 非但自己来不说 还带了奖县令 向县城 三人非说是康平之让来的 康平之虽然很想反驳 但是看着蒋县令 那几乎熬白了的头发 又想着自家表妹 非要搞什么班轮 蒋县令这些日子 不得不开始整修县城老码头 他就怎么也开不了口否认 至于万人意 那更是不能多说了 要不是他订了那么多辣椒酱 他哼吃别度重半年凉 差点就把牧春庄 给整亏本了 他也只能抿嘴点头说 是 没错 我就想 是想让老家的人来热闹热闹 石头还有啥说的 便只能里边请呗 而去厨房问事的关木青 只得了忙碌的春鸭的两记白眼 二十桌的人 余亮一般就准备两桌最多了 谁家办喜宴能多准备一半的 三十桌人 只多不少 现在还没开宴 咱们就想想办法 若真等到开宴 那就来急了 关木青也真是替石头别把汗 外头这么多人 别说菜色了 连桌子都没那么多 难道一会儿让人叠起来坐吗 他当下决定 这样你先想想菜色的事 能换小盘都换小盘 我现在就去找桌子去 去问卢通盼去 亭姐姐家大业大桌子多 去他们家借点 若再不够 就去鱼金城家借 他们家人多 一顿晚饭 恨不得开三桌 家里四五张桌子总是有的 一会儿我让郑大叔带人上街 再去买点菜书鸡呀来 快去快去 哎呀 坑人啊 春鸭一边说 一边喊了小丝 去叫郑大叔赶紧来 而关木青则应了声好 匆匆忙忙借桌椅板凳去了 其实 比如说主家级的跳脚 来蹭宴席的人 这会儿心里也忐忑着呢 个个都以为自己脸皮够厚的了 应该没人脸皮比自己还要厚了 可没想到 这做生意能赚上些钱的 做官员能混上点人脉的 那皮是一个比一个厚 望着满院子的人 还没在徐大掌柜面前 混上脸熟的人很纠结 自己到底是走还是不走 走了 今天礼白送 人白来 不走 一会儿开席了真没地方坐 难道坐有帖子的人腿上吗 还有另一批蹊径的 反正就是为了跟徐家混个熟吗 徐大掌柜那儿太忙混不上 就有人趁着被请出去之前 想好歹得在人伯爵柿子眼前 混个眼熟吗 问题是 伯爵家 这男娃大大小小高高爱好几个 他们素来也不太参加交际 几乎没人认得清他们 到底哪个是伯爵柿子来着 有觉得自己聪明地抓了个孩子问 伯爵家的小儿子是哪个 没想抓到的是张家旺 张家旺便说是徐心 然后人家满院子找徐心 可没一个知道徐心在哪 问丫头小思 居然回答不认识徐心 聪明人觉得自己被骗了 还有人看着铁头钻来钻去的挺活络 看着就挺像的柿子 便抓了他问 小弟弟啊 你叫什么名字啊 哦 铁头 铁头如此回答 哦 不是徐心 抓了铁头的人 便很遗憾地放走了铁头 前院闹哄哄 后院也必须热闹啊 大部分来蹭的脸熟的商人 倒也不会带着夫人来 可到底还有些脾翼长后 或者上回就送来贺里的地方官员 就干脆带着自家太太来送贺里 贺里 送在外院 那只会泯灭在茫茫贺里堆里 送到郑主手里 郑主好歹还能看上两眼不是 于是 小宝珠耳朵便不清静了 被夸得简直天上有地下无 还有手剑的 想上去撸孩子小脸 菜市早就在一旁准备好了 哎 看就看 莫动手啊 我大儿媳说了 人身上都有看不见的毒 大人无所谓 可小孩先天还没阻 染上说病就要得病 孩子你们看他得了 别瞎碰 一会碰坏了 我大儿媳找我麻烦 我可得把你们先供出去 来来来 你来 告诉我你家相公是谁 刚听你说是睡客司的是不是 那要上手的夫人连连后退 说 没有不是 老太太您听错了 我那什么先去饭厅了 然后陶也似的走了 宝珠今日倒是落落大方的很 见到谁都格格小 直到一个时辰一到 他到了饭点 却见那些人还不知道自觉退让 这才哇哇哇哇的哭起来 好像在说 你们影响我干饭了 赶紧走吧 于是 蔡氏和文氏便连手把来看孩子的 诸位太太夫人请出了后院 让李氏周氏 带着去了东院拦出来的女客饭厅去了 今日满月宴 因为徐家全来了 所以菜头自然也带着来了 这会儿听宝珠哭了 他一下也来了情绪 哇哇的来了的男女儿重唱 不过哭也没关系 桃水多的就是奶水 两孩子一边分一个 不消一刻 便都吃得睡着了 佛宝佑看着菜头长得壮硕 很是欢喜 问菜氏 奶 菜头名字起好了吗 以后可不能跟他们前几个似的 小名叫到二十岁呀 这个倒是真起好了 蔡奶奶说 早起好了 就叫徐淼 佛宝佑听了直夸好 金木水火土 这是凑齐了 他们家当家的 可能就是这操控金木水火土的老道了 蔡奶奶略意沉思 说道 那妖精只能是春鸭了 惹得屋子里 几个笑得 差点把俩娃娃吵醒 佛宝佑 今日是有福气 因为不需要操办超额一半的满月宴 她只要坐着接受 人家对宝珠的祝福就行了 可怜春鸭 发型也乱了 脾气也大了 看到她大哥来后 除问被菜品的事 拿着菜刀 就要上前理论去 石巾吓得抱住她 不至于不至于 春鸭小姐 咱们把菜楼松点 或者我刚才看到你家舅舅了 实在不够吃 让她给咱们包点馄饨也行啊 春鸭无奈道 我不是去看我大哥 众人皆松一口气 石头千道歉万道歉 实在是对不住妹子 但是人都来了 礼都记了 行了 废话别多说 大哥赶紧统计下 到底要开几桌 咱们这儿冷盆也好重装 马上要开宴了 春鸭说话就把刀放下了 刚刚主要为了 把鸡给改刀改小些 这砍啊砍的 就砍得有些忘我 石头连忙打 三十二桌 春鸭又拎起了砍刀 其实挤挤三十桌也行 石头只想保命 想想这事 也实在不是自家大哥的错 春鸭只能叹气道 行了 知道了 大哥去招待客人吧 不过得先把咱家大门关了 再来人可真招待不了 石头忙硬着好 匆匆走了 很多菜 那都要提前几天预备的 一下子多了那么多人 春鸭只能让郑大叔 再去多买些配菜来 比如粗溜肉段 里头就在扔点广州那边 送来的菠萝罐 搞成菠萝古老肉 好在这回康平之来的时候 给带了最后一筐番茄 之后便拉秧了 这番茄倒是正好用来熬了番茄酱用 二十桌宴席要用的肉段早就要准备好了 现在再准备起来肯定是来不及的 多添点配菜 一盆变两盆 倒是方便快捷 毕竟熬番茄酱 剁拔得稀碎点 一注香的功夫就能熬成了 再有什么虾球之类的 春鸭让郑大叔买了不少老油条 老油条复杂就变成了脆脆的口感 裹上芥末蛋黄酱 再扔点菠萝进去 菠萝油条虾 又是一盆虾球变两盆 总而言之 准备好的主材只要来不及再多加的 就使劲往里头扔配菜 来得及加菜的素菜 或者多杀两只鸡就能搞定的 就添食材就行了 关木青还是个靠谱的小伙子 在开宴前 带着徐家车队 把桌椅板凳全部借齐了 王家原本的宅子里 现在就住了几个看门打扫的下人 关木青从那搬了五套桌椅板凳 另外从卢家也搬来了五套 也不用惊动于家 这便直接就凑齐了 这宴席虽然准备得很紧张 但是好歹还是到了及时便开了宴 人多坐得几时挤了点 不过大伙都不在意 好歹都坐下了 没坐人腿上 更没被请出去不是 于京城还说呢 我记得爵爷才来扬州的时候 咱们第一次去他家吃饭 那时候还在刷布场相呢 咱们也是跟这回似的 一大桌子人坐得可满 觉着定吃了一餐饭 别说吃得还都挺香 惹得略显尴尬的义屋子人哈哈大笑 最后还是如同盼举杯说 觉爷虽然不在 咱们还是祝他在京城一切安好吧 对 司徒大人也举杯道 觉爷好 咱们才能好 祝觉爷一切安好 主要就是觉爷好了 以后自己求他 在皇上面前提个醒儿也便当些 到底他们也是一伙的不是 众人齐齐举杯 摇祝钟永伯一切安好 直到道选举杯喊了声 你们说的都是啥呀 今日是饱珠满月 我就祝徐大掌柜洗得千金了 祝大哥三年爆俩 多多努力呀 关木卿也笑着举杯 于是大伙也跟着祝福起哄 让徐大掌柜多多加油 徐家这么好的世家大族 就得多生孩子 多个孩子多半次满月 生上十个八个的 他们也不愁跟徐家混不熟了 正在皇帝书房里头 跟皇帝解释 为何龙凤楼还没开张的徐达 连打三个喷嚏 皇帝嫌弃不已 这都得了风寒了 还来上什么潮 一会儿再把病气过给朕 朕一会儿还得去看皇后呢 皇后都说了想吃你们家那开水白菜 你那方子呢 回禀皇上 微臣只是鼻子有点痒痒 绝对没有风寒 那方子都在小女那儿 微臣回去马上问问厨娘 还记不记得这菜怎么做的 明日一定送来 现在就去吧 一会儿正让苏九来拿 去吧去吧 皇帝挥了挥手 徐达赶忙告退 回到家 徐达还问正在换衣服 准备换个班上的张大夫呢 今天不知道为啥 老打喷嚏 难道春鸭想我了 春鸭不是飞鸽传书说 今日宝珠伴满月吗 可能偶尔会提起爷爷奶奶吧 唉 宝珠满月都没赶上 希望孩子们能顺利应对 别出什么岔子吧 张岚说着话 就低流上了自己的编织课小篮子 又往蓝云记去了 孩子们办宴席 岔子 到底还是有的 不过也好在一个好哭汉包 十个包 勉勉强强 也算是应对了过去 春鸭在忙忙叨叨一日之后 对自己自己的随机应变能力 给予了极大的肯定 到底还是得靠我这脑瓜子 转起来咕噜噜贼快 不然今天就真的只能靠我就包馄饨度过了 唉 说起我就 人呢 怎么没见到 这么早走了吗 这会儿客人已经散尽 自家人围坐在一起 感叹着 今日真真是要命 文外婆说 早走了 说是回去还能摆个夜市 突然这么勤奋 我反而觉得有点不适应了 我爹咋瞧着 有些怕关大哥呢 见着关大哥来敬酒 就撇了酒杯说去尿尿 敬了三次 跑了三次 这是为啥呀 张家旺 很不解 你爹这脑袋瓜子 也奇奇怪怪的 你不用理解 你只要理解先生 给你讲的经义就行了 文外婆还是能抓重点 张家旺点头 知道 以后我也得考公民 给奶争个告命呢 跟我姑父一般 这等表白长辈的话 铁头怎么会不抢白呢 于是也拍胸脯说考公民 给奶奶争告命 这人估计这会儿 也不怎么闹得明白 自己将来是个啥角色吧 不过告命不告命的不要紧 要紧的是 长辈们看着孩子一个个都挺像回事 皆是高兴 趁着保住满月 就也给每个孩子都发了红包 文外婆也不怕露窃 就说自家虽然条件差点 孩子们一人只给一百文的红包 跟蔡奶奶给的十两银钉子不好比 但是她也盼着小的们 各吃麻麻香 干啥啥成 蔡奶奶推了她老闺蜜一把 说的圣鬼话 长辈刺的 都是她们的福分 跟多少钱有啥关系 两个老闺蜜 虽然财富多少不同 但是要好依旧还是要好 小的们没想 保住满月 自己还能得赏 个个高兴的都不行了 虽然知道大伙的红包都是一样的 但是还是得拿铜板出来数上一番 只有春鸭摊在椅子上 人虽然不动 可那嘴却是不饶人 死活说 今天自己差点累死在厨房 外婆奶奶不给双倍的她 今天就睡在课堂间里了 于是 蔡奶奶和闻外婆 便放下了红包 挽着手走了 爱要不要 徐老汉见俩母老虎走了 这才上前 敲咪咪地从怀里 掏出一个小银钉子 塞给春鸭 拿着 爷爷就给你一个人 别跟你奶说 说完 转身看了眼 身后的徐家男丁们 威胁道 谁敢跟你们奶说 我藏私房钱 明年就分派 十亩地的是一样任务 然后 背着手 哼着 不知道哪听来的小调便走了 几个头跟在爷爷后头 举手保证 绝对不会说 就是春鸭得十两 他们来个一两也行啊 徐发根上去问他 爹 爹 您怎么藏的私房钱 咱们交流交流呗 他急需这方面的技能 唯一掌管家庭财政大权的徐智 这会儿却忍不住凡尔赛 二哥 钱不钱的 不都是夫妻的吗 又何必藏私 此话 收获了一脸的口水 分别来自他爹跟他二哥 这两个苦命的男人 而课堂间里 一笑朝坐在一旁的关木青道 喝酒的钱回来了 前几日喝花酒 春鸭死活要自己买单 结果花了二十两 又嘀咕着说这玩意儿还挺贵 是菜也不怎么好吃了 全也不怎么好听了 爷奶给的红包 这会儿正好补了他喝花酒的酒资 要是爷奶不知道这事 不然可能会直接揍他一顿 不过春鸭没注意到 贪在一旁的还有个石头 石头问 喝啥酒 你还小 还不能贪杯 春鸭眨眨着眼 看着关木青 关木青忍笑道 是我喝酒的钱 说是烤好了 春鸭便请我喝酒 那日喝了两壶秋叶白 花了二十两 虽然石头不咋信 但是他也没力气追究 只说今日还是谢谢妹子了 明日跟嫂子一起谢你 大谢 不过这会儿 大伙还是回去休息去吧 带着厅里头人走光了 春鸭才喊了石金丹燕进来 问他们可曾吃了饭 今日一天 跟着他忙进忙出 也是辛苦了 小姐可别这么说 咱们在厨房帮忙 厨娘都客气得很 咱们早就吃饱了 丹燕连忙摆手 石金也说 厨娘还给烤了几个番薯 好吃得很 春鸭小姐千万不要跟咱们客气 倒是卢夫人和于夫人 我看他们也挺辛苦 卢夫人走的时候 喉咙都哑了 说到这个 春鸭忍不住笑着跟官木青说 石金提起这个 我真是要说一句 婷姐姐不愧是商人世家出身 我就没见过这么能拉生意的 只要看着打扮的体点的 婷姐姐就要上前跟人家 介绍两句摘心格 让冠衣奴寄了人家姓声名水 说是到时候开张大典 给人家寄情帖 让人家来玩玩 我弄好厨房的活迹去的时候 看官一奴都写了一大本的名册了 好家伙 这满月宴合着 是摘心格的揽客大会啊 我以后就跟着婷姐姐混了 指定能赚大钱 小财迷 官木青忍不住笑着 刮了下春鸭的鼻子 怎么就那么喜欢赚钱 一会早点休息 今天你也辛苦了 有钱 可以想干嘛就干嘛 超有钱 就可以想不干嘛就不干嘛 我就想做咸鱼 啥也不干 日日躺着晒太阳 所以现在就要多赚钱 你呢 就负责多读书 考个功名 做个先令支辅啥的 到时候咱们双剑合璧 做山大王可好 官木青除了答应还能说啥 他当即表示 既然春鸭想做咸鱼 那他就只能做多住咸鱼的网了 而此时 石金已经拽着丹燕 默默地退到了屋外 站在外头的高童轻声说道 叫你们别进去吧 唉 失算了 石金懊恼不已 刚才吃的番薯 这会儿好像有点犯酸了 次日一早 石头捧着昨日的李丹 看了几眼 就开始发愣 佛宝又问他 当家的怎么了 单子出错了吗 我现在也吃不准 石头转头 问大管是郑山妇 郑大叔 这记单子是谁记的 东西跟单子都对得上吗 被石头这么一问 郑大叔倒是有些慌了 他赶忙回道 春鸭小姐让大小姐 和康家二爷记得呀 东西咱们都点过了 都对得上的 大妹妹记得 应该是不会错的 就是这也太多了吧 石头拿着李丹 小声嘀咕 佛宝又走到他旁边 拿过李丹一看 忍不住惊呼一声 光线银就有万两 怎么会这么多 是啊 一万两 咱们在三元村的时候 别说一万两了 简单半个满月 也收不了二两银子 一万两 石头心中的感慨 无以言表 只能不停地 重复一万两这个数字 这些钱啊 到时候 咱们都得还回去的 不过 咱们如今做了生意 也不能光守着 人际堂和蓝云记 也是时候多积攒点人脉 想想 有没有别的路子 可以走了 其实 除了想扩展生意 佛宝又 还有另外一个小心思 他们夫妻俩 以后就准备守在 这扬州城里了 等女儿大了 她也不希望女儿远嫁 再加上除了春鸭 家里头还有许阴许敏 还没定亲 趁着这机会 让石头多出去 交际交际 交际多了 哪家好哪家不好的 自然就晓得了 这两个堂妹 佛宝又早就完全 把他们当自己的亲妹妹了 这回李氏还跟她说呢 徐英到马上就要急急了 让她多帮着 寻摸寻摸城里 有什么好人嫁 让徐英嫁回村里 李氏总觉得 是浪费了徐英的人才 徐老大家的三个孩子 最早懂人事的 就是石头 所以 因为童年过得太过艰苦 所以导致她性格 略带了些怯懦和保守 可这回佛宝又说 让她积攒人脉 想想别的路子 石头倒是点头了 你说的是 咱们家 几个妹子都那么要强 家里头如今这日子 基本都是爹娘春鸭正来的 我这座大哥的 也不能一味地 躲在爹娘妹子身后 我这人脑子不怎么聪明 但是既然要留在府城 为爹娘妹子留着后路 自然也得自己争气些 再说 咱们保住以后过得好不好 且还得看我这当爹的 干得好不好呢 媳妇你放心 这回既然他们 都主动来攀扯交情了 那我自然也不会退脱的 到时候若有好的生意 咱们再商量干就是了 听得石头 这老实人这般有志气 佛宝佑激动万分 当下说自己立刻 把家财盘点盘点 看手上的钱 够干点什么行当才好 石头则忙忙叨叨地说 要去找春鸭询问询问 如今有啥行当适合她 毕竟赚钱这事 春鸭才是专业的 不过才走出了房门 又想起了昨日说了 要给妹子大红包的事 一咬牙一跺脚 拿个张百两的银票出了房门 到了课堂间 就见一大清早的 王荀就已经上门了 前几天 皇帝刚发了圣旨 让王荀挑了五千金兵 加紧演练 随时做好往宁海出发的准备 所以这几天 王荀根本连出兵营的空档都没有 今日是趁着回家拿换洗的衣物 才来徐家道声抱歉的 至于司徒若梅为什么不来 王荀只说她是偶感风寒 怕过了病气给孩子 所以才没来的 实际上是 司徒若梅这些天身子不适 又觉得试睡无比 问学了司徒夫人和变妈妈 才觉得可能也许大概是有了 不过还没请了大夫确诊 因为日子太浅 请了也不一定能诊断出来 所以干脆让她在家待着 好好养着 毕竟王荀这一走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这回若出了叉池 等下回 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石头赶忙摆手说 没事不要紧 才从后院出来的春鸭 听了一耳朵 王荀要去宁海 还好奇呢 王荀大哥 怎么这回会被皇上派去宁海呢 上回上京城领宫 皇上也没叫上你呀 你这是啥时候 在皇上跟墙挂上名的呀 徐达 不用客气 王荀挠头道 周将军说 咱们皇上用兵喜欢出其不意 只可议会不可言传 好吧 春鸭觉得 的确 这皇帝心思的弯弯绕 肯定比长子的弯弯绕多 几人说了几句 王荀必要告辞 李氏昨日就送了的 石头盲喊得下人 去厨房拿了红蛋给王荀 祝他也早生跪子 原本一条腿都跨出门槛的 王荀一听早生跪子 立刻回来接了红蛋 走了三步又回来说 好事成双 要不再给我一篮吧 那石头哪有不肯的 立刻命人再给王荀拿了蓝红蛋 王荀这才高高兴兴地 滴留了两篮子红蛋走了 春鸭自然知道 他这是为了啥 好笑道 当初王大哥要生娃 拼命往家里买兔子 这会儿王荀大哥要生娃 拼命往家里拿红蛋 大哥 我大嫂这么快就还上了 你的秘诀是什么 你个小姑娘家家的 菜市刚从厨房出来 就听到春鸭这么问他大哥 不免要拍他一巴掌 天天问的都是啥 吃完饭咱们就得走了 石头忙疯狂点头 对对对 先吃饭先吃饭 其实他就是为了掩饰他的尴尬 因为他的成功 没有洁净 只有埋头苦干 可有了这事一打岔 他就把要找春鸭聊创业项目的事 给忘了个一干二净 吃完早时 众人便齐齐送别老宅的人 和康家几位 昨日因为晚了 这些人都是在府城过的夜 哪个住奶间 都不需要春鸭他们操心 自有李氏周氏安排妥当 李氏走前 嘀嘀咕咕跟佛保佑说了半天话 而春鸭则拉了周氏 说要把菜头的满月礼都给补上 周氏赶忙摆手 可不能再要了 上次你给的镜像圈 粗得跟手臂似的 这会儿怎么能再要满月礼 再说这孩子满月的时候 咱们也没半酒 就自家人在一起摆了两桌 然后来蹭酒喝得 整整有五桌 虽然村里人都带了李来 但是菜市说 自家的席面都是肉 换来一堆的红糖鸡蛋 他们到底是亏了 是吧 春鸭是不会的 所以既然粥是不收 春鸭便也不勉强 只记着下回回来的时候 给孩子多带点书啊册呀 门房四宝啥的 就跟以前送读书的孩子 三年高考五年模拟似的 让他趁早接受现实 徐老汉知道 关木青没几天就要放榜了 走前就千叮咛万嘱咐 放了榜回家说一声 关木青恭恭敬敬地打了好 这才把老人家送上了把车 送完人 徐家几个便该搂钱的去搂钱 该上学的去上学 关木青则留在徐家 继续为后头的会事做准备 石头大掌柜 在到了人际堂 摸出自己的钥匙 准备开抽屉的时候 才发现 怀里多了张百两的银票 他还很疑惑地自言自语 我怎么会带这么多钱 然后才猛然间想起来 哦 是给春鸭的 哦 春鸭的主意还没讨呢 于是在晚上回家的第一时间 石头就把春鸭 从关木青那儿给薅了过来 春鸭很不情愿地说 干嘛啊大哥 你就不能给你妹子 一点跟她的未婚夫 互相了解的时间吗 我这也是才回来呀 你先听我说 石头怕一会儿屁股一转又忘了 你给我参谋参谋 如今这世道 做啥生意 能好做些 嗯 大哥这是要扩展事业版图 春鸭这倒是来了兴致 创业容易守夜难 这路子不阔阔 路就会越走越窄 所以就先想想吧 石头这般回答 春鸭觉得 大哥这个思路 倒是很合自己的胃口 大哥想的倒也没错 不过城里的生意人 多如筛子 你别看 咱们要开摘星阁 闹得动静还挺大 但是如果没有挺姐姐帮忙 光靠我一个人 真的会很难的 大哥如今的人祭堂 是接了人家的盘子 蓝云祭 那大东家更是无敌了 你要是想要单打独斗 赚大钱 还得另辟西径才行 我就是不知道 那西径是啥才来问你的 你给我参详参详呗 石头说着话 就掏出了早上 准备好的银票一张 春鸭笑道 怎么 这是给我这师爷的酬劳 不是不是 昨日妹子辛苦了 大哥给你包个红包也应该 石头笑得很是谄媚 原本不想收的春鸭 突然想到了什么 便把这银票收入囊中 说了一声 那我就不跟大哥客气了 等我想好了 再跟大哥说 有妹子做军师 石头一下子心定不少 虽然自己嘴里 说是说的创业 但是她也知道自己 就不是那创业的脑子 非得乱做生意 到时候把家里头 身家赔进去就不划算了 像她这么保守的人 怎么可能允许 自己做这种事吗 而收了银票的春鸭 接下去几天 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直到关木卿放榜当日 春鸭这才特地抽了一天空 陪关木卿去看了榜 同去的 还有道玄师父 当春鸭他们 到了贡院门口的时候 大榜早就贴出来了 其实江南贡院 应该在南京 但是自从汝南 闹过叛军之后 皇帝便默默提高了 扬州的行政地位 此次特地在这儿 也新设了个贡院 此次汝南和扬州府的考生 皆在此参加的相试 所以来这儿看榜的人非常多 普通人看榜 挤都挤不进去 不过 也只是普通人挤不进去而已 春鸭他们 有道玄和石金开道 一个力量感十足 一个都不要出手 光靠嘴皮子的功夫 就能让人群 自动退散出一条道来 所以关木卿带着春鸭 直接享受了石金 和大师父的劳动成果 不费吹灰之力 便到了榜单跟前 看榜吗 总得从第一个看起 可春鸭连眼皮 都还没来得及抬起来 去听道玄就喊了 关木卿 不错嘛 得个借缘啊 人群瞬间就骚动了起来 满世界的找那关木卿 到底在哪 前头就有人说 这榜单第一的是 王大将军的七弟 那是权势和智慧的双重结合 这会儿 大伙看向道玄 发现他看向的那年轻男子 不似平常书生般文器俊秀 反倒是高大挺拔 很有德国武状元的潜力 不过 不管是文器俊秀 冒财情智慧倒是难得一见 人嘛 多少都是有些木墙的 哪怕是时刻想要互掐的文人 看到此等武力值得同科 不免也要作一道声恭喜 关木卿汉首示意 这就算是谢了人家的贺喜了 来看榜的 自然也不仅仅有这颗的考生 更有来榜下抢婿的 有胆大的便上前问询 这位公子是否定了亲了 立刻有人唬了那座死的抢亲人 要死啊你 皇上早就给人家赐婚了 哪轮到你们啊 可正所谓 饿死胆大的 撑死胆小的 抢婿之人还不死心呢 说是家中庶女长得貌美 不求做正头夫人 做个小妾也是好的 众人听得直摇头 而道璇则在一旁 看着春鸭越来越鼓的脸 好笑不已 气呼呼的春鸭 就问那想要抢婿的人 你家住哪 姓谁名甚啊 可还没等人回答 关木卿便拉着春鸭的袖子跑了 他倒也不是好心救人 只是看着春鸭这脸越来越鼓 怕他一会儿再给气炸了 可不好了 丹燕想跟着上去 石金却拉住了丹燕说 别追了 咱们先得回家报信去呢 说完便拉着丹燕 上了高同的马车 一场愉悦的高同 赶车都赶得 让人觉察出了几分快乐 石金便问他 高侍卫 青少爷得什么缘 你就这么高兴吗 是仨 少爷读书不容易的 今日得了这份成绩 也算咱们没白跑这一趟扬州 我自然高兴啊 但是最重要的是 放榜了 他们马上就可以回去了 他可以做回他 高大威猛的侍卫队队长 而不用每天赶着马车 满大街的溜达了 很好很好 高同劝自己稳住 不要太嘚瑟 没有回去之前 还是要以稳为主 而跑脱了的春鸭和关木青两人 一路跑到了东关街附近 再往前头 就是运河码头 关木青便说 往前头走走 于是两人边说 边往运河边去了 路上关木青还跟春鸭说 往下捉絮 鼓来有枝 你别气呀 我气 我为啥要气 刚才还想让舅舅家 再鼓到个什么臭玩意儿 开在那抢絮的人家边上的春鸭 这会儿倒是不承认自己生气了 关木青也不跟他掰扯 气不气的 还当谁看不出来似的 哈哈笑着就往前头走了 臭小子 居然敢无视他 春鸭盘着小短腿 跟在关木青身后 没想关木青越走越快 春鸭只能骂骂咧咧地 跟着往前去了 路人就见两个身影掠过 一路还夹带着 你个臭小子你给我站住 你站不站住 你再不站住我可揍你了呀 直到跑过了人多的码头 关木青才突然停下脚步 春鸭一个猝不及防 撞在了关木青的背上 疼得他直捂鼻子 对不住对不住 撞疼了吧 关木青这才觉得 自己玩笑开得有点过分了 春鸭趁机踩他一脚 然后才骂道 你什么毛病 闷头乱跑是怎么回事 关木青也不回答 而是直接拉起春鸭的一只手 放在自己的大手里搓了搓才道 就想牵你的手了 钱头人太多 这人少些 其实关木青自从回到佩峰开始 便不太敢太过靠近春鸭 就怕自己压不住乱七八糟的念头 今日也是因为放了榜 自己得了个戒缘 心中的喜悦实在是无处安放 就想跟着小丫头 牵手在没人的地方走上一遭 仅此而已 原来如此 春鸭虽然明白了 关木青为啥跟个二傻子似的 闷头乱跑 可他那碎嘴子 不免要说他一句 想要牵手就早点说嘛 又不是没牵过 诺 还有一个手也拿去 这手到了关木青手中 却好似成了一件白玉的百剑 那家伙 就是一阵盘 春鸭不免觉得好笑 这手就这么好玩 好玩 关木青点头 拉着春鸭的一只手 往前头慢慢散步去 他就觉得春鸭的手 特别好玩 看似绵软似无骨 小小巧巧的一双手 却能做出无数的 好吃好玩的东西来 这世上 就再没有比春鸭 更好玩的人了 见关木青这么沉迷于 自己的美色 春鸭也不多劝 没办法 虽然他长得不是国色天香 但是好歹也是活力四射 这该死的魅力 他的确也很难拿捏适量 就这么低 两人为了庆祝关木青 考中戒员 就在这大运河边 闲说瞎晃兜了半日 要不是春鸭累的 都快骂人了 说不定牵着春鸭手的关木青 散步能一路散到三园村去呢 两人回到家中 已是下午 报喜的人都来了散播了 见两位终于回来了 被强行按在家里 接受各路人马贺喜的石头 问他们这是去了哪了 春鸭先是喊了丹燕给烧个水 他要泡脚 然后才说 是去大运河边散步散了半天 不明所以的石头问散步 为啥呀 考了戒员 不是应该接受各路报喜的吗 让他一个童生充数算啥 也不为啥 就聊天嘛 顺便牵手 关木青这会儿手上 还留着春鸭手上淡淡的香味 好吧 石头无言以对 这日晚上 徐家的人发现 关木青不但体力好 心性也十分沉稳 得戒员 还问了一晚上的书 这没有一点定力的人 可是做不到的呀 石头不由跟自家媳妇说 要说读书还是关小哥厉害 这是奔着状元去了呀 他媳妇表示非常认同 因为听下人说 昨夜关小哥连洗漱用的水都没要 直接就通宵达旦地做了一夜学问 家里头的几个弟弟 可得好好跟关小哥学着点 几个头听到了这话 赶忙飞也是地逃了出去 哪怕书院还没开门 那也好歹比待在家里安全些 关木青考学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冯公公来道喜的时候 也说来接神兵营的官船 五日后启程 届时 神兵营大部分将迁往京城 扬州只留了一小队人马 为扬州军提供攻击 所以春鸭和关木青 也将在五日之后 踏上回京的旅程 于是 之后几日 春鸭只能把有限的生命 投入到了无限的填坑中去 摘辛格的硬件设 基本已经准备齐全 但是朵云轩的古董自画 还有二楼的精品货物 这些准备起来 都需要时间 特别是玻璃镜 琉璃盏 顶级的香料之类的这些 都得从帆帮弄来 很多东西不是想要 就能马上有的 极品的锦段刻丝 瓷器摆设 保湿精气 也都需要选品调拨 单单一样两样 可能还选得快点 可摘辛格要打造的是全品类 那可真不是一时半会儿 能准备齐全的 还有春鸭说的什么 高级的积木之类的 玩具和婴幼儿用品 虽然草稿图都画好了 但是合适的木料和工匠 却是难得 且春鸭除了积木 还弄了不少 拼拼搭搭的玩具图纸 光这图纸解释给人家工匠听 都废了老鼻子劲了 这不找人来做仔细些 都对不起废掉的那些口舌 既然这摘辛格 已经花了那么多精力 和钱财下去了 那裴婷和春鸭 自然希望做到尽善尽美 他们还特地 从佩峰把那个当初画画册 帮裴婷搞了个 六品仪人的 研画师的残疾儿子 给弄到了扬州 还好当初因为那画册画得好 裴婷给了严家些赏银 不然这父子俩 恐怕也撑不过 一会儿汗一会儿烙的日子 所以一听说 是去给裴婷继续画画册 严家父子二话不说 便跟着到了扬州 倒也别说 那严家小子虽然身有残疾 但是这画工的确是好 画出来的菜单 春鸭都觉得 甚至比真实的菜品 都要诱人上几分 除了这菜单要画 到时候货品备妥了 躲云轩的东西也到了 还得让这小颜画师 给画商品宣传册 寄送到每个目标客户手中 这所谓的目标客户 这姐妹俩早就筛选好了 裴婷那日在宝珠的满云宴上 拿到了一大本名册之后 便让卢通判去查过了 那些家底薄一些 名下就一两处房产 两三个庄子的 裴婷都给删去了 毕竟两三个庄子 一年收入也不会高到哪里去的 还是得省着点来 不然到时候硬着头皮冲大款 再骂了他们摘星格坑人 就没意思了 裴婷说他这也是为了他们好 所以他制定的目标客户群就是 家里起码得有年入 万两以上的行当 或者官品怎么样 也不能低于无品的 面对裴婷这么高的目标 春鸭也提出过 万两以上是不是这标准也太高了 到时候没人来 他们这不是开了个寂寞吗 裴婷却说 扬州光盐商就不下百家 不说他们裴家这样的总商 光一个小厂商 一年赚万两也不在话下 更何况他们这儿又不仅仅只有盐商 光南北货 金银楼 粮铺酒楼这类的商号 大的也不下百家 那万两的标准 还是他怕春鸭承受不住 才拦低了呢 照他的想法 都买古董准备传世了 那家产没个几十万两 根本说过去啊 如果不准备买什么古董字画的 好像也得节点过日子 就别在外头随便铺账浪费了 去东关街吃点蒸饺包子不好吗 这套理论 瞬间说服了春鸭 他就说自己家以前太穷了 搞钱的时候多少有点放不开 这好有钱人的羊毛 还是得靠大资本家来 如今春鸭进出 都得带着他的总账房 徐英 英小姐 听这两人把钱不当钱用的搞法 徐英也是彻底佛了 这摘星格 春鸭已经投进去了 不下三万两 反正他拦事肯定拦不住的 唯一能做的 就是家里头大人偶尔问起 春鸭那饭庄子 花了多少钱的时候 他便还行还行应付过去就是了 徐家人知道春鸭开饭庄子 但是他们从来没到过摘星格 反正心想着一个饭庄子嘛 投入千两也肯定足够了 千两嘛 他们老徐家倒是还出得起的 所以哪怕每回问春鸭和徐英 他们俩都恩恩啊呀 他们也没放在心上过 不过他们好像忘了 春鸭大县主 总会给他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吓 另外牧春庄那里 春鸭已经收到了 来自朝地的第一批酱菜 真的是具好吃 特别是螺丝菜 辣白菜 糖蒜 大头菜这几样 吃的春鸭只喊绝了 这些酱菜 春鸭决定放在他在 佩峰的各个饭馆子里头售卖 顺便给裴婷也送了些去 让他有需要 就去佩峰那里拿货 张家舅舅家的小吃摊 春鸭也送了点去 说是这些东西 是大表姐送来的 让外婆也尝尝 顺便留了几坛子 在他们铺子里 让舅舅舅母 到时候卖卖看 文氏这日正好在铺子里 她实在是忍无可忍地 纠正春鸭 春鸭呀 你大表姐叫张云 那次你们到我们家里头 来干架的时候 她不是也在吗 春鸭这才记起来 的确有这么一个人 她很狐疑地问道 那不是我小姨吗 难道真的是她记茶批了 这可真正是 难为死她这个穿越人了 虽然原主的记忆有 但是她平日里 又不会去回忆这些 再说以前外婆家 除了外婆 别个都很少来往 张云成亲的时候 她都恐怕才三四岁 闹了灾荒之后 张云又跟着夫家 去了外地谋生 所以春鸭和这个 真正的大表姐 真的只是一面之缘 春鸭的反问句 惹她的文氏 只想掐人中 她对跟着一起来的徐英说 你可得好好 给你妹子摆着钱啊 她这脑子记不住事啊 可春鸭还不死心呢 那为啥我叫 朝地姐姐大表姐 她还硬了 哎呀 你这不白问吗 肯定是朝地姐姐 不好意思点穿你啊 徐英觉得 春鸭这脑子里的脑僵子 可能都用在了 赚钱和做吃食上了 唯一的一点点余量 还得分给那 日夜苦读的关木青 能记住外家姓张 可能春鸭 也已经是尽了全力了 春鸭想了一瞬 觉得很有道理 到时候见了二表姐 还得跟她说说 有错误还是得提出来 她这个人 是真的非常随和的 张家娘就其实觉得 萝卜咸菜佳佳都做 卖酱菜有点多余 这咸菜佳佳都吃不完 这东西做了 感觉只是浪费 盐糖酱油啥的 能有人要不 人跟人还不一样呢 酱菜跟酱菜 自然也不一样 闻外婆多少 还是有点嫌弃 自家儿子的 啥都不用她干 就把那酱菜 缸子放在外头而已 还唧唧歪歪那么多话 春鸭也说 咱们这十全十美牌的酱菜 跟别家的可不一样 用的菜料都是自家种的 连调料都是外头没有的 人家吃过便知道了 张家舅舅还想说 哪家咸菜不是自家种的呀 可看到自己娘的眼神 和自家婆娘 已经放在自己腿上 摆好姿势的手 她也只能说 那 那行 卖 卖就卖吧 只是卖不掉的话 那就是你嘴不利索 行了 赶紧干活 别嫩嫩嫩嫩了 我去帮佛保佑看孩子去 顺便给春鸭礼礼行礼 你别偷懒 看到人家来了 多介绍介绍 咱们家十全十美酱菜 文士说完 并牵着自己的小毛驴 跟春鸭往徐家去了 要说春鸭的行礼 自己的道也不多 但是在临行前一日 老家来了整整试车的货 日安 酱菜 泡菜 菜干 红薯 粉红薯 干 红薯 淀粉 辣椒干 辣椒酱 自家产的布料 奶奶腌的咸肉 腊肉 咸鸡 辣鸭 那是一样都不辣的 都给拉来了 好家伙呀 好家伙 试车货也不用卸了 关船已经准备好了 春鸭他们准备运去京城的罐头 都已经装船了 所以这时车祸 春鸭也是跟冯喜打个招呼 直接送到了关船上 看了一捆捆的东西往船上送 冯喜不免要问 县主大人 这些都是你的行李哈 哈哈 倒也不全是 不过大部分都是皇上爱吃的 春鸭也是大言不惭 冯喜指着大包大包的月月安问 那个呢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那是啥 哈哈 冯公公见笑 那是准备送给皇后试用的 春鸭继续大言不惭 都是吗 冯喜不死心地问 春鸭含糊其词道 这得看皇后娘娘喜不喜欢不是 毕竟皇后娘娘欲体金安 也不知道能不能适应 不过既然咱们有 就得给娘娘背着 娘娘能不能用 咱们这还不是不知道呢吗 冯喜决定放过自己 跟这丫头死磕 那磕死的只能是自己 她只想确定一件事 没有别的了吧 再有可真装不下了 没了没了 哦 不对 还有咱们几个人 春鸭答道 冯喜很严谨地问了一声 几个 六个 春鸭答道 然后又想起了什么 还有一条狗 冯喜才要点头 春鸭又说 外加一只猫 猫啊狗的 倒也不必算进去了 冯喜咬牙说道 在码头边装完试车祸 春鸭便邀了冯公公 一同回去吃顿送行宴 而冯公公却拒绝了 说是不耽误他们 老徐家话别了 实际上 城里最大的万花楼 今日有花魁赛 冯公公得给自己 最喜欢的小新干干去应援 其实如今想来 冯公公觉得 到底待在扬州还舒服些 不用伺候人 只要每月交上去的银票不要少 还能在皇上那儿捞两句好话的 他又身残之间 虽然失去了做海王的工具 但是喝花酒听听群 不比在宫里伺候人舒服 春鸭见冯公公 今日打扮得分外妖娆 就知他定是与小娘子有约了 便也不勉强他 还随手把自己带着的 一小罐子美白粉霜 给了冯公公 教他如何使用 这东西别的男人不爱 但是冯公公喜欢啊 见春鸭这脸色 果然比之前是白了不少 便也笑呵呵地收下了 还说若是石头在城里 有什么急事不好办 直接去蓝云记找他就是了 冯喜都这般客气了 春鸭便也说 回去若有机会 定会让他爹在皇帝那里 多给冯公公美言几句 冯公公意味不明地微笑了下 倒也不必麻烦绝野了 我就是个奴才 给皇上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不用特意提 他最好皇帝 把他给遗忘在扬州 春鸭这才略微 领会到了点冯公公的意思 连连点头说 还是冯公公说得对 觉悟高 怪不得皇上在扬州的这些上 样样都离不开他 冯公公这才笑颜如花般地 跟春鸭道了别 待春鸭回到家中 家中清眷 皆已经在课堂间里等着他了 连去请大师傅的官木卿 也已经回来了 见春鸭回来了 徐老汉便让春鸭到他边上坐 自己还得叮嘱春鸭几句 春鸭呀 这一路山高水远的 还装了那么多东西 可得小心这些呀 你闲来无事 也别在甲板上瞎溜达 好好在舱房里待着呀 其实徐老汉也知道 这船是送神兵营去京城的官船 也没哪家劫匪能这么下 装往枪口上撞啊 所以春鸭的安全 是绝对没问题的 但是他就是忍不住担心 这猴在船上太过活跃 抑或船上人太多 再把这小人给挤下去 可怎么办 春鸭想 让他全程待在舱房里 肯定是待不住的 但是离别再急 也哪怕今天说 让他立刻到把杨柳 他也会答应的 更何况 只是说在舱房里待着 于是春鸭想也不想 就立刻应了好 一旁的蔡氏 一听春鸭回答的毫不犹豫 就知道这事 他压根没放心上 便转头跟关木青嘱咐道 关啊 你可得看好春鸭呀 他就是猴子屁股 坐不住 铁头也是个不省心的皮孩子 这一路可得麻烦 你多照应照应了 到了京城 让他们爹娘 好好谢谢你 不是 奶 我怎么就春鸭有点不服气 他这么可靠的一个人 怎么哥哥说他是皮红 你别说话 听着就得了 徐老汉现在就觉得 老七的战略很正确 春鸭就是个狗脑子 关照过的事情 不说三天 有时候连撞个屁股都能忘 所以这要交代的事 还是交代给关木青 更靠谱些 而一旁的关木青 少不得要为春鸭说两句话 也乃 你们放心 把春鸭和铁头交给我吧 我一定会关照好他们的 不过春鸭本也是挺懂事的 你们放心 他不会闯祸的 此言一出 惹得在场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不亏是戒缘啊 这忍耐力果然异于常人 蔡氏和徐老汉拉了关木青 让他万万不能如此放松警惕 对春鸭一定要严防死守 春鸭倒是觉得 关木青说的没错 不过野乃的话 他也不打算反驳 因为反驳一句 野乃给用一百句来反反驳 勃勃相报何时了 趁着野乃他们 在跟关木青说话 春鸭便找了特地 从配风县赶来的康平之说话 其实这回康平之来 也想讨春鸭一个主意 今年庄子才种了一半 明年另一半 春鸭有什么计划 庄子总是得种庄稼嘛 不过明年开春 再多种几亩菜书 你让我大表姐 呃 不是 二表姐看着安排 以后咱们种的菜书 除了自己要用的 别的就是二表姐能做啥酱菜 咱们就种什么菜书 对了 让二表姐把乳黄瓜安排下 我爱吃那个 得记得送来京城啦 我若得了什么好的法子 也会记信回来的 蒋县令去如高定的船 估计半年左右就能完成 到时候开通的搬船 两班倒腾的话 差不多半月就能有一只船 从配风发往京城的 到时候有啥好的菜干酱菜的 大表哥记得给我发来 另外 表哥再去找些粗状茅桃来种 到时候我在北边 找找有什么合适的桃树 再给表哥运来 咱们黄桃口感硬一些 做罐头合适 可我还想种试试培育的品种 不过这个不急 等我找了树种再说 你就留个百来亩的地给我 到时候我栽植果树要用 那炸鸡的方子 咱们虽然问白老板买回了使用权 能和贺仙居一起卖了 不过我也想过了 这事儿到底还是我不厚道了 到时候表哥就跟白掌柜说 如果要用辣椒酱 就以卖给万人意的价格 给他拿货吧 铺子该收的还是得收 如果酱菜生意好 咱们到时候再单独开个酱菜方 卖点酱菜 菜干农副产品啥的都可以 反正大表哥记住一点 咱们现在也不图赚多少钱 主要还是得把厂子先做热起来 只有配风发展了 对了 羊的话我还是建议大表哥上 胡粥找找去 路上怕被截了羊 顾个标行也行 其余的大表哥看着重吧 咱们别把粮食放下就行了 康平之就后悔这一问 他原本想的是 别的地方 要不就是种稻子麦子 要不就是番薯棉花 没想到这么一问 却没想到拉拉杂杂又搞出一堆事儿 他恨自己 对春鸭的了解还是不够透彻 不过心里吐槽归吐槽 康平之到底还是知道春鸭说来说去 目的就是让县城能早日恢复起来 他虽不是配风县的人 但是如今举家都在配风 自然也希望这地方能繁荣起来 更何况 花的都不是自己的钱 金主都这么无所谓了 他还能说啥 只能挠头答应呗 这边跟康平之才说完话 春鸭就被石头给拉走了 说有要紧事儿给春鸭交代 许家二孬和盖头他们 全程围观了康平之的自作孽之旅 所以这会儿石头把这人给带走了 几人赶忙恭送 去吧去吧 好好说说 石头你有事儿慢慢跟你妹子交代 不要急呀 而徐家二老和文外婆 则把关木青团团围住了 根本没空管春鸭这会儿去干嘛 于是春鸭便被石头拉到了后院 佛宝佑抱着孩子正在屋子里等他们 对没错 三个月的月子 是很长的 虽然平日佛宝佑已经抱着孩子满院子溜达了 但是这会儿奶奶在 她也不敢出去找妈 到了自己的卧房 石头便把春鸭按在外间的桌子边 问她 妹子 你都快走了 咱那生意的事儿 怎么就没个生呢 没想春鸭脚侠一笑 道 别急吗 等等 我马上来 说完 便走出了房门往自己屋子里跑去 也要不得多久 就又抱着个包裹回来了 打开包裹 里头却都是博来货 一个小小巧巧的蓝色琉璃瓶 里头装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夕阳的帕子 巴掌大的小镜子 拿在手里的放大镜 各色各样的蕾丝花边 这让佛宝佑觉得很惊奇 她问春鸭 这些都是帆帮来的吗 是啊 虽然都没什么大用处 但是因为新奇 就花了一百两银子 春鸭说完价格 石头手里的蓝色琉璃瓶 差点没掉地上 你买这些干嘛 她怎么不记得 自家妹子爱打扮啊 其实买这些不是目的 主要还是为了探探行情 我城里跑了几日 发现咱们城里 其实卖洋货的商行 也就只有两三家 其中还包括了陪价 物品也不多 且大多说卖的价格颇高 且没啥很大用处 春鸭说完 便把石头拿在手里的 小蓝瓶子的盖子拔了出来 然后在自己手腕上倒了一点 凑到佛宝佑鼻子边 问她香吧 佛宝佑忙把孩子 塞给一旁的桃婶 还朝桃婶挥了挥手让她走 然后打个大大的喷嚏 然后一个接一个 只打了四五个才停下来说 这也太像了 这是有什么做的呀 洋人体味重 这东西都是用香料花卉 提春之后做的 就是为了遮盖体味用的 咱们这儿的人一般体味轻 用香囊香球 只是为了有点 弱有四五的味道 不用遮盖什么体味的 春鸭说完 石头更猛圈了 石头原本以为 妹子想让她做着 卖洋货的买卖 可这会儿听妹子这么说 好像也不是这么回事啊 于是石头很犹疑地问道 妹子 你要不然直接跟我说 我该干点啥吧 你这么绕来绕去的 我实在不怎么懂啊 哈哈 好 那我就长话短说 咱们都知道 这洋货 就是西洋大船上 远渡重洋而来 这船来的时候 得装货来卖 去的时候 也不可能空着船回去吧 这舶来品 虽然价高利润高 但是不怎么适合咱们家卖 毕竟咱们向来走的是 平民化路线 那桃子的事儿除外啊 这个是跟婷姐姐合作 咱们才打开的销路 要不然 光靠咱们自己卖 也卖不出那高价的 所以我想的是 卖进口货 咱们不合适 但是把东西 卖给洋人 咱们干嘛不试试呢 虽说咱们这儿 最靠海的如高 并没有成为 第一批开海的口岸 但是宁海是开海了的呀 离咱们这儿也不远 快马过去 不过两三日光景 送货接船 都不算远的 王勋大哥 不日就要被派去宁海了 咱们到时候可以问问他 那儿的买卖是怎么做的 到时候再想想法子 跟陪大哥取取经 说明这事儿就能成了 洋人到咱们这儿来 要的东西我也打听过了 一是丝绸 二是茶叶 三是陶瓷 大哥也不用急 先把这三个产业 慢慢了解起来 保住之前满月来的那些人里头 有没有做这些生意的 大哥可以先跟人家熟络起来 行业情况先了解了 到时候再做买卖 便能少交些学费 一货你先开个小的铺子 弄个千八百两的本钱 入行试试 记得千万不能多投入 这只是学习做生意的阶段 咱们的目标是 赚外国人的白银 石头和佛保佑 一时都呆住了 他们想过 春鸭也许这回会让他们 开个除了饭馆子之外的 别的生意 可千算万算都没算到 妹子怎么还会想到 跟洋人做生意呢 这事儿 有谱没谱啊 石头很紧张 紧张到抖腿 妹子啊 洋人我这辈子就见过一回 那眼睛跟狼式的碧绿碧绿 金黄的头发 煞白的皮 连手上毛都是黄的 看着就有点唬人 关键我也不会说那些人的话呀 这可咋做生意 可以学呀 皇上为了开海 特又重启了几地士博司 士博司下属 便有沟通贸易的专员 普通人接触不到 咱们想想办法 还是能接触到的 再者说 咱们府城来传教的 洋人传教士也有几个 跟他们学也是可以的呀 大哥 只要咱们肯学肯干 办法总比困难多 春鸭自己是开过挂的 本科学的就是英语 二外西语 为了追声翻 还选修了日语 所以她说起来是挺轻松 就学呗 懂得了语言学的规律 她觉得学外语不算太难 可石头和佛保佑 却要昏倒了 这这这这这这 石头想自己这会儿 才刚完成了扫盲阶段 却怎么还学起外国字来了 石头一时僵住了 她想让妹子给她挖个坑 自己也好安安心心跳进去 没想到 妹子这回挖的不是坑 而是一片汪洋大海 关键这海质跳进去 还得自己想办法学好鸟水 不然一个浪子会把人派死 她想退缩了 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 可春鸭这会儿正撑着脑袋 笑嘻嘻地看着自己 仿佛在说 大哥 你让我给你想的生意 我都给你想过了 你若不做 那就枉费了我的一番苦心 你可是长子长孙哟 这 当然是石头想多了 春鸭就是单纯在 欣赏自家大哥那纠结中 带着一丝悲壮 悲壮中带着一丝认命 认命中带着一丝悔恨的表情 实在很是有趣 没办法 石头到底也是个男人 他只能咬着后槽牙说 那我便试试吧 不一定能成 但是且试试再说吧 佛宝又立刻说 那就辛苦当家的了 家里头事多 四头五头张家望他们 又不愿意跟去京城 还得在家里头住着 再加上宝珠还小 我恐是帮不了当家的什么了 当家的 你加把劲 听自家嫂子这么一说 春鸭瞬间笑出了声 大嫂 你这撇清的也太快了 我大哥都听出 你不愿意掺和这事来了 春鸭 佛宝又倒也没有不好意思 她就只是实话实说 你嫂子 我能把账策认清 就真的不错了 这学外国话 嫂子实在没这个经历 还是当家的聪明些 让当家的上吧 不 媳妇 聪明还是你 当家的 你可是当家的 佛宝又这回很坚持 主要她看到那满脸 是毛的外国人 多少有点害怕 石头 真的认命了 她停止了与命运的反抗 深吸一口气 然后说道 妹子 这事 大哥知道了 明年首要任务 就是先把茶叶瓷器什么的 这些行当 先了解了解 再找了那拉肚子的 传教士学学外国话 当家的 来云记的事 我可以帮你分担点 但是人记堂 我实在不太懂 还是得你来 佛宝又帮忙补充道 还没学外国话 就开始心里很疲惫的石头 无言地点了点头 春鸭完成了 对大哥的承诺 便说让大哥大嫂 在商量商量这事 自己则拿着放大镜 跑去前头说 是给爷奶的临别礼物 此时前院里头 已经恢复了平静 张家旺四头他们 也在跟铁头道别 铁头不死心地问他们 你们为啥不跟咱们 一起去京城啊 一起去吧 就我一个人去 多无趣啊 哎呀 不是说很快就会回来的吗 我还得帮我爹娘开铺子呢 请我奶奶 没有我根本不行 得被我爹娘爷爷欺负呢 我就在这儿等你 你去了京城 可得好好念书 别到时候再见面 已经被我甩到身后巴掌远了 张家旺虽然晚熟 但是他也知道自己麻烦姑姑家 实在是太多了 虽然跟铁头分开 他也很是难过 但是无论如何 这回肯定不能再跟去京城 给姑姑添麻烦了 当然 四头想的也差不多 且家人都在这儿 他怎么会愿意走 只有五头还搞不清楚状况 说跟铁头搁去也行 就是明日就得回家 众人虽然很不舍铁头 但也没有留他 既然定了铁头是柿子了 那柿子便有柿子的命运 要去完成 家里人不能拦着 蔡氏拿得搂过铁头 让他船上就跟着关木青 不要乱跑 他也不知道 自己除了说这些话 别的还能说什么 奶 你跟我也也不去吗 那咱们不是孤苦伶仃了吗 铁头真的觉得京城好烦 为什么要去京城 皇上怎么不来扬州做皇上呢 徐老汉摸着铁头的头 说道 去京城 还有你爹娘姐姐呢 算啥孤苦伶仃 实在不行 你反正还没做啥伯爵 就回家嘛 爷奶等着你 此生第一次 徐老汉觉得那爵位 好像也没啥好的 被徐老汉这么一说 李氏周氏便忍不住了 周氏因为才生好孩子 见不得这离别的场面 说话就要滴下泪来 还是等了半天饭 等饿了的道玄发话了 你们到底开不开饭 饿死和尚遭雷批 再不开饭我可就走了 于是 众人便在道玄的催促声中 吃了晚饭 席间也是难得的安静 只徐老汉一遍遍 关照关木青照看好姐弟俩 而蔡氏则一遍遍 关照姐弟俩 别乱跑 别掉河里 突然会被河妖吃掉的 虽然这会儿搞怪 很不合时宜 但是春鸭还是忍不住 跟蔡氏说 奶 您放心 不管河里有啥 只要咱们石巾在 定能给他一件射穿 然后拉上来 炖了 众人这才勉强笑了两声 他们也知道 春鸭只是想让他们 别那么不好受而已 四日一早 送行的队伍浩浩荡荡 里头除了徐家人和张家人 裴婷 冯公公他们 都到了码头送他们 见裴婷送来了俩厨娘 春鸭这才哀哑一声 然后问一旁的冯公公 公公 这再多加两个人可以吗 你们呢 就两间仓房 一间男 一间女 只要你们能睡得下 你把你们全家 都带上我都没意见 冯公公话说的刻薄 可总共八间客房 他不顾神兵营两百多号人 是不是会叠起来睡 硬是给春鸭 抠了两间仓房出来 也算是人之一尽了 不过春鸭 与冯公公接触时间长了 便知道他这人 就有点像他家师傅 昨日师傅就跟他说了 今日不会来送他 哭哭啼啼的场面 他没兴趣参加 但是他说 若有急事 便飞歌传书给他 这老男人 不管有没有中的 春鸭觉得 可能都差不多吧 喜欢用傲娇和暴躁 来掩饰自己柔软的一面 临别的话 你说过无数遍 可每个人还在见缝插针的 跟春鸭说着再见 裴婷更是红着眼眶 骂春鸭就是个没良心的 撒那么一大摊子的事 自己却跑了 春鸭一手拉着徐英 一手拉着裴婷 再加一个抱着他腰的徐敏 他跟着几个姐妹说道 我不在 你们就互相帮助 有事就飞歌传书给我 我收到了 一定会第一时间回复你们的 几人拉着春鸭 皆是点头不已 叮嘱春鸭 别在京城搞事了 京城可没那么多 爷爷叔叔婶子妹子 来让他和和 春鸭今日 也不管今日家里人说啥 全部点头应好 照单全收 话说再多 该走的 总要走的 神兵营领队的吴大人 冲春鸭他们喊 再不走 就赶不及天黑之前 到下一个脖地了 无法 春鸭只能挥手转身 拉着铁头 牵着大金 往船上去了 他不敢回头 就怕回头了 就再也舍不得走了 关木青拎着装小菊的笼子 跟在春鸭后头 时今丹燕高童和两个厨娘 也依次上船 码头上都是家人依依惜别的声音 而开始离码头越来越远的 大船的船船边 只有小菊喵喵喵喵喵喵的叫骂声 关于带着小菊去京城 说来也是春鸭不厚道了 人家一服见猫 给人薅到扬州也就算了 这会儿还得把猫弄去北方 大橘子不扎毛才奇怪了 不过也是因为扎了毛的大橘子 让原本还沉浸在离别的伤感中的春鸭 不得不振作起来 要再不给大橘子点安慰 他怕这猫能把笼子给咬坏了 此时因为没有正经的猫笼 所以装大橘子用的是家里的鸽子笼 虽然选的是最大的笼子 但是这玩意儿也不是很牢固 时间一长 也顶不住二十来斤的大橘又咬又抓的 所以分好仓房 放好行李 春鸭便拿了家伙食 准备跟十斤给大橘补鱼吃 这仓房反正就是男女个一间 也没有床 行李只能随地放 所以铺了床 也没啥东西好整理的了 春鸭他们还算有优待 冯公公给他们多弄了些木板子 好给他们在船舱里打地铺用 神兵营的那些人 都直接是草垫子一铺 盖被一铺 就算是一张床了 说起来男的三人一间 春鸭他们的货都得装在船舱里 所以这三人住的 还没春鸭他们五人来得宽敞 不过好在 仓房本就够大 毕竟神兵营两百人住六间 也没说睡不下 所以再怎么装了货和行李 住人总是没什么问题的 可关木青却还是觉得 春鸭多少是委屈了点了 毕竟也没那家小姐出行 是睡板子上的 所以他还得想想法子 改善改善春鸭的居住条件 而春鸭则说没所谓 不用麻烦 然后拿了鱼尔弓箭 准备准备 等船到了下个停靠点 就准备给大橘子 录点新鲜的鱼吃 此次进京 春鸭他们跟着神兵营走 有好处 那就是安全 也有坏处 那便是不怎么自由 因为神兵营要带去京城的东西 既是要紧的东西 所以所有人员 皆不可随意上下船 若要采买 必须经过神兵营的人才行 春鸭他们也不能一上船 就麻烦人家给猫买鱼吃 所以一切还得自己动手才行 上船前 神兵营的人也把春鸭他们的货物 都检查了一遍 发现他们带了大量的易燃物品 神兵营的人也不知道这些是啥 问了冯公公 冯公公只说是屁兜子 不是啥要紧玩意儿 虽然神兵营的人不知道 屁兜子到底要来干嘛 但是出于对徐达的感念 还是让春鸭带了 但是易燃的东西 得让春鸭他们自己保管好 不能跟神兵营的东西放在一起 所以就有了三个人 还没五个人住的宽敞的那一处 随着前头喊了一声下毛 大船便在一个小码头停了船 趁着天色还大亮 春鸭和石金配合默契 一个撒了康平汁 带给春鸭的大牛排耳料 一个举着弓箭等着鱼来吃食 等了也没一会儿 渐渐便有鱼向船边靠过来 石金拉弓引箭 箭无虚发 嗖嗖嗖就浮上来三尾鱼 鱼很惨啊 原本想着自己没有咬沟很谨慎了 没想到还是逃不过成为食物的命运 铁头哭哭唧唧了半天 这会儿见石金这射箭的本事 忍不住也兴奋地拍手道 石金姐姐厉害呀 能不能教我呀 恐怕不行 石金倒也爽快 他对自己的定位还是很清晰的 怎么射箭我只是听我家夫人说的 但是让我讲 我就只会说就是感觉 就到了那个位置 放箭就行了 别的也实在说过来 铁少爷实在想学 不如喊得青少爷教可好 才用兜子撩了鱼上来的春鸭笑道 铁少爷又是傻 我家铁铁叫徐心 石金叫他欣欣也行啊 可不能再叫铁少爷了 铁头以后要混京城 春鸭他们是无所谓铁头叫啥 但是进了学堂 再叫铁头可不行了 之前在扬州的时候 张家旺就说 铁头因为这小名 就没少被同学取笑 可铁头人小投铁 人家笑他 他接当不要吃了 人家逗去了他几次 他都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再加上张家旺念书好不好 另当别论 打架吵架 那是妥妥的第一名 人又长得壮实 所以同学叫了几次 觉得铁头根本没感觉 张家旺又封得要死 便也不再取笑他了 可到了京城 春鸭想着 也没人再帮铁头打架了 能避免校园霸凌 还是得尽量避免 好不容易起的名 该用就要用起来 实际听春鸭这么说 转头就喊了声心少爷 可铁头却还是觉得 叫铁少爷好听 感觉就很刚强 男人的不行了都 一路喊着 我就叫铁头 不叫啥心少爷就少爷 便跑去找官个亲去了 不过春鸭也挺能理解铁头的 突然就要离开家乡 离开伙伴 叫习惯了的小名又要改 哪怕是回爹娘身边去 一时不适应 也是很正常的 慢慢来吧 这会儿 还是得先把大局安抚好 一会儿真要把猫笼子拆了 想要再抓他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了 于是春鸭喊来厨娘 反正马上要生火做饭了 顺便就把十斤 才弄上来的鱼给烤了 两条小的给大金和小菊 大的就撒了调料 他们自己吃 也算是添了菜了 跟着去京城的两个厨娘 一个叫顾婶 一个叫善姑娘 来之前裴婷便嘱咐过他们俩 这回去京城 极有可能会轮上给皇上做饭 让他们把自己 趁手的家伙食都给带上 所以两位的东西 都带得很齐全 连在平日里给裴婷烤肉 吃的铁架子之类的 都带着呢 裴婷如今 是按照之前张兰 跟她说的吃的 就是低碳饮食 每日只吃二两的糙米饭 或者卖饭 不过她最爱的还是吃番薯 这玩意儿甜啊 吃上半个 她就觉得能高兴半天 另外 甜饱肚子 主要还是靠鱼肉蛋和蔬菜 一月吃上两次甜点 别的运动贵妇也坚持不了 但是早上起来 在床上平板支撑 倒是能撑不少时间 所以裴婷现在 身材保持得非常好 除了有点费肉费鱼 别的倒是没什么 而卢家的厨娘 每天得变着法子 做各类肉啊鱼啊的 基本也都锻炼出来了 所以春鸭一说烤鱼 顾婶便招呼了 善姑娘搬来的小陶炉 架上烤网 利落地收拾好了鱼 二话不说就是烤 不过石金就很好奇 春鸭小姐 猫吃鱼 还得做熟呢 倒也不是春鸭矫情 实在是这儿也没去虫药 她就怕大橘子吃了生鱼 再有了回虫影响寿命 没办法 只能给吃熟的 可这回虫不回虫的 春鸭也没法跟石金解释 便含糊道 小菊 那什么 爱吃烤鱼 这猫还挑嘴呢 石金很疑惑 可不是 跟小孩似的 行了 让厨娘干活 咱们再抓几条大的 一会儿这一条 可不够咱们吃的 春鸭说完 便拉着石金 又去打了两条大草鱼 带着厨娘烤好大橘的鱼 春鸭便拆了大骨头 把鱼肉递给大橘吃 边喂还边给大橘讲道理 作为一只看家猫 就得有看家猫的觉悟 对不对 如今扬州家里头挺太平 一时半会儿 没有看家猫也没关系 但是咱们京城家里头大耗子 时不时地来光顾 多多抓耗子 才能有鱼肉吃 知道吧 大橘子很暴躁 这人喂就喂 哪来那么多废话 说的又是人话 他也听不懂 刀刀刀刀个没完 放老娘出去 老娘自己会吐骨头 而春鸭听到的 依旧是大橘 咪咪咪喵喵喵个没完 她便皱眉问厨娘 顾婶 这猫吃鱼 能不能卡死 顾婶无语了 你这不是给猫拆了骨头了吗 于是她道 咱们厨房里头 养了两只捉老鼠的猫 倒是没见到过卡死的 您这会儿 大骨头也都给拆了 小骨头应该不会卡的 她也是见识了 谁家养猫 还给猫拆骨头的呀 不会卡就行 转头春鸭就把鱼交给了丹燕 让丹燕继续喂 自己则带着烤鱼去安慰 跟链条搏斗了一下午的大金 这回上船 人多腿砸 春鸭怕一会儿再给大金几何礼去 所以给拴了链条 可大金狗生 也是第一次拴链条 非常的不适应 一下午都在扒拉脖子 春鸭只能拿着烤鱼撕给大金吃 还没等他给大金做心理疏导呢 大金就伸着脖子直呦呦 这么难伺候的吗 这狗什么时候开始不吃鱼的 唉 这一下子离了扬州 猫啊狗啊铁啊 都不怎么适应呢 春鸭不由自言自语 没想关木青的声音 却从背后喘来 第一次总归是这样的 慢慢出门的次数多了 便也习惯了 你先把大金小菊放船舱里 慢慢再放出去 他们不出几天便能适应了 人家淡民船上偶也有养猫的 专门为了防水耗子 便是这般养成的 春鸭回头道 也行 那一会儿就把小菊放咱们仓房里 不过你们这是要去干嘛 马上开饭了 铁头说要学射箭 一会儿吃了饭 我带他到前头甲板去练练 关木青拿起了春鸭的小弓箭 就借了县主的弓箭一用吧 也好 春鸭想 铁头这会儿情绪还不怎么好 让他有点事干 转移转移注意力也挺好 顾婶儿烤了三条鱼 上头只撒了粗盐和用香料末的粉 并又煮了条新鲜的猪肉 切了薄片 倒上蒜泥酱油和麻油调的料汁 外加一盆粗溜白菜 便喊了可以开饭了 仓房里头腾不出地方 好在人家神兵吃饭 也得用桌椅板凳 为人家借了两个小桌子 几个小板凳 直接摆在后仓甲板上 就着十月里的冷风吃饭 就这就餐条件 顾婶儿还分了两桌 春鸭也不好说啥 她虽然不怎么介意 可无奈人家顾婶儿当姑娘介意呀 硬坐在一起 反而让人家吃得不安心 春鸭劝自己算了 时代不同 观念不同 便不要强按着人家 非得搞啥人人平等了 人家怎么舒服 怎么来吧 反正吃的喝的 尽量别亏待 人家就是了 一群人吃饱喝足 顾婶儿和善姑娘整理战局 关木青带着铁头高铜 上前头练射箭去 时鸭和丹燕继续捕鱼 时鸭说这个地方正好大鱼多 抓了鱼让顾婶儿腌着慢慢吃 春鸭说 奶奶不是带了几大筐的咸鸡腊肉吗 可时鸭却说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这儿的鱼也不怎么淋漓 不舍鱼总感觉好像太姑父之船 停在这儿一早了 春鸭拿着肉汤拌了米饭 里头还给大金撕把点肉 大金闻了闻 觉得这才是她该吃的饭 这才巴吉巴吉吃了起来 吃上两口 还不忘巴拉巴拉自己脖子里的链条 而大菊两条鱼吃下去 已经好了不少 不过看到春鸭 还是时不时的喵喵两下 前头关木青跟神兵营现在的主官 就是之前御林军带队的庞云打招呼 说是前头甲板地方大 孩子第一次出门想家得很 让他练练射箭 也好转移转移注意力 庞云此人自小在京中长大 家中老爹是东城兵马司的指挥 这官职 还是他爷爷传给他老爹的 所以全家上午 故而对关木青他姐夫 就是王宗元这样有真实战功的将领 是比较崇拜的 更何况他和徐达交情不错 神兵营能办到如此地步 徐达功不可没 所以庞云一听说是铁头要练射箭 忙喊人拿了几个曹朵子出来 说是船上虽然没有靶子 但是用曹朵子练也是一样的 说话办事很是客气 关木青三人忙到了谢 趁着日头还没吸尘 关木青抓紧交了铁头 一些基本的拉弓引箭的窍门 然后让他自己放箭试试 可惜铁头平日里 虽然跟着大师傅站过梅花桩 打过八级拳 力气倒是比统灵还是大不少 可这准头是一点没找的感觉 一箭直接射在了围杆上 惹得旁边闲出屁来 看小孩学射箭的神兵营的人 直笑这孩子天赋好像不怎么好 虽然庞云说话客气 但是笑 他也是笑得最大声的 他自认骑射一流 若不是当初皇上让是枪支 他得了射击第一 也不可能让他带队去扬州的 照这个理论的话 庞云自我感觉 应该是大干射击第一人了 所以看到这种歪到天边去的小洛基 他实在忍不住觉得搞笑 不过铁头也不在意人家笑他 也不用关木青说 他便对边上看他笑话的人说 莫要笑了 谁都不是娘胎里便会射箭的 我这也是第一次 多练几次便也能射中那草坝子了 庞云大喝一声 好 是个男人 反正有天赋没天赋不知道 这孩子讲的倒也有几分道理 庞云自然不另夸奖 关木青也点头称是 说是多练练便能找到感觉了 于是 一个认真的教 一个认真的练 直到太阳西沉 铁头这件渐渐从桅杆 射到了船弦 再射到欠船的麻绳 然后在差点射到庞云脚背的时候 庞云终于受不了了 徐小公子 要不然今日算了吧 或者你不是读书人吗 要不就认认真真读书得了 铁头叹气道 主要是我拉宫多了 力气变小了 准头更不稳了 若是石金姐姐 定能百发百中的 庞云脱口而出 女的咋百发百中吗 百发十重就不错了 他知道徐家那县主叫春鸭 虽不知石金是谁 但是刚才上船的时候 看到了个零了七八个 包裹的大庞丫头 他觉得那丫头可能就是石金 毕竟只有力气大的人 才配得起用金粮启名 那丫头看上去虽然力气大 但感觉有点憨憨的 射击又不是过家家 不用点脑子 肯定也是干不好事的 所以庞云才会脱口而出 女的射箭不行 关木青 铁头 高童三人 你看我 我看你 不知做何回应 还是铁头这孩子 比较不怎么爱给人面子 便问一句 庞大叔 既然这般说 那敢不敢跟石金姐姐比试比试 呵呵 这有何不敢 不过先说好 到时候输了哭鼻子 我可不管啊 庞云 很自信 三人都意味深长地看着庞云 然后点了点头 去吧 庞云转着手腕朝铁头笑笑 喊你的石金姐姐来 放心 我会搂这点的 铁头一扫之前低落的心情 异常兴奋的硬了一声好 蹭蹭蹭蹭蹭蹭 往后甲板跑去 边跑边喊 石金姐姐 有人挑战你射箭啊 快来啊 石金姐姐 射鱼射得百发百中的石金 这会儿正觉得无趣呢 一听铁头 喊有人挑战他 便拎着弓箭蹲蹲蹲 往铁头那儿奔去了 春鸭跟在后头喊 慢点 一会儿再给人甲板踩个窟窿 谁呀 哪个这么不开眼 非得找孽呀 铁头见两人来了 忙把前情提要那么一说 难得有热闹看 春鸭很是高兴 石金更是说 太好了 漫漫长夜 实在无趣的紧 有人来逗乐子 春鸭小姐 那我就给他们露一手 露一手 虐一把 就没见过这么上 赶着受虐的 春鸭简直不要太欢乐 于是铁头带着春鸭石金 很快到了前头 见两个草朵子 都已经摆好了 每个朵子上都放了把纸 因为有草朵子在 所以也不能把 灯笼点得太靠近草朵子 好在日头 才下山没多久 站了远了 那靶子多少 还是能看得轻一点的 庞云见人来了 便上前打了招呼 问石金 是不是你来与我比试 其实若是这种事 放在别人身上 一个五官 和一个丫头比试射简 那是绝无可能的 但是庞云从小长大的环境 就是谁打架厉害 就听谁的 家里头天天跟斗手尝试的 礼仪这种事 在他们武夫眼里 也没啥特别重要的 石金在别人眼里 也许只是个丫头 而在庞云眼里 却是个别角的对手 见有人问自己 石金便老实点头道 是 是我与大叔比试 庞云很想说 是这夜色衬托出了我的苍老 其实我并没有很老 但是 想想还是比试重要 他便也忍了 只说了下比试的规矩 很简单 每人实践 一环便是一分 得分高者胜 这个简单 石金点了点头 要来的箭矢 搭工拉闲 问了句 可以开始了吗 庞云反倒是一愣 顿时对这大胖丫头 生出三分好感 不错 爽气 是他们武将喜欢他的脾性 看这丫头脾气和他胃口 他决定 一会儿多少还是让让他 别让人家女娃娃 输得太难看 于是他点了下头 鼓励的话还没说出口 就听那丫头说了一句 好嘞 一只箭已经放了出去 毫不拖泥带水 然后 那箭 稳稳地中了把心 春鸭喊了一声 好 然后转头小声 问关木青 这庞云怎么回事 为啥要这么对自己啊 跟石金比试射箭 一个不好就得怀疑人生 春鸭早就体会过了 怎么还有人 要往枪杆子上撞呢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铁头 还是有点像你的 坑挖得不错 关木青微笑道 一旁的铁头咧嘴直笑 是呢 都说大哥像我爹 我跟我姐像我娘 截人说话间 石金已经连发了五箭 而庞云只是呆愣在一边 那嘴不自觉地慢慢 慢慢地越张越大 直到石金石箭射完 全部命中把心 喊了一声 大叔 你咋自己不射箭啊 不过我是一百环 大叔好像也没啥射的必要了 石金好样的 回去让单姑娘给你加餐 春鸭的一嗓子 把所有在甲板上围观的人的魂 给喊了回来 人群突然巢掌开了 还有人在里头起哄 庞大人 你壮事都设完了 你也赶紧来啊 庞云这才受了下颚 喊住了急着跟春鸭 去后头吃加餐的石金 石金姑娘 你师从何人 没师从啊 就是我家夫人偶尔会指导我 哦 那我应该是师从我家夫人 石金很笃定地回答 庞云觉得自己有点站不稳 他又问难道姑娘不想看看 我这个对手的表现吗 其实石金觉得不用了呀 这不是耽误他吃点心去吗 可转念一想 夫人曾经说 鄙视的场子上 得先尊重对手 对手才会尊重你 于是石金停下了步伐 赔了一礼 才道 对不住啊大叔 我一时忘了 你开始吧 春鸭和关木青 接停下了脚步 而高童已经先走了 他真的不忍心 看一个老兵的射死现场 庞云不知为何 突然紧张了起来 看热闹的下属 也躁动异常 放言说 自家大人骑射功夫了得 定也是一百环的成绩 略微压制住了 自己紧张的心情 庞云拿起弓箭 深呼吸了两回 才放出箭去 好在第一箭中了十环 之后的三箭也接中 可庞云却越来越紧张 那胖丫头站在旁边看着他 他居然感觉到了压迫感 可正所谓 越紧张 越出错 越在乎成绩 成绩就越是会离你而去 果然到了第五箭 八环 石金盲道了声 大叔 我赢了 不过你别难过 你这个就挺不错的了 说完 便行了一礼 迫不及待地拉着春牙跑了 庞云冲上前去 拉住了也跟着要走的 关木青 关公子 这石金姑娘的设计 真的只是王夫人 指导了一下吗 是啊 不过我姐姐充其量 也不过是指导了 一下石金 怎么用弓箭 她就是那种 娘胎里就会拉弓射箭的人吧 庞叔不必太过在意 反正石金这本事 也是无人能及 关木青觉得 庞云还是看他些好 我25 庞云突然说道 你叫我大哥也行 嗯 这无厘头的话 着实让关木青 有点摸不着头脑 不过这人长得 未免的确也是沧桑了一点 25看着像四五十似的 不过他也不准备 多追究这些 只是点了点头 说了句不好意思冒昧了 以后便叫你庞大哥 然后匆匆往后头去了 看庞云和石金比赛的 神兵众人也渐渐散去了 走前都要拍拍庞云的肩膀 让他看看些 那姑娘这么壮 拉弓拉得好也是大概率事件 庞大人还是挺厉害的 带的人群都走了 只留下了一个庞云人 坐在草垛子上怀疑人生 沉默半想之后 他鬼使神差般地说了句 这女娃得劲 不过得劲 小妞根本也没把 这鄙视射箭的事放在心上 她反正吃了 善姑娘的陈皮红豆 翻属糖水 便露着肚子 抱着猫回仓房睡觉去了 大局今日吃了一天官司 火气大的都不行了 无奈被石金钱在胳膊下 动弹不得 只能嘴上骂骂咧咧个不停 见大局都进屋了 大金自然不甘被拴在外头 汪汪汪个不停 春鸭值得解了大金的锁链 准备把她也一并带进屋内 可以解开大金的链子 大金就搜了一下 往前头飞奔而去了 关木青和春鸭赶忙去追 高童拿着根链子 站在原地思考了一瞬 想想自己好歹也是个保镖 还是得看顾那两位一二的 于是把狗链子往一旁 正在收拾碗筷的善姑娘手里一塞 也跟着往前头去了 前头甲板上 狗费声 今日那狗一猫都叫还半天了 他也没怎么当回事 直到大金急匆匆跑到草垛子边上 转了两个圈 一抬脚便开始往 庞云坐着的草垛子上撒尿 庞云这才骂道 风风好大呀 哈哈哈哈 关公子 县主 您二位是来找狗的吗 春鸭只觉尴尬不已 呵呵傻笑两声 跟庞云陪了个不是 解释说是他不好 关了狗子大半日 这会儿这狗是憋急了 让庞云别介意 庞云连忙摆手说 然后三人便陷入了尴尬的沉默中 等狗子尿尿 还要尬聊 真的太为难人了 可大金被拴了半日 解决起来也需要时间 三人便静默无声地 等着大金尿完 好带他回去 一时间 这前头甲板上的气氛 就有点凝滞 高童赶来的时候 便看到了三个人 神情诡异地站着 中间那狗撇着腿正在尿尿 长久以来的战斗经验 让高童觉得 此时这个氛围不怎么对头 他下意识地想走 可看那狗滋了一地的尿 庞云脸色又不怎么好看 他也怕一会儿 若庞云为难亲少爷 他还是得在这守着才行 于是 高童便只能默默地 站在关木青身后 静静地等着金哥办事 几人好不容易 等到大金解决完了小的问题 春鸭赶忙喊了两声 大金走了 不料大金却一不做二不休 沉下屁股 开始解决大的问题 春鸭忙跟庞云道歉说对不住了 这狗可能是才离了家 不太适应 平日里还挺正常的 说完便上前揪了大金的后脖颈 想要把他拉走 可无奈大金恨不得比春鸭还重 春鸭死活拉不动 关木青看着一人一狗拉拉扯扯 便倒让大金安心干自己的事吧 一会儿再打扫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庞云无语问天 只觉眼前飞过一排排乌鸦 今日真正是倒霉透顶 他觉得连这只狗都在鄙视他 带着大金解决好了所有问题 也不用春鸭喊 他反倒是冲春鸭叫唤了两声 然后自己晃晃悠悠往后头走去了 春鸭忙说要去打水打扫 关木青抢着去拿桶 说让春鸭先走 去看看狗跑哪儿去了 一会儿别再掉江里 不过最终还是来凑热闹的高童 任命地滴留了水桶 捡了狗屎 冲了狗尿 把前头甲板给打扫了个干净 他真的怀疑自己脑子有问题 不然怎么会上赶着来扫狗屎 而春鸭回到房间的时候 猫已经占据了他的枕头 狗是不见踪影了 一问之下才知道 狗是去了隔壁仓房找铁头去了 于是春鸭到隔壁溜着门缝一看 铁头哭唧唧了一下午 吃了点糖水早就睡着了 排完毒素 一身轻松的大金 此刻正趴在铁头脚边 抬头看着春鸭 春鸭脑袋一缩 把门眼上 便准备回自己仓房里休息去了 不过还没等他进门 就见关木青和高童回来了 春鸭忙上去跟这两位表达了下 叫狗无方都是他的错 高童怒认地回答道 没事 我知道的 遇到这尊佛 也只是他命不好 大金到底也太会挑地方了 我瞧庞大人脸色总有几分尴尬 明日我带些绿羊春茶给他 也算给他赔个礼 毕竟咱们还得在这船上 住上个把月呢 关木青就纯粹属于 是春鸭的公关经理 春鸭忙点头道 行 再让时鸭给庞大人戳几条鱼 两人商议好了 明天无论如何得挽回一下 他们在庞大人心目中的形象 千万不能让人家觉得 他们就是存心来找茬的 这会儿船上人也多 两位也不便在月下对你闲聊 于是互道一声晚安 便各自回了舱房 忙乱了一日 春鸭也累得不行了 回到舱房就着丹燕打来的水 擦洗擦洗便准备睡了 可一躺下 却发现自己比隔壁的丹燕时金 还高出了一截 他起身一查看 才发现自己睡的木板下两边 还垫了两条木板 把他睡的板子给架空了一层 小姐 丹燕亲生说道 是关公子下午找了木板子 来给你垫上的 关公子对你还挺细心的 丹燕觉得 关公子除了常常因为 觊觎小姐的美貌 要动手动脚之外 别的方面倒真的还挺不错的 小姐配关公子 虽然吃亏 但是也不算亏太多 就说刚才春鸭跟石金插鱼的时候 怎么没看到关木青 原来小伙子是给他搞床铺去了 虽然简陋是简陋的 但是好歹算是跟下头的地板 隔了个空隙出来 潮气冷气多少还是会好一些的 你要不要也惊一惊 春鸭问丹燕 小姐说什么呢 咱们直接睡地板也睡的 有块板子都足够了 小姐赶紧睡吧 石金姐姐这会儿还没打呼 一会儿打呼了 你想睡都收着了 顾婶和丹姑娘 这会儿都睡着了呢 春鸭忙往被子里一钻 对对对 赶紧睡赶紧睡 然后抱着窝在被子中间的大橘 很快便入睡了 第二天 春鸭是在一阵阵 小声的讨论声中醒来的 她慢慢睁开眼睛 却被吓了个机灵 原是眼前凑着三张脸 是丹燕石金的大橘子的脸 春鸭忙揪着被子问 春鸭小姐 你是怎么从东头睡到西头 但是这被窝子却没散的 石金的表情 非常的求之若渴 嗯 春鸭这才坐起身来 发现关木青给她搞的 那个丐帮豪华床铺 的确还在东头 而自己此刻 却已经滚到了西头 大橘子坐在一边 舔着自己的爪子 冷静地看着她 仿佛在说 你压到老娘只有了 要不是看在鱼的份上 老娘早挠你了 哈哈 睡相 是不怎么好哈 哈哈那什么 天亮了 丹燕帮我梳头 起了 我起了 看着自家小姐如此可爱 虽然丹燕比春鸭还小了一岁 但是不免还是会露出 三分一母笑 找了婢子给春鸭梳洗一番 而石金得到的任务就是 等到了下一个码头 再打几条大鱼上来 给庞大人压压惊 这会儿天才蒙蒙亮 船老大正在跟船夫交代事情 所以船还没起毛 于是石金拿着公说 也没多大事 这会儿趁着还没起毛 便把鱼打了 到了下个码头 还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么多鱼呢 春鸭便让石金等等自己 可石金说了句不用 春鸭小姐梳头可得半日呢 且这会儿外头凉着呢 说完就背着自己的弓跑了出去 要说石金这娃 虽然平日里除了贪嘴了一点 别的基本都不争不抢 但是他自己心里 却挺为自己是个神射手 而感到高兴的 不然也不会动不动 就拉着春鸭一起比试 昨日那庞大人被他虐的 小眼神充满了对强者的崇拜 说实话 石金还是有几分得意的 于是今日 他便准备再在庞云跟前露一首 拿着耳料在冠木青船舱边 用气息般的声音说了句 少爷 我去前头打鱼去了 冠木青自然听不到 这像叹气一般的声音 石金自导自演地点了点头 没声音 就当冠木青默认了 背着弓 扛着鱼兜子往前头去了 到了前头甲板 神兵营正列队呢 一看 是昨日那女壮士来了 便立刻有人起哄 说是庞大人的冤家来了 正在炫话的庞云 呵斥了众人一声 才走到石金跟前问 石金姑娘 我这会儿没空跟你比试 咱们改日 庞大人 我也没空呢 再说多比试 也没啥好比试的 春鸭小姐说 让我给你们打几条鱼 后头的日子 还得麻烦大人照看呢 大人爱吃小鱼 还是大鱼 石金一边撒着耳料 一边问庞文 庞云一头雾水地问 打鱼 用兜子刀 这鱼也不至于这般蠢吧 石金微微一笑 射箭呀 直接把鱼射死了 用网兜兜上来就行了 大人来 让一让 鱼再来了 这么神奇的捕鱼法子 大伙都没听说过 众人也不列队了 呼啦啦一下子 全涌到船舰边上 要看石金打鱼 眼看船 都往一边侧了 庞云连忙呵斥到 都往中间去 看什么看 打鱼有啥好看的 一转头又跟石金说 石金姑娘请吧 然后满脸期待地等着看 石金到底怎么打鱼 看准了要打的鱼 石金便拉弓搭建 连发三件 然后凑一块吃食的三条大草鱼 便浮在了水面上 石金拎起兜子 把三条鱼全撩了起来 才侧头问 一旁下巴恨不得掉地上的庞云 大人 够吗 够 够的吧 庞云木讷地回答道 而没看成石金打鱼的众人 不由地发出阵阵WOC 这姑娘人如其名 牛X啊 看来 昨天那十个十环 只是开胃小菜而已 实际上 这姑娘可能是后裔后人吧 心中得意万分的石金 朝庞大人笑道 大人慢慢吃 吃不完 咽咸鱼也可以 我先走了呀 说完 便迈着豪迈的步伐 扛着自己的弓和兜子 往后头走去 这会儿才醒过神来的庞云 忙喊住他 女壮士 不是 石金姑娘 请你收我为徒吧 那不行 我教不来人 铁少爷 呃 不是 新少爷都没教 再教了这大叔 一会儿春鸭小姐知道了 该不高兴了 哎 一个人拥有一项什么过硬的技能 到底还是有些烦恼的 不过 庞云出生五吃之家 看到高手自然不愿放过 忙说 不拜师 切磋 切磋总可以吧 石金停下脚步 回头看了看庞云渴求的眼神 皱眉沉思了三秒 便点头道 也行 不过得 我家青少爷同意哦 然后转身 潇洒离开 空流庞云 看着石金的背影 久久不能平静 直到有人喊他 庞大人 别看了 人都走没影了 您这不会是看上 这大胖丫头了吧 哈哈哈哈 我错了 你来 蹲着 对 半蹲 蹲半个时辰 庞云说完 又瞟了一眼石金离开的方向 这才叫来了传老大 问什么时候起毛 而办完差事的石金 心情大好 就着故事儿熬的百米粥 稀里呼噜吃了八个荷包蛋 吃到第九个的时候 春鸭实在忍不住阻止了石金 石金 咱们悠着点 早上这是打了多少鱼啊 这么高兴 三条 但是庞大人好像很羡慕我会打鱼 要跟我切磋呢 石金笑眯眯地说道 我也要切磋 石金姐姐跟我切磋 铁头一改昨日的维米 不知关木卿早上给他下了什么迷魂药 一大清早起来 这娃便像打了鸡血一般 不过 既然有事儿能转移铁头的注意力 那春鸭便也不多阻止 他就怕铁头老缠着关木卿 一会儿再耽误关木卿念书 开春便要会试了 这会儿关木卿主要的任务 还是得好好看书备考 而他虽然也是闲得蛋疼 但是猫啊狗啊的得伺候吧 给关木卿打的围巾 才打了一个巴掌那么点 好歹这围巾得打好吧 顾婶和单姑娘去了京城 就得去龙凤楼了 这菜单什么的还得再设计设计 吃时得捣鼓捣鼓吧 这么一盘算 春鸭觉得自己其实也挺忙的 便挥手让铁头以后就更好使劲 别掉河里就行了 于是之后的日子 这几位蹭船的 倒的确都挺有事儿干的 该读书的读书 该挖坑的挖坑 该打鱼的打鱼 猫啊狗啊的习惯了一段时间 便也放了他们自己 在船上活动开了 大橘子为了捞挂在船舷上的咸鱼 钓过两次浆 还是大金汪汪个不停 才被春鸭发现给捞上来的 而大金见到曹朵子就撒尿 拉屎避在前头甲板 高童除了任命 也毫无办法 大橘子虽然不怎么爱搭理人 但是上厕所却还挺自觉 每次都是挠了那船尾侧间的门 让人给它放进去 对准了镂空的洞洞 就会自己拉屎尿尿 不过自从掉了两次浆 这会上厕所必须春鸭陪着 虽然这侧间穿风的厉害 不过好在这船不算小 船头船尾各有一间茅厕 大伙用起来也不算尴尬 就这样的卫生条件 春鸭就挺满足的了 好歹没啥味不是 而春鸭那条像三尺白铃般的围巾 也终于在天冷的 没法再在外头吃饭的时候 总算是大功告成了 关木青很高兴 戴着那围巾就不肯脱下来 说是柔软舒适的很 还说春鸭运气好 他得带着围巾去烤场 到时候烤不烤得上 全看着围巾了 惹得春鸭直嚷嚷 小关你甩锅可不行啊 相较于春鸭这种织围巾 编菜谱之类的小成就 石金那成就比较明显了 因为旁云日日喊了石金切磋射鱼 随着石金的动作越来娴熟 旁云的精准度越来越高 铁头偶尔十次里 也能打中一次之后 他们船上吃鱼的频率 就越来越高了 高到神兵营的人跪地求饶 求女侠放过鱼儿吧 万一人家鱼爹鱼娘 是出来找食吃 回去还得喂孩子呢 鱼孩子也是孩子 不能耽误孩子吃饭啊 石金倒是无所谓 反正他也已经接受够了 旁云崇拜的眼神的 说实话 这次日日缠着他 他都没空干别的了 着实有些厌倦了 可旁云不厌倦啊 他练拳练剑二十多年 日日都练 从不觉得厌倦 这打鱼才打了几日 怎么可能厌倦嘛 于是旁云便说 不吃鱼可以 就跟后仓县主他们一般 量成咸鱼干 但是打鱼这个事情 是不能停止的 结果 一条正经的官传 靠岸人家就看到 船舷上琳琅满目地 挂满了大大小小的草鱼 寄鱼 鲤鱼 鲸鱼 各种水系 各个地区特产的鱼 草运码头的人 接过旁云的公文 一时间还无法接受 他们是条正经官传之事 只问旁云 大人 这鱼 你管呢 朝廷机密 你都要问 旁云反正是京城混大的 虽然家里头官职 最高不过六品 但是也是实打实的 京城街溜子出身 吓唬人还是可以的 每每曹运署的人 被这满脸凶相的 旁大人吓唬过了 便也只能 NOO地允了他们靠岸 然后安排不及不在话下 只是他们 也确实想不明白 咸鱼 到底是个啥暗号 船行越鱼 终将靠岸 下船前一日 春鸭他们拿出了菜奶奶 给带的最后的一些咸鸡腊肉 让厨娘做了几锅大菜 与神兵营众人分享 神兵营的人都快哭了 这一月来 早饭咸鱼配粥 午饭炖鱼 晚饭煎鱼 好不容易大人允许不吃鱼了 但是这咸鱼味 充斥着整条船身 让人就着萝卜酱菜 都觉得是放鱼干的 他们都觉得自己 快变成猫了 今日先是庞大人 让收起了船船上 所有的咸鱼干 收了整整有四楼筐 后又有县主送了猪肉鸡肉 他们这是 稍对哪门子香了 当然 春鸭主要是觉得 这些咸鸡腊肉拿回去麻烦 自己吃了快一个月 也快崩溃了 这会儿拿出来做做人情 倒是正好 不过 不管他目的是啥 神兵营的人皆说 还是学家大方 先前在北境 决爷还请他们吃羊 这会儿到了船上 县主请他们吃辣味 好人啊 鸡得呀 不像某些主官 天天把他们当猫养 再说 再说这四筐咸鱼 都送你家去 旁云发话 下头的人赶忙求饶 最后一顿晚饭 气氛很是热烈和谐 不过主要还是整个行程 都颇为顺利 虽然比预计的晚到了几天 但是也没有任何盗匪侵扰 很是和谐 要说没盗匪这事 神兵营的旗帜 就插在围杆上 上头画的就是炮和枪 船头两门大炮 也处在那呢 匪盗抢劫 也不是为了让自己 被打成筛子不是 待的第二日 神兵营的官船 缓缓停靠在了 京郊码头之时 码头上太子 王宗元和徐达等人 皆已经等着了 这接人的架势 倒是把船上众人 都吓住了 昨日停靠上一岗的时候 便有快马往京中送信 神兵营的船河时抵经 昨日皇帝便已经知道了 太勒太子亲自接管神兵营 皇帝也是有自己的考量的 这神兵营 造出来的都是重器 但是怎么说 都是打仗要用的 所以兵部几次提出 想要接手神兵营 但是皇帝皆没有批复 他思来想去 这要紧的事情 还是得攥在自己手里才安全 自己不能随意出宫 便派了太子来带他接管 而王宗元 如今正在京郊大营练兵 再加上官木卿回来 王宗元本也打算来接的 所以太子便一并叫上他 至于徐达 那就真是纯属巧合 他根本不知道 太子他们会来 今早有小太监来报 说苏公公让给绝业带个话 您家县主今日 就会到京郊码头 您安排安排人手 去接就是了 在这儿遇到太子 也唬了他一跳 他知道神兵营 在皇帝心目中的分量重 要不然 自己也不会出现在京城 而回不去扬州 但是没想到 却重到衙门搬家 还需要太子来接 既然太子都来了 庞云这小小的神兵营血统 变成了尘埃 见太子挪不而来 庞云赶忙上前请安 顺便把这次带来的东西 都一一给太子介绍了一下 太子走到甲板上 闻了闻 只觉得这甲板上味道很是奇怪 见官木卿也在一旁 先问了官木卿学业如何 官木卿说得了个戒员 太子高兴不已 夸了他两句 然后才问 你们这船上还带了咸鱼 回殿下 这回咱们回京 还把家里头玩猎的猫狗给带上了 所以的确带了几条鱼竿 是学生造次了 官木卿拱手请罪 这猫够肥呀 看来鱼竿吃了不少 太子看到大橘子 肥嘟嘟跟只橘猪似的 想想 可能这猫确实是胃口好吧 然后他转头又看到一旁戴着围帽 牵着铁头 恭恭敬敬站在一旁的春鸭 也不问春鸭事 只转头问徐达 钟永伯 这两位就是你家县主和柿子吗 回殿下 的确是微臣的小女和犬子 春鸭 那什么 春小 铁 心 徐心 对 徐心 赶紧的 给太子请安 徐达一开口 场面乱一半 王宗元差点憋不住笑出来 太子也听了一头雾水 铁呀 铅呀的又是傻呀 不过春鸭和铁头倒是很镇定 自家老爹 自己了解 两人上前恭恭敬敬地给太子行了礼 也不多话 很是一副老实孩子的模样 太子此行的目的 也不是为了接春鸭他们 既然都打过招呼了 太子自然喊了神兵营 收拾了东西 赶紧往京郊去了 王宗元则跟徐达打了招呼 让他顺便把自家弟弟也接回去 自己跟着神兵营走了 带着神兵营卸了东西 跟着太子走 已经是一个时辰之后的事情了 春鸭他们就这么默默地站着 因为太子不走 他们也不好乱动 又被关进笼子里的大橘子 差点没气死 可又因为笼子里还扔了鱼杆 这祸是啃两口 叫唤两声 啃两口叫唤两声 相较而言 大金要懂事很多 毕竟被大铁链子 锁住了命运的喉咙 他看到徐达想扑都扑不了 直到太子走后 春鸭让高童放了大金 大金这才扑到了徐达身上 舔个不停 徐达哈哈笑着牵了铁头 勾了春鸭 行李都拿好 咱们家去 关小哥一路辛苦了 石金 高童 走一起家去 张大夫今日特地准备了好酒好菜 就等给你们接风了 爹 来了几辆马车 春鸭摘下帷帽问道 徐达满怀信心地说道 三辆 我聪明吧 知道你这回肯定行李多 特地让正下去 多雇了两辆马车 正下 快来 爹 随我来 春鸭拍了拍徐达的肩 带着他往后仓房走去 徐达还说呢 行李多的话 咱们叫了脚夫这些都是吗 看着半仓房的行李 徐达不有感叹 你这是 把咱们扬州家里的东西 统统打包来了吗 别问了 去找挑夫和马车吧 路上再慢慢跟您解释 春鸭说完 背起了自己的随身小包裹 往岸边走去 跟在他们后头的官木卿解释道 达叔 这还是咱们苦吃了一个月的成果 上船的时候 东西更多 是我 大意了 徐达默默地回答 大意了的徐达 喊来了正下 邱芬也跟着一块上了船 先前有太子在 他们这些下人也不敢上前造次 只远远跪在旁边 此时太子走了 邱芬第一时间就跑上了船 等在边上想看他自家小姐如何了 春鸭见到邱芬 忙招手让他过来 邱芬 家里还好吧 都好的 邱芬点头道 就是小姐一去三四月 老爷夫人都想小姐了 其实说想 倒也还好 实在是两位也的确没险着 特别是张大夫 上午人机堂 下午蓝云记 晚上什么时还得跟着徐达 去跑跑上层社交圈 这夫妻两人虽然佛系 可身份如今摆在这里 徐达更无首辅 永逸后如今关系也不错 外加还有王宗元 也时常往家跑 这夫妻俩 其实被这几位邀请的次数也不少 再加上八王妃这些日子 又一直由张兰看诊条理 八王爷倒也给张大夫几分面子 有什么宴请三次礼 倒也有两次要叫上这对夫妻 其实 要不是八王妃拦着 八王爷是最好张大夫 祝他们王府得了 所以这段时间 这两人是东家不跑跑西家 张大夫都吐槽了几次了 这些富贵人家 怎么就那么喜欢开大席 贵妇们爱瞎攀扯嚼舌根的程度 其实也不亚于他们乡下泥腿子 就是话题从油盐降醋 东家嫁个了木匠 西家娶了个电护女 升级成了绫罗绸缎金银事物 侯爵家娶了伯爵家的 二品家的 家一品家的 总之就是换汤不换药 本质都是差不多的 张大夫出社这种社交场合 被排挤也是在所难免 特别是八王爷家的聚会 勋贵颇多 徐达这种半路杀出来的 才席绝三代的吊车尾爵也 看不上他们家的 还真不少 毕竟京城勋贵人家多如牛毛 徐家泥腿子出身 被领眼相待也是正常的事 不过张大夫是谁 她可是上过两次战场 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女人 这种语言上的挤兑 她压根不会放在心上 几次聚会下来 她甚至连名头跟脸 都不怎么对得上好 虽然吴夫人和八王妃提点过她一次两次 可张大夫本身自己也是 一脑门子的事 只见过一次两次的人 她也不怎么记得住 所以更不会把这些 连认都认不齐全的贵妇 太过放在心上 哪怕人家看她穿得比较朴素 损她两句太过寒酸 她也不过淡淡地说 倒也不是衣服的事 主要这蓝云机的布料 穿得舒服 价格又公道 平日里我家爵爷常说 皇上经常提起 说国库紧张 宫中皇后也尽量避免铺张 连皇后都避免铺张了 咱们做臣子臣妇的 不是更得尽量朴素些吗 挑事的人 也不想用身家性命来挑事 他们只不过是 看不惯这些穷酸 在京中充贵族而已 不过这都说到皇上皇后身上了 也只好略敷衍两句 皇后说得对 皇后说得事 也就作罢了 这种事 张大夫干了两三次 便也没人跟她瞎倒过了 张大夫简直求之不得 反正除了几家相熟的人家之外 别家也不会请他们 他就只跟主家能聊几句就行了 至于别人能不能搭上话 实际上他也不怎么在乎 所以邱芬说 夫妻两个想春鸭 其实这两人倒也不是故意不太想 主要还是客观上太忙 没空想 不过春鸭是觉得 他不在 爹娘定是想他想的都不行了 于是赶紧让郑下去 再去雇了八辆马车 月月安都装去人际堂 别的姐都先拉回家再说 她要回家 郑下一听 要雇八辆马车 腿一软 心中暗叹 果然是小姐回来了 气势不同凡响 然后回了身位 老老实实找马车和脚夫去了 关木卿件事情都安排妥了 便带着石金高童 跟徐达他们先道了个别 说先得回去把东西放了 一会儿再去他们家 春鸭千丁万主 石金得来 高童也得来 而且一定要把关姐姐叫上 关木卿点头应了声知道了 然后把脖子里的围巾紧了紧 正正津津地跟春鸭道了别 这才带着石金他们走了 徐达还说要让马车送他 可关木卿婉拒了 说是反正都得雇车 谁雇不都一样 未来老丈人心中还算满意 到底是真读过书的人 好歹还是有点眼力劲的 可等人真走了 徐达还跟春鸭嘀咕呢 这小官脖子里 那围巾哪来的呀 整得像缠着条白娘娘似 饿不过仔细想想 倒也还好 女儿邪视的眼神 让徐达想起了 这东西除了春鸭 好像也没第二个人 会给关木卿之了 妾 主要还是毛线不怎么好 春鸭甩锅功力 也是遗留的 徐达尴尬地呵呵两声 便拉着铁头问起了功课 铁头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这快一年的时间 读了多少书 被先生罚了几回 跟同学打几回架 好孩子 徐达反正也没仔细听 铁头说的 他光打量铁头 这一年时间长高多少了 这回到了京城 爹再给你找个好的学堂 你可得保持下去哦 铁头很高兴啊 虽然他的耿直 不允许自己跟爹说瞎话 但是没想到 自己回答了实话 爹居然没怪他 于是喜出望外的恩了一声 而一旁的春鸭却嚷道 爹 您到底有没有听你儿子说啥 啥 徐达转头 又问铁头 你那什么 现在几斤了呀 好吧 春鸭放弃了 正下没一会儿 便找齐了马车和脚夫 春鸭带的行李 渐渐从船上卸了下来 果然装了满满八车 其中五车是御员 春鸭让正下带着 直接送去了人际堂 另外三车是各种罐头啊 辣椒酱啊 吃的喝的用的重的 这些直接带回家就行了 于是众人兵分两路 离开了马头 坐在马车里 春鸭还纳闷呢 奇怪了 四筐咸鱼哪儿去了 刚才怎么没见着呀 不会是被庞大人给带走了吧 这人要这么多咸鱼干嘛呀 不会吧 我看神兵营的人 好像都不怎么爱吃鱼 庞大人拿干嘛呀 铁头最近也不是很想吃鱼 那四筐鱼不见了 他倒真是松了口气 其实春鸭一路上也没少吃鱼 所以四筐鱼 不见就不见吧 也无所谓了 省得到时候带回家 他娘再天天炖咸鱼给他们吃 这么想来 这鱼丢得还挺好 四筐咸鱼干 倒的确是庞云给带走了 神兵营在把东西装车的时候 庞云就让人把四筐鱼都一起装了 装车的下属都快给庞云跪下了 可太子还在前头 神兵营的人也不敢造次 只能硬着头皮把这鱼给装了 他们是服气庞云了 这吃鱼吃了将近一个月 还没吃够吗 这人是猫脱生的吧 神兵营到的京郊大营 有很助营的将官都等在边上 准备看看 久仰大名的神兵营 到底能带给他们什么惊喜 没想却等来了太子 众人忙恭敬的功身行礼 募送太子一行 往新开辟的神兵营的营地去了 结果大伙是神兵营带什么神仙武器 一点没看到 还闻了一鼻子的咸鱼味 有损一点的还说 这算啥神兵营入营啊 简直是东海龙王入宫呢 自个儿还带上干粮了 庞云这人吧 虽然对咸鱼执念很深 但是人好歹不算太笨 到了神兵营新营地 就让卸车的人 先把咸鱼给抬到营地点的地方去 别到时候再让太子给骂了 然后才假模假样的 去请了太子下车 已经不想关心 咸鱼到底去哪了的春鸭几个 说着话就回到了钟永侯府 铁头第一次见到自家宅门 居然如此气派 不免要问徐达 爹爹 您现在做了钟永侯 心凤可涨了吧 不然这么大的宅子 光凭他爹的五十两 一辈子了吗 男子汉大丈夫 就该铁骨蒸蒸 赚钱养家不是 徐达边拉着铁头进门 边不无得意地说 可不涨了吗 五百多两呢 啥 铁头大惊 也乃一年还赚两三千两呢 爹 您可得加把劲啊 说完 他还拍了拍徐达牵着他的手 以示鼓励 春鸭在后头听得咯咯直笑 直夸铁头好样的 都懂得督促爹爹了 徐达直说 铁头这孩子哪都好 就是这名字起坏了 这头太铁了 啥老实话都往外说 进了大门之后 大金的链条就给他解开了 大橘子因为不怎么喊得住 所以暂时还没把他 从笼子里放出来 这会儿他看着 已经能自由自在地 倒出自尿的大金 更是气得快升天 喵喵喵地叫个不停 因为春鸭他们的回归 忠勇伯爵府 瞬间就先活了起来 听小丝来报说 县主回来的的张岚 急匆匆从大厨房出来 迎了出来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不免眼眶微视 铁头 春鸭 快来娘看看 有没有长高带点啊 张岚站在花厅前头 朝着几人挥手 春鸭见到张岚 嘻嘻哈哈 就拉着弟弟冲了过去 跑到跟前 却把铁头 往张大夫怀里一推 还是先清香清香 你家小儿子吧 张大夫一把搂住了铁头 哎呀 娘瞧瞧 铁头想娘眉啊 这都长高这么多了 这屁股上都是肉啊 快跟张家旺一样了 娘 铁头强忍着泪 钻在张岚怀里 我可想你们了 你们下次再出远门 可记得带着我呀 被铁头这么一说 张岚鼻子都酸了 撸着铁头的大脑袋 点头直说好 下回到哪都带着他 撒了会儿交 铁头才从张岚怀里钻出来 说 大哥也可想你们了 大嫂都说 大哥想你们都想哭了呢 不知道为什么 张岚一听石头哭了 就忍不住的 觉得有点喜感 堂堂一个大掌柜 动不动就爱躲在 媳妇怀里哭鼻子 也是挺独特的了 这回咱们回京 我看大哥在码头 给咱们送行的时候 那表情就不怎么好 估计回家 也得抱着我嫂子哭呢 不过咱这也是 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总不能全呼啦啦 跑来京城了 扬州城里头那老些产业 都交给别人也不太好 春鸭说这话 像是在给铁头解释 也像是在开解自己 徐达也说 人啊还是得学着独当一面 什么名头爵位 都是虚的 京城里头有名无实 烂到根子里的 勋爵人家又不是没有 想要过得好 还是得靠自己的本事 石头这孩子心善人好 就是缺了果敢 是得让他多锻炼锻炼 以后若咱们铁定回不去了 便让他带着老婆孩子 再搬来也可以 到时候就看石头自己的心意了 铁头你也记住爹的话哦 别觉得以后能做柿子 现在就懈怠自己的功课 你这柿子的名 咱家还没报到皇上那去呢 你若是不好好念书学规矩 爹可还有后手 啥后手 春鸭也是嘴快 问出来他就后悔了 徐达见兮兮的一笑 我跟你娘可还年轻呢 要死啊你 张岚的无影手立刻险刑 一掌拍在徐达背上 当着孩子面说的什么废话 赶紧的 秋芬啊 去看看小姐的行李 都送进来了吗 整理整理 一会儿小官他们来了 就准备开饭了 秋芬应了一声 夫人稍等 我去前头瞧瞧 便拉了丹燕走了 花厅里头有指手的小丫头 所以秋芬这会儿 拉了丹燕走 也不妨碍主子们要茶药水 她是真的忍不住了 急切地想要问问 自己嘱咐丹燕的差事 丹燕有没有办好 可秋芬话还没问出口 就听丹燕带着哭腔小声说 秋芬姐姐 是我辜负了你 小姐她 她和关公子 她 秋芬下的原神都要出窍 忙拉着丹燕到了一处僻静处 见左右无人 才紧紧握着丹燕的手 低声问 姓关的到底把小姐怎么了 你原原本本告诉我 好你个关木青 人面兽心的登徒子 看一会儿夫人怎么剁了你 关公子 牵了小姐的手 还摸了小姐的鼻子 还不止一次 丹燕很气愤 哎 就牵了手 秋芬觉得自己呼吸不怎么顺畅 丹燕摇头 不止呢 还摸了 我看得清清楚楚 摸哪里了 秋芬又提起了一口气 摸了手 还摸脑袋瓜子 丹燕就是一副小女生告状的嘴脸 秋芬忍着揍一顿这死丫头的冲动 又问 还有哪 嗯 丹燕皱眉想了半天 才到 还捏了小姐的脸 一点都不像读书人 吃了一嘴二手狗粮的秋芬 叹了口气 语重心长地跟丹燕说 这用牵手啥的 你当下能悄无声息地解决的 就悄无声息地解决 如果解决不了 就当自己瞎了龙了 或者就当自己是扇门板 是个凳子 是个桌子 总之别把自己当人就行了 这是秋芬长久以来的战斗经验 丹燕犹疑地点了点头 又问 那秋芬姐姐 咱们要告诉绝爷和夫人吗 不用了 秋芬摇头 到底牵手也不是一个人的事 一会儿 绝爷和夫人在骂了小姐怎么办 虽然秋芬觉得 这事小姐也有责任 可该给小姐都住的 不还得给小姐都住吗 俩小丫头在花园 一脚嘀嘀咕咕半天 这才往前院去了 到了前院 秋芬再次惊呆了 她默默地转头问丹燕 带了这么多东西啊 关键是 行李里头 居然还带了两个人 小姐她们是不是把人给忘了 不是啊 还有五车 让郑大哥送人祭堂去了 咱们出来的时候带了十车 船上吃掉了两车 这会儿还有八车 这正好三车 丹燕别的倒没什么 就是跟着春鸭这些日子 这心里的小算盘 打起来噼里啪啦可快了 无语望天的秋芬 深深叹了口气 然后立刻进入到了整理分类中 又让丹燕去把小姐请来 这老些东西到底往哪归置 两位各遗忘人该怎么安置 都只能让春鸭小姐给主意了 没一会儿 春鸭就出来了 跟着春鸭一起出来的张蓝 见到自家院子里堆放的东西和人 也吓了一跳 除了春鸭和铁头的换洗衣物之外 前院还堆着许许多多的粉条子 番薯粉 干辣椒 辣椒酱 各色的罐头 几大罐的酱菜泡菜 几大包的各类种子 各种菜干等等等等 拉拉杂杂一大堆 另外最重要的 还有被他们爷撒给忘记在了前头的两个厨娘 和厨娘们叮令光朗的家伙时 见到两位厨娘 春鸭这也才想起 这两位厨娘是坐在后头装行李的马车里的 自己回家太过激动 把两位给忘了 她赶忙道歉 然后给张蓝介绍道 这两位是挺姐姐那来的厨娘 顾沈原先就是大人家的厨子 擅长淮阳菜 和各种肉类的烹饪 单姑娘是原先咱们摘辛格的白爱师傅 摘辛格以前出的蝴蝶苏啊 但她爱爱什么的 都是我出的大概方子 单姑娘根据卢摇温度和食材脾性慢慢改进的 两个迷茫了半想的人 见春鸭终于想起了他们 也是激动万分 赶忙说自己也不过是会些雕虫小技罢了 张蓝笑道 两位来了 可真是解了绝爷的燃眉至极 皇上这都催了不知道多少遍了 每每上朝 都要留了绝爷身斥两句 说他办事太慢 龙凤楼到现在还没开起来 两位一位擅长红案 一位擅长白案 真是再好不过了 今日二位先歇歇 明日让绝爷带你们去龙凤楼看看去 尽量早点开张吧 也省得皇上五六日 便要伸吃绝爷一回 顾婶和丹姑娘听得腿都要抖 绝爷家的酒楼不开 就要被皇上伸吃 那说明啥 说明开了 皇上就得来吃了呀 皇上 九五之尊的皇上 要吃他们捣不出来的饭菜点心 紧张 忐忑 可又觉得很兴奋 是怎么回事 两位即将迎来人生高功时刻的厨娘 脸上表情瞬息万变 张蓝怕他们再这么情绪起伏过大 对血压不利 便喊了人 把他们暂且带下去休息 然后看着前院那一大摊子东西 问春鸭 这些 你准备怎么处置 娘 我大表姐 阿佩 二表姐可厉害了 辣白菜都做出来了 以后让人切了你尝尝 味道实在正得很 秋芬 你让人 把这些腌菜缸子啥的 都搬去厨房 可别摔了呀 水果罐头都入库 这些到时候送人要用的 菜子儿给我就行 后头冬花园有暖房 我准备重点反击蔬菜试试 张蓝直说她 就是咸的 这北方的冬天 又不似南方 到了月底开始下大雪 暖房被雪一盖 直接便冰窖 虽然觉得张大夫此言有理 但是春鸭嘛 就是咸的蛋疼的代名词 她还是收了几大包的菜子 准备伺机而动 整理好了前头的事 春鸭他们几人 便坐在花厅里 硬撸着脾气很坏的猫 说着话 没一会儿 大金挤干了身体里 最后一滴尿 也屁颠屁颠地 到了花厅里 冲着张女士叫了两声 可能也许算是打招呼了 几人吃着点心 他们的到来 而回到将军府的关木青 先让小四打热水来 船上洗澡不方便 每每烧水就要烧很久 为了让春鸭这个 看着大大咧咧 实际上很爱洗澡的小姑娘 能洗得尽兴 关木青基本都是擦擦就算了的 所以这会儿回家 他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洗澡换衣服 不过还没等小四把水打来 已经得知关木青回来的关境 急急忙忙跑到了 弟弟住的院子里 拉着弟弟直说 你个小子没良心啊 我都等你这么久了 你回家也不知道先来见我 你姐夫也是的 说了是接人接人 这是接到天边去了呀 刚才在你院门口问了丫头 说你正在哄带姐睡觉呢 所以我才先回自己院子里的 姐 你这些日子怎么样 关木青其实也挺惦记关境的 不过如今自家姐夫 就在京郊大营 两三天便回来一次 兰姨达叔也住得不远 所以他才能放心 陪春鸭回了扬州 关境撸了下 自己微微隆起的肚子 吃得下 睡得好 脸都圆了两圈了 倒是你 得了戒缘虽好 可这读书归读书 你怎么能把自己读瘦了那么多呢 到底还是身体要紧些 这策论 日血夜血 精液 日背夜背 到底还是伤身体的 不过关木青的说辞 却是 我是要多多适应 考场里的环境 才对自己严格些 没事的 姐姐放心 我现在都习惯了 到时候进了考场 体力肯定跟得上 关家 也是武将出身 对这种瘦了胖了 也不会特别的纠结 所以 既然关木青觉得自己吃得消 关境也不会反复叮嘱 他们习武之人 都没那么磨叽的 他只吩咐了关木青 抓紧时间换洗一下 一会儿他们还得去徐家 吃洗面去呢 那关木青哪儿 还有磨蹭的道理 只说让姐姐稍稍等等 他马上就好 带着关木青换好衣服 整理好仪容 关境便带着家里的大姐 和关木青时今 一起往中永伯府去了 虽然徐达他们也邀请了高童 可高童不干啊 说自己回来了 就得担任起将军府守卫之责 他现在看到大金就条件反射的 想拿木桶和扫把 真的 他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所以大金 能不见 他是不会再见的 当然 高童受的这点心灵伤害 关木青是看在眼里的 不过男人嘛 也不会那么矫情 安慰之类的不必了 一会儿回来 再给高童打赏 些实质性的东西就行了 于是一行人 坐着将军府的马车 往中永伯府去了 到的中永伯府 门前小四已经后着了 见将军府的大马车来了 即刻开门迎客 张兰带着徐达春鸭和铁头 接迎了出来 这回可是麻烦小关了 不过你怎么瘦了那么多 听说你得了个戒缘 可不容易呀 不过读书重要 身体更重要 走走走 今日咱们就不分桌了 兰姨给你熬了乌鱼汤 好好补补 张兰说完 关木青脸色顿时绿了三分 春鸭朝他偷偷做了个诱的怪腔 恰巧被关静看在了眼里 关静俯着肚子愣着片刻 转一个机灵 只觉自己要裂开了 不会吧 亲儿 不会的吧 没想关木青对春鸭的鬼脸 却露出了慈爱的微笑 关静开始走神 他们老关家就这么一个毒苗 可这毒苗要成了毒苗 也休怪他下手无情了 不过 亲儿向来是个知轻重的孩子 不会的不会的 绝对不会的 心事重重的关静被请到了花厅 张大夫让石金也在这吃 可石金死活不肯 说是去厨房找了丹燕一起吃 张大夫也没有强求 只说让石金别客气 想吃什么跟厨娘说就是了 几人围桌而坐 菜一道道的上 徐达和张兰因为孩子们来了 还挺高兴 赶紧让丫头分了鱼汤 让大伙赶紧喝 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喝了 关木青实则也是吃鱼吃得厌气得很了 但是这鱼汤 既然是未来丈母娘给盛的 便只能硬着头皮接了下来 铁头唧唧歪歪地说不要喝汤 要吃大肉 张大夫还批评了他两句 让他不要挑食 铁头在家吃喝都挺粗糙 跟张家旺他们一起吃饭 都是胡伦吞的 这会儿被批评了 也不辩驳 端起碗就是干 一碗汤当药 一般当当当 就喝了下去 只春鸭奋力抵抗 说自己在船上吃了太多鱼了 这会儿闻到这鱼汤味都快崩溃了 聊起勺子还故意忧了一下 张大夫怕他一会儿再在外人面前失礼 便瞪了春鸭一眼 让他在饭桌上别这么恶心人 赶忙把汤给撤了 铁头觉得自己那碗汤算是白喝了 说自己其实鱼也吃腻了 让他娘半年内还是少让厨子做鱼吃 到时候影响胃口就长不高了 然后他还把跟石金在船上打鱼的意识 跟张大夫他们说了 徐大才说 我说你们船上怎么带那么多咸鱼 合着都是自己打的鱼呀 神兵营这一趟倒是不错 起码两个月不用买鱼了 合纸两个月 我看他们两年都不想吃鱼了 春鸭说完 想起那成堆的鱼 还是忍不住要打个抖 可是 从春鸭在饭桌上 用了一口之后的人物对话 关键是半句都没往耳朵里去 闻到鱼汤味 都吐了 这还能好 关木青这个臭小子 真是好大的狗胆 要是这事是真的 那那那 关键考虑要不要自己先动手 毕竟自己动手 还能留条弟弟的一条狗命 一餐饭 大伙吃的都挺乐呵 毕竟辛苦了一路 回家能吃上一顿安稳饭 自然让人觉得身心愉悦 春鸭更是作怪说 这身子不晃荡 好似都吃不来饭了 众人皆笑 关键反正也是浑游天外 呵呵跟着笑 虽然不知道自己在笑些什么 他只看自家弟弟 这不知死活的模样 心里默念 今日你且笑得欢 一会儿回家 看我怎么收拾你 吃罢晚饭 张岚还要留关键 他们吃口茶 可关键说 大姐可能要喝奶了 带着弟弟使金 匆匆跟张岚他们告了别 回到了京城 关木青自然不能跟在 扬州那般死皮赖脸 想着这些日子 春鸭其实也挺累的 便跟春鸭道了声早点休息 这才跟着姐姐走了 张岚看着 关键他们远去的背影 狐疑地问徐达 关键今日有什么事吗 还是京郊有什么事 我看他今日一顿饭吃得魂不守舍 他家大姐都睡着呢 说要喂奶去 春鸭 你是不是在船上为难小关了 哪有空 春鸭立刻自证清白 猫啊狗啊铁啊要不要管 我爹那龙凤楼的菜单要不要想 新菜要不要跟厨娘讨论讨论 对了 我还打了围巾 小关的脖子上的围巾 就是我打的 这不都得花时间吗 再说了 小关也不是会告状的人 大概是关姐姐怀孕 那心情就容易起起伏伏 您不用多想 说到小关的围巾 张大夫忍不住吐槽 那叫围巾 你不说我还以为 他裹了根船上的欠什么呢 你最近先帮你爹 把龙凤楼的事给办起来 之后便跟我去来云记学学 怎么打毛线吧 小关也真是可怜的很 拿的帕子是臭豆腐的 拿的围巾跟条上吊声似的 你这是存心逗他的吧 春鸭识口否认 说自己的实力就是这样了 还要好 那肯定是不能够了 几人送完人 正说着话往花厅走呢 就听花厅外头 一声横利的叫声 接着便是瓦片掉落的声响 春鸭三步两步 向花厅飞奔而去 只见屋檐上掠过两道黑影 和一只橘珠 敦视而敏捷的身影 大菊 回来 春鸭立刻大喊一声 大金也在旁边汪汪汪直叫 大菊这才停在了 钟永伯府的围墙上 朝着远去的人影 发出低沉的痴痴声 仿佛在说 来啊 老娘可是忍了一路的脾气了 看我能不能挠死你们 跟在春鸭后头的徐达大喊 春鸭 莫追 直到他看到春鸭站在花厅前头 脚边蹲着大金 徐达这才松了口气 别追 你知道是谁的 张岚牵着铁头 也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急问这是怎么了 不过也不用春鸭回答 张岚看了眼地上的碎瓦 就知道是什么人来了 只铁头狠头铁地问着 什么 你们在说什么 是不是匪徒来了 要不要报官 爹是超品伯爵 是不是应该把这事告诉皇上 徐达张岚和春鸭 相视苦笑一声 只说应该是大菊不小心踢下了瓦片 又回到了房顶上的大菊 高高地站在屋脊上 眼神不屑地看着这一家戏精 等张岚却安顿铁头的功夫 徐达找来了春鸭 春鸭 你随便拿了什么东西 就说是十斤的要紧东西 混进你行李里的 爹出去不方便 你帮爹跑一趟将军府 喊得正下 再带两个小丝吧 你去看看你王大哥回来没 今日神兵营交接是不是顺利 皇上派人来 可能跟今日神兵营入京也有关系 去吧 早去早回 其实说徐达一点不记挂神兵营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徐达自知皇帝多疑 平日里又一直在装疯外傻 所以今日接人 只当没看到神兵营一般 虽然他心中坦荡 但是一来也想知道神兵营安顿的如何 二来也觉得 万一真有点什么不好的风吹草动 他们也好早做打算 春鸭大致也知道徐达的想法 于是点点头 往后头厨房找了个饭缸子 便喊了正下秋分 带了两个小丝走了 此时 两道跑出去的人影一路飞奔 最终隐没在了宫门口 这会儿已是虚实默客 正在当值的苏九 看到徐输房门口出现了两个人 便示意那两人稍等片刻 自己进去回禀了还在看折子的皇帝 不消片刻 就带着这两人进了御书房 皇上 徐州 西风到了 苏九恭敬地说道 皇帝这才抬起头 看向底下正在向他问安的两人 两人问好安 皇帝便问 今日神兵营抵京 徐达那里怎么说 启禀皇上 徐州低头躬身答话 钟永伯今日去码头接了配风献主 和他家小儿子之后 便直接回府了 之后便没有再出过府 皇帝看似满意地点了点头 其实刚才太子来的时候 他已经问过了 太子也说 今日徐达没有跟去京郊 而是直接回家了 所以徐达没去神兵营的事 他是知道的 其实他自己也很矛盾 一方面 欣赏徐达这个人 在武器改良方面的才华 另一方面 又不希望徐达在神兵营的影响太过深远 实际上 他是有七分相信徐达这人 没什么大野心的 只是恰巧这么一个没有野心的人 拥有了这样的能力 就让他不得不多出三分防备 所以 平日里对徐达的监控 基本都已经没有了 只是偶尔他想吃烤鸭了 想吃千层蛋糕了 想吃脆皮烧肉了 就会让探子去听听 这货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把龙凤楼给开起来 今日去探查 主要还是因为 徐达女儿和蔚来的事子进京了 再加上神兵营也一起到了 所以皇帝才派人去看看 徐达对此会有什么反应 既然太子和探子都说 徐达没啥特别的反应 那皇帝对此事便也放心了 只是你们两个今日是怎么了 这是干了什么事 见不得人了吗 这两个探子虽然不是大内武艺最高的 武艺最高的当然是要留下保护他的 但是这两人轻功了得 出去探查从未出过岔子 今日却依反常态地一直低着头 皇帝就觉得有些不对了 两人急忙回答 启禀皇上属下只是只是脸受伤了 说完 徐州先抬起了头 然后西风也咬牙抬起了头 或 皇帝看到两人 一个左边脸一个右边脸 均有抓伤 忍不住就问 徐达家这是请了护院了 还是个女护院 男人也不可能伸手挠人啊 两人互看一眼 还是西风咬牙老实回答 是钟永伯家 才从扬州带回京的猫抓的 什么猫 这么厉害的吗 皇帝突然也八卦了起来 主要是这辈子没见过 能同时抓上两个大内密探的猫 徐州这会儿真是恨不能剁了西风的手 可皇上面前 也没有密探对砍的 好在西风先认了错 是属下没预判到 那猫会突然发疯 请皇上责罚 疯猫啊 皇帝想了想 自顾自地点了点头 觉得这猫听着 倒是挺像徐达家能养出来的 便挥手道 行了 下去吧 下次小心些 原本以为自己今日 怎么都逃不掉皇帝身斥的两人 赶忙磕头弦 退出了御书房 两人出了御书房 便开始小声地互相吐槽 寻周骂西风 你说你是不是守剑 没事去撩那猫干嘛 西风很委屈啊 咱们听他们吃席的时候 那猫就坐在咱们旁边 安安静静 一声不吭 我哪知道他是疯的 安安静静坐着 就是在伺机而动 他没靠近咱们 就是在观察咱们 你看一旦被他逮到了机会 是不是就给咱们挠一脸 你这都看不明白吗 寻周觉得 这就是探子的基本功啊 为啥自己的搭档连这都不懂 大哥 这是猫啊 哪家的猫还会看人脸色 伺机而动 西风觉得这猫就是支风猫 你不觉得 钟永伯就是这样的人吗 他平日里定是在装疯卖傻 寻周其实一直挺怀疑 徐达那脑瓜子有问题是装的 因为这人很会看时机 小时疯癫 大事一点不含糊 谁家脑瓜子出问题 出得那么巧的 可西风不这么觉得 钟永伯还用的着装 这不铁板钉钉的 不聪明吗 两人总之谁都说服不了谁 一路嘀嘀咕咕 推推嗓嗓的 往值班的班房去了 这一夜 钟永伯家不平静 皇宫里头也偶有争吵 然而 最不平静的 还是王大将军家 回到家中的关静 沉着脸 让石金先抱着大脚回去 自己则跟着关木青 一路到了他住的院子 关木青还以为 姐姐是有什么要紧的事 要跟他交代 便也没有多生疑心 不料到的书房 关静禀退了 关木青院子里的两个小丝 让他们就在院门口守着 谁来都不准进院子 然后反手 把关木青的房门给关上 再去花瓶里 找了个鸡毛胆子 往关木青的桌上一敲 一手扶着腰 一手捏着鸡毛胆子 直往关木青鼻子上戳 你是昏了头了 啊 春鸭都还没几鸡 你就这么的急不可耐了 关木青被自家姐姐 说得都迷瞪了 他皱眉问 什么意思 我急什么了 面对自家弟弟 已婚 姐已经怀了二胎的关静 便直接问 你是不是欺负春鸭了 关木青此时 已经听懂了姐姐的意思 他只觉一股热血 直冲脑门 盲低声呵斥道 姐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是疯了 会对春鸭这般无礼 春鸭都忧了 还忧了两次 你当我没看到 关静就觉得自己挺有道理 既然闯祸了 那肯定得负责 弟弟怎么还能不认呢 他想着想着 就用鸡毛胆子 给关木青来了一下 关木青是又气又急 又不敢大声呵斥姐姐 只能深吸两口气 然后才跟关静解释道 姐姐 你去问问时金 他跟那个神兵营的旁云两个 一个月打了多少鱼 这水稻里的鱼 他们都恨不得打灭绝了 别说春鸭 连神兵营的人 还有我和铁头他们 都快吃吐了 春鸭看到鱼就想吐 很正常啊 那你跟铁头怎么没吐 关静也是很认死理的 我没吐 那是因为蓝衣给的汤 哪怕是馊了坏了的 我也不能吐 铁头为什么不吐 我明天带了铁头来 我让他跟你说 姐姐 我知道你怀了孩子 心情起伏比较大 容易多想 但是我可以指天发誓 我这辈子绝对不会伤害春鸭 一分一毫 哪怕要等他三年五年 十年二十年 我都会等的 当年爹娘大哥 皆被打子残杀 姐姐又身负重伤 我只当我此生 再无可能会发自内心的 觉得高兴了 可机缘巧合之下 张大夫给姐姐瞧病 春鸭还时时来家里开解你 有时候为了让姐姐高兴些 也不惜拉下脸面 装疯卖傻 这样的姑娘 我怎么可能会去伤害她 后来又有盼王亲兵变 十逢大汗 徐家虽于我们没有半分血缘 却还时时 把我们带在身边照应 就怕咱们姐弟俩落了单 春鸭更是怕姐夫不在 姐姐腿脚不变 哪怕再累 也会来陪姐姐说笑聊天 春鸭并不是像咱们眼睛 能瞧见般的那样 没心没肺 日日欢天喜地 她其实对家中 众人皆用心良苦 可她偏偏却又常 做出一副坏人样 好似都在给她干活 其实她给每个人 都想好了出路 这样好的一个人 我怎么可能欺负她 我爱慕她 是因为她的良善果敢 聪明正直 面对她 我只觉得自己怎么做 都无法表达出自己 对她的珍惜 我又怎么敢对她不好 所以姐姐 你且放心 我是真心实意 想要护她的 没有成亲钱 我绝对不会 做出你说的那种事 我若有半分虚言 愿受天谴 关木青说完 室内就陷入了一片沉寂 而此时正站在 门外的春鸭 只愣愣地抱着饭缸子 心中生腾起了一股 莫名的悸动 她是挺喜欢关木青的 人长得高大挺拔 样貌也好 读书也好 家世虽然凄苦些 但也算得上满门中烈 最重要的是 对她也很好 关木青对于她来说 真是一个不错的 澄清对象 可喜欢是一种选择 而爱却是一种无法选择 春鸭一直不太明白 关木青为什么会喜欢自己 不过这会儿 隔着门听了关木青的这番话 春鸭却觉得 关木青原来的确是懂她的 那种自己的心事 对说中的感觉 让春鸭突然生出了 怦然心动的感觉 那头在她心中沉睡了30年的 高龄老路 忽而有一下 没一下的 往她那颗年轻 却又保经两载 人世的心脏上乱撞 也许她觉得 她是可以爱上她的 室内的对话再次响起 是关静的声音 她只愣愣地回答了两个字 好吧 说实话 她也被关木青的一番话 说懵了 她知道 弟弟向来是不怎么喜欢 表达情感的人 虽然现在脸上的笑容 多了很多 但是也从来没有说过 自己为什么会喜欢春鸭 这个独特的女孩 关静只当是年龄家世 各方面都还算合适 两人又一起长大 勉强算是青梅竹马 所以关木青才对春鸭上的心 可没想到 弟弟原来是深陷其中 早已不可自拔 她这回误会了两人 的确是她的不对 既然弟弟说清了 她除了选择相信 的确也没什么别的话好说了 春鸭此时已经抱着范刚 准备出关木青的院子了 来的时候 她听说关静去了关木青那儿 便直接找了过来 因为关静吩咐了门口小丝 不能让别人进来 所以秋芬便留在了院门外 小丝放了春鸭进去 因为按照他们对青少爷的理解 春鸭小姐应该不能算别人 此时小丝见春鸭 依旧抱着个拨头出来了 便小声问 春鸭小姐夫人没找着吗 不会吧 他们虽然听不清 夫人和青少爷在说什么 但是明显里头有吵嚷声啊 而且青少爷 好像还发了挺大的脾气 春鸭现在只觉脸烫 手烫 身体烫 整个人都快烧起来了 她醒转了神 跟门口小丝说道 你们别说我进去了 就说把我拦住了 对了 这个是十斤的饭缸子 记得给她 小丝拿里啃音 直到春鸭小姐来了 不放进去 青少爷不得骂人吗 直到春鸭跟秋芬说 给钱 然后自己往前头飘去了 秋芬不知道小姐听到了什么 但是应该是了不得的事 不然小姐怎么会是 那么目愣愣的神色 于是她一咬牙一跺脚 一人塞了无良小银钉子 俩小丝觉得 青少爷虽然会骂人 但是又不打人 便点头硬了 说只当春鸭小姐 到了院门口就回去了 春鸭就这般飘上了马车 又飘回了家 正在前厅等春鸭的徐达问她 怎么样 你王大哥回来了吗 不知道 春鸭说完 便继续往自己的卧房去了 嗯 不知道是啥意思 徐达看向秋芬 秋芬忙道 王将军没回家 小姐的确什么都不知道 她脸怎么这么红 是不是发烧了 徐达看着女儿摇摇晃晃的背影 问秋芬 秋芬疯狂地开动她的小脑筋 然后回道 绝 绝也看错了吧 烛火里脸色是会有点红 小姐才到家 肯定也累了 绝也早点休息吧 说完 便赶忙跑上去 挽住了春鸭 整个晚上 春鸭都在思考着人生与爱情 直到躺到床上 她依旧能感受得到 刚才听关木青说那番话时 自己心跳的感觉 咚咚 咚咚 咚咚咚咚 仿佛是个鬼怪 在敲她的门 搞得她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而今晚 睡不着的人 却不止春鸭一个 关木青 躺在床上 也在回想着 自己到底是从哪个时刻 爱上春鸭的 是看到她进不了王家门 受了委屈的时候 或者是搞出访制机 干翻谈家的时候 又或者是在与她相处的每一刻 她不知道 也不用知道 她只知道以后的每一个 都会像此刻一般就行了 另一个睡不着的 倒是心情没这么复杂 皇帝 躺在龙榻上 突然想到一个事 便不由弯了弯嘴角 徐达家那能折腾的丫头 总算是回来了 离龙凤楼开张的日子 看来也不远了 她要乔装成什么样 出宫去蹭吃蹭喝呢 龙凤楼的看家菜 到底是甜的呢 还是咸的呢 那搞风搞雨的丫头 这回又会带来 什么样的新菜式呢 好烦 皇帝转了一个身 越想越饿了是怎么回事 次日一早 石金便收到了 来自春鸭的关爱 一个饭缸子 收到饭缸子的石金 还暗自嘀咕呢 这拨头比我平日用的 还小上一圈 怎么可能是我的吗 春鸭小姐 为啥要送我一个饭缸子 正好要出门的关木青 听到这话 便停了下来 问石金 这是春鸭送来的 什么时候送来的 不知道啊 青少爷院子里的小丝给我的 说是昨晚春鸭小姐送来的 可这饭缸子真不是我的 这玩意儿 我也不够用啊 因为没有创工过 所以石金回答的也很老实 关木青看了下日头 急匆匆赶回自己的院子 找来昨日职守的两个小丝 问他们 昨日县主来了 怎地没有通报 两个小丝立刻摸出 昨日得的无良小银钉子 拖在手上 清少爷 县主让咱们别说他来过 其中一个继续说 县主来的时候 您跟夫人正聊天聊得比较大声 所以他大概不想打扰您跟夫人 给了咱们缸子就走了 我跟夫人的聊天 他都听到了 关木青这般问道 两个小丝互看一眼 一个立刻点头 咱们不知道听到了啥 但是肯定是听到了 因为 因为县主不是外人 所以咱们就没拦他 他站在门口 听您跟夫人聊得热闹 便没进门 另一个赶忙找不 希望清少爷千万别发火 这位沉着脸的样子 着实有点吓人 关木青看了他们俩一眼 带走了银两 没再多说什么 便出了门去 一早太子便有诏 让他去一趟太子府 他正好有事 也要求见太子 这事耽误不得 到时候摘星格一时开不了夜 耽误春鸭赚钱可不行 然而 十斤大宝贝 今日除了得了个饭缸子 另外居然还得了两筐咸鱼 两筐咸鱼 自然是旁运送来的 那人送鱼来的时候 石金正好抱着带姐 在院子里头晒太阳 关锦则忙着 给大姐封凹子 前头就有小丫头来抱 说是将军 带了神兵营的庞大人来了 说是给石金 捎带了忘了的东西来 让石金去外院去取 关锦还问呢 庞大人是谁 春鸭给你送了饭缸子 这庞大人 难道是给你送饭菜来了 问完 自己又觉得好笑得很 呵呵 自己先笑了一阵 夫人 石金皱眉 看向关锦 您最近 有没有哪里觉得不舒服 关锦摇头 没有啊 挺好的呀 既然人家给你烧东西来了 你就快去拿吧 拿了回来我看看 你到底是 拿了多少东西 在人家那里 我也没落下饭缸子啊 石金挠头往外走 最近反正大家都很奇怪 夫人有了身孕 那心情真是起起伏伏 捉摸不透 夫人现在是 时而暴躁 昨日据说也不知道 为啥把青少爷给揍了 时而低落 将军没回府 都能哀声叹气上半日 时而又兴高采烈 自己缝个大紧的小棉袄 都能笑半天 怎么会这样 真是怪甚人的 春鸭小姐也好奇怪 送个饭缸 到底是什么暗号 她想了半天没想明白 她更不知道 自己能有啥东西 落在旁云手上 带着一脑门问号 冒号点点点的石金 到的外院 远远就看到了 院子中间摆了两筐咸鱼 她忍不住顿住了脚步 然后又往后退了两步 她 想逃 可是前头的小丝都机灵得很 上前招呼道 石金姐姐来了呀 庞大人给您把嫌疑带来了 您这是要送人呢 还是搬去咱们家厨房 一听石金来了 正在课堂间 跟王宗元吃茶说话的庞云 把杯子一聊 飞升出了课堂间 迈着浮夸的步子 走到石金面前 抱拳道 石金姑娘好久不见 石金觉得这回回京 这京城的空气可能有毒 怎么回来的人 一个个都突然正常了 她先是问了庞云 你这是扭着了吗 怎么走路是这样的 得到了庞云的否定回答后 又说 咱们昨日才从 同一条船上下来的呀 怎么就好久不见了 庞大人 这咸鱼你带回去吃吧 咱们将军府伙食好着呢 不行 你就留给 神兵营的兄弟们 吃也行啊 神兵营众人 谢谢你呀 庞云白手道 不用给他们留 这些都是 我和石金姑娘打的鱼 自然是咱们分了 你一半我一半 正好一人两筐 咱家也吃不了这么多呀 庞大人还是带回去吃吧 石金在贪吃 这玩意儿吃多了 也受不了啊 诶 那怎么能行 是石金姑娘的 那便是石金姑娘的 我怎么好抢了 你一个小姑娘的 这鱼就给你放这儿了 那什么 王将军 明日咱们就约好了 神兵营剑啊 下官就先告辞了 说完 庞云便又抱了一拳 转身就要走 可才走了几步 回转了头 又问王宗元 王将军 您家这位石金姑娘 设见了得 在下想下次 再登门求教 不知方便否 这是庞云能拽得 最文的词了 王宗元也是个爽快人 此时已经走出课堂间 他回道 这事儿你还得问问 石金愿不愿意刺脚 不过老实说 石金这射箭的技艺 连我都赶不上呢 家里的五弹大弓 也唯有石金才拉得开 一听五弹大弓 庞云两眼冒金光 忙转头 问皱眉 看着咸鱼的石金 石金姑娘 不知可否刺脚 怎么用五弹弓 咱们再来比试一场吧 就用你那五弹的弓 也行 石金斜眼看着庞云 不过谁输了 谁拿那两筐咸鱼 好 那我后日便来找石金姑娘 切磋切磋 说完 便向王宗元抱拳行了一礼 朝石金也微微点了点头 然后自认为气宇宣昂地走了 可院里的两筐咸鱼 可怎么办 石金无奈 只能喊了小丝 自己搬一筐 两个小丝抬一筐 暂且放在厨房放一下吧 王宗元挠了挠脸 很疑惑呀 边往自己住的院子里走 边嘀咕 小姑娘 居然叫石金小姑娘 到的院子里 关静便问他 石金又唠了啥 夫人 王宗元却没有回答 而是问 咱家石金几岁来着 买他的时候 身记上写的是十三 也没写生辰 如今便是十六七吧 怎么了 为什么突然问起 石金的年岁来了 关静说完 侧头看着王宗元 难道 哎呀 别乱想别乱想 昨日自己怎么想的轻儿 这会儿还没脸去见他呢 可不能再乱想了 好在 他这狂放的思绪 也没维持多久 王宗元便道 我还以为他才十二三呢 原来 也已经十六七了呀 昨日那神病的庞云 就老跟我打听石金 今日又莫名其妙 送了两筐咸鱼来 还要跟石金切磋射箭 你说 他是不是对石金动了心思 庞云 干嘛的 能不能是骗人的小白脸 想骗我石金 关静一下子提高了防备 王宗元福额道 小白脸 倒也不至于 我现在想来 这人昨日 就感觉不怎么正常 一般人 第一次正是自我介绍 不过说一句 我是某地某人 现在是干嘛的 最多说一句 家中做什么营生 这位大哥 昨日光说自家的身家背景 就说了半个时辰 还说自己看着像四五十的 其实才二十五 以前也定过秦 可人姑娘未过门 就生病去世了 家里席了个六品的指挥室 不过是大哥席位 他遍入了御林军 家里头兄弟五人 皆在军中谋职 家里头除了他和最小的一个弟弟 皆已成亲 因为家里老祖跟着太祖打过仗 多少也有些军工 在京城买院子 也买得早 说是自家房子就在城南 他现在住的也是单独的院子 家里叫场武器 都是一音俱全的 我听的时候就觉得说话啰嗦得很 但是现在想来 这人是别有目的呀 什么时候来切磋 关静突然问道 后天吧 两人堵了两筐咸鱼 王宗元想到那堵约 就觉得想笑 关静问 咸鱼 咱家要咸鱼干嘛 王宗元笑道 你这是铁定时间会赢吗 但是他们的堵约是 谁输了 今日旁云带来的两筐咸鱼 就归谁 啥意思 关静都迷糊了 王宗元从如母手中抱过待劲 一边颠着孩子 一边给关静解释起 那两筐倒霉咸鱼的事 而另两筐咸鱼 庞云则自己带回了家 因为快两年未回家 之前这货在扬州当差 所以家人一直期盼他 早点骗个江南媳妇回来 每每有信件往来 家里头都会问一句 有没有在扬州遇到啥合适的 庞云每回都用快乐快乐敷衍过去 导致庞家老爷子一直以为 这回二儿子能给他们老庞家 带个软软糯糯的大胖儿媳回来 没想到媳妇没领进门 出门两年 却只带了两筐咸鱼回来 气得庞家老爷子当即脱了鞋子 追着儿子满院子跑 说是打死倒也清静爽气了 庞云芒解释 这闲鱼就是决定 他能不能娶上媳妇的关键 让他老爹且等等 姑娘软不软糯不知道 白白胖胖肯定是没问题的 此话一出 立刻引起了庞老太太的兴趣 拉了儿子一通问 问下来发现八字还没一撇 别说一撇了 那笔都还没沾上墨 只是自家儿子在那一厢情愿呢 这丫头是大将军府的大丫头 那人家夫人愿不愿意放出来婚配呀 庞夫人想着 大将军府的大丫头 那地位 其实一点不比普通富户家的小姐低的 一般这种丫头 夫人们都是放在身边配管事 或者配将军的亲位的 他们这种低级五官 别说还真不一定能配得上人家 关键是 自家儿子傻长相自己知道 找个门第清白的小户人家之女 便也算了 长在超品将军家的夫人的贴身大丫鬟 想来想去有点悬 别急 给我点时间 庞云其实自己也没底 但是凭借他混迹军中多年的厚脸皮 他就想着 那五粒只惊人的大胖丫头 这回再怎么样 都得给自己求回来 先前的未婚妻 就是他娘给他找的 说他人粗糙 何该找个斯文歇的 便去找了个秀才家的小女儿 没想一场风寒就要了命 他也算尽了义务 三年没谈婚配之事 可刚想再找 就被派去了扬州 所以他这回是下定了决定 一定得找个身体好 吃妈妈乡的媳妇 最好没事还能跟他过两招 人家读书人讲究一个秦色和名 他们习武之人 就讲究一个曲长不短 共同进步 这事反正唐云是越想越美 只说自己错过了石金那大妞妞 自己这辈子就找不到更合适的了 唐老爷子一听 那姑娘居然叫石金 当即便表示非常满意 这名字一听就是旺宅 他放下了自己的不邪 拉着儿子要传授他 当年怎么死皮赖脸 骗婆娘的经验 京城里头也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已经要入冬了 可怀了春的少年与老少女 却也不少 这朵云轩往扬州开 你是为了配奉献主 那摘星楼的生意吧 太子的书房 已点起了暖炉 熏得关木青后背阵阵发热 他听太子这么问他 倒也很坦荡 回太子 学生的确也有这个私心 不过扬州向来富数 城中豪门巨谷也确实不少 朵云轩在那开个分店 想必能欣赏好东西的人 也不会少的 因为一直做的是太子试读 所以关木青在太子面前 向来以学生自称 太子见他回得坦荡 便笑道 哈哈 倒也不藏着掖着 的确 扬州那里 倒是商业繁荣 朵云轩开去扬州一家 倒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 这收账管账之类的 你可曾想好如何操作 关木青垂首躬身回答 回太子 若太子放心 可以让摘星格代为管账 冯公公既然在扬州 为皇上管着蓝云记 那帮太子监督一下 朵云轩的进出账 也不是不可以 太子沉默半想 才问 此事让父皇知道 不妥吧 恰恰相反 这事得让皇上知道了才妥当 关木青细细地解释道 太子办朵云轩 也是为了筹钱 新办一学 这原就是件再好不过的事情 大可大方地告知皇上此事 皇上下来办事谨慎 若这件事 不是由太子告知皇上 而是让皇上来问太子 就免不了会产生一些 不必要的误会 冯公公在扬州为皇上筹钱 新办神兵营之事 皇上也是告诉过太子殿下的 若太子让冯公公 监管了朵云轩的账目 那太子在皇上面前便可以坦坦荡荡 京城躲云轩的账 虽不用跃跃报 但是隔断时间 便可以告诉一下皇上大致的账目 新办一学的进度 也可以时不时告诉皇上 皇上人自宽厚 定会为太子的一举感到欣慰的 太子 是皇帝一登基就定下来的 他自己饱受夺权的烦扰 便不想他的下一代 再在此事上内耗过多 所以对于太子的培养 皇帝一向是以君王的目标培养的 太子也没有辜负皇帝的期望 考虑问题也看得长远 自从皇帝的神兵营显了神威 关木青就时常有意无意地提起 为什么钟永伯农户出身 却能以一己之力扭转北京战局 主要还是皇上让钟永伯读书考学 改变了钟永伯 也改变了北京的局势 一个有知识者的力量 是要大于千百个无知者的力量的 从那时候开始 一颗想要办医学的种子 就在太子心中悄悄萌芽了 当然 关木青那个时候这么说 主要是在太子面前 得多说说徐达是感恩于皇帝 给他的机会的 没想到歪打正着 成就了朵云轩的这门生意 听关木青这么一说 太子久久没有说话 他也在考虑 自家老父亲自己知道 虽然是个明君 却也逃不开多疑的君主定律 昨日两个大内密探 被徐达家的猫给抓伤的事 他已经知道了 已经那么久了 父亲时不时的还会去监听徐达 他倒也没想到 这么想来 关木青说的也有几分道理 这朵云轩现在在京城收藏界 风头正经 父皇早晚都得知道 这铺子背后的东家是自己 若是如此 还不如早早把这事交代了 免得到时候 父皇再生了疑心 就得不偿失了 别说 关木青虽说是家里是武将出身 心思倒也很是细腻 于是 太子朝势力一旁的关木青点了点头 这事 本王知道了 等有了定论再找你 对了 你明日开始 还是来本王这念书 这次的会试 本王也会参考的 到时候 让太父给咱们一同上课 既然太子这么说了 关木青也不好拒绝 谢了恩 便退下了 出了太子府 关木青便直接骑马 赶去了忠永伯爵府 没想府中主子一个都不在 来迎接他的 除了过分热情的大金 站在围墙上 目空一切的大橘子之外 就只有丹燕了 秋芬上岗 丹燕便下岗了 他略带落寞地说 小姐带着秋芬姐姐二少爷 老爷 还有厨娘去了龙凤楼 让我在家看家呢 好 那我去龙凤楼找他 见丹燕有些神情伪顿 关木青还是说了句 你家小姐是怕你累了 才让你在家休息的 若你愿意 也可以去将军府找石金玩 向来把关木青当洪水猛兽的丹燕 眼神一亮 忙谢过了关木青 说明日得空 就去找石金 关木青这才转身上马 往龙凤楼去了 到的龙凤楼 就见郑夏正在门口蹲着 见关木青来了 他忙站起身 青少爷来了呀 小姐他们都在二楼呢 您上去瞧瞧吧 关木青这才把马给了郑夏 郑夏牵着马 慢悠悠地找地方拴马去了 没办法呀 这地方地处闹市 根本没地儿停车停马 徐达好不容易缠着永逸后 让他家那座经兆福尹的儿子 给弄快停车的地儿来 缠了整整一个多月 这才弄了快离他们龙凤楼不远的空地 那地方原先有个凉亭 年久是修倒了 空出来一块地方 造房子是不能够了 多个马车也停不了 不过停了四五辆马车 拴五六匹马是没啥问题的 徐达便出钱租了这地方 以后他们饭店还得提供代客驳车的服务 关木青到了二楼 就见春鸭背对着他 正大声地跟徐达说着话 您这儿就不该这么办 三楼才是包厢 这儿就该是隔间 到时候隔间外头挡上沙连竹帘就行了 三边隔间 一边搭了台 唱圈 说书 歌舞 都行 三楼包间再弄得幽近点 隔段打得厚一点 咱们开店 那有钱没钱的 喜欢热闹的 喜欢安静的 不都得兼顾一下吗 一楼就是常规点心 吃点菜上二楼隔间 吃预定的大菜 或谈话说事 就上三楼包间 这样不就是三分钱都能赚到 徐达反驳 那你不是说扬州占星楼 只赚有钱人的钱吗 咱们龙凤楼还是皇上提字的呢 咋不能走高大上路线 他其实觉得春鸭说的很有道理 但是天生抬杠运动员 本能让他不得不开口杠两句 哇哇哇哇哇哇 但姑娘 这叫啥呀 怎么这么好吃啊 铁头给妇女俩配乐 铁头你边待着去 春鸭昨晚一夜没睡 这会儿只觉脑瓜子嗡嗡的 可还是不得不给他爹解释 您这龙凤楼 还没摘星格五分之一大 再加上地处闹市 你哪怕登上三楼 也就看到密密麻麻的楼顶 和隔壁永逸后家晒的大裤茶子 一没环境 二没风景 只走高端路线 咱们这些天也不足啊 哪里 真能看到永逸后的大裤茶子吗 徐达关注的点 明显已经歪了 他刚要伸头往窗外看 却见关木青憋笑站在楼梯口 徐达喊道 呀 关来了呀 怎么也不出个声 来来来 你来瞧瞧 答说这龙凤楼装修的还行吧 一听是关木青来了 春鸭如遭雷劈 刚才他是不是说 永逸后的大裤茶子了 天啊 他略带尴尬地缓缓转过身 非常僵硬地伸手摆了摆 对关木青说了声 嗨 县主大人 正指导开张呢 关木青笑问道 春鸭不知道为何 今日看到关木青 只觉他身姿挺拔 面容俊秀 比平日还好看了三分 居然觉得有些害羞 只略微点了点头 嗨了一下 徐达缓缓转过头 看向春鸭 只见自家女儿 脸颊不知什么时候居然红了 她忍不住摸了下春鸭的额头 这是发烧了吗 这烧起得这么突然的吗 没有 哎呀 爹春鸭撩开了徐达的手 而在场的几人 皆被春鸭的一声爹 喊得惊掉了下巴 这声女里女气的声音 是春鸭喊的 徐达非常肯定 春鸭这是病了呀 怎么突然就病了呢 一听春鸭病了 秋芬赶忙上前搀扶了春鸭 关木青也上前 细细看了看春鸭的脸色 一看果然是脸色通红 她也不敢当着徐达的 面摸春鸭的额头 只着急道 我这就送你去烫人济堂吧 我没病 我 没病 此刻的春鸭 犹如酒醉之人说自己没醉 根本没人信她 可她却绝着 定死活不愿意去人济堂 对着徐达说了一声 达输 一会儿春鸭看完病 要打要罚 任宁处置 得罪了 然后抱着春鸭 就往外头跑去了 徐达一声 你个臭小子还没骂出口 关木青就已经没了踪影 刚摔完马回来的郑夏 就见一道人影 横抱着自家小姐 就往大街上跑 郑夏想都没想 便撒腿跟了上去 可关木青从小就是练家子 郑夏哪里赶得上 她那双无影腿 才跑到街角 郑夏就跟丢了 春鸭此时被关木青横抱在怀 她感受到了日日练拳的撞小火 那坚实的臂膀和胸肌 还有胸膛里那年轻心脏的 有力的跳动声 此情此景 春鸭心中的老鹿都快撞死了 关木青还说 你在坚持下 马上就到人际堂 我没病 放我下来这话才说话 春鸭那身体里的老鹿 便直接从她的鼻子里冲了出来 素了三十年的老少女 终究是扛不住这年轻的荷尔蒙 见春鸭鼻子里都出血了 关木青更是脚下身风 最终轻声安慰春鸭 没事没事 别怕 马上到了 也不知道这工作日的中午 京城街上 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街溜子 见关木青横抱着个女孩 横冲直撞 人群里便有人惊呼 哎呀敢去投胎呀 然后一看那少年怀中的女子 血流满面 满脸通红 恐怕的确赶着去投胎 便也不再多骂 只说可怜啊 年纪轻轻的 怎么会蹊跷流血了呢 此时的春鸭 已经无法再为自己 这不争气的身子 电解半分 只默默地摸出自己的帕子 往脸上一捂 只求别人瞧不着自己的脸就行了 笔血不笔血的 他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春鸭 你别睡 和我说说话 不明所以的关木青 怕春鸭是突发急症 就这么睡过去 可真是不好了 可他不知道 这人突发的 是春 人如其名这件事 关木青怀里的这位 是真正地做到了 关关 我真的没有病 春鸭做出最后一次挣扎 关木青沉声道 嗯 我知道 你再忍忍 马上就到了 好吧 春鸭放弃了 他被关木青牢牢裹在怀里 听着这人略带急促的呼吸声 和沉稳有力的心跳声 居然有了一丝小窃喜 多好呀 小年轻抱着少女阿姨 在这闹市里头飞奔 像不像狗血剧的剧情 没想到她一个铁骨铮铮的女汉子 有朝一日 还能成为狗血剧的女医 不过 春鸭这天马行空的脑补小剧场 也没有上演多久 关木青便以最快的速度 把春鸭抱到了仁济堂 自从春鸭他们去了扬州 仁济堂都扩建两次了 可两人皆未来过新扩建好的仁济堂 故而关木青到得仁济堂门口 脚下微致了一下 但是却远远看到了正在堂中忙碌的掌柜 便毫不犹豫地抱着春鸭往里头走 掌柜的才想去拦 没想却看到关木青抱着的那女子 脸上蒙着个帕子 帕子上都是血迹 她忙问 关少爷 这 这怎么了 春鸭突发急症 蓝衣何在 关木青问着话 脚下也没停 这会儿已经到了后院看诊的地方 仁济堂里头后诊的人很多 见突然闯进个人 手上还抱着个蒙着脸 满帕子都是血的姑娘 便都来围观 掌柜的喊了药童赶紧维持下秩序 自己则把关木青往二楼带去了 楼下的骚动 张岚已经听到了 这会儿她才给一位病人打好针灸 便想出门看看 下面出了什么事 走出房门 没想却看到关木青抱着个蒙着血帕子的姑娘 那姑娘穿的衣裳 分明就是自家女儿今日穿出门的 张岚瞬间便觉血都凉了 忙上前颤声问道 怎么了 春鸭怎么了 春鸭这才把帕子从脸上接了下来 忽了一嘴的血 生无可恋地说道 我说 我没病 观观和爹骗不信 这人就把我一路抱来了 还把我鼻血也颠出来了 跟张大夫解释完 春鸭还仰着头问关木青 你敢不敢放我下来 让我自证没病 此时的张岚其实还挺紧张的 因为女儿这造型实在是太惊悚了 她也顾不上嫌弃关木青把人抱了一路 盲对她说 你让她站起来 走走我看看 虽然一般的突发疾病很少有流鼻血的 但是安全起见 张大夫还是得查查清楚 看看春鸭走路是不是会歪 关木青这才轻轻把春鸭放在了地上 春鸭捏着鼻梁跳了两下 鼻血没再滴出来 自己又往前走了几步 然后回头 更紧张地看着她的张大夫和关木青说 瞧 没病啊 那你身上怎么这般烫 关木青看着春鸭这满嘴的血迹 还有刚才抱着她 就像抱着个小暖炉 她总是不信春鸭真的没病 春鸭内心狂喊 你小子试试 被个大姑娘搂在怀里 能不能浑身发烫 可她人虽有点疯 但也不至于癫 这种话是万万说不出口的 但是 不说这个又能说什么呢 难道说 因为我觉得爱上你了 所以看到你便脸红心跳流鼻血 作为一个钢铁侄女 这种话 怎么可能说得出口 于是 她决定见走偏锋 装风卖傻道 因为我的小宇宙在燃烧 走廊上的众人 掌柜的 默默下了楼梯 小姐的确应该是没啥事 张岚更是拉着春鸭去了自己的办公房 见关木青也要跟来 张岚拦住了她 我给春鸭检查身体 你来干嘛 你去找掌柜的药件衣服换一下吧 这胸口都是鼻血 说完 便拉着春鸭进了办公房 你到底怎么回事 张岚把春鸭按在了椅子上 自己则去门口的脸盆架上 给春鸭取了块投过水的帕子 递给了她 春鸭接过帕子 一边擦 一边说 娘 你要听真话还是假话 假话吧 张岚不假思索地回答 春鸭拿着帕子 一脸冷漠地看着她娘 哎呀 赶紧说 到底怎么了 过来 让我摸摸 是不是真的发烧了 张岚瞧着春鸭这脸色 的确有点红得不正常 她很自然地 就把手放在了春鸭的额头上 然后脸上 然后继续往下 掏出800年前就被她征用了的怀表 数了下心跳 才得出结论 体温没有很高啊 麦西也正常 心跳稍微有点快 的确没病啊 所以到底为啥 关木青给你一路抱过来了 我爹的锅 非说我脸红是因为得病了 我说了我没病 偏没人信 我有什么办法 春鸭贪手 张大夫皱眉问 那你没事脸红什么 我不可以脸红的吗 春鸭也觉得 她娘这种问题 很不可思议 张大夫摇头 不可以 你脸红就不怎么正常 你哥脸红才正常 我 我看到关关脸红都不可以 我看到我男朋友 不可以脸红的吗 盟女粪态 你又不是第一次看到关木青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奇怪的事情 张大夫也是个认死理的 春鸭抓紧自己的衣服 嫌弃道 娘 你什么时候跟我爹一样猥琐了 我问你 你就赶紧回答 不要顾左右而言他 你看到小关有什么好脸红的 你对他干了啥 张大夫一字一句地问道 难道不是应该问 他对我干了啥吗 不过 既然娘你是我最好的姐妹 那我也不妨告诉你 我昨天晚上突然发现自己爱上了关关 今天乍一看 就觉得这人高大挺拔 英姿飒爽 我就脸红了 这么说 您明白了不 原本自己藏着掖着 春鸭只觉得不好意思 可现在对这位相处了三十年 一起经历了两世的老闺蜜 说出了自己心里的感受 一下就觉得没啥不好意思的了 盟女如她 爱上一个人 为何不能坦坦荡荡地说出口 张岚没想到 问着问着 这话题就变成了女儿的恋爱心情 她很想跑 但是孩子都把自己当闺蜜了 面子多少还是得给一些的 于是张岚清了清喉咙说 明白是明白了 但是现在民风保守 你们不可以再像今天这样 抱着在街上乱跑了 知道吧 您这个得跟小关说啊 又不是我抱着她跑 春鸭都呢 不过张大夫压根不搭理她 继续说道 你既然把我当成闺蜜 那我这个老闺蜜 还是得提醒你一句 谈恋爱虽然是件特别美好的事 但是你也不能沉溺于谈恋爱 知道吧 一个女孩子 就不能在感情中迷失自我 老闺蜜提醒你一句 恋爱固然美好 但是你要记住 你比恋爱更美好 所以在这段关系里 你一定不能忘记自己是谁 不要放弃自己的人生目标 好的姻缘 男女得互相成就 共同进步 知道吧 张女士说这番话 是因为她知道 这回是女儿第一次认认真真喜欢上 或者说爱上一个人 她就很担心这位大龄少女 会老房失火 迷失自我 嗨 春鸭小手一挥 你还不了解我 天大地大 搞钱最大 恋爱虽可贵 事业更重要 若为金钱雇 两者皆可抛 行了 放心吧 吉美 我有数的 张女士说了句 那就好 就听走廊上响起了 光光光的跑路声 然后徐打的声音传来 关 呀呢 在里头 蓝衣再给春鸭看呢 达叔不要急 关木青话音刚落 母女俩就看到一个滚地雷 滚进了门 滚地雷进门就问 发烧了吗 怎么会发烧的呢 张 张大夫 针灸的病人 时间到了 跟在徐打后头的小药童 也不想这会儿打扰这三位 可时间到了不起针 治疗会起反作用的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 来喊张大夫 张大夫双手拍了下波棱盖 喊了声 太好了 春鸭你自己跟你爹说吧 我忙去了 然后便转身走了 别走啊 这到底病没病啊 到底怎么了呀 徐打伸点抗手 看着远去的张大夫 关木青见张大夫走了 便走了进来 也问春鸭 没事吧 鼻血不流了吧 怎么还流鼻血了 是不是上火了 肯定在船上没吃蔬菜 一会儿爹回去 给你炒三盆白菜 这北方冬天冷 也没别的素菜 对了 再炒两盆白萝卜 这素菜可得多吃 不然不止流鼻血 徐打说到这里 戛然而止 未来女婿面前 就别提老便秘这种事了 不过 楼又已然被他弄歪了 歪了好啊 就别老盯着他怎么回事了 于是 春鸭便拉着徐打说 还得回去龙凤楼 招来的厨子还没分班呢 这批事业 怎么能半途而废呢 其实徐打到了人际堂 心下已经放松不少 看到张大夫也没有很紧张 他便知道 春鸭应该是没事了 这是怎么会突然面红耳赤 那还用说吗 肯定是小姑娘生理期到了吗 张大夫一般到了生理期 都会有突然潮热汗出的情况 女儿像娘嘛 再说瞧瞧春鸭都不好意思说 那肯定是这事没跑了 总之 每个人都得到了 春鸭为什么会脸红的答案 除了跑了一路的关木青 不过 趁着徐打去让掌柜包回箱豆蔻的空荡 春鸭便带着关木青 好不容易找了个僻静的地方 小声问他 刚才我跟我娘说的话 你偷听了吧 春鸭其实压根不知道 关木青听没听到 他只是炸一下它 没想关木青点了下头 说道 听到了 说完 他便抬起头 目光闪烁 然后换他问春鸭 昨晚你来我院子里 也听到我跟我姐的对话了吧 哈哈哈哈 彼此彼此 春鸭笑着伸出手 以后也请多多包涵 关木青忍不住咧嘴一笑 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爱拼事业的县主大人 不敢当不敢当 还是关公子爱读书厉害些 徐打拿完东西 便扯着嗓子喊了一声 春鸭 干嘛呢 商业互吹呢 说完 春鸭便往前头跑去 关木青摇着头 也跟着往前头去了 重又回到龙凤楼 秋分正下两人 虽然守着铁头 可心里却也很记挂春鸭 见春鸭活蹦乱跳地回来了 秋分扑上去就问 小姐 你 别问 这个问题我再回答一次 就该吐了 现在我就是没事 走 咱们去看看 顾沈和丹姑娘那里怎么样了 厨房上的人这几天 就要定下来了 咱们争取春节前开张 说完 春鸭便领头往厨房里去了 铁头才不管姐姐说啥呢 跟他屁股后头 就是一痛问 直到被春鸭威胁说 以后再不带他来龙凤楼了 他才闭了嘴 关木青今日来找春鸭 其实就是为了问问昨日他来的事 一会儿他要早点回去准备功课 太傅要求比较严格 他还是得抓紧准备准备 所以既然春鸭已经没事了 他便也先跟春鸭许大告辞了 刚才在回来的路上 关木青便已经问清了 昨日春鸭去将军府 就是为了问神兵营安置的如何 皇帝有没有什么说法 可关木青今日出门的时候 王宗元还未回 他便说一会儿回看看姐夫有没有回来 到时候问了再告诉他们 这会儿春鸭要拼事业 他也该回去好好拼学业了 兰姨刚才说的那番话 他觉得不仅教育了春鸭 门外的自己也觉得是受教了 哪怕再深爱的两个人 也不能在姻缘里迷失自我 好的姻缘应该共同进步 春鸭一直有着自己的步伐 那他也不想落在太后面 到时候反而拖了春鸭的后腿 关木青下了楼 找正下要了马 独自回到了家中 回府的第一件事 关木青便找了管事说自己日常读书 不想让人打扰 让他把两个小丝另行安排即可 他也不想惩罚谁 只是觉得这两人不怎么适合跟着自己 晚饭的时候 关静便得知了此事 问了管事是不是小丝办错差事了 管事不明所以 小丝虽然心中暗暗知道缘由 但是肯定也不愿意说的 几人只道是 关木青念书喜欢清静 于是把两个小丝另做了安排 这一个小丝也没有 也不行了 关静想着 平日里弟弟虽什么都自己来 可读书本来就费审 内务之类的 自己可以做的 关木青都是自己做的 可出门应酬 日常烧个水 端个茶 总得有人啊 王宗元灵机一动 要不然让高同跟着清二吧 他们也熟悉 高同这人虽然不太会来事 但是话少 人品也不错 跟着清二正合适 不太好吧 高同怎么样也是个侍卫长 关静觉得有点大才小用 高同家历代军户 到他这才做了我的侍卫长 他军级还在扬州军中 到时候让王寻想想法子 帮他们家托级就是了 王宗元常年混迹官场 开这种小后门 在他眼里的确也算不了什么 就是到时候得端茶 倒水啥的 我怕高同会不会有想法 关静想的还是细一些 他也怕人家心不甘情不愿地 到弟弟身边 反倒不好 一旁正在给大姐逗笑的石巾 忍不住黑黑黑笑了起来 关静便问他 这又是笑什么 大姐又吐奶泡泡了 没有 不是带姐的事 就是奴婢突然想起来 高同在船上 给春鸭小姐家的大金 扫了一个月的狗屎 石巾笑归笑 内心来说还是很同情高同的 这事一说 惹得关静直问真的吗 怎么会这样 王宗元哈哈大笑 直说高同的确还挺适合 跟着亲儿的 这人挺能干 石巾脑袋一晃悠 突然来了个点子 老爷 夫人 奴婢突然想起个事 就是跟着春鸭小姐 去扬州的丹宴 是秋芬的丫头 秋芬是春鸭小姐的丫头 她们是丫头套丫头 如果夫人觉得 到时候委屈了高侍卫 那可以再让高侍卫 带个自己信得过的帮手 春鸭小姐用丫头套丫头 青少爷就用小丝套小丝 岂不跟般配了 扑 哈哈哈哈 此言一出 要不是屋子里 还有石巾和乳母 王氏夫妇恨不能笑地滚在一起 见自己的提议 老爷夫人都很喜欢 石巾便再接再厉道 而且日常春鸭小姐喊秋芬 老爱喊大总管 秋总管 秋管事 秋帐房 秋掌柜 那到时候高侍卫也可以叫高侍卫 高管事 高大哥 高掌柜 都可以吗 春鸭小姐都是随便喊的 好好好 这个主意还不错 让高侍卫帮着青儿点 再让高侍卫自己挑个小丝 我觉得这个主意绝了 将军觉得呢 关静问出的问题 王宗元现在自然会得肯定答复啊 不然像上次一样 关静就问他想不想吃酱肘子 他回答了句 今天不太想吃 好家伙 差点哭的把房间淹了 他可不想再尝试了 于是高童给关木卿做总管 管事 侍卫 这事儿便这么定了 关静最后问王宗元 那将军侍卫不守着将军 却守着将军家的小舅子 这能不能行的 小舅子也是将军家的人吗 能行 没事 王宗元其实也没见过这种操作 不过既然夫人问了 那必须给他予以肯定回答 听自家将军都这么说了 关静便决放心不少 说是明日 就跟关木卿说这事儿去 第二日一早 关静便早早地去见了关木卿 想说给他找了个 他肯定满意的帮手 说小丝 关静总觉得有些委屈了高童 可才进关木卿的房间 关静就见弟弟正趴在桌案上 睡着了 桌案上的灯油 已经用尽 看来 弟弟又是读了一页的书 实在是太用功了 这身体可怎么吃得消啊 这会儿天才量没多久 关静也不想打扰弟弟 亲手亲脚 给他盖了件衣衫 便退了出去 关木卿 的确是累了 昨日功课看到半夜 他原是想睡的 可一躺下 便不由自主地会想到 春鸭紧紧靠在他怀里时 自己心都快要跳出来的感觉 那时除了担心春鸭 他更害怕春鸭 会听到自己慌乱的心跳声 他劝自己不要想这些 可他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 于是 他干脆起身继续读书 虽然进入状态之前容易分神 但是一旦进入状态 他便可以抛出杂念 一心投入到课业中去 同样的清晨时分 钟勇伯爵府中 却是一片忙乱 因为今日有大朝会 徐达早早不要去宫门前等候 张大夫让厨娘给准备了点 不带汤汁的干货 馒头蒸高啥的 春鸭也被徐达揪了起来 昨日两位厨娘 对徐达找来的厨师考察下来 总体都不怎么满意 刀工也差了点意思 调味也能让人满意 对菜品的配色配料上 也没有什么搭配的思路和创意 对新菜单的理解也差强人意 总之就是 各方面都不太好 春鸭只要让说 徐达这肯定是图便宜乱找的人 徐达也很委屈 南北方做菜本来就不一样 再说人家好厨子 一般也不愿意挪窝呀 就这几个被他们批评的 一文不值的 都是他筛选了三轮的 还说首轮春鸭叫做没见着 不然一定会夸他老爹 厨艺刀工一级棒的 顾婶和丹姑娘说 最快最快 要把这批人带的能用 起码要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左右 徐达都哭了 这不是意味着 自己还得挨俩约骂吗 所以今早一起床 徐达就揪着春鸭 非得让他给想想法子 今日怎么逃过皇帝的询问 春鸭知道皇帝重口味 扣扣嗖嗖挖了点辣白菜 找了个小巧又好看的白纸瓶子一桩 然后跟徐达说 试试这个吧 酸甜咸辣清爽开胃 给皇上尝尝 你个破白菜还能忽悠了皇上 你这不行啊 我觉得自己还得挨骂 这辣白菜也太接地气了 皇帝 天子 吃啥辣白菜 春鸭小声咬牙道 傻不傻呀 这会儿哪来辣白菜 你后世吃多了不觉得 这会儿这东西就属于是新类型 哪怕不喜欢 吃个新旗不也行吗 反正徐达自己也无计可施 便也只能点头拿了白菜罐子 春鸭还叮嘱他 别捧着上朝啊 让小太监先给苏公公 当我真傻呀 徐达小声说完 便拿着罐子出了门 完全没注意到 墙上蹲着的两个人 和跟他们对峙的一只猫 当然 底下还有只叙事待发的狗 怎么办 钟永伯都走了 西风问寻舟 刚才跟你说从北面进 你偏要从西进 遇到这猪了吧 怎么办 你是忘了 咱们是大内密探了是吗 有什么怎么办 据实已报啊 走了 寻舟真是烦死眼前的 这些猫啊狗啊人啊的了 徐达上朝前 因为搞了个泡菜给皇上 想着今日也许不会 被皇上为难了 心情还是略感轻松的 不料早朝气氛 却相当凝重 皆因最近东南沿海 倭寇海盗横行 抢劫当地商户 打劫来往船只 无恶不作 沿海卫所却毫无建树 自从皇帝宣布开海以来 岳敏这三帝 已经开放了数个港口 却时常遭受着 倭寇海盗的滋扰 税势没多多少 倭寇却闹得越来越凶 皇帝下定决心 命广西 湘西 扬州三军 分别派兵持援岳敏这 以求把三帝混乱的局势 稳定下来 徐达虽然穿越了大几百年 可以听抗窝这种事 就特别来劲 想要亲自把小本子 干个人养马翻这种事 是刻在他骨子里的血性 后悔过早地退出神兵营了 遗憾是有点的 不过徐达立刻安慰自己 虽然他不再神兵营了 但是他攒罢的那些枪啊炮啊的 也够小本子们喝两壶的了 这也算是他间接剿匪了 还希望王勋能争口气 最好一口气打到小本子老巢去 这大巢会 一直开了整整两个时辰 才算结束 因为今日朝堂议题 非常的正经严肃 所以徐达在被苏九 喊去御书房的时候 内心是无比震惊的 那些小本子都无法无天了 这位还惦记着吃呢 不过今日也不知为何 皇帝还留了王宗元 徐达问王宗元 皇上有没有透露风声 今日到底要干嘛 总不至于让王宗元监供 他那破酒楼的进度吧 这么把干饭当本命的王朝管理者 不行的吧 王宗元小声说 北境实况 还好还好 还算有点谱 徐达便这么胡思乱想着 跟着苏九进了御书房 两人进的室内 却发现今日皇除了召见他们俩 太子居然也还在 皇帝倒是客气 两人行李问安之后 他还让苏九搬了小圆凳 来给两人刺了座 自己则跟太子 两人坐在榻上 正今日找你们来 是北境来的消息 第一批的积血石矿 这几天就准备运出北境了 春节前后便会送达京城 既然这矿是你们找到的 那怎么把矿石变现 你们也想想法子吧 王宗元和徐达两人互看一眼 这是挖坑挖到自己头上了呀 作为京城人士 王宗元倒是对这些 玉石藏品类的东西 还有些鉴赏能力 但是这玩意儿要叫徐达操办 那可真是牛角牡丹花 除了知道这玩意儿贵得很 他别的都不懂啊 见徐达面露难色 王宗元先开口问皇帝 皇上不知此批进京的矿石 有多少 弱量比较大 一下子投放进文丸收藏市场 这积血石的价格 也许会跌呀 可不一下子投入 那北境那边 强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建起来 王宗元其实心里也没个底 靠着徐达的那些枪炮 大干军能在北境守多久 父皇 这也正是尘之前担心的 虽说如今我大干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但是毕竟之前困顿了几年 文丸收藏也不是必需品 且积血石虽然价高 但有时候也是有价无事 若大批量入市 价也不一定保得住 价一跌 那根买的藏家 大概率也只会观望 不会出手的 太子说完 还瞥了一眼平日马屁多的飞起 今日一声不吭的徐达 积血石矿也是麻烦 徐达 你来说说 有什么解决之道吧 皇帝也有些懊恼 费了那么多人力 挖出来的矿 还得想法子卖出去 原本卖个十年 二十年也不要紧 可编墙之事 不提也就算了 提起来 皇帝也很心急 让他等上十年 二十年再修建 他也觉得心骄 徐达无语问苍天 积血石矿麻烦 他还想挖进矿呢 可这运气 也就这些不是 不过 既然皇帝问的这般流氓 徐达也不打算 做个正经人 于是他便说 启禀皇上 微臣也是个农人出身 所以这积血石的买卖 微臣的确不怎么了解 不过反正 怎么买卖的章程 还没想出来 石头也还在路上 要不咱先招揽点 擅长雕刻工艺的工匠嘛 先做 做出来 再想怎么卖嘛 这事 他反正也无能为力 拖得一时是一时吧 那你们各自回去 想想法子 下次大朝会之后 每人都得拿个 行之有效的办法出来 今日就先散了吧 说完 便要端茶感人 不过茶还没喝上一口 皇帝忽悠想起什么 徐达你留一留 王将军和太子先走吧 不会吧 这都谈上江山设计了 不会还惦记着龙凤楼吧 徐达低着头 瞪着眼睛 对于这皇帝对吃食的执念 觉得很不可思议 带太子的王宗元走后 皇帝才清了下喉咙 说道 你那个让苏九带来的白菜 是怎么个说法 果然 是为了吃的 徐达端起笑脸 回道 启禀皇上 这是微臣女儿 从家乡带来的辣白菜 里头的辣椒粉 大白菜 都是咱们庄子上自己产的 虽然都是普通的吃食 但是风味却很是独特 微臣便想着 给皇上带来尝尝 烟菜呀 皇帝对有些失望 苏九拿来的时候 他看那罐子倒是不错 还以为是什么呢 打开一看 是大白菜 说是不失望 那是假的 但是既然是徐达家 那特别能倒过吃食的女儿做的 那她还是准备 勉为其难试试吧 皇后到底上了年岁 本来胃口就不好 怀着身子 更是吐得厉害 人家怀孕都是长肉的 这烟菜闻着的确有些酸 一会儿便带去和皇后 一起用碗扇吧 希望能给她开开胃口 启禀皇上 这烟菜酸辣开胃 就着啥都好吃 徐达家见皇帝 不怎么感兴趣辣白菜 便连忙给辣白菜 拉个好感度 主要是不想让皇帝 想起别的事来 可皇帝能想不起来吗 不可能啊 你别想用罐辣白菜 就敷衍过去 你那龙凤楼还开不开了 这都快半年了 你办事能力有问题呀 皇帝想 正是一罐白菜 能敷衍过去的人吗 那铁定不能够啊 徐达弱弱地问 皇上 您征用的 微臣家的几个厨子和厨娘 能不能先还给微臣 微臣也好早日 说什么呢 皇后如今 就靠你们家那几个厨娘 做的点心养着 还给你了 皇后怎么办 徐达阵发现 你这个人 到底有点太过自私了 说完 皇帝嗨嗨了两声 他告诉自己 他不心虚 心虚的就是徐达 那厨娘皇后得用 厨子 徐达 你还不走吗 皇帝端起茶杯送客 你事情可不少呢 积雪石的事 既然是你跟王将军找到的 那你们 便把这事办到底就行了 另外那龙凤楼 你抓抓紧 嗨嗨 苏九 送徐大人出去 说完 便端就着茶杯喝了口茶 还用杯盖 掩住了自己的龙眼 徐达能怎么办 又不能跳起来 踩着人两脚 他只能恭恭敬敬地 退出了御书房 心中骂骂咧咧地 往龙凤楼去了 到的龙凤楼 却听顾沈说 春鸭去人机堂了 走之前 春鸭小姐还让爵爷 别忘了昨日说的 得去请了工匠 把二楼三楼的包间改了 丹姑娘还弱弱地说 春鸭小姐说 让爵爷别光顾着吃茶喝酒 说什么呢 我怎么会 行了 你们忙 我去找工匠去 说完 心中不无遗憾地想到 哎 今日戏事听不成了 得一会儿找了工匠 再去给铁头找个书院去吧 而此时的春鸭 正在人机堂里头 对他娘的疯狂地 吹着彩虹屁 张大夫 你这一管规模可以呀 这规模 哥以前也能算是个三甲了吧 昨日春鸭来去匆忙 都没好好看过 这扩建过的人机堂 今日来人机堂 一位好好参观参观这地方 二是为了预员贩卖的事来的 张岚看了眼 正等在库房门口 没进来的秋分 然后才低声说道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这地方充其量 就是个社区卫生中心 不过聊胜于无 总比之前的要好些 那您再接再厉 早日办的三甲出来呗 不过我看您这儿办三甲 也是得办成妇幼保健院 我瞧着来看病的 还是女人孩子多些 春鸭如此说道 也不知道哪个传的 说咱们这儿是送子观音尿 皇后怀孕 也说是咱们人机堂干的 关进怀孕 也说是怎么人机堂整的 我都说了不是了 可越说不是 他们越起劲 你说这事闹的 张岚也很无奈 她这人讲究实事求是 可偏偏解释不清楚 真是闹心死了 春鸭笑道 误打误撞 不也挺好 起码夫人小孩有地方看病不是 那咱们这玉岩的生意 就仰仗母亲大人了 这倒是好说 之前咱们扬州人祭堂 也不是没卖过 就是这钱 你怎么跟你两个婶子算的 分成还是怎么说 张岚倒也不是为了 赚那撒瓜俩枣 但是钱的事 不管多少 哪怕是亲戚之间 也得掰扯扯清楚 事先不说清楚 事后反倒容易好心办坏事 分啥成啊 麻烦得很 我都是全价收的 一包十条五十文 外头现在我看 也没大名大方卖的 那咱们就定个一百文 这五抽买下来花花百五十两 这回运费没算 到时候在折算上 各种人工搬运运费啥的 多少也能赚一点 虽然赚的也不算多 但是咱们不就是卖个有吗 当初徐家没钱 人穷至短 春鸭他们想的是得多赚些 恨不能把月月安卖出天价来 可现在有钱了 赚钱的渠道也多了 这月月安本来初心 也是为了方便女性 于是终于能把塞在床底下的初心 给捡起来了 所谓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奸济天下 也许就是这么个道理吧 想让春鸭这种搞钱小能手 一分钱不赚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是若让她在 这能汇集广大女性的事上 略少赚点 那倒也不是不行 最主要的是 娘 这卖月月安的事 你们人计堂可得给我提成 春鸭突然想起 这人计堂的账 也不是她的呀 张狼好笑道 那你跟你大哥说去嘛 我现在也是拿月缝的人 人计堂的事我做不了主 才怪 京城人计堂 就是张岚的一亩三分地 啥事都是她说了算 但是因为说过家里的产业账策 都交给石头夫妻的来管 所以张岚虽然能决定钱的用途 但是最后的总账 她还是会交给石头的 她跟徐达 对钱这事其实也是糊里糊涂 吹压自己的生意 赚回来钱 都是交给她的 但是张大夫向来也只是过个手存起来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当初家里头选她做CFO 纯粹就是矮子里挑个高的 实际上她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现在日常家里头的人情往来 都是她们去北京的时候带的银子 这回春鸭回来 交给张大夫的钱 除了春鸭自己赚的两万两 另外还有石头让带的一万两 说是孝敬爹娘的 她都给存起来了 但是具体身边有多少钱 她也只知道个大概 若是问张大夫 药箱里有多少金针 多少剪子和手术刀 她能知道 但是问她家里有多少钱 那她肯定得回家先去盘一盘 哎呀 完了完了完了 回来到现在 还没给我大哥去信 我大哥也奶该丑死了 我去烫江军府啊 一会儿直接去龙凤楼了 晚上见 春鸭的突然炸毛 吓了张大夫一跳 她骂了声 你想吓死我呀 然后突然想到什么 冲着已经跑出门外的春鸭喊 你们龙凤楼是菜的话 把菜打包回家呀 家里头就剩下一个厨娘了 忙不过来 听张大夫这么一说 春鸭差点崴了脚 还好赶上来的秋芬 挽了她一把 春鸭问秋芬 家里头厨子厨娘都是新买的 还好好培训了呢 这就不干了 不能够啊 不都牵了气的吗 秋芬附在春鸭耳边说 皇上三天两头 让苏公公来咱们家要厨子 一会儿说要让厨子 去跟御厨说方子 一会儿说让厨娘 去教皇后娘娘小厨房里的嬷 怎么做点心 只见出去的 不见回来的 一厨房的人 如今只剩下个烧火丫头了 她年岁也不大 只能勉强做点简单的饭菜罢了 那日小姐 你们的接风宴 都是夫人带着小丫头们做的 春鸭恨得都不行了 怪不得她爹那龙凤楼 没用家里的厨子去顶班 她回来也没两天 倒是没注意 原来厨房里头的人 被皇帝给薅了个干干净净 突然春鸭想到 那咱的烤炉呢 不会也被扒了吧 哦 烤炉还在 因为皇上嫌 咱家那烤炉小了 秋芬如实回答 气得春鸭只小声嘀咕 皇上该给爹爹多发点年缝才是 总觉得我爹只拿五百多两 亏得慌 当初他是免了配风三年的税子钱 若以后配风发展了 他都算过了 一年他也得有七八百两呢 还不用被皇帝薅 他跌着什么忠永伯当的性价比 也是太低了 不过气归气 厨子一去不复还 他也是毫无办法 搞来搞去 全是为皇帝做了嫁衣 可做了嫁衣又能怎么样 该培养的厨子 不还得培养吗 于是气哼哼的春鸭 先去了趟将军府 说要找了关木清放的鸽子 前头小四都听不懂 这位县主说的是什么鬼话 但是关木清此时也不在府内 这位说话听不懂的县主 他们也不敢得罪 只能乖乖送他到了垂花门前 让婆子领着找夫人去吧 迎上来的婆子很是热情 说青少爷还未回 不过一般这个时辰 也快要回来了 县主就略等片刻吧 正好石金姑娘正在后头轿场 跟人鄙视射箭呢 将军和夫人也在观战 如果县主愿意 就也去瞧个热闹 一听石金与人鄙视射箭 春鸭不管手头事多不多 自然要去凑个热闹 心冲冲跟着婆子到了轿场 恰巧看到石金手持巨大的五弹长弓 拉满了弦 就听羞的一声破空之声 那长剑洞穿了前头的靶子 直接往将军府的围墙而去 最后直接插入了围墙上的青砖上 好 春鸭大喝一声 鼓起了掌 几人回头见是春鸭来了 观景朝他招手 春鸭 来来来 看看石金这件树是不是又精进了 春鸭边走边笑道 姐姐 我可是目睹了四筐咸鱼 从河里一条条被打起来的呀 你可不知道 咱们那传到最后几岗的时候 岸上的猫都疯了 听春鸭这般说 站在一起的王氏夫妇 又要笑倒在一块了 对于石金的记忆 大家都非常欣赏 唯有从来没见过 人类能拉动武弹弓的旁云 还在震惊中无法自拔 嘿 喂 嘿 石金在庞云眼前甩着小胖手 庞大人 醒醒嘿 轮到你了 石金把自己的五弹弓 递到了庞云眼前 庞云目愣愣地接过了弓 脑子都没回过神 首先动了起来 他想要把弓拉开来 然后 呃 纹丝不动 这才行转过来的庞云 看看弓 看看石金 看看旁边一脸慈母 笑得关静 和忍着笑的王宗元 他深吸一口气 双脚站定 与肩同宽 搭建拉弦 使出了吃奶的劲 缓缓地把弓拉开了 五度 三度 回到零度 石金瞧着 这人胀红了脸 拉开了一点点的弦 又给还回去了 就忍不住对他说 庞大人 你得用力呀 庞大人一口真气堵在胸口 实在无法回答 他卯足了劲 又渐渐把弓拉开了三度 石金 我觉得庞大人可能已经尽力了 春鸭好心替庞云解释一句 啊 那也不太行啊 还没我家老爷和青少爷拉得多呢 老爷青少爷起码还能看到弦动了呢 庞大人 你这弦看着没怎么动啊 石金觉得这个庞大人 有点虚啊 庞云心里很想表现一把自己的男子气概 用尽全部的力气 大喝一声 哈 拉弦放箭 箭砸在了离自己一不知遥的地方 扑 哈哈哈哈 教场里的人发出了爆笑声 石金恨铁不成钢地拿起那长箭 要回了自己的巨弓 搭建拉弓 以气呵成 直接又射穿一个草把子 然后转头跟庞云说 庞大人 你得多锻炼锻炼 这体格可不行啊 瞧 这不是很简单吗 庞云面红耳赤 倒也不是害臊 主要是刚才太用力 气穴上了头 他点头老实地跟石金说 石金姑娘说的是 今后我定好好练练体格 不知以后能不能再请教 别了吧 石金略有点不愿意 这人也不是他对手啊 虽然一起愉快地搞了一船的咸鱼 但是这会儿他也不想吃咸鱼 主要是 您看我家夫人都快笑绝了 到时候把我家二小姐 或者大少爷提前笑出来 可怎么办 您回家多练练力吧 对了 别忘记把咸鱼带走 在场的所有人 多少都看出了点 庞云对石金有意思 但是石金一心 要做关锦一辈子的丫头 关键是她的物理岁数 比春鸭大一两岁 但是性格脾气却还小呢 再加上关锦王宗元 也不怎么约束她 关锦只当她是自家妹妹 向来疼爱有加 故而导致这丫头晚熟得很 这会儿脑袋瓜里 除了吃别人的瓜之外 自己的事儿是一点没上心的 所以对于庞云 众人只能为她拘一把同情的泪 不过庞云也不气馁 一月的船上相处 她早知道石金爱吃 便当着众人的面说 那在下也得谢谢石金姑娘赐教了 今日在下也是开了眼界了 改日我请客 请石金姑娘吃酱鸭子吧 石金两眼冒光地看着关锦 关锦看了眼王宗元 王宗元道 这事儿还得石金自己拿主意 虽然他们把石金当妹子 但是石金也不是豪门小姐 在王宗元看来 大可不必受太多礼教约束 他喜欢做什么 便去做就行 主要石金出门 他们也不怎么担心 只要大白天出去 去哪儿 什么时候回家说清楚就行了 关锦也点头 既然将军说听石金的 那便让石金自己做主吧 就是庞云这人 他不怎么熟悉 到时候还得跟京城百事通 吴夫人再打听打听 直到这会儿 春鸭才发现 哦 原来如此 庞云这是看上石金大宝贝了 这个倒真是还不错嘛 石金虽然为弊 但是为人单纯善良 他能拖了剑吉 嫁入五官世家 倒也不失为是个好归宿 就是这庞云 也不知道能能赚着钱 到时候饿着石金大宝贝 可怎么办 那行 石金就是为动力 驱使他的行动力的 庞大人找家好点降压铺子 再告诉我吧 我喜欢咸甜口的 最好甜一点 庞云忙喊 自己知道一家铺子 就是卖甜口的 改天他休息了 就带石金去 听这两人突然从射箭 聊到了酱鸭子 春鸭跟关静夫妇 很有默契地退出了教场 才走出教场 就见关木青来找人了 春鸭说明来意 关木青只觉很同情石头 可算是想起来了 咱们回来第一天 我就放了鸽子出去了 这会儿估计都到扬州了 呵呵呵 还是你心系 春鸭现在夸赞关木青的话 张口就来 王宗元和关静王抱头鼠窜 他们可不想听这些你浓我浓 虽然他们时常撒狗粮给别人吃 但是他们却是拒绝 吃别人的狗粮的 只有秋分 面不改色心不跳 就静静地站在春鸭身后 他告诉自己 你现在就是一棵树 没有心 没有嘴 两人见小花园里只剩了他们 便干脆说散会儿不 然后该搞钱的搞钱去 该念书的念书去 光光 你这两天是不是又熬夜了 这眼圈好黑呀 读书诚然重要 但是身体更重要 年轻人不要熬夜 知道吧 春鸭仰着头 面对着关木青 忽闪着水汪汪的眼睛看着他 好 我知道了 关木青忍不住 牵起了春鸭的小手 不过你也是 别老想着赚钱 平日里该玩的就玩 该吃的就吃 得胖点才好 昨日抱着他 关木青只觉得 这丫头还是太轻了 吃不胖啊 凡尔赛春上线 咱们同吃了一路 你看我吃的也不少 可就是不长肉 吃的东西 可能都长脑子了吧 哈哈哈哈 对了 今天我在我娘那里 看到他们蓝云记 新试色的一款蓝电色毛线 好看得紧 光光 我给你打毛衣吧 说完 春鸭就后悔了 他不会啊 爱情让他冲昏了头啊 关木青立刻说 好啊 说到做到 做不到是小狗 他知道 春鸭这手工废物 肯定是说吐鲁嘴了 虽然春鸭织的围巾 他的确也不敢 带着去太子府 但是只要在家 他都会带着的 所以不管春鸭的毛衣 织的怎么样 他都想要 没想到 春鸭的反应却是 呜汪汪汪汪汪汪 丝毫不要面子 关木青忍不住 要去捂他的嘴 春鸭前头跑 关木青后头追 活像狗血剧里的男女主角 修芬 默默一到了花园门口 心里喊着造孽呀 他好羡慕正下呀 可以在车里等啊 他这是造了什么孽呀 带两个花痴跑够了 春鸭才想起 他还有个 叫龙凤楼的管子要操心 这才告别了关木青 往龙凤楼去了 龙凤楼里 顾沈今日教的是 辣白菜鱼片汤 春鸭给这道菜起名 就叫木春鱼片汤 汤头是用鱼头鱼调的 鱼身切片去谷上浆 汤里先下辣白菜和白萝卜片 加以调味 带到汤头味道正了 再把切好的鱼片下下去 拨散数数 数到六十 便可盛起装盆 什么样的鱼 多少筋重 多少辣白菜 萝卜片的厚度 烧制的时间 顾沈按照春鸭的要求 都是规定好的 这就避免了 换了厨子就换了味道 这破皇帝 动不动就耗人家厨子 可不得防一手 另外 顾沈还示范了一道芙蓉双虾 大虾取了虾肉 开背腌制 油锅里吞到七分熟 捞出控油 蛋白炒到半熟 倒入虾球翻炒十五个树 最后装盆撒上虾子粉 这道菜是顾沈为培庭独创的 双虾的第二虾 就是他们江南春日里和虾的虾子 淘洗晾晒 晒成虾子粉变装罐 用以调味 而做白岸的丹姑娘 今日教的是 用新鲜百合打成泡沫 然后制成的百合羹 这道甜品不加糖 只取新鲜百合的清甜微苦 泡沫绵密 清淡幽远 非常适合为一顿大餐收尾 百合羹虽然看似简单 但是因为快要入冬 鲜百合基本都已经采收起来了 想要得到好的鲜百合 一定得先找到 用干净合纱储存得当的 这可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采摘的天气不对 储存的合纱不行 都会影响百合的口感的 这会儿的鲜百合 只有在极富经验的商贩那儿 才买得到 另外把百合倒成泥 打出泡沫 加的山泉水的比例 打泡沫的时间 手法和力度都有要求 总之这简单的甜点 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 还有一件甜品 是荔枝玫瑰冻 说是荔枝冻 却不见荔枝 用来做冻的 是用荔枝罐头里的果肉 倒成泥之后 用细纱布 沥出来的荔枝水 果冻分了两层 上层是粉色的 玫瑰露做的玫瑰冻 下层是半透明的 荔枝汁做的荔枝冻 做好之后 倒扣在精致的高脚碟里 配上几片花瓣 好看好闻好吃 春鸭对顾沈和善姑娘的理解力 都非常的满意 她设计出来的菜谱 两人都能几乎百分百地 还原出她要的样子和味道 只是龙凤楼的厨子们 虽然徐达也做过上岗培训 但是对于这精细的要求 还是得慢慢打磨才行 所以当日 钟永伯爵府的晚餐 就是春鸭打包回去的 两甜两咸的餐食 热菜长菜 反正都是咬在小碗里吃的 大盘里没人冻过 两个菜三个厨子分别都做了 春鸭吃起来 味道虽有差别 但是差别也不大 所以把两道菜 都倒进了两个大砂锅里 回家放在小灶上 一热就能吃了 甜点也是三个做白岸的厨娘 分别做了三份 这个东西吧 因为比较考验手法 所以味道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再说甜点稀里糊涂都到一起 也太饿了 所以干脆拿了食盒 连盘子一起端回了家 铁头今日在家自己待了一天 无聊的都快长虫子了 好在大金和大橘子 还能跟他玩玩 不然他都准备出门 找爹娘姐姐去了 所以春鸭他们回来的时候 铁头是见一个 抱怨一个 说是不行了呀 无聊死了呀 要不然自己也去吃个摊子 别的他也不会 给人写个对联啥的 倒也还行 一家人此时已经团团 坐在了桌子前 除了春鸭打包回来的试验品 厨房里那唯一的厨娘 还做了两个素菜 蒸了一盆高粱饭上来 张大夫说了 大白米饭得混着粗粮吃 不然照他们家这干饭的量 得了糖尿病都没一倒素打 今日奔波了半日的徐达 安慰小儿子道 别急 爹已经帮你去国子健报名了 过几日便可以去报道了 不过咱家虽然能通过硬间 去那念书 但是能去国子健读书的孩子 家里头起码都是五品官以上 王公贵族也不少 铁头 你先去读了看看 若觉得不适应 爹再给你找别的 徐达其实也怕铁头受人欺负 虽说铁头因为从小吃的苦最少 所以性格还是很豁达的 可奈何京城里头 位高权重的人太多 他自己本来除了永义后和八王爷 跟京城贵族都出不来 主要人家也不怎么看得上徐达 而徐达呢 更是看不上那些看人下菜碟的火 所以平日下朝人家摆他一眼 他非得摆人家两眼才算完 这会儿 小儿子要去国子健 跟那些人家的公子哥们正面PK了 他有点担心 儿子爱欺负也是人之常情 没想到原本对读书兴趣 不怎么很大的铁头立马点头 好呀 我去 爹 您放心 我不会惹事儿的 去读书 好嘞 还有同学不是 总比在家晃荡强 他现在成熟了 已经不能跟大金一起刨坑了 好孩子 赶紧吃饭 不过娘告诉你呀 咱们呢 没事不惹事儿 有事儿 咱们也不怕事儿 别到时候人家打你了 你不知道还手 你不能主动揍人家 但是人家揍你了 你记得也得还回去 你们小孩子打架 吵闹也是常试 你不用太放不开 另外 既然过两天要去读书 这几日便把功课再看看 别到时候先生问啥 你一问三不知 咱们不管怎么样 先得把主营业务搞搞好 说话打架才有底气 知道吧 张岚一边给铁头夹菜 一边叮嘱他 铁头点点头 吃了口虾 两眼放光 好吃 娘再给我夹几个 虽然他现在是男子汉了 但是偶尔还是想要跟娘撒个娇 张岚干脆拿起盘子 给铁头扒拉了小半盆在碗里 吃吧 多吃点 这位娘的教育 听得徐达直冒汗 儿子如果真的打架 到时候还不得老子去平事 不过转念想想 真惹了啥了不得的人家 皇帝一气之下 给他夺了绝 倒也能直接滚回扬州去了 这么想着 徐达便也在旁边鼓励铁头 铁呀 反正只要你有道理 咱们就不怕那些乱七八糟的人 不过学习也得抓抓紧 先生夫子说啥你得好好听 铁头喝了一口鱼片汤 喊了声好喝 然后才回答徐达 知道了爹 放心吧 我虽然长得不算高 可我力气大 大师傅教的八级拳 日日都练呢 我给爹耍耍吧 说完 放下碗筷就要耍拳 张大夫忙把小儿子 拉回了椅子上 再给他加了一大块的素菜 行了 先吃饭 吃完休息一会儿再耍拳 多吃点素菜 别跟你解释的 上火流鼻血 正在一旁品尝着 自己设计的杰作的春鸭 尴尬地朝他娘 呵呵呵呵了两声 然后转头问他爹 最近老和尚 壮中壮的咋样了 徐达便把今日朝堂上的事 和皇帝留下他们给出主意 要把鸡血石变现的事 都粗略地说了一下 反正事就是这么个事 皇上想要卖鸡血石筹钱 但是又不想一下子 把东西都放出去 压低了市场价格 可这市场两全事少啊 徐达筹啊 五日后就要交方案了 怎么办呀 春鸭咬着筷子歪着头 问他爹 既然都开海了 不能再大干大批量地卖 那就卖给春鸭的话 夹来而止 转而开始喊猫 大橘子 大橘子 没有猫应他 小橘 春鸭换了个叫法 喵从屋顶传下来一声猫叫 好吧 橘猪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橘猪 接着说 徐达知道春鸭的用意 大橘子在上头 说明上头没有奇怪的东西 春鸭点头 接下去说 那就卖给洋人啊 再怎么大批卖出去 也不影响咱们这儿的价格 两全其美啊 傻了吧 你想想 洋人那审美能跟咱们一样吗 人家洋人来要什么 锦断布料 茶叶 瓷器 你见过洋人买古董玉食的吗 也许有哦 这个咱们也得说个概率 但是肯定是少数 这事徐达也不是没想过 可价值取向不一样 审美不一样 买卖的东西肯定也不一样啊 但是 人 是可以被洗脑的 春鸭吐出一句话 只有徐达和张兰董 钻石横久远 一颗永流传 营销懂不懂 钻石是啥 铁头问道 金刚石 春鸭解释 金刚石是啥 铁头继续问 就是世界上最硬的石头 哦 那姐姐下次得了送给大哥吧 他可以拥有 哈哈哈哈哈哈 吃着吃着饭 钟永伯爵辅又传出一阵豪爽的笑声 正蹲在后院房顶上的两个密探 互相看了眼 西风问荀州 怎么办 皇上问钟永伯 想出什么点子 咱们怎么回答 荀州却没有回答 他反而问西风 你说 咱们要杀了那只猪猫 钟永伯能不能跟皇上闹 不太好吧 钟永伯毕竟会造枪炮 西风有点为自己担心 那让皇上问钟永伯讨支猫的话 荀州想了想 还是放弃了 算了 下次记得出来 千万戴上鱼干 因为跟关木卿说好了 要给他织个毛衣 所以春鸭当天晚上吃完晚饭 便跑去跟他娘请教 这毛衣到底怎么织 当得知只毛衣得用四根针的时候 春鸭就觉得自己 到底还是误人子弟了 他问张织毛衣达人 娘 您的编织图册 啥时候能出来啊 咱也给大嫂外婆 他们带一本去呗 春鸭也不敢告诉张女士 织衣服得用四根针 她是此时此刻才知道的 她教人家织毛衣单 教了一路织到底的围巾之法 张达人略感无奈道 快了快了 你也不看看 我这一天多少事 早班倒中班就算了 这会还得加个晚班 这三班倒也不是这么个道法呀 前阵子 北京又收来一大批羊毛衣 说是这一批是今年最后一批了 一般十月之后 他们那儿就不剪羊毛了 这会儿把羊都嚎吐了 羊到时候就该冻死了 周妈妈他们 倒是定下来几个颜色 留了四个织娘 这些日子一直在赶羊衣 春节前准备要开售的 这批羊衣 我给编的男女各自四个款式 织娘也挺聪明 一教就会 来看热闹的人也不少 估计真的开卖了 多少还是能有点生意的 我到时候再教他们 用勾针勾点披风杯垫啥的 估计也能卖 哦 那就好 也不枉费咱们折腾一场 春鸭随口答了一句 张达人立马挑眉道 咱们 您 您 不枉费您折腾一场 那什么 北京的婶子叫啥来着 他们番薯啥的 都有收成吧 春鸭这会儿 倒是想起自己临走前 挖的坑来了 人家叫羊婶 亏了人家还把家里的鸡 都给咱们吃了 连人家叫啥都忘了 这都是啥寄信啊 上次马迁护家儿子来说了 番薯长得还行 虽然听着一亩地产量 没咱们这儿高 但是比麦子高量产量 还是要高不少的 杨沈他们那儿的军户 种一部分高量麦子 种一部分番薯 郑北王也不知道 种了什么邪碎 突然做了回好人 允许部分军粮用番薯交 今年年费也还行 种了番薯的人家 混个温饱是没问题的 再加上马迁护家犯羊毛 那儿的人家 几乎每家都养羊 一年也能卖上两次羊毛线 油盐酱醋针头线脑的钱 倒也能赚几个 反正马迁护儿子说了 他们上回回去带的货 卖得特别快 这回送来的羊毛也多 带回去的货更多 他们说是 自从得知羊毛线真的能换钱 很多人家从远地方来卖羊毛线 杨沈他们那波第一批 卖羊毛线的 还多抓了两三只羊呢 你要说折腾吧 这事的确挺折腾 但是事情上个轨道就好了 好歹咱们自己赚钱了 杨沈他们这些军户 也得实惠不是 互惠互利 挺好 春鸭看着张大夫说这事的时候 全程都带着圣母般的微笑 他忍不住调侃他娘 张大善人 怎么样 就民众于水火之中的感觉 还不错吧 张大夫白了春鸭一眼 咱们做护士的时候 南丁格尔誓言又不是没读过 医护人员想要干好 可不得心系他人吗 啥就民众于水火呀 不过就是举手之劳而已 再说咱们自己也不亏呀 你瞧 我给你大只女毛衣毛裤 织了三套 你三射小儿子叫什么来着 萝卜头 也支了两身 还不要钱 以后还有分红哪 菜头 春鸭纠正他娘 我这记性肯定遗传了您的 遗传的你爹 张大夫可不承认自己记性不好 说达达 达达到 张大夫才说了遗传你爹 徐达就探头探脑地回了房 问娘俩说他什么好话呢 说您头脑灵活 人聪明 春鸭坏笑道 您家小儿子睡了 睡了 徐达点头 这孩子不是我说 心理素质像我 心大得很 我问他万一人家豪门子弟欺负他 挤兑他 他怎么办 他说他就当他们是大金 汪汪汪的听不懂说啥 大金可不答应啊 人家可是聪明又善良的好狗子 春鸭说完 正在廊下 趴着的大金探了个头进来 把头搁在门槛上 看着屋里的三个人 春鸭笑说 看果然聪明吧 跟六七岁的娃娃似的 说啥都能听得懂 聪明聪明 徐达点头 不过爹问问你 你这支的啥呀 怎么一个窟窿连一个窟窿啊 这羊毛衫能暖和吗 徐达此言一出 还沉浸在为人民服务的 愉悦中的张大夫 这才扯过了春鸭支的毛衣看 结果发现 明明自己浇的是两针退一针的 春鸭支着支着 就成了一针退两针 气得张大夫直问春鸭 关木青到底看上了你啥呀 脑子如江湖 手指如棒锤 你这支着 支着都快散了 自己没感觉的吗 怪不得觉得 怎么这毛衣就单个在这不动了 搞反了搞反了 我重来 不过您别说 关关肯定是爱上我坚韧不拔 从不气馁的优秀品质 春鸭如是说 搞得张大夫和徐达凑一块 叽叽歪歪抱怨他 算个屁的坚韧不拔 明明是什么事起了头 自己就立刻拔腿跑了 害得人家一路给他擦屁股 一说到什么事都起了个头 徐达突然又想起 饭桌上没有深入的话题 你跟爹说说 那营销钻石的事嘛 爹过几天也好去忽悠 徐达朝天上指了指 忽悠太上老君吗 春鸭就是不想做个正经人 徐达作了牙花子道 行了 好好说话 你知道谁就行 好吧 春鸭放下手里的毛衣针 勉为其难地认真解释道 其实闻完珠宝之类的东西 第一卖的是稀有 第二卖的是概念 什么是稀有呢 就像宝石珍珠 金银玉气 本来就产量小 就物以稀为贵嘛 其实鸡血石呢 也很稀有 像北京那矿 本来也不算大 你放在二三十年里头慢慢开 慢慢卖 那价格肯定不会卖得低 但是鸡血石等得了 边墙等不了 这石头一下子涌入市场 就打破了第一条 稀有才有高价的原则 那怎么办呢 咱们就得卖个概念 什么概念呢 就像钻石 钻石商赋予了 它是忠贞爱情的象征的概念 咱们那会儿 结婚不买钻 那就是耍流氓啊 这价值 是不是就炒起来了 那这鸡血石也一样 咱们就赋予它一个概念 打个比方这东西 让皇上起个头 搞个皇家灰迹啥的 那这玩意儿 就变成了高贵的象征 这东西 以前也挺稀有 价值挺高 但是也没跟家族荣誉挂钩啊 这会儿 咱们再给它往家族荣耀上靠 您再看看 有几家能忍得住的 个个都说自家是豪门 那就拿出豪门的样子来嘛 谁家没个鸡血石雕刻的家族图腾 那他家就不入流 挺姐姐教导我 薅羊毛就得薅有钱人的羊毛 不过以上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 真正顶级的鸡血石 咱们得留在这儿 可不能流出去 那些不怎么顶级 哦有些微暇 却能通过能工巧匠的手 雕刻成洋人比较喜欢的样式的 咱们就卖给洋人 咱们到时候也得给他们疯狂输出 没有这玩意儿 就不是顶级家族的概念 哎 就薅他们羊毛 所以 卖给咱们这儿的大家族 是个引子 毕竟一个矿上开下来 真正顶级的鸡血石也不会很多 咱们真正的目的 就是用那些金家公过的鸡血石 跟洋人换白银 徐达夫妻俩 就这么直勾勾地看着春鸭 尤其是徐达 不无佩服地说 要说这忽悠人 还是你行啊 要不然五天之后大潮会 你替腐上潮吧 你这一忽悠 我都觉得那边墙已经在向我招手了 没空啊 我得打毛衣呢 春鸭也是个矫情人 替腐上潮 这事儿徐达自己也知道不可能 于是他便准备问问清楚 那到时候真要忽悠洋人买 怎么忽悠 总不能带着洋人一家家去参观吧 那就是执行层面的事儿了 皇上问您的 是战略性的问题 您不能给他战术性的解答 格局 格局 哪天皇上万一说 徐达 这事儿交给你了 你去具体执行这鸡血石买卖的事儿 那个时候再谈执行就是了 其实吧 这会儿谈执行也行 可是春鸭困了 想睡觉了 反正这事儿的指导思路是有了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战略不通过 想再多的战术 又有啥用了 不都是浪费口水瞎白话吗 张大夫点头小声说 就是 皇上疑心病重 他也没贪派差事给你 你说的太详细 反而不好 有点道理 徐达想 那行 那我改天就这么回皇上 这话谈完 夜色已浓 春鸭拿着他的残刺品毛衣 起身跟爹娘说了声晚安 就跨门出去了 四根毛衣针 一边走一边掉 走到自己房里一看 还剩下了一根 大惊失色的春鸭还没问呢 秋芬已经把另外三根 递到了春鸭跟前 春鸭懊恼恼不已 折腾了一晚上 结果全脱针了 小姐 秋芬安慰她 桶共就织了三寸 还都是洞 不用太可惜 嘿呀 居然敢言于小姐了 看我怎么挠你痒痒 说着话 春鸭就上手了 秋芬直网 正在给春鸭铺 被入的丹燕身后躲 丹燕欲哭无泪 两位的这手劲 也太大了 她那腰带 都被两位给扯下来了 而此时房间里的张岚 正在跟自家的 不怎么成才的相公抱怨 你说你好歹以前 也开过两三家超市 这怎么做起生意来 还不如你女儿懂 我那叫超市吗 我那叫便利店吧 哦 比便利店可能大一点 不过 咱们那时候 吃的都是时代红利 你女儿就不一样了 那都是真刀真枪 上国外展会抢客户的 自然脑子比咱们快 见识比咱们多了 你还记得吧 那时候她要跟着老板上 巴西去参展 临走你还想给她 寻摸个衬手的家伙 结果直接被请去喝茶了 徐达想到以前 就感慨万千 张岚躺在床上 不免笑出了声 怎么不记得 借了咱们医院的老保安 几十年前用的 电针杆上地铁 被当场扣住了 你女儿去派吃搜接的我 看到人家拿出那东西 笑得人家 JC叔叔都问我 这孩子到底 有没有民事行为能力 没有的话 可不能给我担保 虽然这事 隔了一室 但是现在想起来 夫妻俩不免 还是觉得好笑 结果临睡前笑得太过分 害得自己半夜起来 抖着腿上厕所 五日之后的大朝会上 皇帝倒是没提鸡血石的事 按照徐达对皇帝的了解 这会大概率是不准备 把这事弄得太公开 虽然这鸡血石矿的事 互不公布都是知道的 但是这事 没有在大朝会上论过 毕竟这是保石矿 又不是铁矿银矿 群臣不会太过敏感 皇帝搞个保石矿玩玩 又不影响民生设计 折腾来折腾去 折腾的都是镇北王 京城的各位大爷 自然不怎么在乎 在他们看来 那躺在祖宗功德部上的二世祖 和该让他多吃吃北京的风沙 给皇上挖一辈子矿 于是这事 皇上不怎么提起 律师台也不会因为这种小事乱咬人 因为他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喷 越敏这三地树岗 开了不比不开步还要乱 本就不支持开海的朝中大臣 自然要上告 让皇帝收回城宁 该进海的还是得进海 他们的理由倒也充分 就是大干如今武器精良 只要倭寇海盗不混上商船 或者伪装成商人登陆 以他们现在的战斗力 足以把倭寇海盗抵御在外 但是如果说口岸一直打开 那就不可能随意驱逐商船 再加上登陆的船只颇多 东南适合登陆的海岸线又长 各位所简直防不胜防 皇帝自己是不可能辩驳的 点了名让吴首府说说 这事他怎么看 吴首府自然知道自己是马前卒 立刻开喷说 你们别以为朝廷不查 就不知道沿海隐藏在海岸线上的 私家码头颇多 那些码头到底是谁家的 还两说呢 今日谁反对开海 就得好好查查那些私家码头 到底是姓什么 偷偷建造来又是干什么的 第一个出声要求进海的 是御史忠诚 焦阳焦大人 此人人如其名 容易上火 一听吴首府这么说 立刻炸锚 当场就跟吴首府撕了起来 大骂吴首府没用 只知道一位谄媚 如今沿海诸县人民水深火热 他倒不管 作为一个朝廷官员 纵容自家夫人开铺子 卖高价水果 还办什么纺织厂 低价倾销布匹 扰乱市场行情之类的事 倒是没少干 他吴英良 就不配坐上这首府之位 当然吴首府也不是吃素的 御史台对他有意见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他是按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不殆的道理 这御史台衙门里 有几只耗子 他都清清楚楚 更别说这御史忠诚家的事 于是吴首府也不甘示弱地说 怎么 你家夫人小胡出身 赔价没有八两银 就不准我家夫人有个陪嫁了 我家夫人娘家的陪嫁的产业 关我吴英良什么事 如今焦大人在朝堂上 公开诋毁我家夫人 难道是因为你家夫人 没排队买上平价布料 对了 说到这个 吴首府转身向皇帝行了一礼 皇上 那平价布料的事你也知道 咱们当初送去北京军营的 就是这些布料 不是微臣鞠躬 那一批批玉寒的衣衫 多少也为咱们边关战士 挡过些风雪吧 如今蓝云记的平价布料 也是限售的 虽然的确价格偏低 但是供应量也有限 咱们为啥不卖 跟市场价相同的价钱 多赚些钱 而偏要卖的这般便宜 还不就是为了 让穷人家也能穿上衣裳吗 微臣夫人也是为了做做善事 这才承受了无数的流言蜚语 还坚持开着蓝云记 照焦大人的意思 好像咱们家是为了钱似的 微臣虽然不才 倒也没有到 用自家夫人嫁妆的地步 倒是焦大人 往夫人们的嫁妆上攀扯 莫不是您自己有这个想法 皇帝微微汗手 然后抬了下下巴 蓝云记的布料 倒也勉强算力过功 见皇帝这反应 无首府就知道这路子对了 于是接着说 再者说 咱们堂堂七尺男儿 朝堂之事 就朝堂解决 何必攀扯其他 焦大人 有事您就说事 动不动就用人家夫人子女说事 岂是大丈夫所为 此时活很大的焦育是 简直要吐出一口血来 但是吵架是他主业呀 气归气 他也说吴大人莫要胡搅蛮缠 我家夫人虽然嫁妆少 但是我焦羊 也不屑于做那投机倒把之事 倒是吴大人 在朝堂上毫无建树 给自家夫人拉起生意来倒是起劲 请皇上明鉴 无首府是假借夫人名义 在行商人之事 焦大人 你少血口喷人 无首府义正言辞道 你自家夫人没嫁妆 就恨不得家家户户夫人都没嫁妆 来来来 这朝堂之上 您说说 哪家夫人没个五千一万两的嫁妆 是户部尚书家没有 还是吏部尚书家没有 亦或是左都御史家没有 还是永逸后 钟永伯家没有 我家真没有 我家大儿子是商户 生意都是他的 咱们夫妻俩的确没有钱 皇上 臣很穷啊 钟永伯趁乱 随便乱搭话 主要还想暗示下皇帝 给他涨工资 不过皇帝根本不搭理他 可除了徐达之外 别的人 没一个敢搭这个茶 一朝堂的人 就听着这两个从自家夫人 吵到岳丈丈母娘 大舅子小舅子 洋洋洒洒 疯疯癫癫 站在徐达身边的永逸后 还小声跟徐达抱怨 这吴守府就是个疯狗 要死自己去死啊 攀扯他们算个啥 京城门阀士族家中 自然是田母良多 资产丰厚 朝廷的确规定官员不准营商 可哪家高官也没耽误做生意啊 为啥呀 家族里头能用的名头多呀 反正资产 别在自己名下就行 这事不都是约定俗成 连皇上都不管的吗 所以这会朝堂上大家看着焦阳和吴守府 一个更比一个风 也很是吴语 好好的大朝会 开着开着就成了泼夫骂街 进扯些没用的 但是 也没人敢劝架 没看皇上都没发话嘛 这两个的骂战属于朝堂上的顶级骂战 除非再有什么事吵群架 光说单打独斗 这两个是top了 根本没人愿意插话阻止他们 一会被这俩疯批乱咬一口 皇上不还在了吗 咬不咬痛不是重点 重点是 他们还得想方设法为自己辩驳 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还是 别加入骂战好一点 指红炉四官在那里喊 两位大人 莫要在朝堂喧哗 再吵 就是大不尽之罪了 不过那声音 瞬间就淹没在 两位顶级吵架高手的声浪里 这两人越战越勇 皇帝非但不管 还悄悄喊了太子 上前说小话 见苏九那架势 是又要准备喊退朝了 于是 终于有人忍不住出手了 二位大人 咱们现在说的是三帝近海之事 莫要再攀扯其他的了 说话的是陈国公 他可跟徐达这种 领了虚职的人家不一样 除了爵位高贵 更是先皇亲定的太师 地位超然 虽说陈国公年岁颇大 但是他跟以前的霍首府完全不同 霍首府那时候 还常常亲自下场司吧呢 可这陈国公 除非皇帝点名 否则他很少在朝堂上发表言论 当然 吴首府这类毫无根基的官员 基本也会避开这些 不怎么好惹的人 毕竟吴首府做死的前提 还是为了保命吧 被陈国公这么一呵斥 吴首府倒是闭了嘴 焦玉使还带还击两句 陈国公却说 焦玉使 原说的不是海进之事吗 若有别的正式要参 你再上折子 先别胡乱攀扯 焦玉使这才吸了口气 哑着嗓子说 总之 皇上 只有近海 才能彻底地消灭倭寇的侵扰啊 因为刚才老国公出面 维持了下混乱的秩序 所以 焦玉使这话说完之后 朝堂之上 竟然安静了一瞬 皇帝咪凤起了龙眼 正待要说话 去听场下一声 七 吃饭还噎死人呢 也没见谁把嘴缝起来啊 只见众人朝一个方向看去 没错 是儿子做了商户 还非常骄傲的 只能席绝三代的钟永伯 放得屁 嗨嗨 徐达 你说说你什么想法吧 皇帝这个人 就是非常的狡诈 有啥话 他就不说透 让你猜 猜对了皆大欢喜 猜错了抄家面门 上朝玩的就是心跳 不过这开海进海的事 明摆着皇帝是支持开海的 不然他是闲得没事 把王寻他们 搞去宁海之类的港口剿匪吗 徐达对皇帝的这个立场 还是很确定的 关键是 他自己本身也觉得 皇帝做得对啊 于是他上前一步道 启奏皇上 微臣以为 这开海是势在必行之事 万不可因噎废实 咱们大干朝 如今是国泰民安没错 但是 从洋人那儿进来的东西 可以看出 他们很多制造器物的工艺 也并不比咱们差 咱们可不得失一尝继之一吗 如果一味地用政策 来屏蔽对外交流的通道 只会让咱们越来越盲目 所以 开海是必然 但是具体要怎么剿匪 还得兵部诸位好好想想法子 毕竟对于打仗 他们才是专业的 甩锅甩锅 甩到谁 就是谁 兵部尚书心里头直骂娘 正在开口说 这事他管不了 得让广西湘西扬州三军 自己想办法 可嘴巴还没张呢 皇帝却抢先说话了 钟永伯说的 倒也有一些道理 焦育时所说 关于沿海开部的 几个港口的 倭寇海盗横行之事 朕也会责成兵部和三军 尽快拿出对策 以期尽快剿灭三地匪扣 行了 若没别的本要餐 便退朝吧 说完 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完成任务的徐达 转身正要走 却觉得人群里 有人正在看他 他放眼一看 是陈国公正在打量他 徐达直接迎面而上 搞得陈国公都来不及 收回打量徐达的眼神 不过国公到底是国公 来不及收回眼神 便顺势朝徐达微微一笑 钟永伯 对开海一事 倒也见底颇深 呵呵 不敢当不敢当 只是家乡在扬州 那里往来海外的客商 也的确不少 下官也的确见过些伯来货 技艺精湛 不说我大干工匠 别的下官也不懂 偏对这匠人手艺有些兴趣 故而觉得 开海的好处 总要比近海多一些 徐达说着话 也打量着这位陈国公 你说同样是太师 道玄是那样神的 而这位是 哪怕说话少 站在那里 却也是不怒自威 你跟他说话 就忍不住想要恭敬两分 这样的气质 做太师才正常吧 道玄 莫不是他们猜错了身份 钟永伯 虽然说的有几分道理 但是民间疾苦 却不太了解 少了些悲悯 陈国公说话 自带一丝微笑 徐达这会儿看着这微笑 却觉得不怎么舒服起来了 他们老徐家 被战火烧 被大汉困 被大雨骄 最后他那胳膊肘子 差点被他媳妇卸在了北境 他这都叫不知人间疾苦 苦菜花都没他们家苦好吧 徐达正欲 要扯着陈国公的裤腿子 掰着两句呢 苏九便来喊人了 王将军 吴首府 还有徐大人 皇上有诏 请随奴才来吧 一旁的陈国公 深深地看了三人一眼 这才朝三人微微一笑 点了个头 转身离开 而被留下的三人 则跟在苏九后头 往御书房去了 路上吴首府还小声夸徐达 钟勇博着脑子 到底转得快 我怎么没想到 把这事扔兵部头上去呢 兵部若有法子 也不用往外头派援兵去三地了 十全都在各地都四位所手里 五直不四文直 手里没兵权 官职再大也没用 其实王宗元是不怎么赞同徐达 把郭甩给兵部的 因为没用 但是他也不会在朝堂上当面说 他就怕徐达不怎么了解 这五官的事 这会儿特地给他解释了一下 徐达小声道 我知道 可你们也不想想 皇上要的是解决方案吗 皇上的解决方案早就给了呀 就是让三军持援三地吗 皇上现在要的是垫背的 兵部垫背多好啊 反正没什么兵权 险着也是闲着 物尽其用嘛 为皇上分担也是应该的 王宗元苦笑道 达叔 兵部尚书 最终还是得让我想法子应对的 你管你出战术 皇上不会不满意的 相信我 徐达的自信来自于 他深知皇帝要的又不是真的战术 真的战术肯定得让去实地的三军拿出来才对 兵部不过只是个赌人嘴舌的幌子而已 拿出什么战术方案来 根本不重要 哈哈 达叔 我懂你意思 王宗元也不是傻子 徐达一说 他便明白了 吴首府反正也不管这事 雷 有人顶了 那他这马前卒也不用管后头的事了 三人小声说着话 很快便到了御书房 依旧是三个小圆凳子 让三人排排坐好 太子坐在皇帝旁边 还朝徐达微微一笑 此时皇帝开口了 前几日让两位爱亲 想的法子怎么样了 法子 什么法子 吴首府一脸茫然 皇帝对吴首府说 你听了就行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吴首府忙到一声好 然后很乖巧的 把双手放在波棱盖上 仿佛刚才在朝堂上 唾沫横飞 跟御史对骂的那个人格 从未存在过 皇上 微臣 倒是有个想法 说来皇上听听 若是说的不对 还请皇上责罚 徐达说是说请责罚 实际上还是很凶有成竹的 说吧 别那么多废话 皇帝说道 于是徐达照着前几日春鸭说的 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的说了一遍 皇帝和太子听得很是入审 王宗元更是气定神贤 自从他得知 春鸭给徐达出的那营销策略之后 就没打算自己再想法子 春鸭这法子 在他看来 就是终极解决方案了 有了这办法 再出再多主意 都不够看的 这法子 太子觉得如何 皇帝转头问太子 太子陈鸭片刻道 儿臣觉得很是不错 一来可以快速卖出 二来也不会让大量鸡血石流入收藏市场 顶级鸡血石 说不定因此还能大涨一波价格 到时候筹回来的银两 也许比预计的还要多些 丹一样稳完涨价 倒也不影响民生 看来 朕力排众议 一定要开海 办得倒也没什么错 皇帝好似自言自语地说一句 然后突然换了个话头问徐达 徐达 你说说 你支持开海的缘由是什么 微臣在朝堂上说的 句句都是微臣的真情实感 大的道理 微臣不会讲 但是微臣的爹以前是跑马帮的 他就常跟咱们说 天大地大 人都得走出去多瞧瞧 多看看 咱们现在关上家门 误以为关上门就安全了 其实完全不是 只有强大才能安全 唯有咱们比别人更强大 别人才不敢随意上门挑衅 微臣儿子今日上学 微臣家张大夫 就是这般跟他说的 没事咱不惹事 有事 咱不怕事 哎呀 微臣是不是说乱了 反正就是那么个意思 皇上能听明白吧 皇帝只觉头疼不已 这一段话 徐达说的是 东一句 西一句 一会儿爹说了 一会儿张大夫说了 张大夫又是谁 这人媳妇是不是姓张 他管自家夫人叫张大夫 有病吧 虽说听着乱哄哄的 不过皇帝也大致明白了 他想说的意思 总之就是 想要外人不侵扰 海晋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 皇帝心中是很认同这个观点的 这人 别看脑瓜子不怎么行 但是家里头明白事的人 倒是不少 那买卖鸡血石的法子 听着就不像是徐达这货想出来的 西风寻舟早去探过了 虽然 两人说是徐达家养了只疯猫 他们靠近不得 但是平日里探查徐家 主意最多的 还属徐家的县主 当初凭着两个出出茅庐的小孩 能一举干翻当朝首府 这会儿出个鸡血石变现的主意 对那小姑娘来说 也不算什么难事吧 徐家那女儿 真真是可惜了 若是个男娃就好了 徐达当然是故意把话说得这般稀碎的 刚才在朝堂上 他都觉得自己表现得太过优秀了 这会儿再不装点啥怎么行 太子见皇帝不知道在想什么 也不答徐达的话 就接话道 徐大人说的 父皇会在定夺的 不过这主意现在听来 应该是可行的 皇帝这才回过神道 太子说的没错 朕会再考量一下 然后转头问吴首府 吴爱卿 你明白朕叫你来的意思了吗 虽然吴首府很不明白 但是他准备放开胆子擦一把 皇上的意思是 让微臣带头跟买鸡血石的家族图腾 你有钱吗 你那族谱有三张纸吗 还家族图腾 皇帝挑眉问 吴首府瞬间清醒 律史台若是弹劾这鸡血石的买卖 微臣一定跟他们死磕到底 挡箭牌吗 懂了 皇帝这才略点了下头 这事事关编程数十年的安定 众位爱卿 多多上心吧 说完便端起了茶杯 喊了苏九送人出去 三人起身行礼 正要出门 皇帝又来了 钟永伯 留一下 不会吧 猛难无语 可既然皇帝留了人 徐达只能回转回去 公身问道 皇上还有什么事 吩咐微臣的吗 咦 那辣白菜还有吧 皇后吃了觉得很适口 饭都吃下去了一晚 你还有 朕就让苏九跟你去拿点回来 皇帝这回没有瞎说 这酸辣咸甜的白菜 皇后吃了一口就说开胃 就着白菜吃米饭 不知不觉就吃了小半碗 皇帝见皇后自从怀了身孕 为这次吃的最多 便真心诚意的要问徐达 要点辣白菜 这都急得让苏九直接跟去拿了 那徐达哪有不应的 忙说家里还有的 苏公公可以随时跟他去拿 顺便还说了句 昨日龙凤楼试了新菜 木春鱼片汤 就是用辣白菜做的 酸辣可口 鲜爽嫩滑 没有一点鱼腥味 要不要拿给皇后试试 行 苏九 跟钟永伯走一趟吧 皇帝立刻点头 顺便还得问一句 龙凤楼怎么说了 启禀皇上 龙凤楼已经在吃新菜了 快了 具体怎么快法 徐达也说不准 反正就是快了 皇帝反扰了大半日 听龙凤楼新菜上线 一会儿他还能吃 不是 皇后还能吃到什么木春鱼片汤 就觉得心情也好上了三分 挥手就让徐达赶紧拌去吧 苏九跟着徐达到龙凤楼的时候 春鸭正好在跟顾审市菜谱 今日顾审市的第一道是太和烧鸡 这鸡除了用八角桂皮 花椒香叶小茴香磨成的五香粉 加了太油头抽蜂蜜腌制之外 烤的时候还得在鸡肚子里塞入香茅 烤之前先要腌制 晾皮 烤的时候要几次调节烤炉的炉温 时间 选鸡也要选肥嫩的 这样烤出来的鸡 看似跟平时的烧鸡相差不大 但是皮脆 肉滑 还带了香茅特殊的香气 口感比普通烧鸡要好上不少 龙凤楼虽然略窄了些 毕竟是薅的人家的弄糖 宽是不可能宽的 但是这地方长啊 所以龙凤楼特地在一楼流出了个后院 弄了个专门的烤房 弃了三个烤炉 两个烤各种肉类 一个小些的就专用来烘烤点心 顾沈今日另一道餐点 焦的则是碎金饭 鸡腐肉 瑶柱 海参 香菇 冬笋 火腿切丁豚水 两个全蛋 两个蛋黄打成的蛋液 倒入大油里 花散成蛋丝 一碗米 添一碗又三分的水煮饭 米饭煮熟晾凉 先炒配料 再倒米饭 最后加了蛋丝大火颠炒 出锅前撒上一把细细的葱花 香的一旁等菜的苏公公 眼泪从嘴角流了出来 单姑娘这里今日甜点 做了黄桃雪妹娘 馅儿用的是水牛奶 添了穷汁打成的奶油和黄桃 外皮用了糯米粉 加了一点点番薯粉 包好再在炒熟的糯米粉里裹一圈 配上一小杯绿羊春茶 味道也是极好 另一道咸点就简单些 是扬州带来的松仁烧买 用了糯米松仁香菇笋丁做的馅儿 一笼四个 小小巧巧 很是能引人食欲 苏公公 尝尝这碎金饭吧 这跟别处的炒饭可不一样 一会儿等于片汤做好了 我让顾婶再炒一份 您给皇上也带去尝尝吧 春鸭见苏九向来也客气 顺便还得拍拍皇帝的马屁 说着话 就把一小碗炒饭递给了苏九 苏公公也不客气 接过了春鸭递过来的饭碗 反正还得等厨子做鱼 这饭啊 菜啊 点心啊的 做的香的 简直要了命了 这会儿不吃上一口好吃的 真是枉费他 惹了一身的菜味 他拿起勺子 咬了一口炒饭送入嘴中 细细咀嚼 越嚼越想哭 松散的米饭 却有弹韧的口感 裹着干贝海参的鲜 香菇淡丝的香 冬笋的脆嫩 火腿的咸香 再加上这大火猛炒 才能出得了的祸气 和最后一把葱花的提味 简直 一口升天 这可怎么得了啊 按照他对皇上的了解 这要是吃了一口碎金饭 以后还不得天天让他出宫来拿饭 哦 还有个法子 苏九情不自禁地 又咬了一口饭送入嘴中 忍不住嗡了一声 好吃 是真的好吃 特别是今日大朝会 他都不敢吃早食 这会早饿了 这玩意儿是怎么回事 吃了怎么还停不下来了呢 徐达见苏九眼神发直地 看着眼前的厨子 手上还不忘咬炒饭吃 他不得不出言提醒苏公公 主要还是想让他带话给皇帝 咱家的厨子 如果再往宫里送 这龙凤楼 可能一辈子都开不起来了 苏九眼神闪烁了下 然后才勉强点了点头 奴才会提醒皇上的 为了避免苏九再起了歪心思 徐达催着顾沈 赶紧做了鱼片汤 再炒了一份碎金饭 用了保温效果好些的 大小砂锅给盛好 放进超大石盒里打包妥当 另外还在石盒里 放了一小罐泡菜 让苏九赶紧带进宫 没想苏九却说 皇上爱吃甜食呢 可今日那雪妹娘 是白岸的厨娘们第一次做 皮子厚薄不怎么均匀 春鸭值得拿了两个单姑娘做的 给苏九带上 地后一人一个倒也够了 原本苏九还想把烤鸡带上 可春鸭却说这烤鸡凉了 就味道大打折扣了 外加这几得隔天就准备 这会儿现烤肯定是来不及的 下回还是得请皇上 来蒙凤楼趁热吃 才能吃到这美味的精髓所在 于是苏九便带着两个大石盒 往皇宫去了 看着宫里的马车渐渐走远 爷俩站在二楼窗前远远瞧着 徐达小小声地嘀咕道 怎么跟小本子似的 吃光喝光扫荡光 不挺好吗 人无匹不可教 是人总得有点缺点 那才真实 哪有啥完美的人 说着话 春鸭便走到了这些天 收拾出来的小舞台前 朝她跌招手 徐达走到跟前 小声地跟春鸭说 那这位可是真是急了 除了愿意搞点事业 大方向没啥错 别的全是缺点 可以了 春鸭背着手说 大方向没错 就够不容易的了 行了 大橘子不在 咱们别说这些 您看着小舞台一放 到时候请了岳师五娘 说书先生啥的 小眼出一搞 怎么样 这楼还行吧 行 徐达点头 到时候咱们楼下 就卖包子烧卖 蒸饺油糕 啥的点心 这楼就点菜小炒 三楼就大喜包箱 可以可以 很是不错 我看咱们厨子和厨娘 学习进度也不错 让顾沈丹姑娘 明天开始再多教一些 咱们争取12月28开业 行不 春鸭心急 倒也不是急皇帝所急 主要过年嘛 放开用钱的人家多 节假日总得赚上一笔 才不枉费 他爹搞了半年 好不容易搞成个饭店不是 不过徐达还是有点小遗憾 吕道长怎么这回没来 不然的话 还能让他给咱们算算几日 运气好的人 天天都是几日 不用太纠结 咱们可是 对吧 吕道长我这回回扬州也没见到 我师父 说他自从得了王大哥 给他寄回来的朱砂 就宣布闭关了 关键是 这人往哪个深山老林里去了 连他徒弟都不知道 只知道走的时候 叮嘱徒弟 让他徒弟跟神兵营一起来京城 莫要推脱 春鸭觉得吕道长大概想着 这回要是没生鲜 下回炼丹 还得用朱砂 所以还是得让徒弟来看看 能不能立功 也好搞点好东西回去 徐达听闻忍不住摇头道 个人追求不同 劝也劝不住 要真死在了深山老林里 谁给他收尸哦 那也是人家吕道长求人得人 他觉得好便是好吧 说多了他也根本不听了 哎 那个是铁头吗 他怎么走回来了 父女俩说着话 已经夺不到了窗边 远远就看见铁头戴着大金 背着个春鸭设计 秋芬动手缝制的书包 晃头晃脑的往龙凤楼来了 春鸭冲下头喊了一声 铁徐心 铁头没抬头 过了三秒 才猛然抬头 看到窗口站着徐达和春鸭 便咧着嘴朝两人挥手 衣服怎么湿了 还弄得这么脏 莫不是打架了吧 春鸭皱眉道 徐达一听打架了 大喝一声 什么 便光光光冲下了楼 春鸭紧随其后 也跑了下去 两人到的大堂 就见铁头和大金已经进门了 大金扫着大尾巴 乖乖地蹲坐在铁头边上 而铁头早上出门时 穿着天蓝色的长面挂子 前金已经脏乌一片 怎么回事啊 春鸭拉过铁头 细细地看了下 还好脸上没有伤 徐达更是一蹦三丈高 活像的才破土而出的土地佬 谁 是谁干的 你吃亏了吗 没有 铁头挺了挺凶 没吃亏 人家泼我一身水 我给人家交了一脑门 很好 徐达立刻表示满意 春鸭忍不住翻白眼道 爹 你是不是该问问铁头 到底是怎么回事 哦 对 铁 来 跟爹说说 咋回事啊 到底 徐达说着话 给小儿子取下书包 拉了个长椅 让铁头坐下 铁头这才把今天第一天上学发生的事 依依说了 作为一个插班生 铁头进班第一课 就是夫子让他简单介绍下自己 铁头叫惯了自己铁头 开口便说自己叫铁头 引来同学笑倒一片 不过他倒也算淡定 立刻说铁头是乳名 读书考学用的都是徐心 扬州书院里头 大伙都爱叫他铁头 他也觉得没啥 偶尔考试交作业 名字写错的先生也不会说什么 可在京城也不知道为啥 就有同学觉得铁头这名可笑至极 以至于下课还特地围着他 取笑这名 还问他 你爹是不是就是那残疾的三代伯爵 铁头一听 你们取笑我可以 但是取笑我爹可不行 立刻反问人家 你乳名叫什么 带头起哄的 是建安后家的大孙子池英杰 这货都快十四了 分班跟铁头分的是一个班 就足以说明这人的接溜子属性了 当初张家旺虽然跟铁头 是同校同班念起来的 可后头升班 却比铁头升得快 学业到底还是认真念了的 铁头问人家乳名 人家除了嘲笑铁头那乡下名字之外 就说自己没有乳名 只有婊字 哪像你们乡下人起的都是什么铁头狗蛋的 听得就见得很 这建安后家的大孙子吧 偶也听家里头谈起这钟永博 没办法 自从那开府宴之后 钟永博家就已经成为京城舆论八卦的中心 茶余饭后的谈资了 京城有绝人家 除了永毅后 就没一家发自内心看得起钟永博的 永毅后甚至因为跟徐达走得近些 偶尔也会被嘲讽几句 所以在池英杰印象里 钟永博就是他们这些有绝人家的垫底货色 家里毫无底蕴就算了 办什么开府宴 开什么一管酒楼 高调的简直不像话 钟永博家也配 他听说钟永博家是小儿子席爵 便准备要好好搓磨搓磨这小泥腿子 让这钟永博柿子也知道知道 贵族也是分等级的 不过铁头根本不吃京城街溜子那一套 一听池英杰说自己没辱名 便微微一笑 说道 那你家长辈不疼你啊 我乃说了 起个贱名好养活 名字虽然难听 但是都是长辈对小辈的关爱 你啊 池英杰被铁头这么一说 一下子居然无可辩驳 本来嘛 接溜子打架可以 斗嘴也不怎么擅长 于是他指着铁头连说八句 你好大的狗胆 居然敢忘义我家长辈 听得铁头都不耐烦了 好烦啊 换一句吧 惹得一旁看戏的孩子们 忍不住都笑了出来 这一笑就不得了了 池家这宝贝大孙子 在国子健能比他身份高的也没几个 且国子健六堂分三集 通四书为通经者入正义 重制广业三堂 休业一年半以上文理通畅者 许生路修道成心二堂 又休业一年半以上 经史监通文理俱优者 生路率姓堂 人家身份比他高 差不多时间入学的 基本都已经去了修道成心二堂 而他还以14岁高龄在广业堂混 过了长年是课堂一霸 无人敢惹 所以对于铁头的无视和嘲讽 他根本不可能忍 直接拿起桌上的鼻戏往铁头身上扔 还好铁头也练过些日子的梅花妆 见他鼻戏扔过来了 一个闪身便躲过了 就是身上的衣服 被鼻戏里头的脏水给浇透了 干完这事 他还朝铁头轻蔑一笑 说算你运气好 没有杂产你 不然跟你爹配一对 倒是正好 然后转头问刚才谁笑出了声 这会儿承认不过去叫长跑几圈 被他抓出来 可就不是跑几圈的事了 然而铁头又记得他娘那句 没事不惹事 有事不怕事 所以当池英杰转头去威胁别人的时候 铁头满教室一扫 看到了大小合适的鼻戏 便跑去被人家说了声 借我一用 然后端着鼻戏 连水袋盆直接都扣在了池英杰头上 可惜 课堂上用的鼻戏 到底还是小 没法扣进池英杰那14岁的脑袋瓜 铁头环给往下按了按 实在不行 他才放弃了 为啥池英杰没马上反击呢 因为他没想到 这小泥腿子居然还敢反击 不过当池英杰反应过来 准备反击的时候 发现头上的鼻戏居然取不下来了 他在班中 本就有几个小弟 可几个小弟轮番上阵 那鼻戏 还是牢牢地扣在了他的脑门子上 别说 那污水也没滴下来 这池英杰的头就像个塞子似的 把这鼻戏里头的水 给牢牢地锁住了 所以当先生踏着上课 终生进教室的时候 就看到学生们都挤在角落里 中间坐着那新来的 钟永伯家的小儿子 虽说是一身的污渍 但是却在低头看书 一旁是脑袋上顶了个 鼻戏的监安后家的大孙子 先生都惊了 他大喝一声 这是在干嘛 铁头抬头 一本正经地答了句 回先生 学生正在被上堂先生说的示意 要不是因为铁头身上一身的污渍 外家旁边站着 顶了个钢的池英杰 这先生还就真信了他了 先生咬着牙 忍着气 劝自己 这些都是完裤子弟 你气死自己不划算 于是先生深呼吸了几次 问顶着钢的池英杰 你说 你这是怎么回事 先生 是徐欣把鼻戏扣我脑门上的 池英杰带着哭腔说了一句 边说他还边扒烂在脑袋上的钢 先生抬眼定睛 仔细朝池英杰一看 忍不住 扑吃 笑了出来 真是 不看不知道 一看忍不住 顶着个鼻戏 就算了 这鼻戏 也不知道是哪个吉祥人的 这玩意儿 上头还有个红色的道符 此刻这道符 好巧不巧 正正好好 就在池英杰脑门中间 这道着的字 成了个正着的符字 观感真的非常喜人 被先生一笑 干了好事 就不管人家的铁头 这才转头朝池英杰看去 然后说了句 你以后的乳名 叫福娃倒也不错 先生夺门而出 健安后家的 得罪不起 钟永伯家的 也得罪不起 所以在国子健最烦的 就是教这些阴间学生 打骂不得 教导不能 去祭九那儿告状告多了 祭九又觉得 是你这个博士 当了不怎么称职 好烦 真的好烦 虽然 先生觉得很烦 但是 再烦 学生还是得管啊 于是 先生先是躲在一旁 调整了一下情绪 和面部表情 又喊了两个杂役 这才重又回到了教室里 池英杰头上的缸 总得拔下来吧 总不能让他 就这么顶着 回健安后府吧 进课堂的时候 先生都不敢看池英杰 杂役更是看了一眼 便低着头 走到他跟前 说了声得罪了 然后两人一个抱着身子 一个抱着头 用足了吃奶的劲 居然还是没拔下来 正在先生 快要晕厥之时 就听假装复习完功课的铁头说 这是吸住了 先生得找了木齿 给缸子溜这边撬个缝 然后就能拔下来了 先生气劫 这孩子存心的吧 知道法子早不说 可他这会儿忍得也很辛苦 根本没心思骂人 倒是池英杰大声叫骂 等老子把缸取下来了 看怎么弄你 铁头向来投铁 必须回一句 随便打人是触犯律法的 先生找来了打孩子的尺子 杂役们正忙忙叨叨的 给池英杰掌能溜缝插木片的地方 而池英杰那嘴也没闲着 我不止揍你 还得让我爹揍你爹 把你家 钢和脑门之间 终于有了缝隙 污水沿着池英杰的脑门 全给灌进了他张着的嘴巴里 感觉到头上的钢 有了松动的迹象 池英杰愤怒地拔下头上的钢 往地上一摔 上去就要揍铁头 好在先生早有准备 忙让杂役拉住了池英杰 说是他这脑袋瓜子 也不知道被泡得怎么样了 如今天天气冷了 让他赶紧回去 先把衣服换了 今日便回家好好休息 下午不用来了 虽然池英杰是个愣祸 但是在国子剑里 除了威胁威胁小同学 偶尔打一次两次架 不小心敲坏点钢业艳台啊 跟博士健身之类的教员 当场撕破脸 他也不怎么敢 毕竟人家再怎么说都是先生 真把先生打了 家里头大人 也不会给他好果子吃的 所以他只能撸了把脸 顶着脑门上一圈红圈 恨恨地指着铁头 你给我等着 看我出去了怎么收拾你 铁头这才有点担心起来 不过他相信 既然爹娘放狠话说 让他别忍着 那爹娘肯定也是有办法应对的 这么想着 铁头便又淡定了不少 翻开书本 还打算继续上课呢 可先生见他翱子也湿了 便让他也回去 把衣服换一下 明日再来 记得来的时候 让爹爹送一送 铁头其实这会儿 也觉得那水浸入了内衣里 怪冷的 于是便起身 跟先生道了谢 出去了 一般官家公子来念书 小思总会等在门外 不过中文博家 惯会把一个人当紧人用 正下早上送了铁头来国子见 便去忙别的事了 说好了一会儿下学才接人 徐家在扬州 也向来都是这样的 有时候家里马车实在过不上了 几个小子还得自己回家的 所以铁头也觉得 其实自己回家也没啥问题 此时等在门口的 只有早上跟铁头 一起出门的大金 见铁头出来了 大金摇着尾巴 便跑了过去 铁头摸了下大金的脑门 正准备走呢 却听背后有人喊住了他 转身一看 原来是正等着 小思牵马车来的迟英杰 迟英杰此时看到铁头 就直接红了眼 二话不说 就冲到铁头跟前 抡起拳头 正欲向铁头挥去 大金却突然抱起 直接朝着迟英杰扑了过去 一条七八十斤的大狗 突然向人扑来 哪怕是成年人 那都会吓一跳 更何况迟英杰虽然横 但还是个半大小子 他被大金吓得连连后退 直至脚下一半 直接跌坐在了地上 大金顺势一屁股 坐在迟英杰脸上 惹得迟英杰挣扎不已 可再怎么挣扎 这位头大身子小 长得像跟棒棒堂式的少爷 一时也顶不开 大金那肥瘦的屁股 建安后府派来 陪少爷读书的小思有两个 一个去牵马车了 此时只留了一个小思 在迟英杰身边 他见那狗都坐少爷脸上了 便挥着迟英杰的书箱 想赶走大金 可大金却不怕他 他挪动了 对在人脸上的大屁股 直接扑在了小思腿上 正欲撕咬 却听铁头喊了一声 大金 走了 大金这才呲牙后退 直到退到了铁头旁边 这才跟着铁头走了 此时 吃了大金一屁的迟英杰 只觉颜面扫地 这会儿不把这狗给弄死 他简直就没法在京城混了 可看着大金那体格 他也不敢再随意往前 也不知道哪儿去摸了根棍子 跟在铁头他们身后 骂骂咧咧 大少爷 咱们还是回去多找些人来吧 一会儿要真被那狗咬了 多不知道啊 明天咱们出门多带几个人 直接把那狗打死 再收拾那中勇伯家的小子 就方便多了 被大金吓到的小思 劝住了自家那气得 快要发疯的大少爷 他就怕一会儿那狗 真咬了自家大少爷 那他回去 就不是爱一顿揍 就能混过去的了 可气极了的池大少爷 怎么可能听小思的劝 叫嚣着 今天不弄死这狗 他这十多年 就白在京城混了 此时 果子剑大门突然开了 原是先生来了 他是让铁头走了之后 才突然想起来 万一两个孩子在门口遇上 再在他们果子剑门口干起来了 岂不是他做先生的过失 急匆匆赶来一看 便看到眼前这一幕 这迟英杰 真正的不像话 于是先生大喝一声 迟英杰 让你回去是 让你换衣上去的 并不是让你打架去的 果子剑门口喊打喊杀 像什么话 若你实在不想念书 我现在就去禀了祭酒大人 你明日让你爹带着你来退学就是 能在果子剑教学的博士 到底也是有些文人脾气的 对于动不动便喊打喊杀的学生 他也是十分瞧不上眼的 若不是因为 这位是建安侯家的孙子 这会儿早就被他上报给建生 直接劝退了 此时迟英杰才止住了骂 正好自家马车也拉来了 他斜眼瞧了一眼先生 哼了一声 把手里的棍子往地上一扔 便上了马车去了 先生看着远去的铁头 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略感同情地自言自语道 哪个不好惹 偏偏惹了那刹心 然后便关了大门 继续上他的课去了 此时已经走远了的一人一狗 根本不知道自己躲过了什么 铁头还跟大金说呢 娘说了 你可不能咬人知道吧 大金抬头朝铁头看去 咬坏了牙都没地方补 你老了成了掉牙老狗 就吃不了肉了 铁头对大金也是寻寻善诱 大金似懂非懂地叫了两声 摇着他那芭蕉叶式的尾巴 跟着铁头往前走 铁头因为想着 家里此时肯定没人 于是一人一狗 凭着记忆摸到了龙凤楼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 这事算是结束 还是算刚开始 铁头自己也闹不明白 只是折腾了半日 又说了半日 只觉自己快饿死了 春鸭忙给他端了炒饭和烤鸡 掰了个鸡腿给大金 两个心大的家伙 就这么呱唧呱唧吃了起来 听完铁头的叙述 春鸭和徐达都陷入了沉思 还是春鸭先问 建安侯是谁呀 爹认识吗 徐达摇头 不清楚啊 一般像咱们这些直领勋直的 皇上不派差事 很少有事要参本的 我还偶尔被皇上点个名 建安侯 建安侯 我想想啊 没什么大印象 但是怎么说呢 看到脸应该能认得出是哪个 好吧 蒙女叹气 不过 没印象 说明这人虽然是建安侯 但是应该也不至于 太过受皇帝重视 身份虽然感觉比他们高些 但也不至于完全碾压他们吧 再说 这事儿是小孩子在学堂里打闹而已 照铁头说的 还是人家先动手 除了两人互泼了一身的水 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所以春鸭觉得 这事儿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吧 不过 该注意的 还是得注意一下 爹 明日你去国子健跟先生解释下吧 顺便再给铁头找个真书童 咱们既然去了国子健 书童小四好歹配一个 正下每日接送采买也忙得很 今日送了您去上朝 又回来送铁头 送了铁头 又回来送我和我娘 送完咱们还得去接您 咱也不能盯利一个人薅不是 徐达点点头 也是 行吧 铁头赶紧吃 吃完了爹 带你回去换衣裳 换完衣裳 咱们去牙行 看看有没有能认字的小丝 明日你便带着小丝去念书 爹 买个大一点的小丝 最好跟十斤那样的 春鸭觉得 这样才能有安全感 那哪养得起啊 徐达嘀咕了一声 你来春鸭白眼无数 直说达达抠门抠的 太不是地方 十斤好 铁头风卷残云般的 吃完了她的炒饭 十斤姐姐射箭举铁 都可厉害了 我也想要个 十斤姐姐一般的小丝 那就不叫小丝 得叫大丝 春鸭说完 铁头立刻接嘴 那小丝名字 便叫大咏吧 很好 这家人家就是小丝还没买 明先给人家起好了 既然说要给铁头 去找个大咏 那徐达也不耽搁 现在去寻人 一会儿带回家 还能教两句规矩 接送铁头的事 还是先得让正下负责 而大咏则只要明天起 跟着铁头一起上下学就行了 春鸭下午 要去蓝云记找他娘 说好了得给 关小哥织毛衣的 那在会事前 不管马甲还是背心 总得给他织上一件 所以蒙女俩说好了 以后下午 就在蓝云记碰头 于是三人一狗 走出了龙凤楼 兵分两路 正准备走呢 就见远远过来了一伙人 驰英节 铁头看了半天 那带头的人 虽然离得他们还算远 可是那圆滚滚的大脑门 和那六亲不认 嚣张无比的步伐 铁头还是认得出来的 春鸭皱眉道 他来干嘛 总没什么好事 徐达此事已经戒备了起来 把两个孩子 扒拉到自己的身后 用矮蹲蹲的身子 把孩子护在了身后 然后挥手 喊来了楼里的厨子 让赶紧去找一下 金兆福尹 说有人来龙凤楼 寻衅滋事了 厨子答了一声好 便急匆匆走了 春鸭刚想回转过去 让顾沈和丹姑娘 带着人 先去来云记避一避 没想去来 已经来不及叮嘱 那迟英杰已经带人 冲到了他们店门口 狗奴才 实相地给我滚开 把你们家少爷 和那条死狗交出来 不然大爷我今日打死你 也不用赔命 迟英杰叫嚣着 朝徐达挥了挥棍子 这货 根本不认识徐达 徐达今日 虽然穿了巢服上的巢 但是龙凤楼里 一直放了一身长服 因为怕厨房油烟大 所以来了之后 便换了身便服 他们家一般 又爱穿蓝云记的细棉布料 出门做客 还得看是去谁家 才会换了名贵布料穿 徐达这外貌 又实在普通的很 所以迟英杰看了一眼 就觉得这人 肯定就是 钟永伯家的老仆 一听这话 徐达忍不住冷笑一声 怎么 大干朝的律法 皇上太子都要遵守 就你奸安侯家 是法外之地 你爹是玉皇大帝 你娘是王母娘娘 谁都管不着你们呗 这俩不是夫妻 春鸭是连关键时刻 都忍不住耍平嘴的人 就一点抓不住紧张的气氛 什么 徐达三官都快裂了 磕了一辈子的CP 现在告诉他 这俩居然不是一对 那 那他们是啥 这事还是有点争议的 明明寻仇的人 都找上门来了 姐姐跟爹 居然还在争论 王母娘娘和玉皇大帝的关系 铁头觉得自己 不配这个乳名 他很想把这乳名献给他解 而手握长棍的迟英杰 站在这两人面前 简直要气疯了 他大喊一声 给我上 打死那条狗 这三个人 全给我捆起来 春鸭这才大喝一声 我劝你想清楚 上 迟英杰长棍一挥 根本没听到春鸭的劝戒 直接朝徐达扑了过去 春鸭大喝一声 大金 快跑 然后猛拽了徐达一把 爹 带铁头进牢 自己则在旁边的柱子上 借了一把力 腾空而起 一脚直接踢在了 迟英杰的左脸上 一套动作 只发生在转眼之间 毫无防备的迟英杰 棍子都来不及抡起来 就直接应声倒地 然后嘴里吐出一口血 鞋里混着一颗大牙 跟着来打架的十来个小丝 顿时乱成一锅粥 追狗的追狗 扶少爷的扶少爷 围着春鸭不敢动手的 也有三四个 徐达趁着这些人 乱得顾不上自己 拉着铁头进了龙凤楼 下了门栓 喊了厨子厨娘 把凳子桌子 全抵在了门上 然后跑到二楼开窗 朝外头喊 春鸭 快上来 抓住他 迟英杰歪在地上 指向正要跑走的春鸭 一群人连忙朝春鸭 挥棍而去 春鸭也不跟他们客气 直接踩着他们的肩膀 踏上他们的人头 飞奔上了二楼 一下就翻窗进去了 没想到 一个小丫头骗子 居然轻功了得 迟英杰捂着脸 大喊道 给我把门砸了 谁今天逮到那剑壁 本少爷重重有赏 吓人们一听 呼啦啦全涌到了龙凤楼门口 敲窗砸门 动静巨大 旁边商户人家 看热闹的人 有 但是看这架势 根本没人敢上去劝阻 这龙凤楼是钟勇博家的 周围一圈人都知道 既然敢这么明目张胆的 上门找麻烦 那找麻烦的这家 身份肯定比钟勇博家的要高 那谁还敢出头啊 站在门口看看热闹还行 真要阻止 他们也怕自己惹祸上身 很快 就有小丝砸开了一楼的窗子 然后几人翻进窗子 直接扒拉开了堵在门口的桌椅板凳 放了其他人进来 此时的迟音节 那被春鸭揍过的左脸 已经高肿了起来 他进到龙凤楼 大喝一声 给我全部砸了 然后小丝们便兢兢业业的 开始砸东西 连带后院的烤炉 厨房 灶台 锅碗瓢盆 全部砸了个干净 不过砸的时候 这些人也没注意到 他们打碎了油瓶 关键的油瓶又非常大 被打翻的油 便沿着灶台 大量地流了下来 慢慢像 还有些火星的灶底门流了过去 可打砸得正憨的小丝们 根本不会注意这些 看到厨房里头能砸的器皿 已经全砸完了 便又集合到了大堂里 此时迟音节才满意地点了下头 然后说 好 上楼 一个都别让他们跑了 那剑壁虽然轻功好 但是腿脚功夫肯定不怎么行 不然为什么要逃 真有功夫 直接在楼下挡着不就行了 那矮子就更不行了 外加那什么铁头就更别提了 这会儿把他们堵在二楼 那剑壁一个人逃走就算了 另外两个让他们跳楼 不死 也得断了腿 不过 即便没摔断腿 楼下还有好几个守着的 他们插翅也难飞 池大少爷 莫名地自信 他拿握着棍棒 敲击着楼梯上的木栅 拽拽地 带着小弟们往楼上去了 可到了二楼 别说人了 连鬼影子都没一个 于是 他又带人冲上了三楼 还是连鬼都没有一个 他转头怒问跟来的小丝 人呢 小丝跑到窗边 问下投手门的人 有人跳下来吗 没有啊 下头的人回答 池英杰大喊一声 口吐芬芳 给我翻 人肯定就在这两层楼里 于是一群人又是翻 又是杂 依旧连个鬼影都没找到 搞得池大少爷 有点怀疑人生了都 终于 有个小丝 在二楼的一处墙角 发现一扇奇怪的小门 他拉了几次没拉开来 使劲一踹 门倒是踹开了 人也差点滚了出去 那门外头啥都没有 就是墙壁上 凭空开了一道门 见此蹊跷 小丝赶忙喊来了池英杰 池英杰看着这门 陷入了沉思 有病吗 平白在墙上开个门 是怕自己不摔死是吧 他抬头看向对面 气得差点没一个倒栽葱掉下去 对面正是徐大春鸭和铁头三人 外加几个厨娘厨子 几人就这么隔着条弄堂 面面相去 徐大还跟春鸭说 这门还是有安全隐患 得在外头加个隔山 春鸭道 你们到底怎么想的 为啥吃个酒 不能好好走正门 嘖 什么话 这会儿不是派上用场了吗 你看这梯子 修在这望楼上多好 永逸后要用的时候就放下去 不要用了 就拉起来 又方便串门 又不会招贼 咱们俩可想了很久 才想出的法子 徐大这人 就是这点好 只要他愿意 当初说的 不管是不是玩笑话 他也愿意给你实现咯 池英杰此时 真恨不能跳过去 揍那小孩子一顿 可无奈轻功不行 只能看着那几人骂骂咧咧 然后就听底下的小四大喊 少爷 厨房起火了 赶紧走吧 春鸭他们这才发现 后院的确好像有烟冒了出来 急得几人跑下塔楼 要去救火 永逸后此时已经接到了 看守塔楼的家仆的回报 怎么回事 基本也已经得知了 此时见徐大他们要出去 他便直接拦了人 别去 见安后家的大孙子 毛头小子一个 没点轻重 家里头一窝 就生了他一个男丁 侯夫人当眼珠子一般疼的 这会儿出去 还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来 你们安心在这儿待着 我让下人去灭火 说完便带着人出去了 春鸭觉得永逸后说的也不无道理 今日那迟英杰已经情绪失控 正面硬碰硬 他们肯定会吃亏的 于是几人便等在了永逸侯府 而春鸭又爬上了墙头 看着边上救火的情况 见龙凤楼起火了 迟英杰倒也有些慌了 撤到一楼之后 带着小四就想跑 却正好被得了信赶来的经兆福尹 永逸后家二儿子 龚明俊 龚大人给撞了正着 春鸭在永逸后家的墙头上大喊 春鸭后家大孙子放火烧了我家龙凤楼 请把人扣下来 贱臂 一声贱臂才出口 十英杰人就直接被不知道 从哪儿冒出来的一个身影 给踢飞了出去 关关 蹲在墙头的春鸭大喊一声 关木青这才立定抬头 就见自家小未婚妻跟个猫似的 蹲在墙头呢 他问了一声 你没事吧 吓着了吗 没事 你别揍他 他把咱们家厨房点了 春鸭朝天上指了指 会有人收拾他的 主要春鸭怕关木青下手太狠 到时候反倒让建安后福 有了诡辩的理由 徐达听着外头的热闹 急得简直不行了 一听关木青和金兆尹都来了 忙喊了永逸后家的小司领路 自己要出门瞧瞧去 关木青会议 喊了声 高童 捆人 是 高童干书童不怎么专业 可干保镖是专业的 二话不说 就扯了旁边一个持家小司的裤腰带 上前拎起跌坐在地上 捂着另一边脸 疼得还没能起得了身的持音节 直接绑住了手脚 关公子 公明俊赶忙上前道 这人 让我带回经兆府吧 大人 能顶得住家安后吗 关木青指示公明俊 这般问道 叫春鸭 剑壁 他可是听得清清楚楚 让永逸后家的公子 把人给带去经兆尹 他总不是怎么很放心 原本他是想带着这人去找了太子 直接送进宗人府的 公明俊倒是被 关木青阴冷的眼神给吓了一跳 再三表示 一定会把这些人 一个不差的看管得当 不会让人随便提走的 他也是怕关木青一会儿太冲动 再把人打出个好歹来 他这经兆府尹也会惹了麻烦 关木青正在犹豫之际 就听远处传来一声戏声的尖叫 怎么了这是 这龙凤楼怎么还冒烟了呢 徐达这会儿 也才从永逸后家的侧门跑出来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便从弄堂里快步往前跑 跑到巷子口 一看 果然是苏九来了 几方人马 齐聚在已经被打杂得不像样 后厨又在不停冒烟的龙凤楼门口 苏九连滚带爬地下马车 尖声怒问 谁 谁干的 到底是谁 徐达 春鸭 还有关木青 齐齐指向了倒在地上 一脸都是困惑的池英杰 是他干的 建安侯家的大孙子 苏公公这会儿是来 春鸭飞身下墙 走到了苏九跟前 这般问道 不会是因为菜太好吃 让他们做晚饭吧 苏九也没正面回答 而是走到了池英杰跟前 把他扶了做好 叹了口气 停顿一顺 然后很认真地问他 池大少爷 您这是图啥呀 你们家第三代 就您一根独苗 您这样让建安侯和柿子 怎么办啊 真的 苏九真的是想不通啊 为什么会有人这么做死啊 五十的时候 皇上冒着吃兔的危险 活活塞下去了三碗碎金饭 三碗木春鱼片汤 饱的都不能做了 最后还硬塞了个雪妹娘进度 看来这菜是真的好吃 不然怎么会连皇后娘娘 都喝了一整碗的鱼片汤 皇后吃了正常人的饭量 且还吃进去了婚馨 皇上便非常高兴 吃完饭 哪怕差点撑到驾崩 也非得让苏九来跟龙凤楼说一下 今日把那句说 要提前一天准备的烧鸡准备一下 另外 明天中午除了烧鸡 木春鱼片汤也要准备 雪妹娘也别忘记 回想完了出宫前的种种 苏九看着进进处处救火的 金兆府的人和永一后的家仆 粗暴地揉了一把自己的脸 即便池英杰支支吾吾 说出一句话来 他还是拍了拍池英杰的肩膀 说一声 保重啊 然后站起身 跑去问政紧张地指挥着 这灭火的徐达和永一侯 这龙凤楼到底还有就没救 既然这事都被苏公公撞见了 那就最好不过 皇上不出一个时辰 就能得了这消息了 所以这池英杰 关木青确定他是凉了 他跟龙凌郡说了几句 无外乎是皇上应该不会轻饶这人的 让他千万顶住压力看管好 然后才拉了春鸭 仔仔细细地查了又查 确定他真的没事腰事之后 才呼出一口气道 大金跑到将军府门口狂吠 谁敢都不走 还好前日你带着他来串门 看门的还认得他 便抱了进来 我一到门口 他就扯着我要走 我便知道定是你们出什么事了 还是晚了一步 那人骂你 你别往心里去呀 骂我 我当然会往心里去呀 春鸭耸了耸肩 平白无故被骂 总不怎么高兴 好在我已经发泄出来了 你看啊 你踢了右边 我踢了左边 到底还是有点默契的 说完 两人看向了此时 两边脸颊已经高肿的池英杰 这会儿 这人的嘴倒是不发声了 主要吧 嘴的主人 非常的猛圈 啥意思 那矮墩墩的家仆 所以不是家仆 这关公子 关公子 不是王宗元那 做了太子士徒的妻弟吧 那他喊剑壁的那女的 应该就是那什么配风献主 好像是那姓关的未婚妻 可是 苏公公又为什么说 他爹和爷爷怎么承受得住 啥意思 他这是要被杀头了吗 出门的时候 家里头母亲和祖母不都说了 这徐家就是扬州乡下来的 没有任何根基的人家吗 所以 砸了他们的买卖 应该顶多赔钱吧 苏公公为什么叫他保重 平日持音节吃瓜 也吃 可瓜跟人 往往很难对的上号 外加官母亲嫌少社交 春鸭更是只管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所以 京城里能认出这两位的 真的不多 他们建安侯府 当初连钟永伯府开府宴都没去 跟钟永伯家更是毫无交集 故而他的确是不认识徐大春鸭他们的 所以他虽然听了很多徐家的留言 但是这还是他第一次直面徐家人 可貌似现在情况变得有点失控了 这可怎么办 见持音节一脸茫然 都已经忘了自己是个顽固子弟 大街溜子 连叫嚣都不知道叫嚣什么了 春鸭很好心地蹲下身 提示他一句 持大少爷 你 听说过谭家吗 持音节这会儿早没了刚才跋扈 只摇了摇 也不说话 呵呵 怪不得 春鸭叹了口气 你 保重吧 说完 便转身走了 老实说 持音节现在觉得有点害怕了 一个两个 都让他保重 为什么呀 灭火行动 进行了小半个时辰 好在那菜油 只是从灶台延伸到了灶底门 而顾沈又有个习惯 柴火每次都不会让人多取 所以 此时留下来为用完的柴火很少 又因为发现的枣 火是始终被控制在了厨房里 但是即便如此 一口无眼灶 也全部被烧它 厨房完全被熏黑 里头的器具调料 也全部损毁 外加后头的三个烤炉 也都被砸坏了 新装修好的龙凤楼内部 更是被砸得面目全非 灭完火 大伙进去查看了一圈 苏公公难得冷着脸走完了全程 让跟来的小太监 一把损毁的东西都记录在案 说皇上一会儿问起来 自己也能硬打得到 大伙都没什么话说 只铁头 在跟着他爹巡视了一圈之后 小声问了一句徐达 爹 我是不是惹祸了 情绪明显低落的徐达 揉了揉铁头的脑袋 说道 没有 是爹的错 没能护好你 爹 铁头哭了起来 您别这么说 是儿子不孝 儿子以后定好好念书 保护家人 徐达被儿子这么一哭 也忍不住抹泪 乖了 不努力也没事 爹养鸟 这么一说 铁头更是大哭 那儿子还是得好好努力呀 见两人这般 春鸭倒是脸色很平静 关木青怕他心里不舒服 再把自己憋坏了 便对他说 你心里憋屈 就打我两下吧 不憋屈啊 春鸭摇头道 有啥好憋屈的 开龙凤楼 就是为了赚钱 我爹是付出了心血 才觉得被毁了伤心 我就替我爹觉得有点可惜 我也没付出多大心血 那些菜单和调料的方子 龙凤楼不能用 给摘星楼用 其实也是一样的 现在主要问题就是 咱们开龙凤楼 既然是为了赚钱 那我就得好好算算 到底建安侯府要出多少钱 才能安抚我爹和我弟 受伤的心灵 五万两 关木青狮子大开口 春鸭呀 泪一声 然后说 十万吧 搞个整数 也行 关木青表示同意 众人走出了 被打砸一空的龙凤楼 几方人马各怀心思 苏公公跟徐达略交代了几句话 便匆匆带着人走了 一个时辰之后 苏公公便又带着皇上的赵令 出了宫 直往建安侯府而去 他今日肯定是起床没看皇历 一日啥事没干 就来来回回 进宫出宫 出宫进宫 刚才皇上还摔了杯碟 哎 建安侯府家 还是赶紧把蜡点起来吧 在苏九到达建安侯府之前 其实建安侯府已经收到了来自公大人的关照 关照内容也就是例行公事 公大人派差人下了告书 内容大致就是贵府持殷节 涉嫌寻衅滋事 打砸了位于哪里哪里的饭庄 现意干人等都被积压在羊大牢里 择日将开堂审礼等等 其实公大人这回也是没给建安侯府一点面子 按照老侯爷的地位 作为金兆府尹的龚明俊这个晚辈来说 多少得亲自去侯府指挥一声 但是看今日苏公共这情形 龚明俊觉得这事还是别留太多情面 到时候免得再惹了皇上不快 还是公事公办最为保险 侯爷已年过六十 以前也是常年征战沙场的老将 也立过些战功的 一年是已高 外加旧伤时不时会复发 皇帝已经收回了他的所有兵权 赐了薰职 让他回京养老 因为成年旧伤太多 过而老侯爷平日里大多时间都在府内休养 很少会出门应酬 所以金兆府的差人 把告书送到建安侯府的时候 是老侯爷亲自接的告书 当他得知自家内部省心的大孙子 又在外闯祸之后 先是命人去喊回了 不知道在哪玩耍的柿子 又喊了老七 问他知不知道自家孙子干的好事 侯夫人 具体情况自然是不知道的 但是大致是知道的 毕竟那么多小私跟了出去 他作为当家主母 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孙子出门的时候 还是他给打的掩护 得知孙子被金兆府关押起来了 侯夫人第一反应 就是拿着他的拐棍 喊了车马 准备上金兆府 去宫郡明家的十八倍祖宗去 建安侯直接给拦住了他 问他对此事到底知道多少 到底是出了什么事 建安侯夫人自然是偏帮自己孙儿的 只说是钟永伯家那一小子 不知道发的什么疯 扣了自家孙子一脑门的脏水 还把鼻戏套在自家孙儿头上 他们建安侯府好歹门地 要比钟永伯家高贵不少吧 自家孙儿受了这般委屈 想要找人家爹爹去说个理 又合错之友 建安侯自然知道 老七定是偏袒的自家孙子 要讨要说法 为何不找长辈去讨要说法 偏偏自己带了十几个小厮去 这不就是明摆着去找事儿的吗 但是 既然事情的起因 只是两个孩子在国子建有些局域 并没有涉及到国家朝政 两个孩子也都没受伤 那按照他的想法 把孙子从牢里捞出来 也不过是花费些银两而已 毕竟 他建安侯府 经历了三代 身份爵位都在钟永伯府之上 卖出去他这个老脸 钟永伯应该也不至于太过为难 他家内不成气的孙子 至于自家那大头孙子 回来是打是骂 这回 他是绝对不会因为老七和儿媳的阻拦 而轻饶了他的 知道了缘由 建安侯很快便拿定了主意 看着被小孙们抬回来的 大白天已经喝得醉醺醺的自家儿子 也不准备喊醒他了 反正都要揍 一会儿把孙子弄回来了 爷俩就一块揍吧 完全不指望自己儿子的建安侯 让老七安安静静在家等着 要是这会儿 再有人出去为难钟永伯和永义后 他就直接一纸修书 老七赶去修老七 儿媳赶去修儿媳 建安侯夫人虽然有些跋扈 但是面对自家侯爷 也不敢太过反抗 只能恨恨地说了句知道了 然后叫人抬着儿子往后院去了 建安侯这才喊了老仆准备车马 决定先去金兆府走一遭 没想却被苏公公堵在了自家门口 建安侯倒是知道 圣上要奴才来传御旨吗 苏九站在建安侯面前冷冷地说道 建安侯见到宫中的马车 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此时见是皇上身边的苏公公来了 且态度冷淡 更是觉得不妙 他忙端笑道 哈哈正好要出去 皇上是有什么圣语要传吗 苏九废话也不多说 拿出皇帝的圣语 照本宣科 不带一丝感情 今日托他们家那大少爷的福 他差点被皇上的茶杯给砸毁容了 这会儿也一肚子的火呢 发誓肯定不能发的 但是要说还舔着脸装笑 那他也不愿意 赵皇上今日那态度 建安侯府必良 随着苏九内奸细的冰冷的声音 冉冉而下的 是建安侯的冷汗 皇帝的在御址里说的是 持阴节 寻衅滋事 打杂放火 辱骂勋贵 目无法计 罪无可恕 让建安侯和世子 即刻入宫 接受深斥 并把事情原委一一解释清楚 不然就直接把他们家那好孙子流放了 苏九念完御址 看着跪地不起 脸色煞白的建安侯 不免叹了口气 侯爷 快请了世子随奴才入宫吧 皇上正在气头上 耽搁不得 此时京城已经入冬 建安侯额头上冷汗连连 可是手脚却冷到发颤 他扶着老仆的手 勉强站了起来 跟苏九说了声 苏公公请稍等 我这就去把我那逆子带出来 然后转身 挺了挺胸 咬着牙往家里去了 路过花园的时候 随手拿了根仆人 放在一边的扁担 快步往自家儿子院子里去了 走到儿子窝房的时候 就听酒醉的儿子还在打呼 媳妇正在跟身边的妈妈抱怨 那永依侯家的二儿子 真是可笑 巴巴地帮着那泥腿子 也不知道先通报 给咱们这儿一声 现在可好 英杰回来说不得 还得挨老太爷一顿揍 真是的 泥腿子家打发他们 几个钱就行了 还真把自己当回啊 爹 您干嘛呀 江安侯一脚踹开了儿子房门 二话不说 拿着扁担 就直接把席给扫开了 然后掀了儿子身上的被子 门头就是一顿暴打 啊 哪个不长眼的 着死 江安侯柿子 名叫池家祥 此时睡得正迷迷糊糊呢 被自家老爹一顿扁担给揍醒了 见到自家爹爹 他倒也有几分害怕 忙跪在床上告扰道 爹 您这不问青红皂白的就打我 我不过是喝点小酒听个小曲儿 您至于吗 你儿子 马上就要被皇上流放三千里了 你还听小曲 喝小酒 我看你酒还没醒吧 江安侯扔了扁担 满屋子的看 看到门口脸盆架上有盆水 也不管冷的热的 端起来就往儿子脸上扑了过去 被兜头浇了一大盆冷水的的池家祥 和他媳妇尖叫连连 闻讯急急忙忙赶来的侯老夫人 更是一拳锤在了江安侯的手上 你要打要杀宠我来 做甚做见你儿子 江安侯反手就是一个巴掌 甩在了老七脸上 我池廷君 这辈子第一次打你 也是最后一次打你 知道因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家在任由你 护着这两个蠢货下去 离抄家灭门也不远了 到时候不用你打我 我打你了 皇上直接会把咱们 拉去五门斩首的 到时候要死 咱家也整整齐齐一起去死吧 说完 便又踢了一脚 已经跪在地上的柿子大人 换衣服 跟我进宫请罪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一屋子的人 被吓得一言不发 连向来蛮横的老侯夫人 都只知道捂着脸 瞪着眼 她张了张嘴 可嘴里却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 池家祥到底是被一盆冷水 一顿扁单给打醒了 她欲哭无泪地问道 怎么了呀 怎么就要抄家灭门了呀 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你儿子 砸了钟永伯家的饭桩子 侯夫人当众被打 丢进脸面 可是该说的 还是要跟自己儿子说一声 世子大人很莫名啊 大怒道 赔钱给他们啊 难道皇上宣我们进宫 是为了这事 世子 绝也等着呢 外头有仆人催促道 已经见识过老爹发飙 到底怎么回事的 建安侯世子 也不敢多耽搁 忙让贪坐在地上 一脸茫然的媳妇 赶紧给他找了干净衫子 换了衣服 连滚带爬的往前头去了 等在外头的苏九 冷得鼻涕都快下来了 好不容易盼来了两位 建安侯还想跟苏九套套近乎 他让老婆塞给了苏九一个大荷包 可苏九哪里肯接 接到荷包 像接了块点燃了的碳似的 把这玩意儿 直接扔回了那老婆的怀里 还说 侯爷 庞道你也别多想了 还是想想 一会儿怎么回皇上的话吧 父子两人其余的话也不敢多问 只能喊来自家马车 跟着苏九进宫去了 到的皇宫 苏九沉默不语地 直接带着两人去了御书房 此时御书房里的皇帝 已经等得很不耐烦了 这事儿简直太气人了 好不容易徐达都说那龙凤楼快了 今日苏九回来说 装修筹备都已很是妥当 带着厨娘训练好了后厨 就说龙凤楼有望年前就开业了 皇帝很高兴啊 千盼万盼 总算徐达这慢性子 把龙凤楼给开出来了 以后哪怕日日想吃 也可以让苏九去买吗 关键是 徐达今日送来的菜色 急对他的胃口 苏九又说那烤鸡看着也好 他便兴冲冲地 让苏九赶紧去预订 结果没想到 前后不过两个时辰 那龙凤楼居然被砸了 厨房也被烧了 这种事儿 别说皇帝觉得气 皇帝觉得天王老子遇到这种情况 那也得气死吧 所以当监安侯和监安侯世子 刚踏进御书房的时候 皇帝便又砸了套杯碟过去 建安侯 你家孙子真是好大的胆子 胆敢在皇城之内为非作歹 还叫嚣说 打死人也不用偿命 好啊 建安侯 没想到你比朕还厉害啊 皇子犯罪 还与庶民同罪 你建安侯家的孙子 比朕的皇子更高贵 这话 倒也不是别人告诉皇帝的 而是皇帝派在皇城内的探子 回来说的 这种探子 京城能有八百十号 平日里只神隐在世纪 就听听百姓的口风啊 看看京城 有没有什么闹大事的呀之类的 一般来说 探子遇到打架姿势之类的小事 是不必上报的 但是苏九回来说 龙凤楼被砸了 皇帝立刻让西风去 喊了外头的探子回来 回来的探子 便一五一十地把事给说了 所以皇帝对持音节放的什么屁 是一清二楚的 可皇上听过了 建安侯没听过呀 否认是一定要先否认的 他连忙跪地磕头 只说定有误会 皇帝缓缓地从桌前 走到了建安侯旁边 冷冷地问 那就是朕 冤枉你家孙子了 没有 建安侯磕头如捣蒜 没有 我家孙子实在不像话 要打要杀 一切有皇上做主 口出狂言 和污蔑皇帝 建安侯没得选 他只能选口出狂言 皇帝看了眼建安侯 只见他手缝尖 有血隐隐流出 旁边还有些才摔碎的杯子的残渣 看来 是建安侯跪地的时候 看都没看 直接跪在了玻璃扎上 建安侯的父亲 就是老侯爷 当年是剿灭山寨土匪的时候 死在岭南的 后建安侯席绝 也在岭南守了近三十年 这两代建安侯 不说战功赫赫 但也算是为大干鞠躬尽瘁 如今看到苍老的建安侯如此 皇帝倒也有些动了侧影之心 于是 皇帝命苏九浮起了建安侯 建安侯 你错就错在 对子女管教不严 建安侯也不关心 自己手上还戳了碎瓷片 忙躬身抱拳 皇上说的是 微臣实在惭愧 在岭南几十年 实在疏于对子女孙辈的约束管教 还请皇上责罚 不过 错也不全在你 你家柿子 比你更有责任 皇帝转头看向了 跪在地上的建安侯柿子 可是 皇帝动了动鼻子 然后踢了一脚建安侯柿子 你起来 建安侯柿子文言 盲站了起来 皇帝凑近他一文 立刻怒吃道 儿子儿子不管教 自己大白天的 还喝得满身酒味 你们家建安侯三个字 你也担得起 苏九 喊了李不来 建安侯柿子除名 建安侯府 另立柿子 若没有朕满意的 便直接夺绝 持家祥 立刻下跪求饶 皇帝直接喊了人 给拉出御书房 此时的建安侯 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 那龙凤楼 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 可以让他们一个熏贵人家 直接夺绝 别看他之前在家里 说什么抄家灭门 那只是为了 下下家里的无知妇孺的 可 怎么会真的要夺绝呢 皇帝重回暗读前头 才开口对脸色惨白的建安侯说 皇后 今日 敬了一碗一汤 这是皇后有身孕到现在 第一次吃进去荤腥之物 那碗鱼汤 便是还为开业的龙凤楼做的 如今 你那宝贝孙子 砸了龙凤楼 烧了人家后厨 皇后唯一能吃得下的荤腥之物 也吃不上了 你说 你们建安侯府 算不算谋害皇子 建安侯闻言 膝下一软 忙磕头道 老臣万万不敢 那龙凤楼少得缺的 老臣一定召架 不 双倍赔偿 老臣定会诚心跟钟永伯道歉 还望钟永伯能早日 把龙凤楼再办起来 建安侯 你可得偿命百岁呀 没有你 你们侯府 行了 既然你知道怎么做 便去作罢 还有 你儿子的柿子文蝶 都交给李布 正替你夺了这柿子 也是为你们侯府好 这事 你尽快办妥吧 什么时候 钟永伯给了谅姐叔 你那大孙子 就什么时候出狱 去吧 皇帝说完 便不耐烦地 朝建安侯挥了挥手 好烦 好想打着老头一顿 只不过 这老头 也是他们建安侯府 唯一的明白人了 万一真被他弄死了 这一府的人 估计三年五载 也不一定能转得过弯来 亲手放了杂碗仇人的皇帝 显得异常暴躁 他就突然很想吃点甜的 一想到吃点甜的 就想到了中午吃的什么雪妹娘 可以想到雪妹娘 就更暴躁了 连内侍太监 来问皇帝今日翻哪个牌子 皇帝都只问了一句 有没有嫔妃闺名叫妹娘的 他能怎么办 真的吃不到 只能吃个假的呗 而另一边 建安侯回到府中的第一件事 就是让人捆了自己的老妻 和池家祥的媳妇 然后找了空屋子 把儿子结结实实又揍了一顿 池家祥那惨叫声 盘旋在建安侯府上空 久久不散 侯府里的下人 包括小姐 姨娘等等 连呼吸都得轻缓着来 就怕侯爷一个生气 把他们也揍了 揍完儿子 天色已晚 可建安侯的事 还没办完 孙子还在大牢里 要打要骂 还得先把人弄出吧 如今也不管是对是错 揣上万两银票 建安侯就命人送他去了 中拥伯爵府 可没想到 人家别说见人了 连门都不带开的 守门的家谱只说 家里头伯爵夫人 和小少爷县主都被惊着了 县主和小少爷 还因此得了经济病 别说不能见建安侯了 伯爵和夫人 连家里头的买卖都挺了 只为在家好好照顾好县主和小少爷 家仆劝建安侯还是走吧 县主和小少爷县主 听到建安侯三个字都会发抖的 建安侯是来求和的 既然人家不见 他除了走 还能怎么办 不过他还是挣扎着小生 跟开门小厮说了句 我带了万两银票 侯爷 咱家夫人说了 龙凤楼毁了 就不是钱的问题 您家大孙子 是毁了咱们家绝业的心血呀 这根本不是能用钱来衡量的 侯爷赶紧走吧 一会儿让咱们县主听到您来了 可真的要出大事了 您不知道吗 您家虽然今日 还骂咱们家县主见弊呢 县主从回来到现在 一直在哭呢 您快走吧 建安侯 现在就想打死自己家那孙子 也省得皇上给他流放三千里了 无奈 人家都这么说了 他也只能走了 看来万两白银 恐怕是远远不够了 不过 不管外头因龙凤楼的事 闹成了什么样 钟永伯府内 却是难得的安静和谐 县主大人 哭是不可能哭的 非但不哭 他还因家里准备放着大架 而乐呵得很难 春鸭都说了 这龙凤楼的损失 自有皇上着急 那徐达便打算先狗一狗 反正春节也快临近了 狗在家里也少了不少应酬 他还真是求之不得 张岚那就更同意 在家里好好待一阵了 其实他早就想那么干了 可苦于一直没有什么借口和理由 很多事情随意推脱 又怕得罪了人 这会儿 据说儿女都被白天的打杂烧 给吓出了病 他倒是正好能在家好好歇歇了 不过老实说 当得知龙凤楼被打杂 还起火了的时候 张岚也的的确确是有过惊吓的 虽然不知道具体过程是如何的 但是他还特地去看了下龙凤楼现场 九楼外头看上去 只是破了点门窗 可里面那被打杂的 破败不堪的样子 他现在想起来 都还觉得心有余悸 万一 当时孩子们或者徐达受了伤 可怎么是好 又或者 那大伙没有及时扑灭 引燃了开去 又该怎么办 这三个人 暂时别出门 对他的心脏也有好处 所以张岚也是想都没想 就同意了春鸭和徐达狗一狗的想法 徐达还命了家里下人 从今日开始 一律不允许出门 吃喝采买 又正下秋分两三日出去一次便行了 有人来访 除了交好的几家 也一律说家里县主小少爷经着了 夫人忙着照顾 老爷胳膊更是就伤复发 正在休养 没法接待 张大夫那儿更是跟郭老大夫说好了 让他有什么疑难杂症 就上门来商量 别的事 便让郭老大夫和掌柜的商量着 拿主意就行了 至于八王妃那里 张大夫直接给开好了方子 让人送去了王府 就说家里头孩子现在需要他 八王妃现在就先吃着方子 好好养养 等自家孩子没事了 他才能再出诊 蓝云记那里就更简单了 要打样的毛衣 直接让秋分去取了毛线回家 张岚跟周妈妈也说过了 杨毛线该开麦就开麦 不用等他 他手里的样衣好了 自然会让人送去蓝云记的 安排好了事业的一家人 就这么着 准备在自家府中筑巢冬眠了 春鸭和铁头 因为今日这事 忽觉自己都是废物 春鸭踢人的时候 虽然很是潇洒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 还真是自己运气好 那迟云杰不懂腿脚功夫 他又是出其不意 给了人家一脚 若是迟云杰懂点功夫 直接拽了他的脚 把他扔出去 也不是不能够 所以春鸭这回是痛定思痛 该练的功夫 他还是得练起来呀 铁头更是拍胸谱表示 才能护着家人 不能让人家随意欺辱家人 虽然 徐达两口子和春鸭 都听出了 里头逻辑有点问题 因为这位大哥 以后是要席绝的 考不考学 他都是超义品的伯爵 再说 今日龙凤楼被砸 又不是因为徐达身份不够 他们只是遇到了二傻子而已 不过道理三个人都知道 说事肯定不能说出来的 没瞧见连太子 都准备考会试吗 自家儿子能有太子大 人家做皇子的 都那么要上进 铁头要读书 他们岂有阻止之理 很和谐啊 徐家的人啊 猫啊 狗啊 都突然不做了 不过发生了那么惨绝人寰之事 皇帝的探子 到底还是要来探探的 可才进院子 就看到个猫 站在徐家人 最喜欢待的花厅的屋顶上 静静地看着他们俩 狗 却不知道去了哪里 这回 两个探子是有备而来 西风从怀中掏出一包鱼竿 还特地选了大的买的 他是想大点的鱼 这猫也能吃久些 于是 两人捏着鱼 默默地飞身 到了花厅屋顶 站定之后 西风把鱼默默地 递到了大橘子跟前 大橘子冷冷地看着他俩 又看看鱼 却没有吃 寻舟忍不住用耳语跟西风说 这猫 难道还能认吃的 外人给的 他居然不吃 这是猫妖吧 不能吧 西风又掏出一条鱼竿 默默递到了大橘子跟前 此时已经没什么耐心的大橘子 直接撩起了爪子 就给西风来了一下 然后把鱼竿给踢下了屋顶 喵屋大叫一声 就跑了 大橘子吃鱼 现在养成了一个非常极品的习惯 那就是 喂鱼得给它拆骨头 不拆骨头 它就不吃 不止不吃 还会因为看到吃不到而发脾气 张大夫为此还批评过春鸭 把这猫猪鸡养雕了 以前在乡下养着 这猫还生嚼耗子呢 现在可好 连鱼都得拆了骨头才要吃 到底哪个才是主子 这猫算搞不搞得清楚 因为大橘子的动静太大 引来了伯爵府里头的小丝 两个倒霉的探子心下喊了声糟糕 便飞奔出了伯爵府 可没想 在墙外还遇到了这家的大黄狗 一路狂吠着一追 又追了他们三里地 差点把巡房的五城兵马司的人都给喊来 直到到了宫门外 这两人才算缓过了气 不过 宫内却有更大的考验等着他们 两人今日照例 还是要去汇报 今日皇帝要他们打探的事的 心有七千的两人也说好了 反正假话不能说 但是问题可以回答得模棱两可 到的御书房 皇帝便问他们 徐达和他那对儿女怎么样啊 启禀皇上 寻舟悄悄瞄了一眼西风 才道 忠永伯家已经闭门不出了 佩风县主和伯爵家的小公子 也都在家休养 皇帝沉默了一下 才点点头道 的确可能被吓到了 那徐达有说什么吗 西风也瞄了一寻舟 然后才道 属下未曾听闻 很好 稳住 寻舟默默给西风加油 皇帝也挺满意 徐达别的不说 这人朴实还是挺朴实的 哪怕生意砸了 抱怨倒是也不敢抱怨什么 他点头道 被吓着了 闭门几日也正常 他家的事你们也多关注着 行了 下去吧 两人 这才抱拳后退 不料皇帝 却瞧见了西风手上的猫抓痕迹 便问西风 你这又是被徐大家的猫给挠了 西风只觉羞愧难当 低头到了声势 什么猫这么凶 不过徐达这里有点毛病 家里头猫啊 狗啊 都当孩子养 别弄死人家的猫狗 知道吧 皇帝担心 一会儿把徐达的猫狗弄死了 再被他找了借口罢工 闭门到下次大朝会 已经是皇帝的忍耐极限了 特别是昨日发现 宫里居然没有一个妃子 是叫妹娘的 好气呀 原本想着下回去 直接把大橘子套了麻袋的两人 只能硬着头皮硬了下来 一路挠秃了头 想着 到底要怎么讨好那只举蛛 与此同时 钟永伯府里头 春鸭捏着两条咸鱼杆 对财进门的关木青苦笑道 瞧瞧 皇上好客气 上门不忘带了礼来 明日煮了咸鱼茄子包吃吧 倒也不怕有毒 关木青从春鸭手里接过咸鱼 直接给他没收了 这丫头心大 他还真怕他明天把这鱼给煮了 让一旁的高童收好了鱼 关木青才继续说 你们这闭门不出 倒也好 怎么说 春鸭给关木青 倒了一杯小暖炉上 热着的蜂蜜金菊茶 递给了他 关木青接过茶 喝了一口 微微笑了下 太甜了 特地给你准备的 春鸭撩人的谎话 也是张口就来 高童和丹燕互看了一眼 默默退出了大花厅 放弃了 丹燕自从知道秋芬姐姐 也无力阻止小姐梦浪之后 就彻底放弃了 眼不见为尽 才是不被狗粮称死的不二法则 而屋子里的两人 嘻哈了两句 关木青道 今日从宫里出来之后 江安侯不是先来了你们家吗 从你们家出来 又去了趟经兆府 可宫大人不在那 他又转头去了永一侯府 大概在永一侯那里 听闻了不少龙凤楼的事 又打听下来 还是我姐夫与你们家关系好些 我又在将军府内 便又一路赶到了将军府 想让咱们来做个说客 这会儿倒是想着到处找说客 有这些经历 多放在自家孩子身上多好 王大哥明日准备来游说我爹吗 春鸭撑着脑袋 看着关木青 怎么会 关木青摇头道 我姐夫明日就要去京郊了 他也怕到时候 江安侯一遍遍去找他 他不好拒绝 索性去京郊躲几天清静 我明日开始也得开始着手 准备发往扬州的古董摆件 更没空了 更何况 他那孙子还骂了你 不过江安侯也是老陈了 放心 咱们春节过后就重出江湖了 不会把时间拖得很久的 如今闭门不出 也是因为咱们自己想休养生息一段时间 那江安侯家的大孙子 也得让他知道知道 学生还是得做学生该做的事 至于赔偿什么的 只要他们提的价钱 到了咱们心里价位就行 适可而止 春鸭他们还是知道的 既然这样 关木青便也放心了 起身告别的时候 才想起正事来 对了 大哥送来的信才到的 春鸭盲从关木青手里 接过小纸条 打开一看 里头写的是 妹 无以开始学杨文 带得开春考察茶庄知识 也已谈妥 大哥学杨文 凑在春鸭旁边 看小纸条的关木青 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厉害吧 春鸭倒是突然很期待 自家大哥读英文 能读成什么样 关木青认真点头 厉害 不过我觉得 教大哥的先生更厉害 哈哈 好啊 说我大哥坏话 我给你记笔 回去告诉我大哥去 春鸭大笑一阵 才继续说 行了 天寒地冻的 你赶紧回去吧 我得给我爹娘 汇报我大哥的动向去了 说完还把自己怀里的小暖炉 塞给了关木青 关木青这才偷摸着 捏了下春鸭的小圆脸 带着高瞳 抱着暖炉回去了 然后因为那圆脸的触感 实在很不错 暖炉里头还燃了春鸭常用的相片 所以这位大哥 功课又做到了后半夜 要说关木青这人 倒也算有几分聪慧 对于石头学习状态的判断 还是有点准确的 春鸭走后 石头便满扬州的 找了几个传教士 再三问询考察下来 他聘了一位叫罗伯特的传教士 来教自己英文 虽然是考验过了几位传教士 但是石头聘用这位的原因 却非常简单 用他的话说就是 这人名简单啊 叫罗伯特啊 别的几个名字太长了 不怎么好记 于是 罗伯特开启了他艰难的教学之旅 第一天 罗伯特很简单地教了石头 123 第二天 石头回给了他 1 2 苏饼 罗伯特很猛圈 问石头 先生忘了勉强能理解 但是2和苏饼是什么意思 哦 石头若有所思地回答道 我就想着土坛和苏什么来着 既差了 既差了 先生继续 今日咱们再巩固巩固 因为家里来的洋人 时髦人问外婆就觉得很是新奇 昨日没赶上桥热闹 今日倒是在门口听了半天 可听着听着 他还是去找了佛保佑 小佑啊 外婆觉得 要不然你跟你相公一起听课吧 你若害怕那洋人长得寒沉 明日便在中间隔个屏风吧 佛保佑昨夜听了石头凸了一夜 他就觉得不太对头 哪有人见面说话就吐口水的 今日一听外婆这般说 就知道自家当家的可能 学习从一开始便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麻烦 思虑不过三秒 佛保佑便点头硬了 行 那明日我就跟当家的一起听课 还是现在就去吧 闻外婆催促道 就这么着 佛保佑变成了蹭客的了 到石头给春鸭写回信的时候 他的教学进度已经进入到了两位数教学了 不过罗伯头 罗伯特先生头上的发量 眼见着是少了不老少 春鸭把这石头学杨文的信件 拿给正在盘点家当的张岚和徐大看的时候 这两位也挺高兴 特别是张岚 石头作为一家之主 能主动接受吸纳新鲜事物 这事挺好 你回信的时候记得写一句 娘看好它 让它加油 好嘞 明日小官还来呢 我明日就把信寄出去 就是年里啥的 估计现在送出去 大哥他们得过了年才拿到了 这会儿的交通运输 让春鸭很是苦恼 唉 咱们家向来也没啥大规矩 没事 张大夫 你那个支的毛衣毛裤 别忘了一起寄回去 徐达这人就是这样 随性两字是为他而生的 张岚于是赶紧趁着寄的 就张洛奇打包的事来了 于是 这一晚 处于风暴中心的忠勇伯爵府 家庭气氛是难得的和谐又温馨 而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 池英杰 却在迷茫与惶恐中 难以入眠 照他的想法 自己是家中第一的一个孙子 运气好的话 他爹能在爷爷不知情的情况下 给他弄出去 毕竟他爹好歹也是个侯府柿子 运气不好的话 那就是爷爷来弄他出大牢 到时候回家一顿胖揍 肯定是逃不掉的 可是 令他觉得害怕的是 家里从始至终 居然都没人来领他 这牢房 一暗潮湿 臭气熏天 牢房里只有一个公筒 外加一把稻草 还有老鼠时不时地招摇过市 他在这里待了半天 已经是极限了 真要让他在此过夜 那不是要他的命吗 见有差人经过 池英杰还问 喂 叫你们上官来 我要见我爹 见我爷爷 哼 好大的口气 差人冷笑道 池公子 您且好好歇着吧 保持好体力 您什么时候能出去 还真不一定呢 差人说完 便摇着大鱼的钥匙 晃晃悠悠走了 丝毫不理会 后头池英杰一遍遍地喊 不会的 我爷爷会来救我的 你爷爷自己都快就不得了 还来救你 差人冷笑着嘀咕了一声 关了大牢的门 关照门口看门的差役 里头那家安侯家的 明日好好关照 两个差人点点头 说了句懂了 夜已深 老里的池英杰 看着窗外惨白的月色 回想着今天一天发生的种种 怎么会这样呢 池英杰开始怀疑人生 一切的开始 只是因为 他取笑了一个叫铁头的小孩 可人家叫铁头 杠头 木头 又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联想到后头 他还把人家还未开张的酒楼给砸了 池英杰突然有点怀疑 自己是不是中邪了 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他是不是真的脑子有点什么问题 要不然 怎么会因为同学的一个吐气的辱名 而把自己搞到大牢里来呢 爷爷 他这会想起了建安侯那宽后 却略带了一些沟楼的身影 爷爷 帮帮我吧 爷爷 孙子再也不敢了 而此时的建安侯 其实也挺为他那不争气的大孙子担心的 说让池英杰去死的人 是他 但是为了池英杰不被关到死 到处奔波的人 还是他 主要吧 那被夺了柿子称号的池家祥 也是个耸货 从宫里回来 就直接躺倒了 要不是因为大儿子没了 哎 这不争气的二儿子 怎么也轮不上他做柿子 建安侯此时觉得 皇帝说的话 也不是没道理 夺了这不争气的东西的名头 对他们建安侯府来说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不过这会儿也不是想这些将来之事的时候 现在主要还是得看看 家中还有多少现银 今日 他从永义侯和王将军口中 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就是这龙凤楼 是徐达砖为了皇帝开的 而龙凤楼这三个字 也是皇帝亲自赏赐给徐达的 他从来不知道 皇帝是个好吃之人 更是万万没想到 皇帝居然为了口吃的 甘愿等着忠永薄花半年的时候 盖起一栋楼来开饭店 关键是 这楼的选址 居然还是皇帝亲自选的 用永义侯的话说 就是 要不是皇上亲自让我腾地方 我能腾出半条弄堂 给人家开饭店吗 你们动手之前 倒也用脑子想想啊 你们这些薰贵世家排挤徐达 你看我永义侯听你们的吗 能让我妥协的 你们想想 除了皇上还有谁 脑子 脑子 想到这里 江安侯只觉得胸口的旧伤因因作痛 现在就恨不得跑去金兆府大牢 把那脑子里塞了豆花的傻子 给抱走一顿 他劝自己冷静 几次深呼吸之后 变了从老七那里拿到的钥匙 开了钱箱 大致点了下 白银古董之类的不算 光银票 钱箱里大概有十五万两左右 也不知道这些银子 能不能平息了皇上和钟永博的怒气 点完钱 奔劳了大半天的建安侯 终于可以躺在自己的床上 独自想想这些糟心事 到底是怎么发生 房间里极为安静 他想着被他关在后头家庙里的老七 不由感到了一丝心酸 虽然老七为人跋扈 但是也为这个家操持了几十年 如今把他一人关在家庙里 他想想就有些难受 但是不关 也不行了 持家几代的荣耀 万不能毁在他的手里 那儿媳 也是老七族中侄女 如今已经被他送回了 他们乡下庄子里养病 等什么时候 持音节的病好了 这儿媳的病 自然也会好的 就这么想着 家里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一直到天蒙蒙亮 建安侯才迷迷糊糊睡着了 不过第二日的清晨 对建安侯来说 也挺刺激的 因为一大清早 建安侯是被八王爷府的 总管太监给喊起来的 建安侯听闻是八王爷找他 他都怀疑自己的耳朵 八王爷 怎么还有八王爷的事呢 没听说八王爷 跟龙凤楼有瓜葛呀 迷迷邓邓的建安侯 也不敢多耽搁 穿好了衣裳 就准备跟着王府太监走 可没想到 那太监说 还得叫上迟音节的爹 于是软吞的持家祥 又被从床上拉了起来 穿戴整齐 抖着腿跟自家老爹 去了八王爷府 一路上 建安侯还想打听下 到底出了什么事 太监只含糊地说 是官王府子嗣 很是重大 建安侯更纳闷了 难道八王妃也是有了声誉 爱吃那鱼汤 那是鱼汤吗 那怕不是宋子汤吧 持家祥也很困惑 想问他爹 到底怎么回事 可只要他一张嘴 他爹就立刻叫他闭嘴 搞得持家祥情绪 非常的复杂 又担心害怕 又迷茫无助 这天地到底是怎么了 昨日自己还是愉快地 喝着花酒的柿子 今日怎么就变成 这般劲敌了 两人各怀心事地 到了八王府 然后一路跟随着内侍 到了八王爷平日起居用的随心斋 见到这两人来了 八王爷是一肚子的气 拿着平日用的拐棍 一拐棍直接甩在了持家祥身上 你怎么教的儿子 啊 砸了忠永伯府的饭庄子 那饭庄子 是我皇兄特地让他开的 你这是给我皇兄下脸子吗 你死不死啊 死不死 建安侯 有点纳闷 皇上不爽 昨日怎么没揍自家儿子 反而今日还得让八王爷 特地来揍他儿子一顿 八王爷接着骂建安侯 老侯爷 您虽然岁数大了 但是家里头的事 多少也得管管吧 自家有了孙子 就妨碍人家要孩子 你们这是存心让我绝后吧 微臣不敢 建安侯吓得马上趴倒在地 为什么呀 砸个饭店 怎么还影响八王爷要孩子了 微臣只是斗胆问一句 如今微臣该怎么弥补 我家孙子造成的恶果 反正先问问吧 能不能弥补到时候再说 八王爷要的就是这老头的这句话 他拄着拐棍 站到了建安侯面前 俯视着建安侯 然后才道 本王的王妃 向来是由忠勇伯爵家的夫人 在调理身子的 你们昨日打砸人家铺子 还扬言要绑了人家的小儿子 骂人家的县主是贱壁 害得那两个孩子 都被吓得不敢出门 忠勇伯夫人 只得在家照顾孩子 那八王妃就无一可用了 王妃向来只信任伯爵夫人 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七日之内 若张大夫不来出诊 你看你们家那大孙子 能不能发配去开矿 才听明白 其中道理的建安侯 连忙磕头表示 七日之内 必定会请了伯爵夫人出山的 八王爷这才挥了衣袖 让这两人赶紧滚去 想法子去 出的门外 池家祥还说 这就不能直接 抓了那伯爵夫人来看病啊 非得去请吗 说完 他还揉了揉 被八王爷打疼的胳膊 下手可真够重的 求一 有硬按着来的吗 建安侯咬牙道 可没意识到 自家老父亲 快要爆炸了的 池家祥上马车还说 那八王爷可以抓了 他们家小的 没什么 没事 没事 爹 咱们还是想想办法 怎么撬开 忠勇伯爵家的门吧 建安侯 半闭着双眼 冷笑道 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那就好 儿子昨日实在是 吓得不行了 半夜都没睡觉 醒来都是那些 太监擦得煞白的脸 儿子先睡一会儿 到了地方 爹您喊我呀 今日最好把英杰 从老里弄出来 住了一晚 真是委屈他了 说完 池家祥就真的 靠着车厢闭了眼 直到马车停下 他迷迷糊糊地 问建安侯 爹 到了吗 敲门的法子管用吧 管用 建安侯答道 下车吧 池家祥不宜有他 跟着老爹一起下了车 两人到的 钟永伯府门前 池家祥还想让 蒲通上前去敲门 不料建安侯阻止了他 不用喊门 你跪下 跪皇上和八王爷就算了 跪钟永伯 建安侯话不说第二遍 直接抡起马车上 常背着自己的拐杖 一棍子就抽在 池家祥腿上 池家祥吃不住痛 一下就滚了下去 爹 他回头喊了一声爹 却见自己爹举着拐杖 又来了 池家祥站起身就想逃 建安侯却说 逃吧 逃了就直接逐出族谱 原本已经跑出 三丈外的池家祥 迟疑了 被老爹打一顿 和逐出族谱 他好像只能选 被老爹打一顿吧 于是 池家祥又烟头大脑地回来 不情不愿地跪下 还小声跟他爹说 爹 差不多得了 别真打呀 轻点 建安侯冷笑一声 他倒也不蠢啊 直到是做戏给钟永博看啊 不过 今日 他却决定 要假戏真做 一顿暴风雨般的胖揍 伴随着池家祥的尖叫 引来无数路人侧目 这一顿暴揍 直到建安侯 打到连自己的拐都断了 用手他可能嫌弃手疼 这才停了下来 此时池家祥已经被打得满地爪牙 这个爪牙 就不是个形容词 而是老侯爷打儿子打少了 经验不足 一不小心 的确往儿子的照面 抽了一拐棍 直接把儿子的一颗门牙给打落了 池家二爷顿时就吐了血墨子 此时 是发际也散乱了 鞋子也打掉了 衣衫更是不整 还满地打滚 看着真正是害人无比 徐达他们这院子 虽说不怎么大 但是足足有四进 又因说好了 闭门不出 一家四口便在厨房的院子里吃烤肉 外头到底啥动静 是一点听不到的 吃烤肉 也是因为春鸭说 今日一早练功练脱利了 铁头也附和说 自己念书念的感觉脑瓜子转不开了 所以一定要搞点羊肉串补补 所以伯爵府外是竹笋烤肉 伯爵府内却是炭火烤肉 大家各吃个肉 也不知对方的肉到底是个啥味道 直到正下听看门小四报说 外头静安侯恐怕准备 把自家儿子打死在他们伯爵府门口 他这才急急忙忙去到厨房 跟徐达慧报了这事 徐达一听都打吐血了 便急急忙忙跟着正下出去了 他们家不过就是要点赔偿而已 建安侯家怎么就要赔命了呢 徐达一叠声地跟正下说着 不至于呀 至于吗 真的不至于呀 小短腿卖得飞快 到得院门口 只见老侯爷打人打累了 正坐在马凳上些口气呢 而滚在他脚边的 是满嘴是血的池家祥 老实说 要不是这两人这造型 明摆着就是建安侯家的 要在大马路上遇到这两位 徐达是万万认不得的 老 老侯爷 徐达都被这位大爷的操作给整蒙了 别说穿越来之前 他就从不打女儿 就算是穿越来之后 他也没打过儿子 见到把儿子打成死狗的狠人 徐达不免有些被惊着了 建安侯见徐达来了 忙起身道 钟永博实在是老夫教子无方 之家不言 毁了您一手操办的龙凤楼 老夫今日带着儿子先来给您赔罪 说完 还踢了一脚自家儿子 跪好 给钟永博赔礼道歉 持家祥前一秒还倒在地上 哀哟哟地喊 后一秒就已经恭恭敬敬地跪好 朝徐达磕个头 对对不住啊 钟永博 是我没教好儿子 那什么 徐达这会儿也不知道说啥好 说没事不要紧吧 道爷 这不是什么都还没谈吗 说有事你活该吧 又怕一会儿 建安侯再把儿子打死在他家门口 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的 徐达好一阵抓着脑腮 就听身后有人说话 老侯爷也不必把人打成这样 我也是个当大夫的 你们打个半死 出于职业道德 还得累得我抢救 徐达转身一看 果然是自家媳妇来了 这一口气不见 脸色怎么辣黄啊 钟永博服 那地段还是很不错的 这会儿围在他们家门口的吃瓜 群众颇多 不过京城吃瓜群众向来素质很高 一般吃瓜很少有喝彩的 哪怕讨论 也不过只是 哎哎 嘖嘖嘖 哎呦嘿 发出点无关进度的相声词 表达一下或激动 或遗憾的心情 所以张大夫一出场 群众们皆发出了 又得惊吓声 看着脸色 估计三天都没睡觉了吧 张大夫此时就怕自己 一紧张容易冒汗 一会儿姜黄粉乎 一脸就露馅了 春鸭这死丫头 一听张大夫也要出去瞧瞧去 便说人家都唱苦肉计了 自家怎么能落于人后 就在厨房里头找了点姜黄粉 用水化了 往张大夫脸上一抹 这才把人给放了出去 建安侯抬头一看张氏 好家伙 这脸色比自家挨了揍的儿子 也好不了多少啊 看来的确是受了大惊吓了 他忙上前作一道 钟永伯夫人是老夫教子无方 老侯爷 教育孩子这事 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您这一辈子的教育 光放在一天打又有什么用 这里头是我们人祭堂的金疮药 回去给您家儿子上药 再慢慢教也不迟 说完 张岚便把手里的小字瓶给了正下 正下恭恭敬敬地 把小字瓶递给了建安侯 建安侯 好似突然明白了什么 再次给钟永伯夫妻俩做了一依 老夫 明白了 然后拿了正下手中的金疮药 踢了一脚自家儿子 还不跟我走 再转身 说了声告辞 便上了马车 带上了自家那如同乞丐般的儿子走了 一套动作 干脆利落 看得徐达夫妻俩很是疑惑 徐达问张大夫 他明白什么了 张岚此时已经转身往回走了 这北风也太大了 一会儿再把他脸上的姜黄粉刮没了 外头可围了一大圈看客呢 管那么多干嘛 自家管好自家内务得了 张大夫边走边说 也是 徐达点了点头 朝围观的吃瓜群众做了一依 大伙回吧 都是小事 叨扰大家了 然后也跨进了自家边门 愉快地追自家娘子去了 主角们都走了 有素质的吃瓜群众 这才讨论起了剧情 这事的来龙去脉 经过一天的发酵 已经成了京城最前沿的新闻了 徐达说 大家请回 就没一个想回去的 吃瓜群众有说前情提要的 有说建安侯府的前尘往事的 也有说钟永伯爵那爵位 是自家娘子看不孕不育地来的 不过也有知道点人事的 说这爵位可是钟永伯去北京打仗才得的 不过一般真相都会淹没在儒潮的妄言中 钟永伯怎么得到的这爵位不重要 重要的是 建安侯世子那人增狗贤的东西 被打成了狗 简直大快人心 京城有非常多的接溜子 而接溜子也有好坏之分 比如永一侯家那接溜子 就是个好接溜子 而建安侯家那接溜子 就很不是个东西了 张猫斗狗之类的就不说了 这会主要就是个色胚 看到漂亮姑娘 身家清白的 就想带回家去做妾 管子里头的 那也是哄一个晚一个 这两年建安侯回京养伤了 家里头不能随便带妾了 池家祥就在外头养外事 据说他在京郊买了个三斤的院子 里头都快养满一院子了 城里的小院那就更不用说了 好事者都说 建安侯世子的女人 比皇上也不少什么的 除此之外 什么今日掀了谁家铺子 明日抢买了哪家姑娘 那都是池家祥的机操 也有硬气一点的人家 上高去京兆府的 但是高官这样的事 又费力又费钱 倒也不是供大人不管 主要是往往才开堂审礼 苦主就撤诉了 撤诉了 苦主还有点钱打 不撤诉 人家直接把你家房子扒了 生计砸了 告一自关 往往都得搭上一家子的生计性命 小老百姓家 论谁都只能算了 所以池家祥挑小娘子 也是有策略的 一般都是挑小商户家的女孩 偶尔有那么一个两个性子裂的 宁愿一头碰死 也不愿意被她糟蹋的 建安侯府一般也是赔钱了事 建安侯其实多少是知道些 这儿子有些荒唐的 但是他在岭南之时 也没空管儿子 他回来之后 池家祥是收敛了不少 他也没有太多的翻旧账 所以建安侯府 走到今日这境地 也不是没有缘由的 有吃瓜群众到那建安侯奸诈 惯会在人前演戏 在人家钟永伯府门口 暴打儿子一顿 就想以此要挟 让钟永伯赶紧妥协 不然就是钟永伯逼着 建安侯把儿子打死 有人这么一总结 其余群众皆说对对对 打儿子早不打晚不打 偏偏孙子下了大狱 跑到人家苦主家门口打 这不就是胁迫吗 老奸俱华 父子简直一脉相承 怪不得孙子下大狱 真是活了大概了 群众们又说了 倒是钟永伯家 那夫人人好的都不行了 怪不得说是宋子观音呢 自家铺子被砸 家里头还被胁迫 自己的脸色看着 就立马要倒地不起了 也不忘拿了金窗 要给人家用 这积得积得 也难怪人积堂 现在三里地内都挤不进去人 一切都是有缘由的 别说 京城的吃瓜群众 不仅仅素质高 这编剧能力也非常的强 这事经过群众们 这么群侧群力的一边排 感觉马上就能写了话本子 让说书先生上茶馆说去了 而此时洗干净了脸的张大夫 却根本不是啥圣母形象 因为他正戳着春鸭的 大脑袋瓜子骂人呢 你也真是能作怪 姜黄粉都敢往我脸上涂 你看看我这脸 痒得都不行了 主要怪您的脸太嫩 春鸭立刻拍马屁 您这皮肤 犹如十八岁的少女 太过白嫩 所以才容易过敏 来来来 这是顾婶独家秘制烤鸡皮 吃啥补啥 赶紧来一串 张婉挡开了春鸭的手 太油了 我不吃这个 你们也少吃些 顾婶 再给我个茄子 我烤个茄子吃 你娘不吃我吃 徐达立刻拿过了春鸭手里的鸡皮 铁头这会儿 也递了串单姑娘才烤好的提灯来 爹爹爹 赶紧吃这个 一只鸡就一个 单姑娘烤得可好吃了 徐达接过提灯 也顾不上先吃鸡皮 一口提灯 爆浆 烫到升天 果然 儿子都是讨债的 哎 爹娘 前头的事怎么说啊 建安侯有没有进入正题 也不知道是不是烧烤太诱人 张婉和徐达回到府里就开始吃 一点没提前头的事 春鸭吃饱了 便忍不住问了 哎 我看作戏的成分大 咱们就等等吧 看建安侯啥时候能提出点实质性的赔偿 再谈吗 徐达觉得自己可瞧得真真的 那持家祥就是掉了颗牙 整的到处都是血胡拉茶的 其实就是嘴里吐出来的血而已 还是张大夫看得清楚些 我看那拐棍都打断了 哪怕是演戏给咱们看 也是出了大力气了 刚才跟建安侯说的那番话 他估计也听进去 希望明天他们能好好拿出商量的法子来 别又上来救把儿子打得满地找牙 怪甚人的 春鸭也说这话 张大夫说得很实在理 还是谈谈钱 更实际 反正达也打了 官也官了 只要赔偿到位 惩戒得当 他们家也不是那么矫情的人家 然而 令徐家人意想不到的是 第二天 建安侯又来了 又是在忠永伯府门前 打了一顿儿子 等徐达接到消息匆匆出门的时候 建安侯都已经打好儿子 带着人走了 听闻此事 春鸭盲问张大夫 娘 您昨天到底怎么跟建安侯说的呀 张大夫一脸狐疑地回忆着昨日说的话 我就让他别把他儿子几十年欠的揍 放在一天打呀 所以建安侯这是准备以后 每天来咱们家门口抱走他儿子一顿吗 春鸭眼睛瞪得像同龄 此时才吃完早食的铁头 看看爹 看看娘 割下碗筷 恭恭敬敬地作一道 爹娘 儿子吃完了 先去看书了 然后喊了大金 溜着墙边走了 他自从记事起 爹娘就没打过他 这个还是表现好一些吧 要不然几年积攒下来的奏意起哀 他怕自己受不住啊 早上他可是被建安侯的儿子的惨叫声给吵醒的 张岚和徐达都觉得春鸭应该猜错了 谁家爹那么有病 儿子是铁做的 天天打也得从铁块打成铁皮吧 夫妻两人便说不会的不会的 建安侯看着还挺正常一老头 不会干出这么迟呆的事的 没想到 第三日 一大早 钟永伯府外头 又是一阵鬼哭狼嚎 徐达这回是 防着建安侯打儿子呢 一听到有动静 忙拔腿往外头跑 跑出去就见建安侯那儿子 才三日光景 人都瘦了一大圈了 徐达想赶忙阻止 可是还没等他开口 建安侯就上前一步捉一道 钟永伯 我这就打完了 若有叨扰 还望见谅 说完 徐达被这神操作给弄懵了 直到建安侯上马车 徐达才匆匆跑上去喊 别打狠了 到时候再弄出人命来 一个酒楼不至于呀 赔偿到位啥都好商量啊 不要这么拨命啊 可是他说不出口啊 都说了谈判这种事 先开架的战力士 错又不在他 他怎么能先开架呢 但是眼看着建安侯那儿子 估计得被他老爹打死了 不劝两句 总不像话呀 不料建安侯也不知道 是存心的还是真的虎 从马车里探出头就说 不碍事 夫人给的金疮药 已经用上了 极好的 一会儿回去给敷了药 明天又能打了 钟永伯请回吧 这次我定会好好管教孩子的 钟永伯请不要怀疑我的剧心 不怀疑不怀 徐达一句话还没说完 建安侯府的马车 便已经扬长而去 有病吧 这建安侯府中邪了吧 吕道长那徒弟 是不是在京郊 叫什么来着 给给去个信 给建安侯府区区邪碎呀 徐达七的小胡子都要翘起来 朝着正下就是一阵捣咕 老爷 那我现在去请吧 京郊挺远的 正下也是个老实孩子 徐达小短腿一跺 去什么去 走走走 看看你家小姐 今日又捣咕什么吃食 一会儿给她买菜去 然后 第四日 建安侯照例把儿子 带到钟永伯府门口 暴揍一顿 张兰实在忍不住 就等在门口跟建安侯说 你要揍别在咱们家门口揍啊 一会儿这人真打出什么问题来 算谁的呀 再说 教育孩子 怎么能老用棍棒呢 建安侯只作医说了声 十分抱歉 叨扰了 才带着犹如死狗般的儿子又走了 张大夫这回非常的自信 他已经说得非常的明白了 肯定不会再出什么问题了 第五日 因为要开大朝会 外加张大夫 都明确告诉了建安侯 不要再在钟永伯府门口 用棍棒教育儿子了 所以这日 建安侯就把儿子挂在了自家门口 抽了五鞭子 才跑去上朝 建安侯府所在的位置 是京中权柜圈的核心区域 所以 一大早走过路过去上朝的那些大人 都是围观的建安侯 抽儿子才上的早朝 徐达虽然离建安侯府比较远 但是永伯侯和王宗元 在京中人脉广 这位大人在宫门外候着的时候 就凑在一起嫌说八卦 永伯侯和王宗元 便把听来的消息都告诉了徐达 我 昨日张大夫都跟那老哈说了 可不能再棍棒教育了 这人怎么这腰有创意 居然还敢用鞭子了 我 服了 这人到底什么来历啊 这么猛的吗 徐达压低的声音 也难以掩盖他的震惊 对于建安侯的脑回路 徐达真是甘拜下风 永伯侯对建安侯府倒是略知一二 总之就是这家人家在岭南起家 被他们灭掉的山寨不知多少 他们家也是因此才得的举位 现任的建安侯 从小跟着他爹一起搅山匪 他爹当年中了埋伏 被戳成了筛子 还是现任建安侯 把他爹一路从深山里背出来的 那年他才十二三岁 之后建安侯就常年驻守岭南 为了震慑山匪 作风异常彪悍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也正因此 大儿子死的时候 建安侯就认为 一切都是自己的因果报应 对于二儿子就没要求再让从军 只希望这儿子 能安安稳稳地习了绝变罢了 没想到 这回这事 倒是把建安侯的血性 又给换了出来 这持家祥 被夺了柿子的名头 估计以后这柿子 就直接会给了大佬里的那个 那大佬里的那个钟永伯 我劝你还是算了 别谅解那建安侯家的好大孙了 关个几年再说吧 不然到时候真放出来了 你瞧瞧 他爹都被打成这样了 或是小的闯的 到时候小的那个 不死估计也得打残了 永一侯说这话 倒也不是好心 纯粹只是看好戏而已 几人正说话呢 身形挺直的建安侯 就朝他们走了过来 王宗元本能地 往徐达身前一挡 老侯爷别来无恙 让诸位看笑话了 家教不言 老夫实在愧对这侯爷的称号啊 建安侯倒也很是坦荡 徐达从王宗元身后探出头来 建安侯 您这打孩子的事 建安侯忙道 钟永伯放心 定不会再上贵府打去了 不是 徐达立刻喊道 我不是那意思 我是说 诸位大人 莫要再喧哗了 请排好队 依次进攻 那是 总是来得那么的不是时候 建安侯朝徐达微微抱拳 三步两步往前去了 跟在建安侯后头的永一侯还想呢 这老头 打孩子打的还身形敏捷了不少 他还打孩子的确很能锻炼身体啊 可惜 自家儿子不用打 狮子也好 二儿子也罢 哪怕是最调皮的三儿子 那破坏力都没他们老持家的一半强 对比出幸福感的永一侯 突然心情大好 他决定一会儿下潮了 去点拨点拨建安侯 这人也是一根筋 人家开门做生意 不就是为了钱 你不赔钱 光打孩子有屁用啊 今日大潮会 赵丽 是焦玉使和吴守府的私闭大会 为啥 还是因为开海 近海之势 争论不下 兵部那日 虽然被凭空接了一口锅 但是很快 他们又把锅重新甩回了朝堂 兵部上书又不是泥人 那嘴皮子也溜着呢 总之就咬定说 外海不肃清 他们兵部能做的 也只有让各地位所多多寻访 吴守府虽然战斗力很强 但是不知为何 今日下头支持焦玉使的人突然多了不少 不过他也没在怕的 因为他知道大老板的需求 皇帝还时不时点名 徐达来谈谈感想 徐达肯定也是坚定的开海拥护者 总之场面上就是吴守府打主力 徐达打辅助 两个人除了距离力争 更会把话题扯到自家媳妇有多少陪价 自家女儿有多少聘礼上去 那真叫一个虎脚蛮缠 一场朝会下来 说话的嗓子冒烟 不说话的耳朵冒火 真正是一个不亲近 皇帝下朝的时候 都已经觉得有点眼貌惊心了 但是他也顾不上圣体前安 依旧把徐达给留了下来 到的徐输房 皇帝就问徐达 你跟建安侯府的那事 还没解决吗 都吃了多少顿烧烤和波侠拱了 吃这些也就算了 大冬天的还吃什么花生绵绵冰 徐达吃饱了撑的 还在家里做了个专门搞绵绵冰的机器 你说气人不气人 探子每每来报 这家人家不是在捣鼓吃的 就是在捣鼓做吃食的工具 这像是孩子有病的样子吗 徐家其实也想多装几天病 可再怎么装病 在家无聊了 还不得捣鼓点吃的吗 这一捣鼓瞬间也就漏下 于是徐达也很实事求是的 跟皇帝说 皇上 陈如今也是骑虎难下了 建安侯爷不知道怎么想的 咱们的龙凤楼全被砸完了 他总得谈赔偿吧 可他也不找我说这事 日日就在我家门口打儿子 昨日张大夫说 让别在我家门口打孩子了 不能棍棒教育啊 今日老侯爷就在自家门口 用鞭子抽了自家儿子 您说 我该怎么开口跟老侯爷说 您老赔我点钱吧 打不打孩子的不重要啊 微臣虽然比漏 但是也不是叫花子啊 徐达那口气里 还带着三分的小委屈 皇上瞬间被他逗乐了 行了 你还委屈了 不就是要钱吗 朕让建安侯赔给你 那个 你家厨娘的手 没伤着吧 徐达心中瞬间锦铃大作 启禀皇上 手没伤着 可也落下了病根 厨娘手抖的都不行了 但是 你要啥 咱们可以把方子送进来 你让咱们家之前 送进来的厨娘 照着做就行 保管皇后 喜欢 皇帝此时有点后悔 没让西风和寻舟 去查查厨娘 有没有病了 不过徐达既然愿意 拿方子出来 倒也可以接受 行 那让苏九跟你出烫宫 顺便让他去 建安侯府招呼一声 这事就赶紧办完 该赔钱的 就赶紧赔钱 赔完钱 赶紧把重建的事 提上日程 皇帝说完 徐达连忙磕头道士 然后跟着苏九退了出去 不过此时的建安侯 其实已经受到了 永一侯的点拨了 可是 令永一侯没想到的是 建安侯居然说 我打儿子 也不仅仅只是为了 让钟永伯出气 更是因为 我的确想打他 我那不争气的孙子 也的确该在牢房里 多吃些苦头才好 虽然老夫至家不言 但是这两个的罪责 也不能让他们 就这么逃过 永一侯直拍手说 佩服佩服 建安侯这真是雷霆手段啊 如此至家定能重振家风 说到至家的事 建安侯便洋洋洒洒说开了 如今建安侯府中 内务的事 已经全交给了 建安侯的大儿媳 因为是双居 所以自从大孙女出嫁之后 大儿媳基本都是 以家庙佛堂为住所 这回因为婆婆被送进了家庙 所以大儿媳不得不搬了出来 然后 就引起了建安侯的注意 这位大儿媳 家世门第都不错 从小琴棋书画样样拿手 也从不屑于在府内争权夺利 所以自从女儿出嫁之后 便完全甩手 在不管府中一草一木 如今侯府无人管事 反正建安侯也不管人家愿不愿意 就把家里钥匙全给了大儿媳 自己只一门心思打儿子 大儿媳没办法 再怎么不想管事 爹的吩咐 总要听的 但是看到府中银钱 只剩下三四千两的现银 他也很为难 这么点钱 这家到底怎么当 建安侯倒也爽气 直接把持家祥那的妾室 和外头的外室之类的 全给抓在了一起 这不鼠不知道 一鼠吓一跳 阴阴阴阴夹起来 整整一个牌 气急了的建安侯 当天就家打了一场儿子 他顺手还把自家儿子 买的养外式的宅子屋子 全给卖了 好歹又凑出了四五千两 然后一个牌的阴阴阴 他也让大儿媳问清楚了 谁想走的 没人给点钱便打发走了 谁不想走的 就留在府中 接受军事化管理 结果走了二十个 留下十个 建安侯给他们建了一个班 留下的人倒也不用挨打 但是得换了一身短打 每日训练体能 假以时日 体能上去了 再请了武士教了功夫 女子不能参军 但是可以在家寻访 这一系列的操作 听得永一侯直喊 老侯爷到底还是有创意啊 怪不得看着越来越年轻 原来是每天都在折腾啊 当然 在回府之后 建安侯还得到了来自皇帝的点拨 既然皇上都发话了 建安侯便也不敢再耽搁 打儿子 关孙子 都没皇帝的承命重要 于是揣上十五万两银票 建安侯看了看已经被打得 看不出本来面貌的儿子 觉得还是太过面目可憎 不利于谈判 所以还是自己独自前往了钟永伯府 道德钟永伯府 老侯爷二话不说 就把十五万两银票 往徐达桌子上一拍 老夫容马一声 说来惭愧 也就指这些积蓄了 老夫也知道 龙凤楼是皇上亲自取得明选的地儿 赔偿再多也不为过 只是老夫也想让钟永伯求个请 若这些钱不够 还望钟永伯给我点时间 让老夫慢慢筹集了给你 徐达一脸为难道 虽然晚辈蒙兽的损失的确不少 但是也没道理让侯爷老了老了 还要为钱发愁 这样 这十万两我收下了 另外五万两 老侯爷还是回去吧 日子总要过的 孩子就别再打了 钟永伯 仗义 建安侯站立作一 直说佩服钟永伯的心胸 十五万两 居然还找了五万两 不是仗义是什么 在课堂间的木屏风后头偷听的春鸭和张大夫 直扣自己的人中 这对话听的人 简直遭不住啊 建安侯走后 张大夫和春鸭就立刻对徐达展开了一波声讨 一个说 人家送钱上门 怎么还有找的呢 要不是我武艺高超 胆识过人 这会儿躺在床上的 就是咱们仨了 大金可能也被炖了呢 多拿他五万两 不为过吧 主要是五万两 也不多呀 一个又说 徐达你惯会人钱装样子 在家是抠抠嗖嗖 对外人是五万两当零头直接抹了 五万两啊 徐达你五百两的年缝 五万两得赚一百年啊 不是你们让我要十万两的吗 徐达觉得自己很无辜啊 让你读书 怎么不读 让你戒酒 你戒了三天有没有 怎么这会儿突然这么听话了 张大夫一边数落徐达 一边给他添菜 如今龙凤楼的厨子都在家 每日他们家忙忙叨叨的就是吃食 中午一顿都吃上了八个菜 恩格尔系数直线飙升 虽然张大夫是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但是这家庭恩格尔系数的直线飙升 抽丝剥茧 源头就在建安侯府 让他们多赔点买菜钱怎么了 不要五万两 多要五百两 报销了他们家这些日子的菜钱也好啊 家庭妇女总归是要为家庭打算打算的吗 春鸭加起一块炸鱼条 我爹呢 肯定被建安侯那看着朴实无华的话术给说服了 也是 这一觉也罢 说话办事还算有点章法 看得出以前也是个狠人 不过就是教育儿孙有点问题 咱们这算是间接帮了建安侯府教育下一代 附加服务 是不是多少得收费 咱们跟他们又不熟 黑心鬼 徐达加起一块张大夫给他调的红嫩羊肉 差不多得了 没错呀 我是不想多收那五万两 所谓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既然到了 咱们心理预期了 得饶人处且饶人吗 徐达这人行走江湖 别的本事没有 这情商多少还是有点的 他这人心也宽 差不多先生一个 什么都是差不多就行了 母女俩突然不说话了 互看一眼 然后点点头说行 你说的对 然后继续闷头吃饭 铁头还很殷勤地给徐达成了一碗老母鸡汤 试探地问道 您说养我的那话还作数吗 不作数了 徐达翻脸无情 你该读书就得好好读书 既然跟建安侯家都已经和解了 今日爹爹带你去找个男士金 明日你便带着去学堂吧 铁头撇了下嘴 嘟闹了句大人怎么能骗人呢 然后扔了个烤鸡的翅膀给大金 他现在只觉还是大金最好 从不骗人 大金叼了鸡翅 就甩着尾巴出了餐厅 徐达直问春鸭 这狗干嘛去呀 这些天怎么老不见他在家 社交吧 春鸭答道 张大夫皱眉又问铁头 你是不是又跟大金跑狗洞了 不然咱们家也没开狗洞 大金怎么出去的 没有 我读书呢 铁头觉得自己现在也是男人了 男人怎么能跑坑挖狗洞 张大夫转头看向春鸭 春鸭展示了一下他的红二头肌 虽然因为穿的衣服多 啥都看不出 但是也不妨碍春鸭嘚瑟 我也没有 我练武呢 看我这一身健子肉 看着女儿发不出脾气的 张大夫叹了口气 才道 改天让下人找找 找到了赌上吧 京城乱七八糟的人多得很 一会儿再被人炖了 除了怕大金再惹事被人炖了 张大夫还想着 狗遛狗 到底有点危险 大金再聪明 那也是条狗 万一不小心再给人咬了 这可没疫苗打 一想到这事 张岸突然就坐不住了 放下碗筷 就说自己吃好了 要去找找书 看看有没有什么方子 可以治狂犬病的 作为春鸭的老母亲 张大夫隐藏版的人格 的确有点跳脱的成分在里头 张大夫走后 徐达才想起 母女俩反常的行为来 前一刻还在批判她 后一刻她说了句 得饶人处且饶人 怎么就没人反对了 于是徐达问春鸭 你刚点头啥意思 啥点头 春鸭脚巴着干扎丸子 歪头看着徐达 徐达解释 就是我一说不能多收人钱 你们就都同意了 同意还不好 春鸭惊讶到 那我摇头好了 不行不行 五万白银赶紧去要回来 惹得一旁的铁头 报效不已 还好吐嘴捂得及时 不然做铁头旁边的徐达 可是遭殃了 摊了自己一手饭的铁头 赶忙跑了 呜呜地 只喊外头后着的丹燕 给咬水 心有余悸的徐达 端起鸡汤 呼噜就是一口 烫到再次升天 兔都来不及 这臭小子 以后在吃他递过来的吃时 徐达发誓 自己改叫铁头爹 冷眼瞧着父子俩忙活的春鸭 就在旁边呵呵呵呵地笑 他还真是爱死 家里头爹呀地呀的神操作了 好玩 比看戏好玩 行了 别笑了 赶紧跟我说说 怎么就突然不声讨我了 徐达为啥纠结这事呢 主要还就是觉得 张大夫不过多地纠结钱财 还算符合人设 可春鸭突然就不纠结钱财了 徐达总觉得 这事还没落透 也没啥 主要我觉得吧 记仇的呢 你哪怕一分不收 他还是会记仇 不记仇的呢 再多给咱们五万两 也不会记仇 我这个是个人体会呀 您可以不听 做人留意线日后好相见 这话仅针对君子 不针对小人 不过您既然选择相信 建安侯是君子 那我肯定无条件支持您 这就是我点头的原因 至于我娘嘛 估计应该真的是觉得 您说的对 不过说来说去 也就五万两白银 赌个建安侯的人品 也行吧 春鸭说完 徐达都有点疑惑了 这么 复杂的吗 这事还跟人品有关了 不过 细想来 好像的确有那么一点点道理 可是 什么叫才五万两白银 徐达忍不住拔高了嗓音 我发现你最近有点飘啊 五万两呢 我得赚一百年呢 哈哈哈哈 是啊 五万两呢 春鸭默默地给徐达 递上了一叠子糖霜核桃 说道 吃吧 虽然核桃补脑是伪科学 但是以行不行 说根也行 说完 便擦了下嘴 说是家里既然解禁了 那他就去烫江军府 不知道关木卿回没回 他得去问问发往扬州的东西 都被妥了没 就听徐达在后头嚷 春鸭我发现你现在心机越来越重了 骂人能拐弯百八十个万 春鸭缓缓回头 弯着眼睛对徐达说道 谢谢爹爹夸奖啊 说完 便往厨房去了 关关最近又要读书备考 又要筹备朵云轩扬州分管的事 眼看着都瘦了两圈了 作为女朋友 春鸭怎么能可能事儿不见呢 况且 织毛衣这事儿 行 是行的 但是可能还是得要段时间 会事前估计是赶不上了 那不就得给关关多补补 毕竟预寒的除了毛衣 不是还有标呢吗 所以决定给男朋友贴标的春鸭 带着秋分 喊了正下赶马车 带了提前备下的四个大石盒 便往将军府去了 中勇伯府 现在人员最齐备的地方 就是厨房了 两个师傅 六个厨子 每天八个菜 玩似的 春鸭一说 要给关木青带点补身子的餐食去 厨子起里咔嚓一顿忙活 就这么搞了四个石盒 春鸭到将军府的时候 关木青倒是还没回家 关静便喊了春鸭 一起去后头叫场 看石金练头壶去 怎么不练射箭 又练上头壶了 春鸭好奇地问道 关静勾住春鸭的手腕 贴近身子才说 你不知道 那庞云好像真的看中咱们家石金了 一得空就往咱们家跑 可借口就这些 无外乎吃好吃的 请教石金射箭技术 咱家石金还没开窍呢 就说庞大人 那次找的酱鸭店不好吃啊 射箭技术这事 反正庞大人天分就这般了 不用讨教了 天分这种东西 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那庞云也是个不怕尴尬的 被石金拒绝了一次 过了三日又来了 说是城中哪里新开了的酒楼 准备办个投壶赛 赢了的能免费吃席吃一个月 想吃多少点多少 别浪费就行 庞云听闻了 就来邀了石金一起去参加 春鸭大笑道 好家伙 那他们可不能让石金赢啊 石金万一赢了 这酒楼开一个月就直接倒闭了 哈哈哈哈 瞎说什么呢 咱们家石金也没那么能吃 还能吃垮大酒楼呢 关静还是偏爱石金 虽然他心里的确也有过这样的担心 但是 这大实话啊 怎么能说出来呢 两人还未走到教场呢 就听到了小丫头们兴奋的喊声 石金姐姐好厉害啊 又是全胡呢 春鸭直喊 完了完了完了 开业即关门 史上最短命酒楼 马上要来了 说完 又觉不对 立刻补充道 不对 开业就关店 只能算第二短命 我爹那个未开业 就关店 算是第一短命 这乐子逗的 关静笑得直捧着肚子喊 不得了了 孩子都快笑出来了 春鸭也在旁边笑个不住 可笑着笑着 关静突然脸色一变 春鸭吓得闭了嘴 忙问 姐姐怎么了 我不说话了 你可别吓我呀 徐 关静推了春鸭一把 别嚷 赶紧陪我回去 手足无措的春鸭忙 喊了秋芬 你赶紧去找张大夫 秋芬应声转身就要跑 别去别去 关静慌忙阻止 不是孩子的事 是我的事 两辈子没怀过孩子 不对 是连婚心都只尝了点汤的春鸭 脑子里乱麻一团 啥呀 姐姐啥呀 还是让秋芬去找一下我娘吧 你这样我有点害怕呀 关静此时 只顾拽着春鸭往回走 小点声 我没事 就是漏尿了 春鸭那嘴 也不归自己管 直接就到 真的是笑尿了呀 祖宗 别说了 关静忍笑 真的很辛苦 春鸭这才抿着嘴 跟着关静回院子 等关静换完衣服 关木青倒是正好回家 问两人在聊些什么呢 关静和春鸭 两人对视一眼 春鸭赶紧说 没事没事 就说你念书念得也太过辛苦 我这不带着补品来看你了吗 说着话 就把关木青往门外推 然后两人便去了 关木青的小院 要说这两人 因为关木青最近很忙 已经有三天没见面 所谓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这三日不见 家家减减 四手五入 就得有十年没见面了 十年未见 春鸭第一件事 就是展示他三日来的练功成果 只听他大喝一句 关关 看我展示 徒手就往关木青院子里的石板桌上披 吓得关木青直接抱住了春鸭 往后退了三步 春鸭这才劈了个空 你 关木青气到要升天 这可是花岗岩 你这手还要不要了 爱爱情 果然使人盲目 大哥 你看看清楚啊 那桌子上是不是有个兔子的木雕百件 说完 春鸭还朝那兔子指了指 一定是关姐姐放的 关木青这才注意到 那木雕的兔子 不由尴尬地清了下嗓子 可那木头也硬 仔细手疼 小看人不是 春鸭从关木青怀里扭了出来 又开始展示她的胳膊 你捏 你捏 这栗子肉硬不硬 秋芬疯狂地开始咳嗽 意思关公子你敢捏 我就敢咳死在你院子里 算了 高童小声说了句 咳死也没用 咳到喉咙直冒烟的秋芬 这才向命运低下了头 最终 关木青还是忍住了 捏一捏春鸭那两块 只存在于意念中的肌肉的冲动 扒拉下了春鸭的小细胳膊 县主大人武艺高超 在下属实佩服 不过 练武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咱们凡事得讲究个循序渐进 可不能练伤了知道吧 春鸭点头道 那我肯定知道啊 不过你也是啊 读书也不要太拼 咱们也不要考啥状元 能考个进士就行了哈 万一到时候表现太优秀 太子皇上再舍不得你 跟我回扬州怎么办 对不对 对 那我就倒会是考认真点 起码不能被刷掉 但是电视 咱们就保留点实力 关木青满眼是笑的 看着眼前这个一天到晚 喊她入赘的姑娘 只觉怎么荒诞无稽的话 从她嘴里说出来 都是甜言蜜语 就是 咱们多少得低调点 走 咱们进去说说搞钱的事去 说完 春鸭就带着关木青 走进了关木青的书房 活像这地方是她的一般 到了书房 春鸭往桌前一坐 关木青搬了个小凳子 挨着春鸭也坐了下来 秋芬只觉看不了这个了 说是给两位煮茶去 便找了个茶叶罐子跑了 不过 春鸭只当没看到秋芬的抓耳挠塞 她只是在谈清水恋爱啊 在她这现代人的灵魂看来 根本没啥好害羞的 此时的关木青 倒也没想太多 一切还是要以春鸭最喜欢的搞钱为重 她拿出了今日才定下来的名册 递给春鸭 这一批一共108件 皆是精品 三日后便着手运往扬州 货值大概在30万两上下 定价在50到60万两上下 到时候落卖的好 摘星格抽一成利也能赚不少 不会办到被劫了吧 春鸭觉得赚不赚钱先两说 一次运送这么高货值的东西 她倒是真有点忐忑 关木青笑道 有太子府守军护送 再有人打劫 那可能真的只是不怎么想活了 太子也挺拼啦 春鸭不由感慨 呵呵 太子自有大志向 具体的关木青也不好说太多 但是太子此人 虽然作为帝王来说 略微感性了些 但是大方向上 还是比较像皇上的 性情比较开放 什么事情都愿意略做尝试 因此 他也愿意在太子身边 为他打点这些事 自己能赚钱固然好 但是更好的 还是太子办这朵云轩 也不是为了贪图享乐 而是为了筹钱办一雪 有大志向就好 春鸭点头 太子以后 定也能成为像皇上一般的明君 生活在这朝代 最美好的愿景 恐怕就是捞到个好皇帝 就是那储君不知道贪不贪吃 两人说了一回搞钱的事 春鸭便起身要告辞 这会儿天色还早 他准备去龙凤楼瞧 赔款也拿到了 龙凤楼到底还有没有修缮的可能 还是得再去现场看一下 关木青说要跟春鸭一起去 春鸭却一把把关木青 按在了椅子上 好好念书 别搞得很晚 对了 我行定你带了吃食 都是补身子的 晚上记得让厨娘热了吃 多吃点 行吧 关木青其实的确最近事多 想着耽误什么 的确不能耽误功课 那你去看看 就立刻回家 高同跟县主一起去 自己不去 保镖得去 春鸭远想拒绝 但是又怕推来推去 反而在耽误了关木青复习 便只能带着一脸严肃的高同 往被砸掉的龙凤楼去了 没曾想 才走到龙凤楼所在的街市口 就见前头连马车都进不去了 春鸭只能喊正下 随便去找个地方停车 自己则带着高同和秋分 往人群里头走 倒也不是他想凑这个热闹 主要是今早达达 给了金安侯谅解书 春鸭就怕金安侯家的 那二愣子孙子一旦放出来 到时候 再一把火 给他们家龙凤楼点了 虽然龙凤楼已经被砸了 但是万一再找了 那楼烧了遍也罢了 连累了邻居可不好了 高同一脸生无可恋的 在前头开刀 秋分和春鸭跟在他身后 三人边走 耳边便传来各种闲言碎语 有说金安侯疯了的 有说龙凤楼肯定有古怪的 更有说金安侯家的孙子 快死了的 总之外围吃瓜的群众 自编自导 吃点西瓜皮也觉得很愉快 春鸭正眉 小生跟秋分说道 那金安侯不会又在打孙子吧 不会吧 难道金安侯那儿子孙子 都不是亲生的 秋分不可置信道 但是很快事实证明 金安侯那儿子孙子 的确可能不是亲生的 因为三人挤到龙凤楼前头 看得明明白白 的确是金安侯在打孙子 迟英杰在大狱里这几天 被差异们关照得很好 牢房给他担任一间 就选老鼠打洞的那一间 他们大牢里的耗子 可不比外头的贱人就躲 这儿的耗子 半夜里还咬人呢 这些老鼠 把大少爷吓得鼻涕 眼泪一把把 可差一也说了 少爷忍忍吧 实在你们一批进来的人多啊 牢房就这么几间 你们金安侯府 恨不能占了一大半 再给你调换 人家犯人该闹了 另外 什么喝生水 吃馊饭 那都是基本操作 大少爷的肠胃 根本扛不住 可公同也没人换 什么厕纸厕愁 就更不用想了 总之那场面 就甭提了 至于睡觉用的被褥 就别想了 垫的草垫子都是湿的 老猴爷今早去领人 这大少爷整个人 就散发着一文 就让人精神振奋的气息 原本想用马车 把这不孝孙子 拉到龙凤楼的金安侯 立刻改了主意 他先让下人 给大少爷去买了俩包子 给他喂了个半饱 然后才让他跟着马车 到了龙凤楼 此时只想回家的大少爷 一看是到了龙凤楼 也不用爷爷说跪下 顿时就腿软跌 坐在了地上 噩梦啊 这就是地狱的入口啊 没曾想 等着他的 还有爷爷的一顿暴打 大少爷哑着嗓子求饶 呃错了 我错了爷爷 再不敢了 饶了孙儿这一次吧 金安侯也是个唬人 孙子求饶也不管 只管闷头揍人 在围观群众一声声的忧黑 忧喝 又未中 传来一声女声 老侯爷 您打孙子 不然回去打吧 咱家龙凤楼 没开张就被砸了 这会再打下去就见血了 总是不太好啊 说话的吹鸭响 这人也真够可以的 怎么这么喜欢公开 处刑自家二孙呢 大伙一回头 就见人群中一个瘦瘦的姑娘 站得挺直 虽然穿戴简单 但是那灵力的气息 还是能看出 不这姑娘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孩 看 赶紧看 大姐闻又个造型 也挺累 一会儿就漏气了 金安侯闻言 这才转过头 见是春鸭来了 才抱拳道 原是县主来了 老夫就是让这小兔崽子 好好尝尝记性 自己造的孽 就得自己来承担 那春鸭怎么觉得 建安侯说的好有道理 但是这话他也说不出口啊 更何况他们家 还收了人家十万两银票呢 他只能硬着头皮道 那万一破了 咱们龙凤楼风水怎么办 嗯 理由如此清新脱俗 让建安侯耳目一新 但是他还是点了点头道 县主说的不无道理 那老夫便把这小兔崽子 带回去打了 明日上学 还要小公子不要见外 若他又哪里犯魂 就来告诉老夫 老夫一定好好加法伺候 不敢了 再不敢了爷爷 我真的错了 底下的池英杰 哭得脸上都出了两条沟壑了 春鸭更是惊讶道 这样明天就能读书了 这么硬核的吗 嗯 建安侯肯定的点头 这孩子 在建安侯看来 就是读书不用功 才不明事理 这回建安侯下定了决心 不管是断了胳膊 还是断了腿 只要脖子没有断 这孩子就必须日日去贡院念书 万不能像以前一般 一月里得告假十七八回 不是头疼就是脚疼 在他这里 除非脑袋掉了 不然天上下刀子 也得去念书 春鸭劝自己 千万别圣母 他忍着劝说建安侯 要不还是先给孩子 请个大夫把他冲动 应是点头说了句 好 读书好 建安侯这才一把 拽起了摊在地上的孙子 让他跟着马车 回府去了 行了 都散了吧 那么多人 一会儿五成兵马司该来了 高童向人群喊道 吃瓜群众一听 观差要来了 呼啦啦一下子全跑了 空流春鸭望楼心探 好好一个饭庄子成了这样 不行 还是得请个道士 来摆摆分水镇 说完 他也没心思查看了 只拜托了高童 说一定给王大哥说一声 让下回回来的时候 千万记得把吕道长的徒弟 给带来用一下 而此时的皇宫内 皇帝同样也很关心 龙凤楼事件的进展 徐达到底准备 什么时候重整旗鼓 启禀皇上 好像说是得先去请个风水先生 西风答道 皇帝咬牙道 这事跟风水有什么关系 是建安侯今天又在龙凤楼门口 打了孙子 钟永伯家的县主 觉得可能坏了风水 寻舟无奈地回道 皇帝捏着自己的鼻梁 明日 安排个青天间的 跟钟永伯偶遇一下 西风的寻舟抱拳 到了声势便退下了 然后皇帝喊来苏九 你去一趟建安侯府 让那老风 老侯爷别再 当街打孙了 熏贵人家 好歹给自己留点颜面 整日地让百姓看笑话 成何体统 苏九接了令 又匆忙往建安侯府去了